彪,与春家闺女 过了一会,马皇后也急匆匆赶了过来 老猪见了发妻,忙喜滋滋拉住了她手 妹子,咱们老两口,可算要有孙了 果真,马皇后亦是大喜 四周又是一片道喜之声 猪肃脑中却仍在思虑 自觉醒记忆之时,她便下定了决心 此生想要过的逍遥,必须得做到三桩式方可 第一桩是保住马皇后 马皇后一死,老猪变成了一柄没了剑桥的利剑 喜怒无常 动辄杀人 虽不至于虎毒四子 但那时的她,连最疼爱的长子朱镖都下得了手则打 自己这个小儿子就更不必说了 纵使已救了藩,恐怕一男友好过 第二桩是保住朱镖 朱镖仍后友善,有他罩着 自己这个胞弟便不用忧虑,没有后路 若是真让老四朱棣上位 别看历史上的朱素是在朱棣手下得了善终的 其实朱棣对他十分忌惮 不仅将其改封,更是多方监视 限制其行止 更是因流言便认为他要谋反 逼得一把年纪的朱霄自负入京 顿手以泄死罪 其后,朱棣更是借此罪名 逼朱素主动交出三位 到底这流言是真有其事 还是朱棣亲自刨制出来好收缴朱素兵权的由头 哼哼,谁知道呢 反正你是皇帝 你说有那就是有了 朱素可不想到 老了还活得战战兢兢 始终有一双眼睛居高临下地盯着自己 比起朱老四,他果断更希望大哥朱镖做上皇位 第三桩就是互助常侍 马皇后,朱镖在史册中未宰死因 朱家推行体检这么多年 也没发现他们身子里有什么病根 万一是什么难解的疾病 朱素总担忧到头来会防止不住 可常侍却是明明白白地记载了 死于产后体虚 这一点想要防住 却是不难 纵使到了最后关头 马皇后,朱镖都发生了不忍言之事 但只要常侍尚在 朱素便无后顾之忧 因为,只要常侍还活着 自己未来那个天子第一号的好大只朱允文 就只能是个数字 朱允文此人 貌宽内窄 面热食寒 嘴巴里说着 脸上眼着 一不解待 那般孝顺 把老朱这么精明的人都骗了过去 博得朝野上下重口一词的人笑名声 可这思内心之中 却最是凉薄 老朱在时 好一个孝顺仁德的皇太孙 老朱一死 磨刀霍霍向亲说 两年 逼死了五个亲叔说 要是燕王不进南 迟早杀到 只剩他朱允文艺人 偏偏还孤名钓狱 眼高手低 技能点全点在演技上了 手上明明沾满清肠鲜血 还假木假式的下达御令 勿使朕有杀叔之名 话外音 赶紧杀了我叔 顺便帮我背个黑锅 薛帆的实惠 和仁德的生命 我全都要 如此厚黑 这次要是日后当了皇帝 自己这个当叔叔的 如何能有宁日 偏偏这次最善演戏 若真有那日 自己还真不一定斗得过他 幸好此时 便有一个釜底抽薪的好办法 朱允文生母乃是吕氏 太子妃尝试死后 吕氏才得以扶正 那么 只要尝试一直活着 朱允文就没办法 蹭到那层嫡子的身份 不是嫡子 他想个屁痴能继承皇位 不管皇帝的位子 是给朱雄英还是给朱允通 左右都比这杀书逆直 要好上千倍 朱允文 莫怪你武输我 当然 能拦住朱镖取吕氏 就更好不过了 到时 大可向老朱敬些谗言 将朱允文这丝彻底 扼杀于软蛋之中 想太远了 朱素忙甩了甩头 看向了上手证 喜出望外的一家人 嗯 还是先确认一下 现在肚子里这个 是不是朱雄英 如果不是 说不定被要流产 于是朱素开口道 恭喜父皇 贺喜父皇 父皇即将天下长孙 不知可有定好名字 老朱是个取名狂魔 平日里就喜欢帮一众 数字名的军士 将领们取新名字 若是听说了谁家生了儿子 他必定是要贴过去 给人赐名的 日后更是把老朱家 几世代人的名字 都规定好了 朱素知他的性情 便猜测 朱雄英这名字 即可能是历史上的老朱 是先取好的 哪有天天给别人家孩子取名字 自家大孙子名字 事先没琢磨好的道理 果然 朱素此话一出 老朱便哈哈大笑 心中甚喜朱牢无捧的 这一句好根 他嚎声道 咱大孙儿的名字 咱当然早就定好了 便叫做朱雄英 豪雄之雄 英杰之英 咱朱家的长孙 必然是人世间 一等一的英雄 朱雄英 好 好名字 沐英当先开口赞道 其他人亦是连连高声称赞 还不知是男是女呢 常是红着张脸 声音淹没在老朱 畅快的笑声里 朱雄英 果然是朱雄英 朱素却是在心中大叫 若是此胎小产 老朱必然不会用一夭折孩儿的名字 去命名下一个孙儿 可见 大嫂尝试的这一胎 必定是那个 本该在红武七年才出生的朱雄英 剑州女真 内阁那些世道也罢了 没想到不知不觉间 历史线已然发生了变动 朱素顿时喜悠参半 喜的是 如今历史已确确实实地改变 说明所谓的外祖母悖论历史因果绿狗屁不适 只要没有天将 刘秀那种未面之子 强行拨乱反正 自己日后大有可为之处 优的是 随着历史越变越大 自己先知先觉的优势终将荡然无存 管他呢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小爷多活一世 还怕没法子 当好一个逍遥王也不成 朱素心道 随即也放下心事 加入了对大哥朱标恭贺的人群之中 当晚 老朱在朱标府上逗留了许久 直到天色已晚 方在朱标 穆英等小辈的催促下 启程回返宫中 路上 大儿子朱标 义子穆英 两人亲自相送 此时的天色已然入夜 皇城的宫墙在夜色中 如若一只绵延着的巨龙 守护着这个出生的强大帝国 老朱毕竟已做了几年皇帝 心思日深 已没有方才那般喜心余色 虽然眼角尚于几分喜意 但心思已经回转到了 诸多繁琐的国室上来 夜色宁静 马车隔音也甚好 车中 微闻滋滋压压的车轮行进之声 老朱不知想到了什么 突然掀开帘子 招手让朱标 穆英到车中来 爹 有什么吩咐吗 朱标爬上车员 挑开帘子 钻进了宽敞的马车 后面跟着穆英 老大呀 是有些事 想和你们聊聊 老五在你府上也有一些日子了 你且说说 能否看出些什么 老朱轻轻扯着河下的短须 五弟他 朱标略顿了顿 想了想 这才接着说到 五弟每日里都甚为懒散 或睡至日上三竿 或看些市面上的画本 偶尔也微服到西街晃荡一番 倒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异动 哦 老朱眉头一挑 这兔崽子 过得倒好生活 义父 义母 穆英低头思量了一会 对老朱和马皇后道 龙孩斗胆说一句 我关五弟对我等 并未存什么城府 我等若有所问 亦是倾囊相授 这些日子 他与我说了许多火器改良之法 诸如纸包火药法 后装法 碎发法 以及更为高妙的唐献法 尖头弹丸等 皆是能够大幅提升火器威力的良方 火冲乃军国重器 这些法子不论哪一个 其价值都有万斤 足以左右一场国战之成办 若是五弟心中别有他求 又怎会如此合盘托出 是啊 五弟虽也顽劣 却始终对尔臣这个包凶极为亲近 便连尔臣的夫人 五弟亦是关爱有加 朱镖也道 方才 他还私下拉着尔臣 让尔臣多弄些牛羊奶 言道可强健孕妇体质 若非尔臣至亲 嫌会有如此细的心思 儿子和义子都出言袒护 便连发妻马逝 也在一旁看着他的脸色 老朱面色微惨 想了一想 时日尚短 还是再看看吧 彪 老五弄出来的那个肥皂 咱已分付宫里 去治了 回头这份买卖 就按老五的法子 并入黄产 这事儿便交给老五负责 别让他一个人闲得太过了 这人啊 闲着闲着 难免就闲得废了 不过他年纪上小 你且先顾一顾 明面上 就当是你管着的生意 是 朱彪点点头 慕英有些为朱素不忍 抬头道 义父不照五弟单独聊聊吗 朝中如今多事 咱是千头万绪 晚些时候吧 老朱想了想说道 朱彪和慕英也不言语了 马车也已到了宫门 朱彪慕英起身告辞 老朱则与马皇后一起 驱车直往昆宁宫 重罢 你当真还在怀疑小五 先起儿子一子尚在 不好出言质疑丈夫 等此刻儿子一子都不在了 马皇后这才开口道 小五出宫前 还特意嘱咐爽他们 要他们好生看过我 近几日 爽儿他们不论风吹日晒 都要来我宫中 晨昏定声 此节是他们自以为 不能负了兄弟丁明之故 那孩子对我们一片赤诚 若被他知道了 我们心中疑虑 岂不是寒了那孩子的心 咱也不想这样 老朱叹道 老朱打开了窗 将窗外如水的夜色 揽入屋中 他的心中 却仍自纠结无比 老五告诉我的那几个法子 确实好使 不说婴儿说的那些 火器改良之法了 就说那个如今日渐上了鬼道 只需再用上几年 就能将宰相制给剃了 从此以后 我大明当无宰相专权之忧 他告诉咱 户籍之有弊端 军户日后会成为大患 咱也都派了拱卫司的人 去民间看了 大明这才立国多少年啊 如今就已经有 降级的将人 不懂手艺 偏远军户所的军户 为千户欺压 也有些百姓 被大户病了熟田 还弄不到录影投青 咱原先想着 咱这一套制度 是天衣无缝 只要照着这套来 足够让大明万事不义的 没想到才这么几年 就已经出了些许毛病 这要是真这么传了下去 肯定要如老五说的那样 彻底烂掉了根 那 不是更说明 所而所言不假吗 马皇后道 更应该对他试了疑虑才是 这些他说的都不假 老朱柔了柔 皱起的眉心 这些日子 为了补上这些制度上的窟窿 他耗费了巨量的心力 颇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可是他却不知为何 话里话外 总在暗示咱穷兵独武 诱着咱去基于中原之外的河山 让汉林院那群汉林 翻遍了古书 也没找到老五说的那些金山 神种之类的 那些汉林还以为我要求仙山呢 一个个都告诉我中原无所不由 外头竟都是蛮荒之地 此乃古今闲人之共识 咱寻思着 那么多代的汉人祖宗头里说的事 总比老五一个人 信口开河可信些吧 那些文官也下了个够呛 咱设了一个还没眼的海誓司 这些日子 那些官的奏章就和雪片也似 都说 我大明如今好不容易驱逐了盟员 国力尚未恢复 自古好战必亡 此时该先雨明修西才是 还引经据典 说古往今来 哪个皇朝统一中原之后 第一件事不是休养生息 而是马不停蹄的四面树敌的 隋朝倒是这么干了 可一个小小的高沟里 就彻底弄垮了大隋 咱昨天向李先生露了点口风 李先生立刻就面如土色 扣请咱该雨明修西 要以江山设计为重 你的意思是说 苏尔拿外头的好处 又你当一个开阔熊主 是别有局心了 马皇后眉毛一拧 这不能吧 就算真有妖人 有那阳皇帝应见在前 你朱皇帝也上不了 这个恶当不是 偏偏老五那家伙 还真就说动我了 老朱无奈一笑 妹子 这些日子 咱一直在补 补大明朝廷上下这些窟窿 先是还没发现 现在越看 越觉得 咱这大明就是个大草匡 那是四处都是洞啊 补了上边漏下边 补了左边漏右边 越不我越寻思 就算咱这一代 把大明打造成了铁桶一般 可万一真出了 嘉靖天晴那般的孝子贤孙 前前一亮的杀财狗官 多靠谱的制度 也经不住造啊 苏尔有句话说得对 没有万事不义的制度 咱这几天越寻思 就越觉得 朝廷制度是有极限的 既然如此 且不如多攒下些家业 老朱就着月光 看着屏风上贴着的 那幅诸素手绘的 昆虞万国图 一手在图上画下一个大圈 将欧亚澳美等大路 都包在了里面 只要家业够大 就算出了败家的子孙 也能供他们多败上几年 那你是要 马皇后看着他的背影 有些摸不透老朱的心中所想 咱也拿不下主意 老朱苦笑 咱之前就是个在凤阳放牛的 如今却是皇帝 当年咱尽可豁得出去 可如今处的地位越高 就越觉得如履薄冰 若是咱定下了四处开拓的国策 万一老五真是祸国的妖人 大兵出境 却没有所得 中原岂不要再次陷入战端之中 反老朱家 就成了所有汉人的罪人 咱当上了华夏这个大族的族长 就要给全天下汉人凭事 况且这等大事 又如何能绝于 区区一小儿之口 苏尔说剑州女真得了 咱大明江山 就算天德他们顺利诛灭了剑州女真 可谁知道日后 会不会冒出什么剑州女侄 剑州男真 若苏尔 真是天赐来住我大明的 失了这等机缘 咱俩不一样 是大明的罪人 老皇后一针见血 这咱也知道 朱元璋皱眉道 所以 咱才想着设立海誓司 先派几个人去看看 是否真的有那美洲 可谁又能想到 一条海船近那般贵 国家大事 咱是真不敢假于他一人之口 若是真能确定 老五没有歹心 这幅图也竟都属实 那便再好不过了 老朱看着那幅困于万国土里 大明之外 那一大片一大片 丰饶无比的土地 眼中垂涎的光芒连连闪动 朱素并不知道 如今出生的大明正 因为他的缘故 站在了是否要成为 战狂的历史拐点上 今日的他 正在太子府的门口 套着一身繁复的正装 站在日头底下 为自己的大哥珠彪 接待宾客 哎呀 吴王殿下 恭喜恭喜 喜天心直啊 呵呵 同喜同喜 快请入那缝茶 类似这样的谈话 重复了无数次 朱素感觉自己 都快成复读机了 本以为太子府来客 没自己什么事 谁想自己一个预居的 也要承担这样的重责大任 太子妃长室有孕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 一众官员勋贵 纷纷前来道贺 各家抬来的礼物 摆满了府门外一整条街 朱彪一人应付不来 果断把他和穆英 也拉了撞钉 大夏天的 还得穿个藩王正装 差点没把朱素 给热得昏死过去 朱彪则因为将为人妇 一脸的喜气 仿佛有用不完的劲儿一般 他主要接待那些地位较高 沾亲戴故的顶级勋贵们 比如此刻正拉着他手 一脸忘形的开国公府长生 开国公府作为常氏的娘家 常氏即将诞下皇长孙 常家人是最为激动的 也就是如今开国公常 冒北征建州 女征未归 要不然 常家上下数十口人 今天非都来其了不可 就在诸宿百无聊赖 往林口里扇风的时候 同样一身盛装的穆英走了过来 苏弟 你先回西院去吧 有人往西院寻你去了 寻我 谁啊 朱素一愣 太子妃有孕 还有人专程找自己干嘛 你去便是了 这里交给为兄 穆英笑着卖了的关子 看你也累得慌了 正好也可回去歇歇 能够夺懒 朱素自然不会推辞 他赶紧向穆英拱了拱手 就当道谢完了 然后迈起大步 一溜烟往西院跑去 西院的房门果然开着 朱素进门一看 就见一个穿着宝兰衣衫的少年郎正 背着自己 翻看自己落在书桌上的手稿 本来叠得整整齐齐的手稿 被他弄得乱七八糟的扑了一桌 朱老四 朱素笑骂道 你干嘛呢 呀 那少年郎闻声转头 正是朱老四燕王朱弟 只见朱弟敞着个怀 毫无形象地拿着的一叠手稿 见了朱素 又将手稿随便往桌上一丢 跳下椅子叫道 好老五 可想死哥哥了 快让哥哥看看 可有兽了 呸 我又不是真被流放了 朱素翻了个白眼 无语地上前整理齐手稿来 我是自请不去大本堂读书的 别人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吗 这时候倒在这里演什么兄弟情深 哈 见你一头热汗 这不是玩笑一二 再说了 大哥可不会亏待你 朱弟笑道 上下打量了朱素一番 则则 莫说没瘦 倒还胖了不手 大嫂做的饭食 可比宫里的好太多了 语气之中不乏极度 先别说我 你怎么来这儿了 朱素将手搞在桌上蹲了蹲 这才拉了把椅子坐下 莫不是又敲了课 仔细叠打你斜板子 什么敲课 我这是正大光明来许你的 朱弟把脸一抬 自你走后 爹不知为何 发善心捡了我们的课业 如今我们每月里 可有两天时间放假休息 今日就是放假的时间 哦 朱素一愣 心想莫不是自己说的那些 皇子不该过多学习如学 学习之道 当一张一池之类的话 被老朱听到心里去了 倒便宜了自己的这些兄弟们 况且 爹才不会打我斜板子 朱弟一脸骄傲 因上次得知了你的事 爹将一份重责大人交托给我 如今 你哥哥我那是正直地宠 又安有打我板子的道理 是吗 什么重责大人 朱素问 是一份秘纸 朱弟脸上神秘中带着得意 得意中又带着八分的臭显摆 爹嘱咐我 让我阎番这一只 把这道秘纸试带传下去 若是后世皇帝 有出了年号叫嘉靖 天启的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以爹开国皇帝的名义 持秘纸打他的三十板子再说 你想想 有这么一道秘纸 那该是多长面的事 朱弟一脸激动 能打未来皇帝的板子 我阎番也算是开天辟地以来头一刀 啊 朱素的脸瞬间涨红 差点没忍住给笑出声来 只好用尽全身力气憋了回去 嗯 是 是伴儿有面 朱弟却并未发现 朱素脸色的古怪 仍旧是一脸的得色 老朱不允许 他对旁人透露秘纸内容 如今面对朱素这个知情的 可算能够一吐为快 他笑着问朱素道 老五 你倒是给我说说 嘉靖 天启 这两上不了台面的高脚鸡 日后是做了什么好事 能惹得爹这般震怒 啊 反正就是 一个想当道士 一个想当木匠 不干正事呗 朱素严谨一概地说道 这样 朱弟似懂非懂 随后嫌弃道 大哥竟生出这种悖逆不孝的东西 不好好当皇帝 居然去干这种破事 败家子 怪不得气地跌下这种秘纸 我朱弟的子孙就不会如此 老五 你和我说说 我的子孙们 是不是个个都终止勇武 代代 都是为我大明驻守北疆的猛将 啊 对 对对对 朱素转过了脸 隐藏住了自己抽动的嘴角 朱弟还想细问 却听外头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与稀稀锁锁的衣料摩擦声 随后一个穿着酱红色衣衫的少年 猛地冲了进来 老五 二哥 我来看你来了 一 老四 你来得到快 我刚给娘臣审完就来了 你竟比我还快一步 来人正是老二朱爽 见朱弟已在屋中 不由惊奇道 这又有什么奇怪的 朱爽身后 一身越白长山的老三朱刚 也跨进屋来 必是老四这次没去晨醒 直接就来寻武帝了 他昨日才挨了宋夫子说教 如何还敢去娘那里现眼 你们竟都来了 朱素喜不自胜 突然得闲 也不知如何消遣 想起你出宫也有些时日了 便想着来寻你耍子 朱刚对他笑道 朱爽也靠了过来 一把拦住了朱素的肩膀 你这家伙 在大哥这里躲得好清闲 留哥哥们 在那大本堂遭罪 明面上 他们仍旧以为 是因为朱素不堪造就 老朱震怒之下 因此才交由太子朱镖教导呢 几位哥哥也别说是来看我的 怕是因为大哥即将有后 特来到贺才是正事吧 朱素笑道 来寻小弟我 只是附带的吧 这惠子说的 倒像是专程来看我似的 嘿嘿 道贺和寻你 都是正事 朱爽笑道 本想先去寻大哥 不想大哥那边人实在多得紧 想来也没甚趣味 便先来寻你耍子了 兄弟几人说说笑笑 道也开怀 过得一会 朱刚道 也不知大哥那边人少了些没有 降灯 你且去看看 门外随时的老太监 立即应试 过得一会 便回转来报 禀各位殿下 太子殿下依旧正在待客 如今正接待的是 尹国公府的小公宴 咱们定都要做麻了 大哥那边竟还在接待 朱爽怪叫道 莫非要在这等到日落 难得一天假 岂不是虚度光阴 我倒有个主意 朱弟站起身 不如我们几个去城外逛逛 今日汇丰合唱 正好踏青那两 岂不好过在这哭作 这主意一出 朱爽 朱刚 朱素灯石一动 倒是一旁的降灯虎的亡魂大帽 扑得下跪道 殿下们不可 殿下们皆为千金之躯 怎能微服出城 若是有个好歹 那可不是玩笑的 你这老货 好生过躁 他这一番话 却是惹恼了秦王朱爽 朱爽飞起一脚 直接将降灯踢的一个咕噜 本王兄弟几个意识 岂有你这老沙才说话的份 他这一脚 倒连朱素也一并虎的梦了 降灯痛呼一声 被捉腿磕到了腿肚子 却不敢起身 依旧扶在地上 门外势力的小太监 狗儿听的声音 本想去扶降灯 降灯忙向他打手势 狗儿一惊 顺势意跪在了门口 静王朱刚淡淡看了一眼 自顾自继续饮茶 燕王朱爽则微微皱眉 斥之即可 二哥又何必亲自动手 朱素定了定神 倒是没想到 二哥气性竟这么大 平日里和他相处 他都是一副 憨直的哥哥模样 虽曾耳闻其苛待下人 内心深处却并不相信 再想起后世史书中所载 朱爽长在王府中滥用私刑 以取了自己的宠妃邓氏 最后英家奴忍无可忍 遂被毒杀 这样看来 未来他那暴虑的性子 竟已然有了如此明显的苗头 降灯仍旧负于地上 口呼万死 朱爽则愚怒未消 朱素站起身 从地上将降灯拖起 对门口的狗儿道 还愣着做什么 还不快扶他下去 殿下 千金之躯不可置险地 降灯仍自盗 无妨 父皇拨了拱卫司的护卫于我 我会让他们随行的 朱素说道 且我这些哥哥们 都是未来赛王 都是要镇守一方河山的 连个城也不敢出 日后又如何在草原上 与盟员作战 说得好 朱弟赞道 如等烟树 安置男儿之胸襟 降灯也无话说了 告了的罪 便认有鬼扶下去了 朱素转头对朱爽道 二哥脾气也推极了些 纵使是下人 亦不该如此如此可怠 咋了 心疼你那时被割踹了 朱爽仍旧气鼓鼓的 烟树哪有好人 还敢对我们兄弟 指手画脚 话不是这么说的 朱素严肃道 既知他目光短浅 不去理会 不与交流也就罢了 怎么能失之暴力呢 我不是心疼那内事 而是担心二哥你 儒家的孟子说过一句话 君之事尘如土戒 则尘事君如寇仇 二哥日后 也是要独阵一方的 若是身边人 都把你当仇人 弟弟我如何能够安心 况且所谓玉下之道 讲究赏罚奸明 恩威并失 便是训牲口 还得打一巴掌给个枣呢 不然便要撂绝子 更何况是人 便是要罚 也当名正典型 以公器罚之 让人心服口服 古往今来 想要成事者 无不需收拢人心 私行却只会让人 越发离心离德 且一日一日 击下仇来 惹得人发狠了 那就是泼天的祸事 二哥岂不闻匹肤之怒 血见五步 便是以自身安危为重 也千万莫要这样了 朱素面色庄重 字字句句都带着关切 本来扭着头 不去看他的朱爽 也不禁悚然动容 老五 你的心意 二哥知道了 放心吧 那起子小人 哪敢害你二哥 不是害不害的问题 朱素差点绝导 正想再说 却听朱棣插嘴道 二哥 老五是在劝你呢 身边人成了寇仇 又哪里防得住 只有千日做贼的 你还能千日防贼吗 我们当哥哥的 别让当弟弟的 为我们担心 知道了知道了 我以后 再不可待下人就是 朱爽挥了挥手 随后摸了摸朱素的头 咧嘴欣慰一笑 老四说得对 小五也是关心我 再怎么说 也不能让小五挂心 丢了我当哥哥的脸面 朱素总觉得 他没听进去 还想再劝 但张了张嘴 又怕再说下去 起了反效果 便闭口不再多说 等以后 再慢慢劝之 潜一默话便是了 朱刚见朱素不说话 便出来打圆场道 倒是说的偏了 不是说要出城吗 老四 这是你的主意 你可有想法要到哪去 听说西城外有个避风寺 十分灵验 不如我们就去哪 朱棣说道 还能顺道 给咱们未出世的大侄子 求个平安签 这主意不错 朱棣露出一抹脚侠的笑容 有个平安签 免得回头 爹说 我们只顾耍子 兄弟四人相顾一眼 都笑了起来 避风寺坐落在应天城西 周边风景秀丽 有小桥流水 素来是文人公子春日踏青的好去处 如今虽不是春日 然而因其周边傍水一山之故 常有凉风袭袭 故而并不觉得鼠热 四人从城西三山门出了城 有一座江东桥 应天身为大明皇都 是江南一等一的繁华富贵之地 虽出了城 依然可见市集繁华 人群喧闹 楼阁耸立 九番处处 严桥沿路也贪小贩叫卖之声 不绝于耳 朱家四兄弟 自老朱称帝以后 出宫的机会日少 难得有了这空闲 免不了四处乱逛乱闯 见了啥都要凑个热闹 在市集珠商贩看来 可谓是人增狗贤 幸好他们人多势众 带了数个榜大妖元的跨刀壮汉不说 兄弟四人身上穿着的衣服 也是颇见险贵 故而并无人敢来招惹 四人走在江东桥上 大摇大摆 左张右看 朱素朱刚二人还好 朱弟朱爽两人 那是浪台毕露 一个踏着靴 一个敞着怀 四人走在桥正中 穿着宝兰月白 酱红青黄四色衣衫 尹德路人纷纷侧目 好一派骚包的顽固模样 总觉得有种既视感 朱素仔细一想 自己兄弟四人走在这桥上 岂不是正如电影里的江南四大才子 朱刚一面走 一面感叹道 今日的应天城外 倒是比上次来时要繁华不少 上次来城外时 咱爹还在打仗了吧 朱素笑道 彼时陈有亮大军浩浩荡荡 百姓皆惶惶不可终日 自然与今日的太平世界不同 那时 你还是娘抱在怀里的小娃娃 朱刚转头看向他 难为你还记得 兄弟几人一边走 一面聊 等过了那条长桥 朱素发现 路上有不少人成群结队的 正往一个方向走 一面走 一面还讨论着 这都有六日光景了 仙师居然还红光满面 如此神奇 可见是个真线 听闻今日便是仙师行转的时候 道是天地灵气汇聚 若能沾一缕灵气 也是一份大机缘 我等起快些走 该去拜一拜才行 对极对极 难得有真线现实 是该拜他一拜 左右也不愧 朱爽手中上拿着一个包子 听闻路人口中所言 不禁被吸引了注意力 朱素也有些好奇 拉住一个行人 老家 你们说的那个真线 是怎么一回事啊 那人看朱素面如关玉 且跟着一大票人 倒也不恼 拱了拱手说道 小贵人 怕是不常来此处吧 岂因是应天城里的一位贵人 因屡做噩梦 不得入睡 言请了无数名医 也不见好 后来机缘巧合 方遇到了一位行走人间的真线 这位真线可不得了 据说是太乙真人 坐下有席位的弟子 连这位贵人年纪轻轻 却怨魂缠身 故而出手相助 现在大家都想去拜一拜真线 请他保佑保佑家宅呢 见人群越聚越多 这人倒也急了 也顾不上朱素这边人多威龙 不和你说了 我也得敢去站个前排腕 免得到时候挤不进钱 拎着个蒲团 就往前挤去了 这大叔 准备的倒是齐全 还自带了蒲团 朱棣孝道 只是 这应天城里 竟然还有道人 敢豁明传谣 不怕朝廷的利刀吗 老朱出自明教 最是知道这些妖道妖人 祸患之大 若非如此 也不会暗中对朱素这般忌惮 故而建国之后 便这朱卫所 大力整肃邪教妖人 甚至有不少正经道人 都莫名其妙遭了辣手 这时候 居然有道人敢在应天城外招摇 属实是稀罕的景 莫非 是个真有本事的 朱刚道 眼中有好奇的光芒闪动 若非如此 怎么可能在这待足了六日 也没人来赶他走 不能吧 朱素皱起眉 他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可经历了觉醒前世记忆这种事 这时倒也不敢下定论了 心道 莫非小爷 我不是穿到了古代 而是转生到了修仙事件 一念及此 便再也安耐不住了 他拉起几位兄弟的手 走 二哥三哥老四 一起去看看 兄弟四人本就是来耍子的 自然是哪里有热闹 往哪里钻 有数位大汉护持 倒是不怕拥挤 在人群之中穿梭时 也将这事的起因经过听了个七七八八 原来这位大贵人是应天成中的年轻显贵 年纪轻轻 虽洗了好大的绝 却是用自家爹的命换的 前些日子 总觉得心神不宁 睡不着觉 后来更是噩梦连连 肩口干舌燥 喝再多的谁也不见好的 那一日 出城道程兮散心 却是遇见了一名真仙 这真仙只看了他一眼 便大为惊讶 指出 是一名他父亲战阵上杀死的敌球 化作了邪穗 来寻他所命 索性早日遇到了他 要不然 这位贵人全家 都要被这邪穗给铲死 贵人一听 当即吓得魂飞魄散 更见这真仙所说诸般 进阶对证 哪里还有不幸之理 这真仙道也仁慈 便要用自己今生为瘾 引那负了 大贵人身体的邪穗出来 如何引法 倒也有个讲究 真仙不吃不喝地 护持在大贵人帐外 以身似魔 让邪穗误以为 寻到了修道之人 虚弱的可趁之机 修道者的精元 比凡人诱惑力更大 到时 邪穗必定设了这大贵人 来缠真仙 正好出手将其制服 一群人浩浩荡荡 很快来到了一处空地 只见这空地上 搭起了一座极为稳固的军杖 外有仅凭丝绸为杖 虽只是一个军杖 豪奢却不下宅院 更有无数家奴冲做护卫 不让百姓靠近 看得诸宿泽泽称奇 好大的排场 这是哪家的大贵人 这帐子也不带名姓 倒也看不出来 单说国朝如今应允了长辈 而席决的勋贵 少说也有大几时 朱刚道 空地已经被人群 围得水泄不通 有不少人 以一边口中续刀着 一边对着帐门三跪九扣 门口 一位身穿长袍的枯兽道人 席地而坐 脸上波澜不惊 仿佛全未听到这喧嚣版 这真仙 莫非还是个福道兼修的 朱素抽了抽嘴角 怎么手上拿着个浮尘 脖子上还挂着念朱 头发里不知有没有戒疤 此聊虽做派 看上去牛逼轰轰 朱素心中却是颇为失望 这种不伦不类的家伙 必定是个骗子没跑了 那可不是念朱 或许是听到了朱素的自言自语 朱刚向他纠正道 道家所配的叫做流珠 所谓昼夜斗转 周天无穷 如水流之不绝 心圆如珠 顾云流珠 其颗数亦与念朱不同 多为天罡 地煞合计一百零八之数 与念朱不尽相同的 居然还有这样的事 三哥 受教了 原来是自己孤陋寡闻了 不愧是兄弟里最博学的三哥 连这种天门知识都知道 不过即便如此 朱素依然觉得 那倒是看上去不伦不类 并不是什么仙人 不过显然其他人不这么认为 朱爽牧师那个仙人道 这么多人都给他跪了 想必这真仙定然灵念的景 若是把他绑去给咱们的小侄子祈福 岂不是胜过囚劳使子平安赴一万呗 此话一出 一旁的朱弟顿时也跃跃欲试 还是朱刚拦住了他们 莫及 不是说这位大师要显灵了吗 且看看他是不是真有神通 这位仙师盘坐在帐门口 两边插着两面烈烈作响的道帆 正前方一个闻着阴阳鱼的青铜大顶上 插着一柱大大的箱 看上去就要燃尽了 旁边有人说道 仙师盪真是法力高深 这柱箱 已足足少了六天六夜 为了隐纳邪碎 自相插上开始 仙师便在这众目睽睽之中 始终不吃不喝 是啊是啊 我从六日之前就在这了 起先我还不信 结果这六日 仙师盪真是滴水未尽啊 为了救人一命 竟能做到这个程度 仙师真是菩萨心肠 什么菩萨 仙师是修道之人 该说仙师悲悯是人 话说六日不吃不喝 仙师竟然依旧面色红润 当真好修为 这便是仙家壁谷的手段吗 恐不如斯 人们感慨连连 朱家兄弟听在耳中 不免也信了几分 朱刚惊道 莫非这真是一个得道之人 人世间 竟真有仙人存在 要不当真拜他几拜 若真有效 却是好过拜那些泥素菩萨 朱爽也道 朱素看了一眼这个传说中 六天不吃不喝的大师 看那红润的面色 油亮的双唇 再看了看他脖子上的那串流珠 心中不禁失笑 这点小伎俩 要是再厚实 那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行骗 骗术实在太低级 反诈中心 EPI都懒得看载 眼看朱刚 朱爽 被人群说得越来越信 就连朱弟与朱侍卫 亦有异动之色 他亦把拉住朱刚的胳膊 先莫及 再看一看 便在此时 却听身边的人群突然间喧闹起来 原来是那道顶中的大乡 已然然静了 在香然静的同时 那位仙师也猛地一甩俯尘 睁开了双眼 他嘴中念一句无量天尊 然后慢慢从蒲团上站了起来 好一副倒鼓先锋的仙人做派 丝毫不像是 六日不吃不喝滴水未尽的人 帐内 两名侍女掺出了一个形容枯稿的年轻人 那人脚步虚浮 眼窝深陷 看来便是那位久病的大官人了 人群顿时喧闹起来 仙师要做法了 要逼那邪碎现行了 仙人 还请保佑我家世代安康 保佑我子四眠长 仙人保佑老汉 枯木逢春啊仙人 那便是那个年轻贵人 朱素眯了眯眼睛 看向那位虚弱的少年 二哥 三哥 你们认识吗 太远了些 看不清 朱刚摇摇头 这般瘦弱 道不像是将门子弟 无量天尊 那大师向贵人打了个一 一甩浮尘道 佛家有佛祖舍身四婴 我到家又如何能让佛家专美于前 请我真元子便以精身幼魔 贵人且看我捉拿邪碎 只是此法 还虚公子 您对我真元子倾心信任 若心有疑虑 便是让那邪碎得了退路 会再度钻入公子肉身之中 那虚弱公子顿时一惊 忙到 仙长还请施法 您六日不吃不喝 还能如此焕发 我哪有不幸之理 必然倾心相信仙长 若能为我去了这邪碎 我必为仙长马首是瞻 以报仙长大恩 那仙长满意一笑 嘴角划过一抹得意的弧度 而后手一张 两位道童何在 还不快快背下法器 话音继络 有两名低着头的道童 立马抬上来一张供桌 桌上摆着三只大红蜡烛 并一张符咒 桌上还放了一盆水 另又在道顶上 欣然大香三只 小香三只 百姓们都激动不已 一个个伸着脖子观看 仙长又一张手 娶我无量天尊 斩妖除魔妙法 无尽先剑来 一童子立刻取来一柄 颇为古旧的青铜剑 双手奉于大师 大师捂了一套乱披风剑法 捂得四周剑刚呼啸生风 惊得路人齐齐后退三步 随后大师很是潇洒的长剑指天 抱贺一声 妖念 看老夫大威天龙 破 朱素一时没忍住 喷了前头朱棣一后脑勺 怎么了 朱爽 朱刚一脸疑问地转过脸来 还有脸上嫌弃与郁闷并存的朱棣 朱素忙挥挥手 没事 没事 一时没憋住 这大师和法海还是同门 忽然大师双目一凝 双指并拢 指着侧方虚空 斜碎 哪里走 他用手抄起那张符纸 进入水盆中 大喝一声 想走 追魂符 为我指路 众人惊讶地发现 那张符纸到了水中 竟然当针滴溜溜转了起来 仿佛活过来了一般 哇 仙人指路 百姓大害 这符纸看上去与寻常无异 没想到竟是能协助仙长追踪邪碎的法器 仙佳手段 真是仙佳手段 朱素身旁 朱刚也是大惊 不自禁拉住了身旁朱素的衣袖 朱素好笑道 三哥 这就是个江湖骗子 静生 朱刚却是捂住了他的嘴 莫要胡说 万一真有其事 惹怒了仙人 朱素眉头一皱 不会吧 竟然将自己三哥骗到了 只见那符纸滴溜溜直转 终于停了下来 指向前方一处方向 大师一看 长眉倒数 暴喝道 安敢骇人 死也 抄起一张黄纸点燃 那黄纸便晃晃悠悠地燃烧起来 烧到最后 大师手指轻轻放开 黄纸下落 空中竟出现一道 如挣扎人形一般的身影 下 这一幕众目睽睽 人群顿时下得再度向后退却 朱爽 朱刚 朱弟也是目瞪口呆 朱刚更是面如土色 这世间竟真有阴魂鬼怪之说 真仙啊 仙长真是好手段 天爷啊 今日竟真活见鬼了 百姓们叩拜不绝 朱家兄弟面面相去 都有三观被刷新了之感 围朱素脸上 笑意盈盈 嗯 出来看了趟杂耍卖艺 倒也不愧 那大师的杂耍 却还没完 一位道童低着头上前 双手奉上一个 铜葫芦一样的法器 又抬来一口油锅 油锅才刚升上火 竟飞快地咕咚咕咚冒起热炮来 猪人又是一阵惊叹 好厉害的鲜油 滚得尽这般快 大师一手抓起那葫芦 高高抬起对众人说道 斜碎已求入这葫芦中 我这便对骑师 以油煎地狱之行 都拜 他话音一落 前排的百姓们 顿时稀稀拉拉拜了下去 接着 只见在众人的惊骇声中 那大师竟用一双肉掌 拿了那葫芦 直接伸进了油锅之中 油锅之中 顿时响起了尖利的鬼哭声 竟然 竟然徒手伸进了油锅 这还不给烧化了 好惨烈的鬼哭声 那大师将葫芦从锅中提了出来 高高举起 滚烫的热油从大师手上滴落 大师的一只肉掌 竟然毫发无损 这一手秀出来 顿时连那些本来半姓半仪的百姓 也纷纷惊呼出声 就连朱爽 朱刚 朱蒂三人 也惊骇莫名 再拜 大师再呼一声 拿着葫芦 又进入了油锅之中 这下全场百姓都不敢造次了 呼啦啦 全都拜了下去 朱刚惊骇之下 也想下拜 被朱素一掌拖住 五弟 安敢不进仙人 朱刚赤道 三哥别急 我们这拜 他受不起 朱素眼神威宁 这骗子 竟然公然哄骗如此多的百姓 给他下拜 属实做得过了些 朱素不让拜 本来犹豫着拜不拜的朱爽朱蒂 也不再犹豫了 跟他们来的侍卫们 见几位王爷都不拜 便也硬着头皮继续站着 全场只欲他们 在那鹤立鸡群 大师见全场 煞食都矮下身去 面上浮现出一抹 志得一满 猛然看到这些还站着的人 顿时皱眉赤道 如等为何不拜 不敬鬼神 必然祸及子孙 快拜 想害得在场所有人遭灾吗 快拜 快拜 一时间无数百姓都朝这里看来 竟是惹得众目纷纷 眼见朱刚还在犹豫 若不当场戳破了这丝 恐怕自己这个读书 读傻了的三哥 便要被骗住了 朱素冷冷一笑 瑶瑶与那大师对视 你都不拜 为何要我拜 我乃扶魔之人 何须下拜 大师眉头一皱 哦 这么说 能扶得此魔 便不用拜了 朱素一笑 大踏步向前 既然如此 本公子这一身法力 倒是要拿出来晒一晒了 朱刚拉他不住 又不能放他一个人过去 于是便硬着头皮 跟着他一同上前 百姓们听说他也有法力 便也住了口 给他让出一条道来 这般小的公子 也有法力 不知道 或许是返老还童呢 且先看看 朱素大大咧咧走到油锅前 竟是无人敢拦他 那仙师被他弄了得措手不及 惊慌道 你要做什么 没什么 只是想借这个魔来 也扶他一扶 油锅旁果然并不甚热 朱素露出一抹果然如此的神色 一边说着 一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事 披手夺过了那葫芦 你 哎呀 老五不可 说时迟 那时快 朱素拿着那夺来的葫芦 拿在手中探进了油锅 千里的鬼叫声顿时又起 朱爽朱刚几个虎的肝胆剧烈 忙去抓他的手 朱素却以面不改色地 将葫芦提了出来 热油滴落 肉手也同样毫发无伤 老五 你没事吧 伤着没有 朱爽芒拿起朱素的手查看 只见手上毫无烫伤不说 竟然也没什么余温 这 这小郎君 竟然也是一位真仙 哎呀 一日得见二仙 这是多大的机缘 小郎君保佑老汉 铁树开花啊 百姓们先是一阵 继而也对朱素大肆参拜起来 道友看我法力如何 朱素笑道 那道长已是面如土色 身后两名低着头的道童 更是面露凶相 既是同行 何必拆本真人场子 大师低沉着声音道 朱老武帅笑一声 道友你一把年纪了 小爷我也是怕你力有未带 跑了邪罪可怎么办 将那破胡萝卜塞在朱刚手里 你这法器平日也不刷洗刷洗 好声阿渣 没得污了小爷的手 五弟 这 这是 朱刚一脸猛逼 三哥莫精 你忘了 我们兄弟都是天上星宿转世 都是有天神护体的 不信 你也服服 啊 朱刚正正不知该如何 朱爽已是好奇心大起 我先试试 从朱刚手中夺过葫芦 进入油中 哎呀 真不烫啊 莫非我真有神仙护体 不由得得意洋洋 我也来 朱爹不甘忍后 直接拿手伸入油中 大赞道 不错不错 正好洗手 围观群众顿时大惊 啊也 竟然是一家的神仙 神仙显灵了 众仙汇聚 众仙汇聚了 朱刚也试了试 还真不觉得烫手 心中已有所猜测 脸上顿时涌出一抹羞脑的红 朱素呵呵一笑 指住了哥哥们继续搅弄油锅的动作 故意等那油锅 渐渐从上部冒起大炮 锅旁油温也当真高了许多 这才拿过那葫芦 往那大师手上一丢 呵呵 刚刚冒犯了 我等兄弟法力终究不够 这斜碎 居然还没烫死 接下来 还是请大师继续抚磨吧 我们给大师 你掠阵就好 说着 拉着兄弟们退到了一边 静静看着大师如何表演 这还表演个屁啊 那大师看了看油锅 已热得接近都难 如何不知道 这回这锅里的油 是真正滚了 他拿着那葫芦又如何赶在把手伸入其中 这时候要伸了进去 铁定扎得没块好肉 仙师为何愁愁 快扶磨呀 莫要让这斜碎得了生落 神仙 有心来四位小仙长为您护法 您还怕个什么 动手吧 众位大仙 保佑俺老汉今晚能推的大车 百姓们喧闹四起 朱家四兄弟故意站得远远的 只冷眼观看 那大师脸上一阵红 一阵白 终于一咬牙一脚踹在了那油锅上 哎呀 大师踹锅了 好烫 天杀的贼道 要杀人吗 杀日朗杀人了 杀日朗杀人了 人群顿时炸锅了 也顾不上跪拜 一个个屁滚尿流地爬了起来 趁着这一团乱 那大师一把扯了道袍 和两个道童挤进了人群之中 仙长跑了 什么仙长 是骗子 快打 天杀的 竟来我硬天府骗人 百姓们就算再蠢 也回过外来了 人群顿时往大师消失的方向一阵涌动 可那大师和道童跑得倒快 猫着个腰 一阵钻动之后 竟然当真不见了 仗前 那位病弱少年 呆呆看着大师消失的方向 似还没回过神来 朱素好笑地提醒道 喂 别跪了 骗子都跑了 以后可长点心吧 别被人当猴耍了 我们兄弟举手之劳 你也不必谢了 那人呆呆地看了看朱素 又看向人群 只见乱糟糟的百姓之中 正有不少人对着自己指指点点 乔纳斯 竟被个骗子骗得团团转 白下了一身的衣裳 听说还是个王爷呢 丢人 堂堂的王爷 让江湖叔叔骗了 还不如这位年纪轻轻的小公子 耳听的这一堆尖酸刻薄之言 那少年脸上顿时一抽 恼羞成怒站起身来 你等坏了姑的事还敢羞辱姑吗 啊 朱素带住了 怎么这次非但不敢谢自己 还发起火来了 而且 姑 这祸是谁 自家老爹 好像没有这么年轻的兄弟啊 那少年郎一腔怒气 不冲着骗子 竟冲着朱家兄弟四人而来 只见他面带阴狠地看向朱素 大喝道 左右 给姑将他们拿回府中 好好炮制炮制 以解姑心头之恨 一群锦衣豪奴 其声应和一声 就要包围上来 朱素等人也想不到这丝如此冲动 竟都吓了一跳 拱卫司的六个侍卫忙护住四人 其中一位侍卫大喝道 大胆 你们可知 这四位是什么人 安敢动手 管特娘那是什么人 少年郎怒喝道 便如同后世偏执的熊孩子 小爷我姓朱 在这大名 还能有小爷动不了的人不成 游喝 朱爽生生给气笑了 朱素则一个机灵 按照这个节奏 接下来 这是该拼爹了 妙啊 当了这什么皇宅数年 还没遇到过此等用得上拼爹技能的场合呢 自己来到这大明朝 最向往的 不就是借着这出身 横行霸道吗 这次莫非就是自己的装博仪出道时机 兴奋的朱素 正想越重而出 高喊一声家父朱元璋 不曾想才踏出一步 身后人群之中 便传来一声高喊 慢 正要一拥而上的豪奴们 顿时一愣 与朱素等人 齐齐往后看去 只见一位白中带粉的公子 摇着把扇子 脸上 带着自认为颠倒众生的微笑 万分骚包地朝着几人走来 白饰衣服穿得贼白 粉饰脸上 抹得贼粉 扇面是一副宋代式女徒 更兼一身环配叮当 要多风骚就有多风骚 跟他这扮相一比 朱素四兄弟这一身衣服 反倒成了穷汉 这谁啊 见着公子 还朝着自己几人使了个眼色 似乎认识自己兄弟的样子 朱素抽了抽嘴角 问自己的三位哥哥们 咦 这不是咱们的好大只九江吗 朱弟倒是认出他来了 九江 九江有这么白呢 朱爽傻眼了 粉末这么厚 亏你认得出来 一说九江 朱素也认出来了 这祸可不就是曹国公 李文忠家的小公爷李景龙吗 小名李九江呢 平时在宫里见他时 穿得也人模狗样的 如今 这扮上副骚包模样 一时竟没认出来 九江大侄子机灵得很 有他帮着 咱们兄弟便不用录身份了 朱刚振奋道 他们兄弟 毕竟是半瞒着宫里溜出来的 万一大庭广中录了身份 引起城里城外 鸡飞狗跳什么的 保不齐叫挨老朱一顿打 是吗 朱素却对李景龙信心不足 后世的历史告诉他 这位好大侄 其实就是个营养辣枪头 中看不中用的货色 实在是很难确信 他能靠得住 李九江 平你也敢拦我 那少年郎看来 也是认识李景龙的 见了他挡在朱家兄弟一群人面前 不由的脸上一阵青 一阵白 你可还没成绝 还是个草迷 就算成了绝 也比不上姑这个王爷 还不快给我让开 朱铁柱 我这草迷 还真就拦你了 李景龙把折扇一展 看模样丝毫不慌 我虽是个草迷 可我爷爷还在府上 我爹爹上在北平角那女阵 真当我们人撑腰吗 我爷爷可是你姑爷爷 就是 你爹附生 也得敬着他老人家 更别说这四位爷 你要是动了他们 嘿嘿 你爹若是活着 也得夸你一声好胆量 被称作朱铁柱的少年一正 看了看朱素几人 心里已然料准了三分 可李景龙好的不提提坏的 俩胡不开提哪胡 张口闭口 偏拿他那个憋死了的爹爹说嘴 又口口声声说什么 我家爷爷我家爹 你爹若活着如何如何 姨父 我全家健在 有人罩着我 你爹死了 没人罩着你的嘴脸 哦 你有人撑腰 所以就嘲讽我 朱铁柱爹也死绝 欺负我朱铁柱 没人撑腰 只把个朱铁柱给气得一佛出世 二佛升天 自家的那位爹 本就是少年心中 抚不得的那块逆铃 又这般被李九江拿来说嘴 少年气性一冲上来 哪又还顾得上许多 本就对那位书祖心有怨气 这下便直接故作不知 一心先把眼前这几位 打了泄气再说 反正 是他们一家子 先对不起我家 来啊 给我上 绕过李九江 把那四个人先揍一段 朱铁柱大声喝道 这一句话说出 李锦龙顿时愣了 自己提示的 还不够明显吗 这朱铁柱 莫非是鱼木脑袋 拦住 拦住他们 李锦龙怎么敢让那些豪奴造刺 赶紧招呼自己带来的家奴 将朱素并六个侍卫团团护在中间 好狂妄的崽子 这祸究竟是谁 一片乱糟糟的推荡之中 朱素无比惊讶地问道 李锦龙可是李文忠的儿子 他的亲爹李文忠 战功赫赫 亲爷爷李珍更是如今老朱家辈分最高的人之一 是朱元璋极为敬重的姐夫 这一家子在皇家亲戚里都是第一等的存在 若是只论权势 徐打理擅长都得让三分 就算这朱铁柱 也是自己这老朱家的亲戚 又安敢不给李锦龙面子 更何况 既然也是自家亲戚 为什么自己之前却没见过 还能是谁 不就是驴儿哥留下的那个孤僻崽子 我们的好大只铁柱吗 朱素年纪小不认识 年纪大些的朱爽 倒是认出他了 他咬牙切齿道 这好大侄子 久将都这么点醒他了 他还敢下手 奶奶的 这是要杀叔造反啊 驴儿哥 朱素一呆 顿时想起一个人来 驴儿这名字太接地气 所知范围不广 不过若说这位驴儿哥的大名 那在朝野上下 可是无人不知 此人正是朱家 不是出的名将 朱元璋立身之战的最大功臣 曾观致大都督大都督的朱元璋的亲侄子 开国名将朱文正 昔年陈有亮 竟起大军罚朱元璋 亦遇其功于一役 彼时 朱元璋部与陈有亮部 实力相差悬殊 朱元璋本部大军 又被拖在了安丰 复兴之地兵力空虚 陈有亮瞅准机会 欲一举拿下朱家全部地盘 情势危在旦夕 陈有亮对这场战役很有信心 敌人兵力空虚 回援又不及 天时地利人和尽皆在我 只需大兵开智 朱元璋的应天城 唾手可得 到时在以一代劳收拾老朱回渊的疲兵 便可一统江南之地了 可陈有亮却没想到 他的这支大军 注定了连应天城的城墙都摸不到 他们才只是 到了老朱地盘最外围的小城洪都 就遇到了接下来 要成为他们此生噩梦的敌手 守城专精的绝世名将 朱文正 彼时 陈有亮近起六十万大军 旗帜遮天蔽日 作为当时最强的势力 陈有亮麾下的这支大军 堪称当时地球上战斗力最强 规模最大的一支军队无疑 而彼时的朱文正 他手上的资本有什么 仅仅两万战兵 以及一座破旧的洪都城 莫说当时朱元璋的主力 被张世成托住 就算那时老朱亲自亲近权力来源 也不一定是陈有亮这一支大军的对手 面临生死存亡 走投无路的老朱 只能对朱文正下了一道 说了等于没说的命令 死守洪都 等待救援 所有人都不认为这仗能打 六十万对两万 怎么手 朱文正给出了答案 能守 拼命 陈有亮绝对想不到 他原以为一日可下的洪都城 竟然成为了一个填不尽的无底洞 六十万大军连番攻打洪都城 整整八十五天 竟然无法逾越洪都城墙 哪怕一步 朱文正不必艰险 亲茂史实 用他的无勇和金氏将材 将这座洪都城下 化作了绞杀陈有亮大军的绞肉鸡 八十五天之后 被拖住的朱元璋已腾出手来 陈有亮还是只能望着依然耸立的洪都城墙 以及已经跌得与城墙一般高得士族失山 空自心叹 洪都保卫战之后 朱元璋势力终于脱离了举兵以来的最大危机 彻彻底底地站稳了脚跟 最后更是在鄱阳湖水战中一举击败陈有亮 可以说 若无朱文正 则无今日之大名 朱文正 鞠躬至尾 然而 就是这样一位绝世名将 却如他的小名一般 有个铃一般的性子 因为战后 朱元璋把他的客气话当了真 对他延后了封赏 他一时气不过 竟然私自与张世成通讯 暗通屈款 最后更是在被老朱关制同城撕过的时候 一时没顺过这口气 气漫死 若不是他这铃一般的性子 恐怕也无法在洪都那般艰苦的条件下 让陈有亮六十万大军折己沉杀 可也是因为他这铃一般的性子 竟使得这位绝代名将 因为一时顺不过气 落得个活活气死的下场 老朱本 只想小小惩戒朱文正一番 罚他撕过一些时日 也就罢了 谁知朱文正竟就此气死 这也成了老朱此生的一大心病 故而 他背加疼爱朱文正留下的儿子朱首千 小名铁柱 更破天荒地 将他与自己的儿子们 一同封为藩王、王浩、靖江王 其疼爱宠溺者 更甚于亲子 然而朱首千却并不领情 面对老朱的疼爱 一心只觉得老朱这一只对不起自己的父亲 故而平日里甚少来往 连老朱给他封王都不屑一顾 老朱在朱宿朱兄弟这里是个严妇 可面对这位朱铁柱 却怎么也下不去守颜家管教 他的父亲就是因为自己想要管教一番 而活活闷死的 铁柱的倔脾气和他爹一般无二 要是也闹起倔脾气来 文正岂不是绝了后 对这位朱铁柱 老朱那叫一个束手束脚 最后也只好听之认之 他怎么开心 就让他怎么来 连皇帝都不敢管 无人管教的朱铁柱 脾性日益乖僻 他的父亲如此功高 却又死得那般窝囊 更是觉得天下人都亏欠他的 故而素来在应天府横行霸道 闹得人憎鬼闲 大胆 眼见静江王府的豪奴们 人多势众 很快就要推荡到那圈的朱素几人了 李景龙顿时急眼了 拔出腰间那秉饰有诸多宝石的宝剑 莫要自悟 如等再赶上前 莫怪我动家伙神了 本来双方还只是克制的只动手脚 见李景龙当先抽出长剑 朱铁柱也急眼了 大喊道 骗你敢动家伙 我便不敢吗 来啊 都给孤超家伙 少年血性 加上胸中对爹爹枉死的怨恨 他连朱素几人的身份也顾不上了 朱素见场面将要失控 脸上顿时一白 那些静江王府豪奴不知 从哪拿了一堆棍子一腿 少数几个也有刀的 这 情况有点不妙啊 对面人多 这要是一拥而上 如何招架 无妨 朱刚却是一脸正顶 久江家学渊源 又素来豪武 对付这些不通武艺的家奴 那还不得以一当时 有他当着先锋 我们大可高枕无忧 话还没说完 只见一个静江王府豪奴 无起一根水火棍 劈头往李景龙身上点去 李景龙也是汉勇 明明身旁有自家清兵护着 却偏偏踏前几步 欲武剑自战 他左手掐个剑绝 右手持剑挥舞 剑花清零降动 好剑法 果然不愧为将门子弟 朱素点头赞道 心中大定 哎呀 痛杀我也 然而 朱素话语还未落 只听一声惨呼 李景龙被那豪奴一棍点中腹部 气剑倒地痛呼起来 仆役交战 一方先锋大将 竟先于杂兵们当先扑街 两边人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 本来剑把弩张的场面 陷入了尴尬的停滞 啊 这 朱素差点连眼珠子都掉了下来 短暂的停滞之后 先是李府的清兵反应了过来 两位清兵持刀冲入 将倒地李景龙抢回阵来 竟将王府的豪奴大怒 贵儿一腿一股脑齐发 这由四面八方的人海攻击 顿时打得李景龙这方节节败退 保护四位爷 几位拱卫司的侍卫也高吼道 他们刀虽上尉全部出鞘 但也已抽出了一多半 若有人当真敢冲撞四位小王爷 必定便要将其格杀当场 这种情形 不自成生恨是不行了 朱棣咬牙道 想要大声疾呼 可两拨人乱哄哄的 又有无数百姓大声叫喊着看着热闹 朱得喊了几声 竟是没人能听得清 不行 得把人群的注意力引过来 朱素左右张望 寻到自己身后边不远 有一杆装饰用的番茄立在帐子边 登时就有了主意 拉着朱棣来到番茄旁 和朱棣一起合力摇起那番茄来 一边摇一边大喊 朱氏四位王爷在此 统统助手 朱爽朱刚和仲侍为登时会议 也大声喊起 四位王爷在此 统统助手 摇动的番茄加上几人合力大喊 终于让纷乱的人群冷静了下来 竟将王府豪奴听清了他们说的 登时就变得束手束脚 面面相去 什么情况 怎么对面的这四个 也自称起王爷来了 有时候 这世间朱氏便是这般无可料想 朱素又如何能料到 他好心好意出言相告 使这朱铁柱不致受小人蒙骗 然而 此人却反而罪及恩人 恼羞成怒 甚至于有着李景龙出面点形阻拦 亦要故作不知 这豪奴揍他们兄弟一顿 什么仇什么怨 古往今来 亦是不乏此等胡搅蛮缠之人 所谓端起碗吃饭 放下碗骂娘 说的便是此类 朱铁柱一身荣华尽细于朱家 可心中却因其父之死 对朱家心怀怨愿 既无抛却荣华 宁穷不救之谷 亦无鸣心见性 正是事实之心 一番纠结无人能够开解 年纪轻轻便成就了心病 这一番乱七八糟 毫无道理的心理活动 也难怪朱素想不通 看不透 朱铁柱一猜到 朱素几人不愿暴露身份 他本是恼羞成怒 后来便想着 顺势做这几位朱渊张儿子一番 也好恕了自己胸中激年的恶气 为父亲略报气死之仇 谁知朱素见识不妙 毫不犹豫自己揭破了身份 惹得自家家奴束手束脚 然而场面已经架起来了 此时若是罢手 又如何下得来台 他本就是性子孤拐好脸面的少年人 这时把心一横 大叫道 莫要听他胡舟 打 出了事全算本王的 他这一番胡搅蛮缠 却是惹恼了朱爽 眼见不用再瞒着身份 朱爽便也忍不住了 他怒发冲冠 急指朱铁柱 好 好一个不忠不孝的好侄子 我们兄弟不让你跪下叫叔叔 你反倒想对我们动粗 不 我今日 非得替你爹好好管教管教你 来 便让你这些豪奴打死了我 回头我去九泉之下见了刘哥 再好好跟他说道 说道你这好大 眼看这人自称秦王 又发了狠目自欲裂 一干豪奴面面相去 纷纷后退 论起来 秦王还是自家主子的亲叔 人家是一家人 还是长辈 打断骨头连着筋 他们就是 吃了雄心抱子胆 也不敢动主子的亲叔一根汗毛 你 你 朱铁柱眼见豪奴退去 自觉丢了大面子 急急喘了两声 你什么脸 朱弟素来也是嘴上不饶人的 直接跳上一张桌子 狗一样的东西 叔叔们连你自幼吃傻 这才从骗子手下救了你来 你竟敢大逆不道 想要殴打亲叔 我们本事微服 你不败见也没什么 如今被你逼得露了行藏 你怎还敢在那站着 嘿 什么了之 给你四叔我过来 磕上几个响头 我等便既往不救 否则 足迹之时 定要你当着列祖列宗牌位 磕上几百响头 一个小辈 也敢如此拿大 我 场面急转直下 朱弟仗着自己族中长辈的身份 对朱铁柱移植气势 非逼着他磕头见理不可 老朱这一脉辈分本来就高 朱爽朱刚倒也罢了 朱弟朱素桥上去比自己还要小些 又是大庭广众的 朱铁柱这个头怎么磕得下去 想要继续指使豪奴 可豪奴们坚骂得这般狠 主子都不反驳 已然信了 对面也是四位王爷 还都是自家王爷的叔叔 如今早已吓得丢了棍棒兵器 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谁敢帮着朱铁柱大逆不道 我 耳听朱弟口口声声逆直 眼见百姓对自己指指点点 朱铁柱只觉眼前一阵发黑 猛的咳嗽几声 竟昏倒在地上 哎呀 一群人都呆住了 朱爽惊叹道 四弟好厉害的骂公 竟将这个逆直骂死了 还说风凉话 朱刚赤道 快去看看 若真死了 爹肯定不饶老四 几人赶紧分开人群上前 只见朱铁柱脸色发白 嘴唇发青 口中呵呵有声 似乎喘不上气 让开 还是朱素挤上前来 犹豫了一会 终究叹了口气 快 把他抬起来 他要憋死过去了 人群又是一阵慌乱 朱素伸手指了一位身形强健的护卫 让他从后抱住朱铁柱 而后用手勒住他的胸腔下方 不断往上用力挤压 压了一会 只听朱铁柱猛地咳嗽了几声 口中吐出一团恶心的浓潭 呼吸也平复了下去 呼 这逆直真心不济 说他几句 竟差点谈迷心翘死了 朱弟心有余计擦了把冷汗 嘴上却依旧嘴硬道 罢了 让他的人将他送回府吧 朱素道 今日难得出门逛逛 却弄得异性阑珊 莫名其妙被朱铁铸整这一出 还得出手救他 一群豪奴眼见朱素救了他们主子 不免跪下千恩万谢 百姓们看活似的看着这一出出大戏 朱刚皱着眉头道 算了 也不必去避风寺了 这里人多眼杂 我们寻一处僻静的所在 消磨消磨光阴便好 四位叔叔 不如到侄儿家中酒楼一叙 李锦龙芒攻身拱手 今日天性遇见四位叔叔 侄儿不甚荣幸 还请务必赏光 说着看着朱素 侄儿心中还有许多疑惑 想要细问武叔一番 那快走吧 朱素也苦笑道 再不走 百姓们该把我们当耍猴戏的了 唉 我到现在 还是莫名其妙 拖出铁柱那熊孩子的福 朱家人在大街上表演了一出私逼大戏 回头回去了 老朱的一顿鞋板子 只怕跑不了了 侍卫们纷纷开始驱散吃瓜百姓 李锦龙也殷勤的紧 叫来一辆马车 朱素几人钻进马车便往西去了 然而他们没注意到的是 有三双隐在暗处的眼睛 远远盯着他们的马车开入了城中 李家的丹柳楼就在西城外的河边 俯瞰可见应天外城的极势繁华 远眺又可观青山玉玉 闻蝉中生生 端地是一处闹中取静的好所在 丹柳楼顶楼的雅阁上 李锦龙扑仪坐下便不住口地赞道 武叔年纪轻轻 却是好手段 当时众人进阶慌了神 唯武叔您指挥若定 师以妙手 若是梅武叔出手 朱铁柱那丝今日 只怕要跟他的死鬼老爹一般 活生生气死在这大街上了 说着 脸上还露出三分可惜 看来这两位应天府的顶级顽固 昔日互相之间冲突不少 过了 过了 朱素汗颜道 这李锦龙看模样比自己还大了几岁 是怎么做到口口声声武叔 句句自称侄儿的 而且这一通马屁拍下来 居然还脸不红心不挑 也是个人才 不过 不过 李锦龙白手道 起身给朱素珍一杯酒 珍道一半想起这位小叔年纪还轻 遂无比自然地拿起杯子 武叔居于身宫 侄儿平日少见 今日一见 大有佩服之感 武叔随意 侄儿先服一白 说完 无比豪迈地一饮而尽 好 朱爽赞道 酒家 你才是我们的好侄子 那个朱铁柱 什么东西 李锦龙展颜一笑 竟是面露如目 朱素又是一阵佩服 别的不说 这位大侄子的脸皮神功绝对是天下无敌 寻常人等 哪有能对几个小屁孩叔叔面露如目的 演技如此了得 难怪日后朱允文纳斯 都被他这个燕君最大内奸给骗了过去 李锦龙又是张罗着换茶 又是给几人布菜 难为他一个世家公子 竟如此拉的下脸面 服务得这般无微不至 朱刚心事重重地加了一块紫菜 转头看向朱素 老五 哥哥有个试问你 你是从何处 学得那救人的法子的 那时朱铁柱面色可不 众人都慌了手脚 为朱素指挥若定 哪里像个十来岁的孩童 必然是从某处学过像针对的法子 方能如此冷静 可老五是和自己兄弟一起而长大的 又去哪学来的法子 啊 哦 这个 这个是某次我在大本堂时 翻到一本太西书册 朱素支支吾吾说道 老朱特意叮嘱过 自己是穿越者的视觉不能再宣扬 否则就要将它关进宫中 现在三哥生了疑 该如何敷衍过去才好 眼睛一瞧朱铁 顿时有了主意 那书是我和四哥一起发现的 不幸你问他 嗨嗨嗨嗨 朱铁正啃着一只鸡 听朱素突然提到了他 险些也噎着了去 见朱素给他识眼色 立马明白过来是要他打掩护 盲点头道 对对对 老五说的对 朱刚本来不信 听朱迪开口 这才半信半疑 太西瞒疑 也有这等救人之术 对 此法换作海姆立刻急救法 专就义务耶侯的 朱素说道 海姆 真是拗口 那书在哪 我想看看 朱刚好奇道 嗯 朱素愣了一愣 眼看朱迪正准备继续砍他的烧鸡 再度记上心来 书 看完后 被四哥拿去当柴火烤鸡了 可嗨嗨嗨嗨 朱迪一口气差点没顺上来 眼见朱刚一眼横了过来 赤道 竟然烧此其书 不学无数的东西 这事朱迪平时没少干 朱刚顿时就信了 我 平日里朱刚若是敢这么说 朱迪就算拼着挨老猪一顿打 也是要和他斗一斗的 可是看了一眼朱素 这口气竟然就忍了下来 哎 弟弟要搁个杯锅 还能咋办呢 杯呗 朱素心中给永乐大帝比了个大拇指 暗赞年幼时的永乐大帝 还是讲义气的 不像后来坑骗自家兄弟凝王的兵马那么狠 却听一旁李景龙道 小直道还有些疑问 不知武叔是如何一眼 就看出那道人是个骗子的 这我也想知道 朱爽也开口道 便连朱刚也一脸好奇地看了过来 老五 你年纪轻轻 眼神也太毒了 那由锅滚的那般厉害 你是怎么看出他其实并不烫手的 还有 那仙长为何能六日不时 那追魂符又是怎么个说法 被朱铁柱闹腾了一番 险些将之前那骗子给忘了 朱素一拍脑袋 对李景龙道 久江 还请你派人去告知寻城校尉 大索全程缉拿那个妖人 那人 只怕不是寻常骗子 他的手上 极可能有着人命 众人都是一惊 李景龙经道 五叔从何处得知 证了一证 又忙道 我先去报之寻城校尉要解 说着 急匆匆离开了雅间 老五 何处此言 朱刚皱眉道 你从哪里看出 他的手上有人命 虚余李景龙也回来了 于是朱素娓娓道来 先从其他骗术讲起 什么追魂符 鬼影油锅洗手 不过是最基本的物理化学学手段 追魂符 鬼影都是事先抹了特殊的药水 有过洗手 其实是锅底 加了大量的醋 至于为何能六天不饮不食 朱素才速溶道 我原先 只以为他是用了一些障眼法的手段 哥哥们还记得他脖子上的流珠吗 我原以为 他是在流珠里藏了吃食 借着一些手段 使用流珠里的食物度日 可凑近了看后才发现 那流珠的材质颇为古怪 非金非玉 非木非石 也不像中空能藏东西的 且三哥告诉我 道家流珠一般为108之数 我数了那骗子的流珠 却仅有102克 正好少了6克 我便想起先前看过的一本书来 只怕 那流珠非是寻常流珠 而是 海尔丹 海尔丹 雅间众人面面相觑 却是从没听说过 海尔丹是什么东西 只单听这名字 便觉得莫名惊悚的紧 海尔丹是何物 李景龙问道 海尔丹就是些谋害孕妇 在用其腹中婴孩调制的一种邪物 只需食用一小颗 便可长时间不敢饥饿 若他脖子上108颗都是海尔丹 那这个骗子便真真是十恶不赦之呗 哎呀 李景龙一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哥 何曾听过这等残忍酷烈之事 看着这一桌的酒肉当即有些反胃 朱刚问道 老五 这也是你从那本太西书籍中看来的 这倒不是 是从我华下一本片门古籍片金中看来的 朱素道 嗯 大明万历年间刊印的书 确实是我华下古籍没毛病 世间竟有这样的恶徒 朱爽拍转起 早知那时 就该把此疗当场情了 免得他在四处去治那孩丹 祸害百姓 万万不可 此疗杀了这么多人 必是亡命恶徒 李景龙盲道 各位叔叔都是千金之子 五叔只是用言语将其经走 最事妥当不过了 若真是一个亡命之徒 又为何要找上铁柱 朱蒂早已放下了手中烧鸡 他想了一想 竟是发现了 连朱素也没注意的盲点 若只是要骗取钱财 有制孩丹的本事 去抢的财主大户 岂不省心 又为何冒险来到应天这龙坛虎穴 花着大力气 半个什么真仙 去哄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娃娃 雅间那众人齐齐一正 朱素心道 对啊 之前自己只想到这骗子 可能是个恶徒汉匪 却没想到 这等人冒险 来应天府 要做什么 就算真骗了朱铁柱 成了座上兵 竟将王府戒备森严 他就算骗得了财货 两只手又能拿走多少 竟将王胜宠胜龙 若是遭了蛆 当时便能请动大兵四下围剿 他若是求财 何苦来撩治虎须 莫非是来杀人呢? 可竟将王虽然脾性孤管 亦不过只是个不惊世的少年郎 哪有什么必要 杀之而后快的血仇? 莫非 其本意是要取竟将王信任 亦或是亦在佩宫? 不论是哪一种可能 其中都干系甚大 啊? 李景龙勉强一笑 打个圆场 不论如何 这丝骗术都已被五叔识破 纵使他真的胆大包天 亦是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了 接下来的是 大可骄雨寻成兵足 几位叔叔 尽情在这里高乐便是 久将说得极是 朱爽亦是定了定神 说道 老五你识破那丝坚谋 已是莫大的功劳了 其余的事 也不许我们兄弟忧心 回头和爹说了 爹自然会去料理 于是 几人都放下了这事不提 李景龙生来便八面玲珑 又有意清静 说几句插科打混的话 雅阁之中 气氛便重新再热落了起来 朱素几人都久在深宫 李景龙便又说些示警趣闻 果然把四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 这一番边吃边谈 不自觉就到了夕阳西夏之时 朱爽一瞧外面天色 这才突然惊觉 哎呦 都到了这个时辰 快快 老二 老三 我们得赶快回宫了 今儿是我们第一次有假 若是误了内功功进 以后爹必定都不让我们出宫了 朱刚 朱弟是一惊 三人急慌慌起身 就要赶紧入城回宫 朱素阻拦道 三位哥哥莫不是想直接入宫 我们出来使本事微服 没带多少侍卫 不如先回大哥那里 让太子府侍卫护送你们回宫 方才稳妥 等便见了大哥 再让大哥拨了侍卫 黄花菜都凉了 何须这么麻烦 让九江叫人给我们掏辆车 我们直接回宫就是了 朱爽道 是啊 恭敬三言 不是玩笑 这应天成乃天子脚下 能出什么事儿 朱刚也说道 朱素却依然不放心 自己这几位哥哥说穿了 也就是十多岁的少年而已 书云白龙渔服 贱困欲浅 他们身上都是干系重大的 哪里能不带护卫 说着便要让六名拱卫司侍卫 护送他们回宫 可三人又担心朱素安危 还是李景龙出面解围 三位叔叔自带着护卫去 五叔便由小侄我送回太子殿下府上吧 这法子倒也稳妥 朱刚点头道 如此甚好 九江乃将门子弟 身边这些人想来也是曹国功夫的猛士 老五有他们护送 我们也算放心了 于是两拨人马便在单柳楼外分别 朱爽朱刚朱第三人由拱卫司六位护卫护送前往工程 而朱素则有李景龙与朱李家奴仆护着 往太子府而去 五叔学究天人能多讨交几客 时事小值荣幸 李家马车里李景龙给朱素蒸了一碗茶 听说昔日朝廷皆言北征全军覆没之时是五叔仗义之言 一番推论 笃定我父与徐元帅必然无事 此言不止安抚了徐府 亦是为我李家消弭了许多乱事 小值还没谢过五叔 哦 朱素也没想到 他那日随口安慰徐妙云的话 竟也传到李家的耳中去了 他接过那碗茶 随口问道 李家家中也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吗 是 李景龙苦笑着点点头 我家人口原也简单 可发达之后 也有不少幸存的李家亲戚上门投靠的 他们以为我跌没了 就在我爷爷那煽风点火 想要谋取好处 得亏我爷爷是个清醒的 家里才没彻底乱了开来 原来如此 朱素点点头 宗族亲戚作妖这种事 古往今来最是常见不过了 想来那时候的徐家一大体如此 毕竟徐家近况比李家更不堪 徐达叔叔出征以后 徐家直系竟都是些妇孺 也难怪那日徐妙云哭得那般伤心 想来士族中乱象迭起 有人伸手欺负他们幼儿寡母 两人正弹着 突然朱素只觉车厢一震 拉扯的马锡绿绿叫了一声 竟有雪溅到了门帘上来 外头有李家家奴大声喝道 什么人 竟敢冲撞曹国功夫车架 李景龙和朱素都是一惊 只听外头有刀剑碰撞与喊杀之声 朱素惊道 什么 有刺客 伸手想去掀开车帘 李景龙忙一把拉住他 武叔莫要乱来 万一外头有神射手 一露头 岂不是为敌所知 说的也有道理 朱素赶紧放弃了往外探看的想法 开口问道 曹国功可又在外惹了什么死仇 竟有人在应天城外席沙国功府车架 小侄也不知 不过我爹随着陛下南征北战 杀过的有来头的人物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武叔但且放心 我那些护卫皆是训练多时的精兵 武叔且和我再次躲避片刻 我曹国功夫 必不会让刺客伤及您分毫 李景龙拉着朱素趴在车厢地板上 低声说道 听到他说外面都是训练已久的精兵 朱素心中稍缓 明出兵被并未废驰 若是精兵面对藏头鹿尾不入流的刺客 想来是没事的 我今天怕不是走的被子 怎么走到哪就点被到哪 朱素苦笑 李景龙尴尬一笑 他也想不通 怎么会突然有刺客袭击他李家马车的 还正好让这位武叔一起顶了雷 两人趴在马车里 戏听外头动静 大概有一盏茶过后 外头渐渐没了动静 李景龙笑道 定是我的那些护卫们 将那些刺客全都杀干净了 说着 扶着朱素得意洋洋地坐了起来 然而屁股还没挨上垫子 就听车厢外一人冷冷道 朱家伟弟之子 躲在车中当乌龟吗 还不给你爷爷 我滚下来 哎 李景龙得意洋洋的表情 瞬间实话 朱素吓了一跳 看着旁边一脸冷汗的李景龙 低声骂道 你呀的 不是说你那些护卫 都久经训练吗 怎么这么快就 全都交代了 不 不干啊 李景龙也汗湿了衣衫 口中游子喃喃道 那些护卫 明明是我亲自操练出来的 李当不若于大都督府精兵才对 朱素简直想抽他一大嘴巴子 呀的 自己还以为是军中的精锐士族呢 没想到是你这坑货自己操练的 你这司 自己连个靖江王府仆役都打不过 能操练出什么精锐士族 还不下车吗 若让姑奶奶我亲自去请 你朱家伟弟脸上 可不好看 外边又一道声音道 居然还有个瓷儿 朱素大感意外 看了看身旁瑟瑟发抖的李锦龙 暗叹一声 罢了 这大侄子是指望不上了 想办法出去忽悠一番 说不定还有个生路 若有日后 出门一定要看黄历 朱素一边先连 一边心想 这都什么事啊 今儿一天 破识一箭接着一箭 到了现在 自己竟都有些麻木了 掀开车帘 扑鼻而来的先是一阵血腥味 只见僻静的巷弄之中 横七竖扒倒了不少的尸体 皆为一箭毙命 马车前 一位高寿汉子 正用下摆擦着手中古朴的长剑 身边有一男一女两位少年 亦是手持长剑 冷笑地看着朱素 啊 是他们 朱素瞬间认出了他们来 这高寿汉子 可不就是 方才那位用孩 单骗人的仙长 而他身旁这两个 不正是他那两名道童 道友 虚于不见 倒是久违了 朱素勉强压下心中的惊骇 挤出笑脸拱了拱手 道友拦车相见 想必是有什么误会 若是求财 我身上东西 倒也值些财货 道友淡取无妨 总之 先拖延时间 此地虽是应天城外 但也不是毫无人烟之地 只要有人察觉的话 话说 为什么李家车队 会钻到这种无人的巷子里来啊 哼 朱家伟弟的儿子年纪轻轻 嘴巴倒是利索 那道友冷哼一声 随手撕下唇边假虚 竟然是一个三四十岁的精壮大汉 妈说 何须跟他废话 左侧的少年恶狠狠盯着朱素身上的衣衫 仿佛有什么深仇大恨一般 一刀卸了他的脑袋 也就是了 不可 右侧那个少女阻拦道 朱皇帝的儿子可值得许多自重 要杀也得先换购才或再杀 感情无论如何 自己都是要死的 朱素心中一寒 正想说些什么再拖延拖延 身后李景龙竟强自镇定地钻了出来 你等莫非弄错了吗? 本王才是大明吴王 此人不过是本王身边小厮而已 可笑如等草寇 连真贵人也不识 也敢在天子脚下造刺 朱素惊讶地转头 看见李景龙飞快地朝他使了个眼色 不由有刮目相看之感 这大侄子 虽然草包了些 在这危机关头 竟然敢以身带死 李景龙也算是豁出去了 若是朱素当真死在李家车架里 纵使父亲李文中功劳再大 李家一时败落定了 便为庶民都算轻的 可若是他李景龙成功救驾 他李家就还能有与国同妻的富贵 而且最重要的 这个娃娃终究是自己的书 你说你是朱皇帝的儿子 那少年半信半疑 可先前上前来坏我们好事的 分明是他 和你等草民斗嘴 岂不脏了本王的嘴 所以本王才让这小丝出面 李景龙强自镇定 将朱素小小的身躯 拉到了自己身后 哦 见李景龙临危不乱 气度不凡 那少年人倒是性了六分 他们在人群中 听到几人自称皇子时 终究离得太远 看不清那四个摇旗的 到底是何人 这会儿竟摸着下巴 开始疑惑起来 朱素心中一喜 这小子看上去不太聪明的样子 再说些话绕他一绕 想必就该有人发现异状了 然而还没等他开口糊弄 那位中年汉子就凸得一个剑布 冲了上来 李景龙连忙拔剑 你要干时 砰的一声 李景龙被直接一剑柄砸晕 朱素正想去服 猛的鹅脚一痛 随即也软啪啪晕了过去 咯吱咯吱 闷闷的马车行进声 朱素忍着头痛 勉强睁开眼睛 只觉得眼前一阵漆黑 手脚皆被紧紧覆住了 略微扭了扭身体 只觉得头顶脚底都有硬物 想略略舒展身体 都不可得 似乎是被装进了某个香笼里 奶奶的 我一个穿越者 居然阴沟里翻船了 她心中大恨 想起晕倒前最后看到的 那个汉子冲上前来打晕自己的模样 竟是个人狠话不多的 她百思不得其解 自己一个皇子 怎么就这么轻松被人劫了呢 这个中年汉子明显是个高手 又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头 马说 这两个肉票关在箱子里 不会憋死了吧 只听箱子外头 那少女的声音说道 这么一会 憋不死人 往前鼠里 就到江边了 到那时 我们换马 尾巢追兵 就追不上咱们 这是那位高手的声音 嘿 尾巢朱皇帝牛鼻子吹的 倒是厉害 我们三人不过小事牛刀 就截了他一个儿子出来 也是这小子命逮 跑了那个叫铁柱的蠢货 这丝尽自己钻尽带来 这是那个少年狼的声音 进山 中年高手道 仔细给肉票听了去 虎口夺子 谨慎小心为上 朱素正要细思 香笼突然颠簸了几下 想来是马车越过了某些勾勾坎坎 顿时把他撞得七荤八素 额前伤口 险些都在撞得烂了 又哪还能有思考的余韵 那三人也不再说话了 黑暗中只觉马车及时而过 晃得朱素在箱子里 只欲作呕 现在 他倒八不得自己再被敲上一下了 敲晕过去 也好过在这境地里颠来颠去 受尽苦楚 被关在里面度秒如年 也不知过了多久 只听淤的一声 马车似是停了下来 而后眼前一亮 那少女的脸出现在了箱子口 这肉票竟被颠醒了 醒了也好 自己爬出来 从今往后 还有你许多好处呢 朱素被绑着手脚 晒住嘴扭着身子装在箱子里 身子麻痹不说 更是被颠得头昏脑胀 哪里还能自己爬出去 只在箱里试着挺了两下 就再也动不得了 那名高手汉子 倒也没难为他 一伸手 直接将他滴流了出来 朱素这才发现 如今夜已黑了 此处也不知是什么荒郊野地 眼前除了三匹 被那少年牵来的马外 便只有远处的那一条大江 被月色辉华映衬的闪闪发光 快走 等上了船 才算安全 汉子背着长剑 三下五除二 把朱素像捆死猪一样捆在马屁股上 然后提起另一口箱子里的李景龙 捆在另一只马的马屁股上端 李景龙似乎被敲得狠了 这会儿竟还是没醒 朱素颇为他担心 然而这些强人可不懂何谓人性化绑架 汉子一剑插进拉车的马的屁股 那马痛呼一声 跌跌撞撞往一条岔路跑去 留下沉重的车辙 而后他翻身爬上李景龙那匹马 招呼道 一人一匹 快些 那两个少年少女点点头 少年爬上朱素的这一匹 少女则是爬上唯一一只空马 三人快马加鞭 往江边急驰而去 这一点 险些又把朱素剩下的半条命给颠没了 好不容易等着浑身不再晃荡了 竟是已到了江边 那汉子捉起唇来 对着江水吹上一声 夜里呼啸的江风 煞时将这一阵哨音送出老远 奇怪了 老无数怎的没来 而听前边马鞍上的少年狼嘟囔道 那汉子脸上也是一颈 又是作唇一吹 哨音送出更远 又等了一会儿 却依旧只有浩浩江水奔流不绝 并没有看到本该在此接应的船只 老无只怕是蛇了 此处不宜久留 还是赶紧 汉子沉声道 话还没说完 脸上已是一阵 路口 一连串火把组成的长龙 正非一般的朝这里急驰而来 不好 是卫所的骑兵 那少年吓得面如土色 少女也是一惊 枪王拔出了腰间长剑 汉子赶紧调转马头 准备钻到旁边的山丘上去 只听两声弓弦阵响 草丛里射出两只利剑来 一只利剑射那汉子的马 另一只却是射诸素这匹 汉子武功虽高 马术却是不惊 箭矢从马眼灌入 灯使死的不能再死 倒是诸素这边那少年猛一勒马 马人立而起 躲过了这只冷剑 只是险些又把诸素给颠了出去 贼子 羞伤我爹 后边想起的却是朱镖的声音 大哥 诸素大喜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那温文尔雅的大哥 竟然会是第一个追上来的 有心呼喊两声 奈何嘴巴被塞得紧紧的 只发出了几声呜呜的声音 身后的追兵虚语变道了 朱素看到自己的大哥朱镖穿着一身甲 骑着马跑在骑兵队伍的最前头 一胸木鹰手中拿着一柄长枪 护在朱镖的身旁 朱镖带来的骑兵呼啦啦把三匹马团团围住 兵士们手中的火把 照得这下叶江编如白昼也似 朱镖一眼就看到了被绑在马后的朱素 顿时目自欲裂 大声喝道 悖逆贼子 安敢这般对待我爹 素素放了他 姑祸可饶你久拙 一条生路 朱素从小到大 从没看见过自己这大哥弃成这般模样 只见他愤怒的以首极致那汉子 脸上的气势便是比自己的亲爹朱元璋 都不遑多让 哼 朱明太子 好大的威势 两名少年少女面对这情景 经不住有些面露未缩 那汉子却已爬起身来 只是冷哼了一声 抬起下巴屁逆着朱镖 朱素却看到他嘴唇轻动 对着后方偷偷说道 你两块走 我来电后 可是马叔 少女似乎还在迟疑 妹子 马叔已没了马 本也走不得了 少年却是忙不迭拉住了少女 又转身对姓马的汉子低声道 马叔放心 我家哥哥 不会忘了你的大恩 姓马的汉子不答 只看了一眼那个少女 而后转过头看着朱镖 想要我放人 倒也容易 我之所以接人 所求不过是财火 只需太子殿下 能拿出黄金 他说到几两时 声音故意一含糊 朱镖这边忍不住 不要侧耳细听 趁着这机会 那汉子突得踏步上前 拔剑要刺朱镖 贼子敢耳 沐英大喝一声 立即策马向前 要用长枪架住汉子长剑 骑兵们一时大惊 有的忙不迭想将朱镖围住 有的急慌慌就要去杀大汉 场面顿时混乱起来 大汉猛地朝后大喊一声 快走 勿回头 少年带着呜呜乱喊的朱素 拨马便要逃走 少女不舍地看了一眼汉子 也掉转了马头 朱镖盲大声道 别管我 先救五帝 可那大汉仍字不要命地朝朱镖方向进攻 众骑兵焉有喘息之际 沐英盲抬起手上手弩 想一剑射往少年后心 那汉子眼见不妙 长剑呼地丢出 竟将手弩剑使凌空截了下来 五帝 朱镖惨呼 朱素心中也是一凉 眼见那少年带着自己已跑到了江边 大哥朱镖和义兄沐英的身影也越来越远 吐得旁边传来一声尖利的哑声 一个小小的身体从鞋刺里冲了出来 猛地撞往那少年的马腹 什么 少年猝不及防 那身影虽小 力道却是极大 奔马被这么一撞 竟直接向着江边礁石处倒了下来 朱镖只觉屁股一痛 已是被倒下的马摔在了地上 眼前一张脸飞也湿地爬到了眼前 不由地一惊 狗儿 怎么是你 小太监狗儿撞倒了奔马 忙掏出匕首 三下两下将绑在马后的绳索割断 那少年被倒马压着了马腿 仰天痛呼不绝 马晃悠悠爬了起来 他游子疼地在地上打滚 走 还是那少女 年纪轻轻马数竟也惊人 一矮身捞起那少年 狠狠瞪了地上的朱素一眼 两人立刻往道路深处奔去了 狗儿为朱素出了绳索 那边也已将那汉子擒住了 朱镖骑着马跑到朱素身边 一个滚安下了马来 推开狗儿 抱住朱素上下查看 五弟 五弟 你没事吧 大哥 我没事 死里逃生 朱素只觉浑身酸软 看见大哥朱镖这么着紧自己 饶食他两世为人 心里也不由得涌出一摩 有人可依赖的安全感来 没事便好 没事便好 朱镖几乎要垂泪 他抹了抹眼角泪花 挤出一抹微笑来 你若有事 我又怎么向爹娘交代 太子闻你出事 差点急着连靴也不穿 就要带兵来找你 沐英从后边走了过来 幸好还来得及 得亏一名拱卫司军校 在望楼上瞧见他们马车可疑 朱素望见这位义凶也是面露担忧 便也勉强朝他笑笑 直到这时 他才觉得 脚上恢复了知觉 勉强站起身来 哥啊 这些贼子是什么来头 你那边可有头绪 江峰一吹 乱糟糟的头脑 顿时也冷静些许 朱素开口问朱镖道 从这些人之前的话中看 明显是冲着自己老朱家的身份来的 又口口声声 伪朝伪地 难道前缘在这中原大地上 竟然还有余念 还能有谁 左右不过是些想要汉朔的皮肤 朱镖冷哼道 他跟着老朱观摩国政已久 如何不知道大明四处 还有不少胆大包天的悲逆乱名 原以为不过是些选戒之急 没想到竟敢来天子脚下撒野 冷冷看了身后一眼 那大汉浑身伤痕累累 已因为湿血过多晕了过去 如今被五花大绑着 擒在两名军士手里 这些事交给大哥和爹处理便好 咱们这边回家 先给你收拾一顿好吃的 也不在家里做 大哥亲自去酒楼里 给你点最好的 朱镖摸着朱素的头 礁石上 两名兄弟胸有地宫 江边则月色正浓 两兄弟的影子印在江里 和谐的相符水墨画 朱素正想点头 余光里看到那本该晕过去的大汉 眼睫毛略动了动 心里不惊一惊 忙伸手 要去拽朱镖 大哥小心 朱镖一愣 只觉身侧一阵大力传来 那伤痕累累的汉子 不知何时挣脱了那两个军士 双腿一灯高高跃起 一头撞在了朱镖侧腰 扑通 朱素终究没扯住朱镖 朱镖 朱镖就这样当着他的面 落进了礁石 下映着明月清晖的江水里 皇城 奉天门 此刻已是深夜 本该早陷入夜的寂静之中的皇宫 此刻 却被无数火把照得通明 大明皇帝朱元璋背着双手 在门前来回躲着步 身旁站着一脸担忧的马皇后 李锦龙的爷爷 又驻国李真一干人等 以及一脸颓然的朱爽 朱镖 朱镖 在奉天门之侧 六位身穿便服的拱卫斯侍卫 五体投地地跪在冰冷的地面上 老朱从奉天门往外远眺 远方不断有火把组成的一条条火龙 正络绎不绝地往城外而去 就是没有几个回来的 他心中逐渐焦躁 突然走到那几名拱卫斯侍卫面前 一脚一个将他们全数踢翻 混蛋 连个人也互不周全 咱呀你们拱卫斯又有何用 几名侍卫不敢反抗 只再度跪服下来 口称万死 一旁本在指挥搜寻的拱卫斯指挥使毛乡 闻言连忙上前跪了下来 臣万死 是臣条教下属不利 方出了这等纰漏 臣万死 万死万死 万死就能让咱的老五回来吗 老朱恨声道 想再骂几句 余光瞥见 外头有一个火把的光点 正从外往内急迟而来 其余光点都是由理而外 唯有它是由外道理 尤为显眼 莫不是有了消险 马皇后也是心急如焚 忍不住向前几步 却走得太急 险些摔倒在了地上 老朱忙一脱发漆 自己迎了上去 大声道 可是老五有了消险 那骑士一勒江绳 滚安下马 领道 回陛下 太子殿下与穆将军 依旧得吴王殿下回返 折磨将先行一步禀报 好 老朱面上大喜 还是彪和婴儿两个 更靠得住 我酸呢 已是老太龙中的李真 住着拐 上前几步追问道 李小公爷并无大样 只是被贼人摔了下腿 那骑士道 令 穆将军让末将奏请陛下 先行备好御医 吴殿下的情况 有些不妙 不妙 李真的心放下了 老朱的心 却再度提了起来 老五怎么啦 武殿下他 为救太子殿下 落了水 那骑士想了想 似乎极难说 亲其中事由经过 便言简一概地说了几个字 老五 救边 落水 老朱却是一愣 随后一头的雾水 不是边尹兵 去救的老五吗 怎么又变成老五救边了 正带细问 只见外头 已有一条火把长龙飞速迟滞 远远已能听到木鹰的声音 让开 让开 挡路者 杀无赦 回来了 老朱一喜 也顾不上细问 忙带着这一大群人 火急火燎的下街相迎 第一眼就见朱标裹着数层衣袍 瑟瑟发抖 发烧面上拥有诗迹 不禁心疼道 老大 你怎么这般模样 爹 爹 别管儿子 快请御医 朱标说道 声音颤抖 似乎被动得很了 老朱还没反应过来 旁边马皇后却悲呼一声 碩儿 你怎么了碩儿 那边木鹰已跃下马来 手里抱着的 裹得严严实实的那人 不是自家老五又是谁 老朱平日里 见惯了此子 明明是孩童 却总是故作一副大人模样 也见惯了他自曝穿越者后 神情得意 一副小距天下人的样子 兴冲冲地指点江山 可是 却从未见过他这般虚弱的样子 此时的朱素面若精致 嘴唇却已发着紫色 眼帘紧闭 早已人世不知 本该已是铁石一般的帝王之心 此时却是被狠狠一揪 老五 你怎么了老五 朱蒂反应最快 手脚并用 冲到朱素面前 伸出手 就想将他晃醒 刚刚还一起吃肉聊天的亲弟弟 虚于不见 怎么成了这副模样 起开 老朱一把将乱来的四儿子推到一边 从木鹰手中接过朱素 御医 快 薛御医 老五若有三长两短 咱要所有御医 全给他陪葬 皇城中的乱象持续了好一阵子 皇帝几乎发狂 皇后无法理事 最后还是 太子朱镖强撑着病体发号施令 工人们才能继续各司其职 此时的前清宫外 马皇后 朱元璋 并一众朱家儿子们 正焦急地等在外间 等待御医施救的结果 隔着一扇屏风处 几乎全太医院的御医全都来了 正一边为朱素施斩针 一边低声议论着病症 过了好一会儿 太医院老太龙中的李院政才 慢慢地从屏风后转了出来 老朱连忙站起 咱的老五如何了? 禀陛下 武殿下本就血行不畅 周天不调 却又落入寒水 更添至爱 老太医摇头晃脑 正带将病因都细细解释一番 此时的老朱哪耐烦听这个 怒声赤道 哪那么多屁话 你就直说 咱的老五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这,陛下 端看武殿下能不能熬过前几日 老孕正犹豫道 什么? 朱爽当先拍桌起 指着老孕正鼻子骂道 有人和本王说过 你们这些太医 在宫里素来只肯拿出五分手段 必然是 你这老沙才不肯尽力救我弟弟 滚回去 我弟弟要是就不行 教你看看我朱爽的保健疯不疯烈 平日里一向斥责朱爽带人过客的老朱 此时竟也并未拦阻 只是冷冷地道 老二说得对 若是老五有个三长两短 朕 朱 朱你九族 陛下 陛下呀 老孕正忙五体投地 连带着后头那一堆老的少的的太医们 也哗啦啦跪了一大片 老孕正只觉窦鹅都不带这么冤枉的 怕不是外头夜色已然飞雪 苍苍白发的头已一下一下刻在了地上 陛下呀 老陈何敢不尽力 老陈已尽了全力啊 时事 时事武殿下身体本弱 老陈虽是医者 可医者 不医命啊 说吧 又帮帮帮叩头不绝 重疤 不可难为了太医们 还是马皇后强打精神 安抚了即将暴墓的朱元璋 里愿正素有功劳 平日里 索尔又对他素来敬重 于公于私 他们都没有对索尔留守的道理 是啊陛下 武殿下天生奇才 对老朽等太医 亦能折腰相待 偶有一二妙论 更是让我等于一道一途上 豁然开朗 里愿正悲声道 说句悖逆的话 老朽素来 素来将武殿下 视作忘年交班 武殿下出了这事 老朽只恨 只恨自己不能改换生死 说吧 气不成声 老朱沉默了 他知道 自己这五儿子素来敬重太医 还未在大本堂那会 亦经常去太医院 和这群老太医们混作一处 老太医们 亦是喜欢这位没有架子的皇子 此番他出了事 太医们想来 也没有藏一手的道理 可是 为何老武殿还不醒来 一病不一命 莫非咱的这个儿子 命中注定是要死的吗 想到这 本该才是壮年的老朱 竟觉得一阵头晕目眩 马皇后忙扶住了他 见他缓了过来 才温声对太医们道 麻烦你等 务必要将素儿救醒过来 也不必再跪着了 素儿身体沉重 该去查一点的 便去查一点 需要煎药的 也烦请 你等为素儿煎药 不拘什么名贵药材 只要有效 只管提出来 便是翻遍整座应天府 本宫也给你们找来 是 是 多谢娘娘 太医们千恩万谢 三不一寇的出去了 还请娘娘注意 武殿下此时 需要敬仰 李怨正走前犹豫了一会 还是扭头嘱咐道 只需一二人陪侍便可 千万莫太过喧闹 本宫知晓了 多谢李怨正 马皇后点头 前清宫再度陷入了寂静 过得一会 一家子人移动到了外间 独留马皇后一人在内间照顾诸素 老朱方才开口 彪儿 你和咱说说 老五为何会弄成这副模样 你是去救人的 又为何自己落入了水中 那通讯的 又为何会说素儿为了救你 方才落进水里的 朱彪本呆呆地看着屏风后的诸素 此时 方才转过神来 还没来得及说话 便以撕心裂肺咳嗽了起来 还是穆英扶住了他 陛下 太子殿下易受了寒 还是由我来说明 这个前因后果吧 夜色清寒 老朱也没心思点灯 他见穆英神色有意 老朱顿时便晓得 其中有不对的地方 便打发朱爽朱刚朱第三人 送大哥朱彪回去歇息 好独自与穆英密谈 因而 见其余人都下去了 老朱这才问道 究竟是什么情况 义父 是这样 穆英拱了拱手 现实 我与太子殿下截获了消息 本已在长江边截住了贼人 可那火贼人 显然不是等闲之辈 其中有一位猛士 舍命断后 还趁太子不备 将太子撞落河中 猛士 老朱眉头微皱了皱 你和彪 是带着数十元大都督府精锐的 有他们护着 便是战阵敌营之中 也可冲上几个来回 此人当真如此厉害 比之玉春如何 虽无常将军勇猛 亦有十之四五 穆英道 穆英本身亦是武艺非凡 能得他赞一生猛士 必然是天下间数一数二的人物 可有这等身手的人物 在云云众生之中 便如同羊群之中 砸了一只猛虎 星海之中悬着一轮浩月 断没有吉吉无名的道理 纵然只有已故的长玉春一半勇猛 亦已是了不得的人杰了 而且还敢劫持大明皇子 冒犯大明朝廷 朱元璋的脸已然黑了下来 除了自己那些老对手的余孽 又还能有谁 能遇使这样的人杰 看来 咱前些年 涂得还不够干净 大明境内 还有不少的痴妹亡俩 老朱阴沉地说道 龚卫司也该变一变了 穆英低着头 身为大都督府都尉 他先前便已知道 老朱打算赋予预前龚卫司更多权力 将其打造成一个类似于秦之黑兵台 唐之不良人那样 甚至更有过知的机构 并以此掌控大明全境 只是因为诸事繁杂 又千头万绪 故而未能着手 今日帝经之中 出了这样一系列的大事 皇帝对各司各部不满 也属应当 接下来 龚卫司以天子爪牙的身份 重新横空出世 想来已无可阻拦了 既然是边儿落水 那为何 索尔却变成了那样? 朱元璋继续问道 你等没拦住贼人 让他伤了彪 已是大罪了 莫要告诉咱 那贼人伤了彪之后 你们还是没支住他 让他又伤了锁 穆英一听此言 冷汗沉沉而下 当即从椅子上滚了下来 跪在地上 而臣未能护住太子殿下 却是万死 只是 素帝他 却是自己跳进江中的 自己跳进去的 老朱一正 一脸疑惑 怎么会 素儿 莫不是得了是心疯不成 素帝 应该是 想救太子殿下 穆英开口说道 不过 而臣却觉得有些诡异 那时 太子殿下虽落水 可七月江水并不寒冷湍急 落水的位置谁也不深 更何况那时 殿下的一只手 已攀上了岸边的一节树枝 我等见了都是大定 便连太子殿下 亦是连户无碍 因我等接着甲咒 不能浮水 因此 而臣便想拖去身上甲咒 下水救护太子殿下 可不知怎爹 素帝却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 骤然间面色轻子 如见鬼怪 而后就扎入了水中 想把太子殿下拉上来 可那时他被绑复许久 又一路颠簸 自己反而没了气力 才变成了那般模样 穆英述说的过程中 老朱始终眉头深皱 等他说完 老朱又思索了许久 方才半信半疑的开口道 你说 素儿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然后才下水救护边的 是 穆英点头 儿臣一直关注着素帝 他先时还只是一副单心神色 可瞬息之间 突然就变了脸色 您让儿臣关注素帝平日之异常 因此 儿臣看得很清楚 老朱站起身来 心里有了一个极不好的猜想 他就着月光夺了几步 猛地转头 因而 你觉得 老五那时 是想到了什么 儿臣 不敢猜 穆英依旧单膝跪地 低着头看不清表情 老朱又走了几步 步伐越来越烦躁 你哪里是不敢猜 你这是要再来猜 你刚刚说 标分明并无大碍 老五却突然急急地紧张关切 甚至于 忘了自己近况 也要跳水相救 老五是 来自后世的穿越者 据他所说 我大明后世之历史 他已进阶烂熟于心 莫飞 他猛地停下 脸上神情已是惊骇莫名 莫飞 是因为他想到了标 会因此而死 穆英不达 依旧伸低着头 老朱浑身一领 立刻就想去看看猪标 穆英突然开口道 义父不必忧虑 我以为太子殿下把锅卖了 寒气并未入体 只需江阳几日 必然无余 嗯 那 老五怎么会 老朱抬出去的脚 又蹲住了 略微一想 脸色又是一白 莫飞 是水 在历史上 标是死于落水 必是如此 要不然 本就并不深朗的江水 为何又会让素来小事的老五大惊失色 拼命救护 义父 请树孩多言 就在老朱金仪不定之时 穆英开口了 宿帝既是穿越者 义父就没问过朱家人之生死受命吗 这 老朱面色不欲 咱先前还依新老五身份 若他是个妖人 必然会以死生 后世之事蛊惑于咱 此类妖道 历朝多见 他所说 又总真假难辨 就算是咱 若是他有一股惑 只怕心中也会有疙瘩 更何况 他总言称后世之君如何悖逆 安知是否想让咱先有了废楚之心 他好窃据大卫 既然问了不如不问 咱便干脆不问了 只待事实先明晰了才是 容孩再多说一句 穆英文言 立刻悉行几步 面上满是替朱素感到的委屈 大力叩手道 五帝愿不顾自身安危 以身回护太子殿下 兄弟亲情可招天地 断不会是什么乱国妖道 孩儿斗胆 请义父以亲子心复兴之 五帝非指之前后百年之事 其胸中韬略 更是世所罕见 若是五帝有幸能够回缓 还请义父 千万不要鉴于他 若是 若是亲生父母兄弟 皆防其如防妖人 五帝一颗赤子之心 必会被您伤透 自此再不敞开心扉 他敢将他最大的秘密告诉您 就是打心底里信任您 信任您这个生生的父亲 能成为他这个当世之一类 最大的依仗啊 穆英大声道 他想起了五年前 那个在兄弟们 纷纷奔走玩耍的时候 却独自爬上屋脊 呆呆看着天上 云卷云疏的小小身影 从那时小孩的眼中 丝毫看不到 对眼前这个世间的眷恋 就如同 一个一心求死的孤儿 穆英这一番话 说的本该心如铁石的 红武大帝朱元璋 猛地连退了几步 素来粗枝大叶的老朱 此刻却猛然想起 想起自五年前病遇之后 自家的小武稚嫩的脸上 偶尔会出现的 那一抹寂寞孤独的模样 一个来自后世的穿越者 觉醒了素惠的时空旅人 一个当时最大的异类 在午夜梦回之时 又怎么可能不害怕 不孤独 不会觉得 心中压着千万斤的重担 那日在东阁中 老武自称自己是穿越者时 一脸畅快自在的模样 当时老朱只觉得 此子不庄重 难堪大任 此时再度想来 老武那时的做派 又何尝不是因为这个扛了五年的沉重秘密 终于从肩上卸下 因为有了父亲作为倚靠 而如是重负 因为有了信任的人 能讲述那些心中的秘密 而不再孤独 咱 想起自己对老武那样百般的提防 还让彪和婴儿去监视他 找他的马脚 老朱心里就觉得揪得厉害 而且 义父 孩儿还想到一世 慕英抬起头 脸上的表情在月色下 带着一股子诡异的恐怖 素帝自五年前病遇之后 就极为关心肝娘的身体 见他做些重活便动辄发怒 此前出宫之时 更是叮嘱爽帝刚帝他们 务必百般照料肝娘 不可使肝娘过度操劳 孩儿之前 也只以为是素帝心存人孝 但如今想来 这会不会是 慕英并没有继续说下去 老朱却已经反应了过来 他的心神 顿时陷入了一种极大的恐慌之中 你是说 这是因为 老武他 预先知道了 咱的妹子 会死 应天皇城之上 一抹硕大无比的阴云 遮住了本该皎洁的月色 人生在世 谁没有意思呢 朱元璋不是历史上那些昏庸的帝王 他深知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 他求过神 拜过佛陀 可他的亲人 还是一个又一个的死去了 那个时候他就知道 这个世界上没有神仙 没有佛陀 依靠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最终只会被恶人欺辱致死 而唯一能靠得住的就只有自己 他从一个化缘的和尚不断奋斗 最终成了这片华夏大地上最伟大的开国帝王 一开始只是因为有一股不想死的执念而已 不想像自己的父母那样被圆亭的狗冠害死 他疯了一样的学习 成长 衡量 赚取一切能让自己活下去的知识和资源 后来有了妹子 他又有了家 执念就变成了护住妻子和未来的孩子们 为他们打出一方能活下去的土地 再后来自己成了皇帝 执念就变成了护住自己麾下的百姓 为子孙们传下一个铁桶般的大明帝国 归根到底 其实他还是那个朱仲巴 那个因为曾经没了家 而被家珍惜这个家的朱仲巴 只是朱仲巴如今变成了朱元璋 而这个国在他登基之后 也已经成了他的家 他不是没想过自己会死 在他想来 自己能为子孙多操劳几年 便算几年 等天命到了 自己就直接把担子交给彪 然后移命归西 死的时候 最好妹子还活着 能死在他的怀里 然后彪在床头哭 自己就看着他笑 老子给你留的家底够厚了 好好忙活就饿不死你 你个龟儿子 有什么好流泪的 就和那些忙活了一辈子 挣出几亩田来传给儿子的农民一样 知足了 没什么牵挂 可 妹子会死 彪也会死 老朱考虑过自己的死 可从来没想过 自己的家人会死 咱是皇帝 咱是全天下最有权势的人 咱朱家已经不是凤阳的一户 任人欺辱的破落殿户了 咱的家人 怎么可能还会死 他的思绪 似乎又回到了很久很久以前 被烈日炙烤的那天 他身上穿着的不是龙袍 而是用破烂的麻布绑成的衣衫 手上拉着一张破席子 席子上是他爹妈的尸身 他找遍了整个世界 却找不到一块的给爹妈下葬 忽然爹妈的样子一变 变成了彪和妹子的模样 眼看老朱竟颤抖了起来 慕英忙起身扶住了他 义父 您 他从未看见过老朱这样虚弱无助的模样 急急说道 义父 您回回神啊 太子殿下和干娘都还在 一切都还只是孩儿妄加揣测 您千万不可因此伤了龙体啊 老朱被晃得回过神来 面前仍旧是乾清宫华丽的宫士 宝金风霜的脸却早已老泪纵横 忽而听到外边一阵慌乱 马皇后高呼的声音传来 仲八 仲八 你快来 苏尔他 老五 妹子 朱元璋浑浑身一领 胡乱抹了把老泪 大踏步跑了出去 只见太医们撩着袍子往朱肃那里跑 宫与太监们已经顾不上宫里的规矩 全都乱成一团 妹子 老朱猛地冲了进去 马皇后的那张脸 让他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 可看到 他脸上的慌乱和无助 又让他内心重重揪起 仲八 你看看苏尔 快啊 床榻上 朱素浑身发紫 脸颊反复现出 良膜可怕的驼红 正义脸痛苦惊恐地抽搐着 额上还肉眼可见地冒着热气 李怨正惊慌道 不好 这热要是退不下去 武殿下恐怕就危险了 快 施真 灌药 你等不是太医吗 老朱拎起了李怨正的领子 真义试过了 并无效果 武殿下紧紧咬着牙关 牙根灌不进去 且就算灌了进去 等要笑话开 也已来不及了 李怨正艰难的道 咱不管 若是老五有个万一 就诛你九族 不 咱要诛你十族 老朱愤怒的声音 如同魔道修罗 陛下 陛下 臣有主意了 在十族的压力之下 老怨正终于灵光一闪 武殿下曾经教过老臣 一个退热的法子 以烈酒擦拭手心足底 那还不快去 来啊 烈酒 把宫里的烈酒全搬过来 快 老朱奶奶凡 听她絮絮叨叨的解说 将李怨正一抛 高声喊道 李怨正赶紧去准备准备棉布等需要的器械 宫女太监们 则是一窝蜂的跑去取酒 前清宫中又是一阵兵荒马乱 狗老板 呦 她娘都喂鸡汤 床上的猪素 微弱的呻吟道 老五 说什么 爹娘听着 老朱和马皇后赶紧扶到猪素身前 我的脑子 干 好乱 到底是谁 大哥 别 你别死 这一句呢喃 听得老朱和马皇后心都化了 马皇后早已泪流满面 猛地抱住了不断抽出的猪素 小五 小五 是娘对不起你 你这样孝顺乖巧 娘却还以你 娘 你 别 别走 别 别离开我和父皇 娘不走 娘哪都不走 娘就在这陪着你 马氏紧紧搂着自己的小儿子 老朱原本还陷在深深的愧疚感中 文言却心中一个咯噔 老五梦到了什么 难道说 是想起了未来妹子的死 好侄子 你很好 你手上 竟是我们这些亲疏的血 你是要将朱家 斩尽杀绝 只想当的贤王 为何逼我 为何逼我 朱素继续喃喃道 马皇后卑不自胜 抱着朱素只是大哭 哭得几乎昏厥 自是没听到朱素在说什么 朱元璋却是将耳朵凑到了朱素的唇边 自然听了个真切 他整个人都呆住了 将朱家斩尽杀绝 是谁 是谁敢这么做 好侄子 是谁 我朱家日后 竟出了杀树的逆植 我朱家 竟会骨肉相残 老朱如坠冰枯 此刻真想黄醒朱素 彻头彻尾地问个清楚 心中更是悔恨之前疑心太重 没将后世之事 仔仔细细问个分明 老四 你变了 我 我已老了呀 为何还要忌惮我 朱祁镇 你个臭不要脸的狗东西 也有脸腹臂 刘大夏 你是万古的罪人 莫杀张太岳 他在为我大名 指手补天啊 朱有俭 你已经尽力了 天杀的野猪皮 好啊 好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康钱盛世 慈禧 老子非把你迈进立春院 八国联军 甲午海战 七七事变 朱军 救我中华 中华 共和 万岁 朱素的声音越来越弱 老朱趴在他的唇边 唯恐漏过 哪怕一个阴姐 但朱素的声音 最终化作了一连串毫无意义的低难 在梦中 朱素仿佛从头到尾 清理了一遍未来的世事浮沉 他这一梦 六百年 老朱自然是不懂的 他努力将朱素说的每一个字统统记住 心中却依旧满是雾水 老四 老四怎么了 莫非日后 他敢欺负老五这个亲弟点 刘大夏 又是谁 如前千亿那样的奸臣吗 慈禧 莫非是个臭名昭著的毒妇 朱有俭 想来便是崇祯了 可朱祁镇 这又是谁 是哪一代的大明皇帝 还是复辟的 老五 快醒醒 快醒醒 你可不能睡啊 老朱流着泪晃着自己的小儿子 这个小儿子的安危 已经不是只是关他自己了 他现在 一身记着整个朱家未来百年的兴衰 酒来了 李渊正和几名扛着酒的太监冲了进来 老朱忙闪到一边 焦急地看着太医们 手忙脚乱地对朱素施以急救 一通忙乱之后 李渊正抹了一把额上的热汗 恭喜陛下 恭喜娘娘 武殿下这法子果然神效 如今已开始发汗了 老朱看着榻上的朱素 鲜石烧得那么厉害 却是一滴汗也不流 此时已是出了满头满身的汗 面上的驼红也降下去了 身体也不再抽搐 老五何时能够醒来 这 禀陛下 还需看武殿下自己的造化 见老朱又要发怒 李渊正忙补充道 不过有了武殿下自己的推荐秘法 至少不再会有方才那般危急的情况了 不过还是要小心 务必要有人随时看护武殿下 若是再如刚刚那般烧一次 即使就回转来 怕也会烧坏了脑子 老臣这就去给武殿下再煎一副药 陛下 娘娘 还请准许老臣暂且告退 听到之后不再会有危急 老朱面色才略微放缓 听说可能烧坏脑子 又马上紧张起来 马皇后更是浑身一颤 紧紧抱着朱素软软的身躯不撒手 老五 老朱走到朱素踏前 脸上既是心疼 又是愧疚 又有着疑惑 陈生说道 老五 你可务必要好好醒来 咱命令你 算咱求你 千万 千万要安然行转啊 中八 马皇后嘶哑的声音响起 中八 你说 这会不会是我们做爹妈的 不信小五的报应 妹子 你胡说些什么 别乱想 老朱连忙安抚他道 自己的妹子 很可能会先于自己而去 这让老朱无比害怕他因此伤了身子 他挤出一抹微笑 索尔先前最是关心你 你若是胡思乱想伤了身子 索尔醒来 必然怪咱 好了 你也先回宫歇息吧 索尔这里便由咱看着 不 索尔没醒 我便一步也不离索 马皇后摇摇头 声音虽然哭得沙哑 却是斩钉截铁 他轻轻将朱素放在枕上 轻抚朱素的脸 笛声道 中八 我方才寻思 今日的事实再是异常 这会不会是地府的无常判官 发觉了索尔没喝完孟婆汤 故而才弄出那些事来 要居索尔回去 我等做父母的 本该守着他 护着他 不让他受一点伤害才是 可我们确疑他 提防他 暗中渐气于他 他这一点魂灵 又没了我们做父母的守护 才 才被那些居魂无常 逆得了可乘之机 这一番话 说的老朱也是汗毛倒数 他站起身来 不 不可能 即便真有阴邪小鬼 又安敢对咱的子嗣如此 可心中却是越想越怕 自己的儿子都有素会 自称是穿越者了 如今看来 也绝不会是什么夺舍附身 那么 就算真有奈何桥 孟婆汤 六道轮回 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既然真有帝府 那么 若真出了这样一只漏网之鱼 帝府会不会真潜了小鬼 来收自己儿子魂魄 念及此 老朱猛地窜出几步 从前厅剑架上拔出一柄长剑 然后飞快回到了妻儿塔前 直剑指着虚空喝道 痴媚亡凉 安敢伤无厚似 若敢进前 定教你魂飞魄散 一众宫女那事件 老朱壮如梦魔 都吓得不轻 老朱虎目一瞪 看什么看 去取为杖来 将此处团团围住 绝不能被鬼怪寻到了去 闲杂人等 若敢靠近 杀 取登竹来 朕要此处日夜皆如白昼 去传应天所有和尚道士 尽至宫中作法 为吴王祈福 是 是 一众宫女那事忙不迭地去了 老朱友自不放心 主见户在踏前 妹子放心 咱接下来就守在这里了 古有未持宫秦琴穷二将震慑鬼神 咱朱元璋杀伐一生 也不会比他们俩差到哪去 绝不会让那些协议 有一丝可趁之计 众八 见丈夫关心则乱 马皇后不得不强打精神拉住了他 你万万莫要如此 你如今是皇帝 朝廷诸事皆离不得你 如何能一直守着索 索尔由我来守着 你国事繁重 万莫熬坏了身体 彪耍他们 还都指望着你呢 这话说的老朱心里一颤 忙打断道 如何就指望着我 该是指望着我们夫妻两人才是 然而话虽如此 夫妻两中就还是守了朱素一夜 四日一早 老朱换来木鹰守在朱素门外 毕竟您可信其有 木鹰年少征战 身上的杀伐器也是极重的 若有神鬼必然难尽 穿过一层又一层的围杖 老朱从乾清宫走了出来 等在门外的朱镖朱爽几人忙为了上去 爹 五弟他 没事吧 暂且无事 老朱看着朱镖 只见大儿子唇色仍旧苍白 脸上却是掩不住的担忧关切 彪儿 你也落了水 如何还在这里这风 老五无事 咱拼尽全力 也要护他周全呢 他拉住了朱镖的手 想起这位大儿子 在历史上很可能也命不久矣 不由得心里一软 从父亲口中得知朱素暂且无碍 朱镖兄弟终于放下了胸中的大石 看老二老三老四三人 掺着朱镖离开 老朱心中一动 老四 爹 您叫我 朱镖转过身来 无事 掺着你大哥吧 想了想 老朱还是对他摆了摆手 手心手背都是肉 老五那句话 又是眉头末尾 还不知道是不是老四未来当真欺辱了右底 还是先等老五醒来吧 眼看朱镖上了台语 老朱换过身后的二虎 二虎啊 去 让公布把太子府的所有水坑 水潭 尽都填上 二虎一愣 填太子府水潭 这 不会坏了风水吗 但转念一想 应该是陛下深恨两位皇子落水 恨屋即屋了 心想也好 是该让陛下出了这口胸中玉气 陛下乃是仁皇又何须顾及那些风水指说 领面去 老朱呆呆看了看身后的前清宫 有心再回去诸宿身边 又怕发漆心忧自己费心再劝 想着去坤宁宫小气 有心事重重的睡不着 想了想 朝内侍招了招手 决定百驾景深殿处理政务 到了景深殿 翻了几本折子 只见尽是些知乎折也之词 连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将手中折子一丢 哎呀 将这些统统送至内阁 此后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内阁与中书省自处理了便是 内阁已历练了一些时日 也是时候该分担一些政务了 堆积的奏折被搬往了内阁 老朱坐在空空如也的景深殿里 脑中不由地回转着朱素芳才吐露出的话 妹子和彪究竟是发生了何事 是老五的哪一个侄子 做下了杀叔的恶行 老五口中的老四究竟是不是第二 还有那个朱祁镇究竟做了什么 心中正咀嚼着 外头响起了一名内侍的通传 陛下 礼部送来了您之前吩咐的黄明朱带字被排单 特来奏情辅证 哦 老朱一愣 猛然想起来 这是那日得知了彪将有后四之后 自己一时兴起 让礼部释先拟好朱家子孙自备排序的名表 意图让除了长孙朱雄因外的朱家后人 皆按他拟好的自备取名 图个万事吉利 取进来 老朱命道 左右自己脑中此时也是乱得很 正好看看礼部取的自备是否妥当 就当换换脑子 很快 那份所谓的备谱排戏 就成到了老朱的预案前 允闻尊祖训 亲武大军胜 顺道一风集 食粮善用胜 嗯 不错不错 老朱微微汗手 可转念一想 又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不对啊 朱祁镇 朱尤俭 这备谱排戏里 没有棋子和游子啊 莫非 这备谱最终被咱否了 你的挺好的呀 又或者 是老大的后人不孝 胆敢背腻咱你的排戏 一边疑惑 一边往下默念 渐渐就念到了第四条 高瞻旗舰右 后载一长游 嗯 旗舰右 一长游 有旗字 又有游字 朱祁镇 朱尤俭 都对上了 老四 是老四的后人 红武大帝戎马一声 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 可却从未如此震惊 手中写着排背的折子 也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他请客间便想到了 历史上的大明发生了什么 二虎 二虎 门外刚从太子府回来的二虎 文言立刻飞奔进来 只见老主板浑身颤抖着 用猴头深处的声音咆哮道 去 去传老四 让老四 立刻来此处 不 去宗祠 不 压着老四 立刻来宗祠见咱 随着开国大帝朱元璋的暴怒 还为天光大亮的皇城又剧烈地站立了起来 老朱连台语也不做了 气冲冲大不留心的就往太庙宗此处而去 一大群太监宫女追之不及 只能带着各种台语一扇 在后面气喘吁吁的狂追 朱弟与朱兄弟在宫中正歇息着 他们在前清宫外守了一夜 终究是老朱担心他们身子 将他们打发回去休息了 宫门未开 过儿朱彪也和朱弟一起寻了处偏殿休息 四人才刚躺下没议会 便见二虎亲自领着人敲门进来 四殿下 还请一步太庙 陛下宣召 爹 朱弟柔柔心松地睡眼 爹叫我作甚 不是刚让我们回来吗 明天行不行 四殿下还是快些走吧 二虎为难道 陛下他不知为何 大发雷霆 末将伺候陛下多年 从未见过陛下发那么大的火 朱弟听闻老朱怒了 不由得条件反射般一个机灵 第一反应就是思考起 这几日是不是又做了什么出格之事 但左思右想却并无头绪 既然如此 你便速速去吧 朱镖也爬起身道 父皇记在太庙召你 必然是有什么钥匙 我也与你同去 等到了太庙 见宫女内侍都离得远远地站着 二虎亦不敢靠近 只让朱镖朱弟自己进去寻老朱 到了正堂 只见宗祠里点了几只蜡烛 几缕寒风吹过 照得上头的祖先排位明暗不定 朱元璋站在供桌之前 连背影都似乎散发着森森寒气 等朱镖喊了一声爹之后 更是带着森燃杀气转过脸盯住了他 把朱镖吓唬得连退了好几步 朱镖忙扶住了朱镖 见朱镖脸色一片惨白 心中有些不忍 对老朱道 爹 何事也不该这么吓唬老四 他年纪上轻 如何经受的朱镖您的虎威 你还护着他 你还护着他 见朱镖还上赶着劝自己 老朱更是火冒三丈 一甩手把那一侧被谱排系的折子 丢在了朱镖的面前 这是什么 朱镖拾起折子 这是咱之前 让李布尼的后世子孙被谱排系的名单 以后 你等的儿孙 皆需以此被谱取名 老朱冷冷的道 朱镖也偷眼去看那折子 可看来看去 也不知这份折子 有什么和自己相担的 你俩都是知道老五的事的 咱也不必隐瞒 方才 老五并重一语 嘴里吐露出了一些后世之事 老朱的声音越发阴沉 后世有个皇帝 叫朱祁镇 而那个王国的崇祯 大名换作朱有俭 朱祁镇 朱有俭 朱镖一愣 正想细问 身旁朱蒂已经阿 得一身 瘫倒在了地上 哼 高瞻其见诱 后载一长游 老朱如同一尊魔神 带着硕大的阴影 逼近了朱蒂 好一个高瞻其见诱 后载一长游 老四 你说 在你心底 有没有想过 娶你大哥带枝 换你来做上阵这个皇位 爹 我没有 我没有 听到老朱都自称阵了 朱蒂大惊 连最后一点点的困意都吓醒了 他的反应也快 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 爹 孩儿只想做个燕王 为爹和大哥阵守北疆 孩儿 他 今夜就这么没 没了 太子之位空玄 你朱老四向来心比天高 还会不会觊觎这大明皇帝之位 大哥 没了 朱蒂一愣 心思不由的也开始转了起来 若是大哥当真没了 二哥那性子 定然当不了皇帝 老三向来和我对着干 他能当的我 为什么当不得 老五 老五只想当的贤王 又为何不能是我 见他不自禁犹跃刹那 老朱更是血观同仁 好啊 好啊 你竟真有 真有此等悖逆之心 咱 咱打不死你 打不死你 说着 抽出腰间的腰带 对着跪在地上的朱蒂 就是一顿猛抽 爹 别打 别打了 本在一旁愣神的朱镖 赶忙拦住了老朱 龙袍的腰带又厚又重 只抽了三下 朱蒂的衣衫就已然被抽烂 却依然不敢起身 只伏在地上瑟瑟发抖 看着四儿子凄惨的模样 老朱心中一痛 嘴上却依旧不饶人 彪尔你还护着他 若是还容着他 谁知他日后 还会不会有悖逆之心 你知不知道 他干出来了什么事 素儿说 素儿说他临到老了 还要被这逆子欺辱 他的儿子 还会将咱的儿子们 统统杀尽啊 一发觉后世皇帝是朱蒂的子孙 老朱自己就将朱素说的那些话 全串上了 老四必然是得位不正 故而才压制其余的兄弟 老五说他有一个侄子 手中沾满青书的血 老四的儿子可不就是老五的侄子 若不是皇帝又如何能够欺辱 杀害宗氏藩王 孩儿安敢 孩儿安敢啊 朱蒂赶紧跪正身子 东东又是磕了几个响头 莫说大哥如今仍旧安好 便说孩儿与五弟素来手足情深 当哥哥的本该保护弟弟才是 若是日后孩儿还去欺辱五弟 那岂非不配为人 是啊爹 朱彪也说道 他一边用手在老朱背后顺着气 一边劝解着老朱 小五昏迷不醒 定然是爹你听从岔了 再说了 若是我真的真的有个万一 那么兄中弟吉也属长情 说到这自己也觉得有些不靠谱 这兄中弟吉也该先轮到老二才是 莫非老二老三两个 也统统早早就归天了 哈 怎么可能 见老朱依旧愤怒 朱彪也是一肚子委屈 自己怎么知道 大明后面的皇帝就变成高瞻其见诱了 但此时必须想着解释的法子 爹 定然是 是儿子后代 出了忤逆不孝的悖逆 必不会是儿子 儿子忠心耿耿 如何会做那等叛逆之事啊爹 朱弟悲声道 爹 老四说的有理 朱彪也再度劝道 这些事 还是先等老五醒来 问个分明 老朱也被说动了 确实是自己的脾性急了一些 高瞻其见诱 那朱其阵 论来 都已是老四的第三代子孙了 或许 真是老四的后代 出了不孝子孙 也说不定 今日在列祖列宗面前 咱便先告诉了你 老朱道 便是老大真有什么万一 咱这位子 也是老大的儿子的 即便是兄中弟吉 也绝对轮不到你朱弟 看看你那些子孙 都干了什么破事 修道的家境 做木匠的天启 这大明江山 就是被你这一只给拜的光的 朱弟伸服着头 只觉得心里说不清的委屈 后人闹出来的破事 和我又有什么干系 也不必 你来镇守北江了 过些十日 咱就包了你燕王的名号 为你重新择一个富裕的内陆封地 哼 镇守北江的燕王 让你得了兵权 好夺敌篡位吗 轰的一声 朱弟只觉得如同五雷轰顶 不让他有兵权 这岂不是说 他这辈子 都没法同冠军侯那般 驰骋末北 风狼拘须了 当不当皇帝不要紧 可不让他上江场 爹 朱弟忙抱住了老朱的腿 爹 孩儿向您保证 孩儿绝不会觊觎皇位 您不能这样对儿子 至少 至少允儿子随军出征 他从小到大 最大的执念 就是上江场征战 学获去兵那般风狼拘须 做一个真正的英雄 现在阴错阳差 却失去了前往北江 施展生平报复的机会 朱弟安能不惊害惶恐 见四子哭得凄惨 老朱一时忍不住心头一软 若是 若是老四不再有后四 那倒是可以 不 想什么呢 我朱元璋 又岂能做这种伤天害理之事 老朱重新印起心肠 闷声道 不认是你 还是你后四所为 你都休想有长兵的机会 具体如何 还是等老五醒来再说吧 朱镖接着老朱的话劝道 事情到底如何 且尚未明朗 爹不可不交儿朱 哼 老朱闷哼了一声 却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冷冷的对朱弟道 你今日便跪在祖宗灵位前思过吧 什么时候削了那非分的心思 什么时候再起身来 说着 一副龙袍 大踏不去了 朱镖回头看了朱弟一眼 心知这样的结果 已是老朱留了情了 要想为四弟讨回封地 还需从老五那里着手 他蹲下身 对朱弟道 老四 你且先在这里 此间都是我朱家祖宗 你无需害怕 便当作 是为五弟向老祖宗们祈福吧 莫要怨爹 爹也是因为未能知道完全 才只能一棍子全都打翻 你的事 全都记在老五的安危身上了 明白吗 朱弟如死灰的眼中 渐渐开始重新明亮 对啊 若是老五醒来 解释清楚的话 自己依然有 希望能在燕地就翻 我知道了 我一定全心求着祖宗保佑老五 朱弟点头道 又念诺了一会 开口对朱彪说 大哥 我绝对不会造你的烦 我知道 朱彪摸了摸他的脑袋 心中却也忍不住泛起了嘀咕 老五那样拼命救我 莫非 我真的是个早要的命 我若是死了 老四的后人 真的会 真的会将其他祖家的人 统统斩尽杀绝吗 自己的那些弟弟们 都会 这么想着 脸上不自禁地 就泛起了阴霾 拍了拍朱弟的肩膀 站起了身 追着老朱的背影出去了 见大哥脸上也有着阴霾 十来岁的朱彪只觉得 如同被世人统统抛弃了般 祠堂中阴风吹晃了蜡烛 让朱彪觉得分外阴寒 他不自禁抱紧了身子 心中却已经恨起了 自己那个胆敢篡位的不孝子孙来 祖宗在上 若我朱彪当真注定 有此背逆子孙 我宁愿此后不娶气 不生子 只要能让我征战沙场 便是马格果师 我也甘愿 说完心里一酸 不禁想到 若是我死了 爹和大哥他们 会为我难过吗 老五啊 你快醒过来吧 朱彪一边念叨着 一边跪坐在蒲团上 朝着祖宗排位 虔诚地磕起了头 那一边 朱彪已经追上了老朱 在他身边低声问道 爹何故那样苛责老四 是还未明 不若等老五行转过来 问明了经过原委不迟 咱怕的 就是老五醒不过来啊 老朱皱着眉 脸上的沟壑 似乎一夜间又伸了几分 太医说了 老五昨晚能抢过来 已是得天之幸 若是再来一次 很有可能不要烧坏脑子 也是咱就游自取 疑他 防他 他若真想弃咱而去 也是平常 爹 怎能说这样的话 朱彪盲道 老朱疲惫地摇了摇头 只觉得纵横征战那么多年 也急不上今夜这般疲累劳心 他不着痕迹地抹了抹泪花 道 老五 是上天降下来 让咱纠正后世之落物 振兴我朱家大名的呀 可惜咱没抓住机会 若老五能够行转 咱一定永不生疑 真心待他 可惜 老五那一肚子的后世历史 咱却因多疑不敢多问 话说到这 突然想起了什么 对了 老大 我听人来报 老五在你府上时 写下了不少笔记手稿 那手稿 其中会不会就有后世之事 一起手稿的老朱 老朱当即就想动身 亲自前往太子府席院 却被太子朱彪拦住了 沿到父皇万圣之躯一夜未眠 如何能够奔波 还是由儿子来为父带牢 老朱虽也心疼朱彪身子 但老五的手稿干系重大 让其他人去娶他 还真放心不下 也只好遣了御车 送朱彪回太子府 让他在太子府中好好歇息了 随后 老朱便回到了东阁 这一夜千头万绪 精神虽然仍自亢奋 身体却难免有些疲累了 正揉着太阳穴时 只见外头一个身影叩拜道 陈拱卫斯茅香参见陛下 进来吧 老朱眼也不抬得仍旧揉着 如同一只在巢穴中歇气的暴龙 茅香却不敢大意 静电来到老朱的七步之外 而后再度跪下 讲 老朱的声音如古井无波 是 茅香面露蚕色 陈万死 追查刺客至城东二百里处时 刺客弃马成舟 顺江而下 拱卫斯追之不及 说到这里 茅香心惊胆战地略略抬眼 老朱已放下了揉着太阳穴的手 可脸上竟意外地没有半分怒色 顺江而下 老朱自言自语着 哼 苏州 陛下圣明 那船 正是往苏州而去 茅香连忙捧根 看来与咱之前所料不差 这伙子刺客 果然是张士成的余孽 老朱冷笑一声 也只有咱的这些老对手 手下才仍有着那样伸手的汉将 张士成的余孽找上了文正的儿子铁柱 老朱可没忘了 昔日朱文正因为弃他未愁其功 一怒之下暗通张士成的事 自此之后 文正的儿子铁柱便与朱家离心离德 莫非张家余孽想要以此关系 控制 挑拨铁柱 来让大明发生内乱吗 张士成 陈有亮 明玉珍等人 是曾经朱元璋最强大的敌手 陈有亮的儿子陈里 明玉珍的儿子名声 投降大明 如今分别封了归德侯 归义侯 此二子不堪大用 早已被他朱元璋吓破了胆 陈汉 名下两波于孽施了少主这个旗帜 自然也不足为惧 可张士成兵败之时 他的两个儿子 可是跑了的 如今仍旧是不知下落 张士成的那些旧部 雍丽少主在大明境内搞风搞雨 也是寻常 且张士成在苏州经营多年 名望极后 苏州如今虽负大明 不少师身百姓 却仍旧怀念张士成 时常聚在一起谈论 昔日张家在时如何如何 后世苏州话中的蒋章 意味与人闲聊谈天 便是点出于此了 若是要在大明起事 张家必然以苏州为根据地发展势力 尼等拱卫斯密探 众星多放置于长城之外 却疏忽于掌控国内了 老朱说道 毛香浑身一颤 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敢多言 冷汗已顺着下河流了下来 老朱则继续悠悠地道 如等不止需明确掌握草原动向 我大明境内亦不能马虎 苏州由此逆挡 如等有不察之过 陈惶恐 陈万死 毛香瑟瑟发抖 老朱并未看他一眼 而是自顾自走到了一副大明全境于途之前 说道 如今的拱卫斯 不甚趁手 咱有意 改足拱卫斯 你下去后 便去征选军中的忠诚清白子弟 补足人手 自今日史 非指北疆 所有大明境内成色 集市 御所 街坊 皆需有如等名探暗哨之踪迹 各大官员 勋贵的官署 田宅等 如等亦要安排密探 总之 不论天下事之大小 明细 咱 全都要掌握在手才行 你明白了吗 茅香早已听得愣住了 陛下 陛下这是要以拱卫斯为宪 戒之以摆布天下 这 这得需要付出多大的力气 才能做到 可只要能做到 这便是滔天的权势 陛下让拱卫斯来做这件事 那么自己这个拱卫斯指挥使 岂不是也要随之水涨船高 成为陛下御前炙手可热的新贵 臣 灵旨 茅香重重地磕下头去 浑身已激动地颤抖 他怎么也没想到 今日进宫 不仅没有因办事不利而受罚 反而被赐予了这样天大的权力 既然要儒等做成此事 那拱卫斯这个名字 便也不再适宜了 老朱低头想了想 赐儒等着飞鱼警符 以张身份 准儒等配袖春宝刀 宜显武功 自此之后 儒等便称为锦衣卫吧 儒锦衣卫第一件药物 就是要将这些张家鱼聂筒筒挖出来 明白了吗 是 臣 锦衣卫指挥使毛香 敢不为陛下笑死 毛香高声道 老朱摆了摆手 将满腔激动的毛香挥退 他的双眼 仍盯着鱼图上的苏州二子 张家 咱可没纳于运 去陪你们这些跳梁小丑耗着了 来啊 你指 一旁势力的内侍盲传来笔墨 写 因归得侯臣礼 归异侯明生日间颇多怨言 郁郁不乐 此同儒之辈 虽言语小过 不足疑问 但恐为小人蛊惑 不能保始终 以处之远方 则信系无自生 可始终保全意 故前此二人往高丽驻居 赐高丽国王沙罗文起四十八匹 比其以善待之 自有代彼之人 为老朱书写好了圣旨 老朱看了之后点点头 欲喜大印一概 臣礼 明生 这两个曾经风光的老对手后人 此生便注定要在高丽那蛮荒之地 留学留到老死了 大明如今 正是该以权力 寻觅突破皇朝三百年魔咒之法的时候 这些隐患 虽只是险戒至极 老朱也不耐烦 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 至于臣礼 明生到底有没有怨言 是不是被冤枉的 又有谁会在意呢 老朱不会在意 历史也不会 又在东阁中思虑许久 到了五十了 眼界外头已下起了雨 一台台鱼终于到了东阁店门口 太子朱镖抱着一箱笼走了进来 对老朱道 爹 我将老五的手稿都带回来了 老朱精神一震 赶紧接过那箱子 正想打开 又记起了什么般 转头吩咐道 如等都退下 未有传诏 不得打扰 等人都退了差不多了 方打开了那口箱子 朱镖十分谨慎 怕雨失了书稿 箱子里又用油不包了一层 老朱心中夸了长子一句 将书稿取了出来 里头已被朱镖分成了三份 朱镖解释道 老五书稿纷乱 而臣一边收拾 一边将其略微整理了一番 这第一堆竟都是文字 第二堆则是文图并有 至于第三堆竟是些怪异符号 而臣完全看不明白 我大明后世之事 儿子翻阅过了 里头似乎并未载路 并未载路 老朱深深皱起眉毛来 先翻看起第一堆自己的五儿子不知为何 写字从左往右 诸多字眼笔画等 还多有错漏 可谓错字连篇 老朱只能勉强看懂一些 只见这一堆纸中 大都是一些后世的画本故事 诗词歌赋 偶尔还夹杂着某些写着天使门 三上优雅等意义不明的字句 看得老朱和太子朱镖一头雾水 这些诗词歌赋之中 虽有不少的惊世之句 但此时的老朱并无闲心他谷 终究此句再好 也不过闲时了以消遣罢了 如何与天下大师并论 第二堆纸 却是许多图纸稿件 其中有怪模怪样的 类似火冲的玩意儿 还有拱形的石头窑 如同一般的炉灶 以及一些高山 日月星辰等等 竟是些怪模怪样的玩意儿 因为其上多有奇怪的符号标注 两人依然还是看不懂 第三堆纸 则是写的最端正的一堆 是规规矩矩 从右往左写的 字体也是这儿八经的寿晶体 老朱略略翻看了一番 这似乎是一本数算之学 其中仍有许多符号 读之甚好心理 这老五 不将最关键的大明历史记录纸上 竟写这些无用之物 作甚 老朱将那叠纸往桌上一抛 语气痛切 朱标却将这些只反复观看 这些乱页尚未装定 朱标又并未深入学习过数算 因此看起来十分吃力 但他深知 这本书在五帝诸素心中 定然比大明的历史更重要百倍 爹 我与一兄慕英在府中时 曾听过五帝说起过 制度置于天下 便如流水置于水潭 若制度万古不变 正如深潭只有死水 久之必定生臭 腐坏 唯有时时注入活水 方可永保成澈 故而 父皇应该求的 不是能行万事的制度 而是源源不断的活水 哦 老朱来了兴趣 西时也听老五说过 没有什么制度能万事不易 咱虽也听进去了先 如今黎明墨上有数百年 若是不从制度着手 咱如何能掌控那数百年之后的乱局 莫非 如之前的那些昏君那样 求偿圣吗 自然不是 朱镖摇摇头 五帝曾经 问了我等一个问题 他说 我中原华夏者 文明也 塞外湖人者 野蛮也 何以我等华夏民族千年传承 如此伟大 却总须举全国物力 以抗北江湖人 莫非 我等华夏民族 其实若于蛮族否 你怎么答 老朱露出感兴趣的样子 挣了正身子 正惊危坐 孩儿认为 那些塞外蛮族不过逞凶一时 不见昔日之匈奴乌还 而今安再哉 而我汉民 虽立百世 传承不断 便偶有神州路臣之大难 亦定然会有如跌宁这样的人 挺身而出 冲开汉民之天 这便是我等文明 强于野蛮之处也 好 说得好 老朱一拍桌子 大力赞道 塞外胡人 不识礼 不敬祖宗 又安能懂得什么民族大义 比被翼王变王 我被却能始终屹立不到 便是此理 是的 孩儿正是这般认为 朱镖点头道 可其实 这个回答却是回避了五帝所问的核心根本 为何我华夏民族打起仗来 总不是那些塞外胡人的对手 故而当时 孩儿只是坚口不严 五帝便在问了 为何昔日周朝之时 我等华夏先祖 一诸侯国便可四诸蛮夷 阔土开疆 先秦之时 更是指一支强军 便可令北方千万胡人丧胆 那时鸣风彪悍 岂是今日可比 老朱道 孩儿亦是这般回答 朱镖道 可五帝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武器代差 武器代差 老朱皱起眉头 朱镖点点头 随即将何谓武器代差 一点一滴向老朱复述后 接着说道 儿臣后来细细思量 感觉不止武器 其他朱般事物 亦有代差之说 如三皇五帝之时 刀根火重 一亩地产粮 为时于金而已 朱代先贤钻研之下 两产数倍于三皇时 同样大小的土地 能养活更多的百姓 故而 我汉民之士 日重于野蛮也 如上古之时 百姓以草叶兽皮为衣 岁有雷祖骚斯 方有华夏 有别于蛮夷佐任之游 若无先祖智慧 我等如今拒着兽皮矣 如上古之时 车马不变 始皇书同闻 车同鬼 开山越河 便修迟道 方有如今我华夏四通八达 具有诸帆 此一代差也 上古之不能比 这些代差归而总之 宿帝称之为技术 技术之领先 方是文明对付野蛮的最强力气 我观素帝这些手稿 高深奥妙 非凡人所能一亏 既然将其写出 必然是素帝认为 最最不能遗忘的事物 这些手稿 只怕就是 我华夏日后 诸多技术发展之基础 哦 老猪迷起眼睛 半信半疑 听上去倒颇有道理 但素儿写的这些东西 里头这些黑的白的 鬼话符也似 哪有人能弄懂 这些牢石子 而成文成一博流基 学究天人 贯通古今 左右这些手稿 又不涉及 我大明日后之事 不如请成一博来 请他解读一二 如何 朱镖建议道 有理 老猪也是精神一振 若真能从这些纸堆中 弄出所谓的武器代差 能痛达北渊一番 也是不枉了 三百年后毕竟尚远 灭了北渊这个强灵 才是护住如今大明国座的 头等大士 宣口玉的宦官冒着大雨出了皇城 没多久 老猪父子就听到外头 传来层层通报 并陛下 成一博以后置东阁之外 老猪忙宣奇进入 刘伯温 刘姬 自伯温 见李毕 正待问明老猪之意 便看到上手老猪向他招手 刘先生 且近前来 蓝天文 你学究天人 这些纸张上的东西 不知 你可能看得明白 刘伯温一愣 还以为老猪起了考教自己的心思 他自认通读猪子百家 于各派学术 都有自己的见解 故而只是微微一笑 不慌不忙地靠了过去 可只是看了那猪案上的图纸第一眼 就险些将眼眶里的眼珠子 给瞪了下来 这是 以山阴亮万人高山 啊 取生斗之水 以亮黄河 这张是千星术 这个又是 此皆天下 不是出之奇数也 陛下何处得知 这一张张图纸 便如一座座宝山 让刘伯温欣喜若狂 可当他想要细细观之 却又发现 虽有一二文字时的 可多数符号 都如天书一般 空有宝山 却不得其门而入 陛下 这是何方高人所会 臣恳请陛下告知 便是山高还远 臣医院前往 但求高人传到解惑 此时的刘伯温 只觉心仰难耐 颇有招文道 惜死可以之感 这高人 只怕刘先生是寻不到了 老朱面色古怪 指了指这些图纸 刘先生 这些图纸 真由你所说的那般重要吗 当然 刘伯温神情疑速 此皆不是初之数也 如这两河之树 小之可之黄河 千星树 小之可远藏于海 亮山树 用以置于图 则足以丈量天下 以这些事 水泥 此事何物 剥裂 莫非是琉璃吗 竟可用沙力烧旧 这是炼钢炉 从未见过此类形状 刘伯温又在纸队里翻了起来 每看一页 面上就流露出惊奇之色 心中的求知欲望 亦是愈发强烈 老朱与朱镖对视一眼 心中也是难掩惊骇 至何 炼钢 丈量天下 用沙力烧出琉璃 这些皆是国之要树眼 一人得之便可名羊青史 一家得之便有时代富贵 一国得之便多亿柄重器 老朱芒将那些书稿隆起 从刘伯温手下抢了过来 自家老五的学问 那就是老朱家的学问 岂容他人染指 在这个壁肘自争的时代 学问可都是家族最珍贵的财产 后世的学问 既然从我家老五手下写出来 那就是我朱家的学问 纵然我朱家是皇家富有天下 这东西也不能随便遭见 就这么被你姓刘的偷学了去了 啊 陛下 刘伯温脸现幽怨 何如此之素也 且容老臣再看一眼 不理会受委屈小媳妇一般的刘伯温 老朱自顾自将这些手稿统统收起 既然已知道其价值 回头等老五行转之后 或是让彪找几个汉林 分头研究下便是 见刘伯温满脸不舍 朱彪忍不住的心下好笑 想不到这位一直都是一副 蜘蛛在握表情的刘先生 竟露出这样的表情 面上却人恭敬道 刘先生 这里还有一份手稿 还请一关 刘伯温接过手稿 这一篇手稿 正是朱素写的一本算术入门 刘伯温略略翻了翻 眼睛便是一亮 这本书毫无疑问 是一个全新的算学体系 其对算学的理解 已超越古今诸多大家原意 更重要的是 这本书中的许多符号 与那些图纸上的进阶相同 而这本书上 不乏对那些符号的解读运算 很明显 想要看懂那些纸稿 这本算今乃是基础 将自己的推断一说 老朱与朱彪瞬间重视 取过纸稿一看 确实上面的符号等等皆有注解 已知推入 之前那些纸稿便可看懂了 此乃其书也 若是赵之钻研 到了最后 只怕这天地万物 皆可以算学推算 刘伯温看着写着面积公式 体积公式 福利公式等公式的那一页 不由惊叹道 此法 乃以算学格物之法也 闻所未闻 闻所未闻 刘伯温已经不只是如获之宝了 简直如同骤然德文大道的信徒一般 兴奋莫名 虽然匆匆之间 这本书只看懂了知言片语 但已经给他指出了一条 此前从未想过的道路 朱子所谓的格物 无法靠顿悟得知 却可依靠这门神奇无比的算学 来算出这些蕴藏在天地之间的智力 这名传词 奇书给陛下的高人 必定与此前料定北征局势 出内阁之策的奇人 是同一人 要不然 陛下身边 怎么可能神不知鬼不觉的 同时多出两位如卧龙凤厨般的奇才 陛下 刘伯温干脆一撩袍袖 拱手正色道 陈斗胆 再次请陛下为陈颖见这位高人 刘姬虽不才 愿拜此高人为师 以得闻此大道之一二 这话一出 朱彪一脸震惊 老朱也是满脸不可思议 刘先生 不至于吧 不过是一本算学 何须如此折解 不然 刘姬面色一素 此乃足以开宗立派之大道 陛下安能如此小却 若是运用得当 立国立民 亦只是牛刀小事而已 自朱子论道以来 天下学问已如一潭死水 如今难得有这一缕活泉尘 又安敢不真之重之 开宗立派 那自家老五 岂不是要成圣 老朱心中又喜又背 喜的是 这些东西并非无用 刘伯温乃天下学问最高之人 他既称这学问足以开宗立派 那定然是 真的足以开宗立派 背的是 自家老五 此刻却躺在床榻之上 人事不知 若是有个万一 自己岂不是没了一个继孝顺 又能造福大明万代的好儿子 陛下 见陛下面色纠结 刘伯温还想再求 只听老朱说道 刘先生不必多言了 你 断不可能拜那高人为师 咱骤然间有些不适 刘先生且先退下吧 纵然刘伯温拜师自己儿子 狠给朱家长脸 但若真这么办了 老五必定要被天下人戳几两股 还是且先瞒着吧 刘伯温还想再求 一入宝山 又如何舍得两手空空而回 可看到太子朱彪在一旁默默摆了摆手 就知道今日是不可为 只好行了一礼退了出去 心中暗暗决定 无论如何也要见这位高人一面 彪儿 今日你也辛苦了 尝试还有深月 你便先回去吧 老朱道 父皇莫要忧思过甚 五弟吉人天象一定会安然行转的 见老朱一脸愁绪 朱彪便知道父亲是担心五弟了 劝解了几句发现无效之后 便也不再多说 只是叹了口气而厚道 爹 儿子便先告退了 朱公回太子府去了 尝试担忧的一夜未睡 确实不能让其独厚于府中 开宗立派又能知过去未来 此时的老朱 只觉得不信任朱素 是此生办的最为昏溃的一件事 若是老五有个意外 自己损失的不仅仅是一个儿子 还是一个能成为宗师 为朱家挣到万事声望的大财 更是一位能为大明纠正落伍 让他这个大明皇帝 永远英明神武的保证 还有 自己的彪儿和妹子 念及此 老朱便也坐不住了 先将书稿亲手所在了柜中 而后静止出了东阁 往乾清宫而去 左右如今也无心国事 多看看老五 说不定老五如今 已经醒来了呢 朱素自然是未醒的 太医们使尽了手段 朱素依然高烧未退 老朱与马皇后 在踏边看护了艾子整整一日 直到晚间 老朱方被马皇后劝到了外间偏店休息 第二日 阴雨绵绵 乾清宫中 阴拉上了层层的围蔓 从外往内看去 只觉层层叠障 丝毫看不透里头人影 门口 沐英依然顶亏灌甲 强打精神的 与二虎一同守卫在宫门口 足足有两日未曾休息 让他回去 他也不听 外头 朱爽朱刚两人 竟也到了 沐英见老朱醒了 忙要躬身失礼 被老朱扶起 如何 老五现在怎么样了 虽未加重 高烧仍旧未退 且说胡话 沐英一脸悲伤 他也想不到这莫名其妙的 自己的小异地 只是出去了一趟 回来就成了这样 老五身子本来就弱 被水这么一击 想来也是旧疾复发 朱刚摇摇头 朱爽更是恨声道 都怪那个朱铁柱 若是无他 今日 我们也不会摊上这档子事 若无你等怂恿老五出门 老五能变成这样吗 看着朱爽 将责任全推在朱守谦身上 老朱不由地愤怒 虽他心中也怪朱守谦性情孤管 因此为恶人所称 间接害的朱素下水 但朱守谦亦是朱氏血脉 且朱文正指 这么一个儿子 他又如何忍心看着他 与自己的儿子相狠相残 守谦近日 似乎身体亦是抱恙 那孩子性子倔强 却是不愿意到宫里 让太医看看 只是自己在民间寻医找药 沐英告诉老朱道 朱刚也想起来了 对了 那时那个骗子 便是假称要为铁柱做法驱病的 还能在城外扎杖开谈 料无大碍 老朱道 且先放上此如此一放 拱卫斯已将刺客之事 通知了靖江王府 纵然这孩子再孤管 也该知道害怕了 说完便掀开为账 往里去探望朱素了 身后朱刚念诺了一声 本想问问朱弟何时能从宗祠出来 可看爹面色烦躁 竟是不敢细问 唉 待会再让小司 给老四送些吃食进去吧 估计一时半会 爹不会放过他 也不知 老四到底为何惹怒了爹 问他 他也不说 再加上老五先前 说从大本堂找到了奇书 自己昨日找遍了大本堂 也没见有什么太西古本的 总觉得老五严禁不实 再加上老五落水后 老四便被莫名其妙关入了宗祠 这两个兄弟 似乎瞒着他和老二两个当哥哥的 有了什么大秘密 朱刚有一种被排挤的失落感 那时 太医们正团团围着朱素施针 朱素身子上的银针插得密密麻麻 偶一抽搐便是银晃晃的一片 马皇后早已熬得双眼通红 却依旧执着朱素的手分秒不忍放开 老朱看得心里生疼 拿过马皇后的手 动情道 妹子 你且去休息一会吧 老五平日便最担心你 若是你也出了事 教咱父子如何忍心 重八 我如何能睡得着 马皇后只摇摇头 小五纵然迷糊了 昨日还能口口声声换着我 换着边儿的名字 今日却连话也说不出了 我如何能睡得着 老朱心中更是沉重 他越发笃定 老五一直呼唤 是因为这两个人 他最是关心 他说的别死 并非只是因梦中恶言 而是因为 这两个人在他所知的历史里 是会掀他而死的 世上未断 他不忍告诉发妻 可老五不醒 他如何知道发妻与大儿子 是因何而死 从而防范于未然 李太医 素儿究竟何时能醒 老朱实在是闹心 眼见太医们一脸惶恐地停下了手 窃窃私语 便开口问一旁的李怨正 陛下 老臣无能 武殿下虽未再如前夜那般遇着险观 但高烧却始终未退 臣等是什么法子 都是过了 却 却始终无法 再这么下去 纵使武殿下能够行转 只怕脑子 也承受不住长时间的高温 说完 贵福余地 这一番话 说得老朱忍不住暴怒 只是任凭老朱如何以九族相威胁 甚至上脚踹了 李怨正与太医们 依旧五体投地的贵妇在地上 任其打骂 这事 真的经历了 仲八 莫要怪李怨正了 到的此时 却是一直垂泪的马皇后 拉住了暴怒的老朱 她擦了擦泪 脸上已恢复了平日里 作为东宫娘娘的那份冷静 只是面上却仍有着掩盖不住的悲戏 苏尔本在五年前就该熬不过来了 必是她舍不得父母 故而向天再见了这五年 事已至此 仲八 万不可再给苏尔造杀孽 让其背上业孽不得安宁 李怨正等人如此年高 这两日却日日守护在苏尔踏前 一刻未曾离去 非但不该责罚 反该嘉奖才是 娘娘 臣等无能 太医们大为感动 不由放声大哭 朝着马皇后扣起头来 臣等无能 未能助娘娘救回五殿下 李怨正更是放声大哭 小友啊 你贵为皇子 却不嫌我这老头子比见屡屡折截下胶 老头子空穴一身衣术 就不了你 这一团哭的 倒如同朱素已经死了一般 京的外奸 慕英 朱爽等人也闯了进来 他们也不明所以 见这些太医哭成一片 兜着头就一起哭 那个 老里头 我觉得 我还能再抢救下 一声极其微弱的声音 急不可闻 便连近在踏边的朱元璋也没有听到 一颗心全息在朱素身上的马皇后 却是听到了 盲蹲了下来 趴在朱素耳边 Sor Sor 你说话了 全场煞事一静 几名太医没收住声 被老朱一眼差点瞪得魂飞天外 老朱也连忙趴了下来 夫妻两双双凑进朱素的脸 老五 你说什么 听得见爹说话吗 爹 换老里头 过来 朱素只觉得如同做了很长很长的梦 眼皮无比沉重 勉强抬了抬眼 便又闭了下去 回想落水的经过 不由得想找块石头 直接撞死 那刺客临死一击 将朱镖推下了水 自己本就手脚酸软 刚站稳心里这么一下 就重心不稳失足 也跟着掉进水里去了 本来落水了 倒也无大碍 自己前世便是游泳爱好者 这浅江枯水 那还不是手到擎来 可偏偏这时候 又忘了如今的躯体方十余岁 又九叔断练不比前世 想要顺手拉朱镖一把 有了没两步 却直接气力不济 最后净险些 在水里溺死了 这等丢人之事 自己此生必不会说 简直是穿越者之耻辱 至于朱镖老朱马皇后 以为的什么跳水救凶的剧情 不存在的 只是被下腿软了而已 见朱素动了动眼皮 这可把老朱看得欣喜若狂 即使再不济 至少能问出妹子和彪之事了 刚准备开口 却被汉妻直接推到了一边 马皇后直接拉过李怨正道 怨正快来 苏尔正唤你 李怨正忙蹲下身子洗耳恭听 只听朱素问他 是什么禀宁 武殿下 你这是因落水收寒 高烧不退 李怨正赶紧眼瞼一该的道 退烧就成 柳树皮 说完便再度晕了过去 朱素艰难的说道 为了防备马皇后和朱镖之死 他曾在宫中偷偷制造 应对各种疾病的药物 李怨正就是一次 见他偷偷给公主治病时 得到了酒精退烧的偏方 而说到退烧药 后世最为出名的便是阿斯匹林 阿斯匹林的主要成分水洋酸 则来自于柳树皮中 在他的西小院仓库里 有一个角落 就藏着他艰难提取出来的各种药材 其中就有柳树皮脆取出来的退烧药 可惜他还没说完 就因高烧再度晕了过去 李怨正一脸疑惑 柳树皮 值千百年来 一点并无柳树皮入药的记载 莫非柳树皮能治疗发烧不成 后边朱刚和朱爽两人也在疑惑 朱刚只当是五弟稍糊涂了 故而胡言乱语 心中正觉悲戚 却不想老朱却是浑身一震 如同魂魄突然归位一般 没有分毫怀疑的模样 大声吩咐道 快去 徐柳树皮来榨之成之 快啊 刚刚见识了老五足以开宗立派的学问 老朱现在哪里会去怀疑 柳树皮到底能不能入药的事 木英也是一脸激动 他深知自己这个五弟其实学究天人 连火冲都会摆弄 懂个常人不懂的药又有什么 我亲自去 木英直接跳了起来 气势汹汹的穿着盔甲就罚柳树去了 仿佛于柳树有着什么深仇大恨一般 御花园的柳树遭了殃 本来在花园的湖边 是种了不少的杨树和柳树的 夏日之时 威风轻浮 杨柳依依树饮婆娑 很是有一番一句 可这日木英带着一帮如狼似虎的拱卫丝壮汉 如同进村的土匪 蛮横地将柳树的树皮 筒筒包了个金光 只留下杨树们 面对着没了衣上的柳树伴侣 瑟瑟发抖 土匪们带着几大捆的柳树皮 在宫中火速前行 很快回到了乾清宫 木英担心包下来的柳树皮不够新鲜 不堪用 特地砍了一棵柳树扛了回来 哐当一声丢在地上 声音震得飞檐上的琉璃瓦嗦嗦作响 太医们早后在了殿前 正看着一堆又硬又干的柳树皮 正正出神 这玩意儿要挤出之来 怎么可能 奈何英明神武的红武皇帝陛下 正看着他们 在这只暴龙的凝视下 莫说挤出之来 便是要他们给柳树皮接生 他们也必须上手去干 一部分的太医窃下柳树皮 用要碾子一点一点将其研磨碾碎 期望得到哪怕一丢丢的汁水 但这种方法实在是难以采收 除了一堆树皮粉之外 基本一无所获 另一部分的太医则用柳树皮尝试着熬药 熬出了一碗充满着怪异味道的树皮汤 朱素没能说出现成的药 就在太子府冬院中的仓库里 太医们只好自己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导致朱素不只被灌了一整碗的树皮汤 连那些研磨出来的粉末也本着试试看的原则 直接用漏斗倒进了朱素的嘴中 在灌水冲浮 因为冲不下去需要加大水量 最后直接将朱素灌成了个圆肚子 如何?老五如何?老朱焦急地问理愿证 朱素浮下树皮水已有一段时间了 不止老朱 马皇后 朱镖 朱爽 朱刚 一众朱素此事的亲人进阶来了 就连贵祠堂的朱弟也由朱爽求了老朱放了出来 现在正一脸虚弱地被朱镖掺在手上 李愿正深深皱着眉头 端着朱素的手持续地耗着脉 他的面色一会欣喜 一会纠结 一会又难以置信 便来换去以致如同走马灯一般 到底怎么回事? 你这老儿 怎这般吞吞吐吐的?老朱不耐烦道 禀 禀陛下 李愿正一个机灵 连忙松开了浩麦的手 真是奇怪 武殿下的脉象 竟已趋于平缓 烧也已是退了 柳树皮 竟当真 是一味退烧良药 千年来竟是无人发现 岂也怪哉 岂也怪哉 谁还耐烦听他后面半句话 马皇后听闻退烧 已激动地站了起来 全然忘了身为皇后该有的雍容华贵 朱爽兴奋地似乎马上要去外面翻跟斗 小大人朱刚也是旺行地一拍身旁围杖 险些将围杖拍倒 只好忙不迭地去扶 朱表好些 也就是差点掉了泪而已 他身旁本来病咽咽的朱弟便如同打了鸡血 兴奋地一蹦三尺高 老五好了 就能为我洗刷冤屈了 太医们也是欢呼雀跃不已 不知是在为柳树皮治病的医学奇迹欢呼 还是在为九族得以保全而欢呼 老朱兴奋地抓住了李怨正的肩膀 快跟咱说 老五什么时候能醒 陛下 五殿下迈向一缓 随时都可能醒来 老朱的手如同铁钳一般 顾得老人家肩膀险些残废 却又不敢反抗 只能暗暗叫苦 余光正好瞥见朱素眼睫毛动了几动 盲转一注意力道 陛下快看 殿下就要醒了 老朱盲转头 果见朱素眼皮微微颤动 而又悠然行转了过来 起来第一眼便看到了这一大圈人 第一句话是 啊 好巧 大家都在啊 素儿 朱素这一句话 比之前那句主妇柳树皮枝的时候 好了太多太多 已然是有了中情 马皇后终于敢确认自己的孩儿 不会再离开了 腿一软坐在了踏边 握着朱素的手便开始捶泪 娘我无碍的 比之前舒服太多了 就是觉得肚子胀的难受 而且嘴里一股子奇怪的味道 朱素说道 新说 我脆出来的柳树皮枝不是这个味儿啊 莫非是放得太久便治了 众人又是一番手忙脚乱 太医们轮番好脉 终于确定 朱素现在的难受都只是小级而已 里院正对输了一口气的老朱道 五皇子大病出狱 还是先莫要乱家一动得好 微臣开上几方疆养的汤妓 每日服用外家勤家休息便必然无事了 如此甚好 甚好 老朱开怀笑道 皇帝高兴 太医院朱人皆重重有赏 五殿下睡得久了 骤然醒来不可过多劳顿 与陛下娘娘稍续亲情之后 便该早些歇息 里院正嘱咐道 虽然很想问明柳树皮退烧的事 但此时老朱家一家子一脸高兴喜悦 人老成精 又在皇宫混饭吃 如何会不知道明进退的道理 背着药箱带着太医们便退了下去 看着七嘴八舌和老五说话的儿子 义子们 以及一脸慈爱地握住老五手掌的发漆 老朱脸上的喜悦渐渐退去 老五一醒 是该将之前未知的事情统统问清楚了 妹子 咱有话要单独和老五说 你先带着老大他们出去吧 老朱道 他这一开口 店里众人都感受到了气氛的不同寻常 便也都安静了下来 朱蒂脸色略白了白 顶着压力向前一步 爹 我不走 我要在这里听着 我要听老五亲口告诉你 我不是您悖逆的儿子 他这话可就说得太重了 此话一出 不止朱爽 朱刚 便连朱镖 沐英 马皇后三个知情人也惊讶地看了过来 他们猜到了老朱是想问朱素一些后世之事 可后世的事又和朱蒂背逆不背逆有什么关系 朱刚更是用惊讶的眼睛 来回巡视着老朱 朱蒂 朱素几人 心里疯狂大叫 他们果然有什么秘密的事瞒着我 老朱也没想到朱蒂会在这时发难 正想训斥 又见他仗红着脸 浑身跪得摇摇晃晃 却依然一副倔强委屈的模样 那句训斥终究没说出口 马皇后察言观色已有了主意 面不改色地对沐英道 婴儿 你且带着耍儿 干儿先下去吧 你干爹有事要和朔蒂说 是 沐英直接应命 朱家就是他的家马皇后和老朱 就是他这个孤儿的父母 父母有命儿子 又怎么能不遵从 拉着好奇的朱爽朱刚就往外走 朱爽依旧一头雾水 可朱刚却是一副不甘心的模样 又没胆子违抗母亲之命 只能带着满腔悲愤 一边离开 一边不舍地不断探头探脑 好了 现在 这里只剩我们几人了 中八 你想问朔什么 这便问吧 马皇后看着老朱 见他满脸难色 他的面容也开始变得凝重起来 朱素看了看老朱 又看了看不知什么时候已跪在地上了的朱爹 脸色变得闪闪了起来 爹 娘 你们都已经 知道了 朱素虽然昏迷 可昏迷使自己脑海中不断如同切身体会般闪过从明初到未来650年间的记忆 这件事他还是记得的 自己在病中自言自语的片段 也依稀有着记忆 综合如今眼前的场景 他很容易就猜测到 莫非 马皇后病逝和朱棣进南的那些事 因为自己病中一语的关系 已经完全披露了个底调 老朱本是想和朱素单独谈谈的 可被朱棣这么一闹 马皇后竟然也留了下来 他先是瞪了一眼朱棣 而后对发妻讨好一笑 那个 妹子啊 你这几天一直照顾素儿 想必也累得慌了 不如先回昆宁宫 好好歇歇歇歇歇 先养回了神 莫要伤了身子 我还有什么心思养神 老五的是才刚了 老四这又出事了 都是我的孩子 我还有什么心思养神 聪慧如马皇后 早已从朱棣的话语中猜到了什么 结合朱棣莫名其妙被罚贵了一天祠堂 得出的结论早让他脑海中如山崩地裂一般 虽猜了出来 可情感上却游子不敢相信 必问老朱道 重八 你直接告诉我 是不是第二日后 做了什么被逆天理论常的货事 唉 老朱无奈地跺了跺脚 自己这个妹子哪都好 就是总太过敏锐了些 本不想用这些事刺激他 可若不说他 必然会打破砂锅问到底 绝对是躲不住了 他也只好坦白交代 咱前天拿到了礼布 拿给咱的字谱排辈谱系 结合之前在老五这听来的后世皇帝名字 这才知道 后世的大明皇帝 都是老四的子孙 什么 马皇后浑身都晃了晃 似乎下一秒就要栽倒在地下似的 后世的皇帝 都是老四的子孙 他眼前立刻浮现出了手足相争兄弟相残 是君夺位等等无比可怕的字眼 仲八在祠堂重罚老四 就是因为笃定了老四日后 会做出这种手足相残的大祸事 眼见连母亲看着自己的眼神 都变得惊骇起来 朱棣只觉一阵委屈 大喊道 我不是 我没有 我不是反贼 我不会造反 说着 转向朱肃 当了反贼的不是我 一定是我的后代出了不孝子孙对不对 老五 你快告诉店 我朱棣不是叛逆 不是叛逆 说着 不断用眼神暗示这位弟弟多说好话 屋子里的视线全部集中到了朱肃的身上 朱肃一瞬间感觉压力山大 面对朱棣不断逼近的恳切眼神 朱肃想了又想 老朱都知晓到 这份上了静难的事自己是无论如何也缘不过去的 只好无奈坦白道 历史记载 建文元年 燕王朱棣与北平起兵近难 四年后 燕王攻入应天府 攻城大火 建文帝失踪 燕王朱棣遂登皇帝位 年号永乐 史称永乐大帝 啊 马皇后面色苍白 他如何能受得了这个打击 小我说的不过寥寥数语 可其中 映衬出的 却是大明再度陷入战火 他的后人互相残杀 朱棣也是一脸震惊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朱肃预料未来的场景 画中的内容更是震撼的他无以复加 他软软地坐倒在了地上 满脑子都回荡着朱肃的话语 燕王朱棣起兵近难 燕王朱的攻入应天府 燕王朱棣登皇帝位 反贼是燕王朱棣 反贼 不是我的后代 真的就是我自己 可是大哥对我如此诚挚有爱 我朱棣就是宁死 也不会去夺大哥的皇位啊 莫非我以后 真的忘记了自己身为朱姓藩王的荣耀与忠诚 忘记了自己封郎居须的志向 成了一个不忠不孝 无情无耻之人吗 逆子 果真是你 果真是你 老朱一脚将朱棣踢倒在 地上 朱棣却恍如未绝 只是眼中目然地流着泪 马皇后 已经被自己意想出来的兄弟相争之惨剧 吓得浑身站立 剑文 可是彪儿的年号 彪儿 彪儿他日后 竟失踪了 不是 朱肃摇了摇头 见马皇后如此震惊 心道长痛不如短痛 事已至此 若他真有什么恶疾 现在也早被吓出来了 虽说道 大哥他 没能继承皇位 洪武二十五年 太子朱镖氏 查陕西归来之后 突然病逝 其死因 众说分于 后世不知 啊 屋里众人又是一阵 连朱镖也无比震惊 他此前以为 自己就算是要死 也应该是死于前几日的落水 那一劫是五弟帮自己挡了 自己之后应当无余才是 听此急忙问道 我不是因前几日落水而死吗 既然非那日之期 五弟你那时又突然一反常态 急急要下水救我 朱肃脸色一红 眉脸说自己是因为狡猾 想了想才解释道 那是因为后世有种说法 说大哥 你是因为落水受了风寒而死的 我担心你在水里泡得久了 早早便得了辞证 因此才鲁莽地入水救你 不只是你 后世有多少身强体贱的大明皇帝 都是因为掉进水中 不明不白就死了呢 可能老朱家的体质 就是容于谁也说不定 有亲身体会的朱肃 心中暗响 彪儿 自今以后 你断然不可靠近水面 马皇后急忙道 她一见女流 抓着朱镖的胳膊 竟让朱镖感觉生疼 朱镖惊骇之下忘了回答 只能点头 老朱也补充道 非指如此 日后 彪儿你断断 不得靠近陕西此地 儿臣明白了 朱镖意识 一脸后怕地点点头 老五 既然建文帝不是大哥 那又是谁 朱蒂芒问道 既然反贼真的是我自己 那么也只能从这个建文帝身上 找到突破口了 这个废才举全国之力 竟然被未来的我已区区一个烟番夺了天下 想来定然是一位昏君 若是这丝婚的构起人 说不定爹一怒之下 把气撒在了这个鸟建文帝身上 我就能得到原谅了 至少 至少也该让爹准允自己随军出征 便是只当一个区区校尉 一个寻常兵族也好啊 建文帝 念起这三个字 朱素的面色也变得不善了起来 这是一个道貌黯然 把爹也骗过去的孝子贤孙 一个眼高手低的昏君 一个心狠手毒 残害我等朱家清倦的混账 此子是谁 听到朱素说到把爹也骗过去几字时 老朱的眼睛里 已经开始忍不住的冒出了凶光 一等朱素这句说话 更是迫不及待开口相问 朱镖身皱着眉头 想着哪个弟弟 可能有老五话中所描述的 那般深重的心机 马皇后却从贤孙二字看出了端倪 苍白着脸问道 莫非 莫非这建文帝 就是常世父中的熊婴孩 不是 朱素摇了摇头 这个建文帝 乃是大哥的第二个儿子 名字换作朱允文 竟 竟还是我的儿子 朱镖一脸不敢置信 刚刚朱素说 不是朱雄婴时 他还松了口气 心有余悸的想若 提早知道 妻子腹中的是这般逆子 自己该怎么回复面对爱妻 谁知自己大儿子还没出生 就突然冒出了一个二儿子 而且还荣幸的 取得了自己五弟 这么咬牙切齿的评价 向来温文尔雅的太子殿下 此时经的嘴巴 能塞进一整颗大鸡蛋 雄婴呢 常侍乃是彪儿嫡妻所怀的 必然是嫡子 你又说过 他这胎生的必定是男婴 为何雄婴没有继位 却冒出来这个老实子朱允文 老朱问道 雄婴她 早妖 年仅八岁便过去了 其生母 常侍于红武十一年 生下大哥的第三子朱允通 生产后仅十一天 便也因产后体虚而逝世 常侍死后 大哥的侧妃吕氏得以扶证 本是吕氏所生数子的 朱允文便也拥有了继承皇位的资格 什么 五弟你说 什么 朱镖面色猛然变得苍白 你说 我的长子雄婴 仅仅活了八岁 且你嫂子 还有六年便要离我而去 骤然得知如此惨剧 朱镖受不住打击 站不稳 一屁股坐倒在椅子上 雄婴竟然也 先得知大儿子 只活到红武二十五年 后又得知 现在已被自己两口子赋予众望的长孙雄婴 只能活到八岁 马皇后 只觉一阵天玄地转 口中喃喃道 上天 何故如此保我子孙 何故如此保我子孙 您先别急 朱素盲劝道 既然知道 大嫂是产后亏损 那便容易提防 至于雄婴 小小孩童早早夭折 必然是先天不足 我已将后世养胎之法 不动声色的 都告知了大嫂 若医治安养 或可保雄婴平安长大 您大可不必出此悲叹 好 好孩子 马皇后 只觉有了指望 扶着朱素的手 动情无比 见小武如此为嫂子侄子着想 她心中更是为之前的怀疑愧疚万分 既然尝试还留下了的朱允通 咱为什么会去立那老十字的朱允文 老朱依旧对那句连她也骗过了的话 万分在意 继续追问道 朱素便对老朱道 朱允通虽是大嫂轻生 可年幼就没了母亲 大哥那时又已担了许多事务 时常在外巡视 难免就对其疏于教导 亦有耶识说 既妻屡事公于内宅星际 虽面上平等对待朱允通 实际上却对其并无管教 任其张台走马 已见恶于其祖父 且她又教朱允文察言观色 故意在太子朱标的葬礼上 大哭以博取祖父之词爱 这朱允文更是在祖父 呃 也就是爹您晚年之时各种敬孝 孝明朝野敬之 终于打动了您的心 将其立为了太孙 听完了这朱允文的上尉使 马皇后略皱了皱眉 野使之言 不足彩性 既然这朱允文懂得敬孝 便未尝不是个好孩子 何以缩 之前要那般说她 好孩子 就她 呵 朱素冷笑一声 便是从正史看 这思也无疑是一个孤明钓鱼 心狠手辣之辈 您且继续听我说下去 等历史上宁家崩后 朱允文方一继位便大肆任用此前被红武皇帝打压的文官 并迫不及待地着手 准备开始做他在魏时的第一项大事 此大事名 唯 薛藩 薛藩 老朱眉头一皱 皇帝想薛藩 倒也没什么问题 前汉之时便有过英藩王室大威胁皇权 而不得不薛藩之事 只是那时自己才刚死 莫非那时朱棣藩王便已经伟大不掉了 自己晚年会这般昏愧 老朱感觉事情肯定没这么简单 朱素冷冷一笑 对朱允文已经是异于言表的厌恶 我这好侄儿 薛藩那可不只是薛藩 消的 全是我们这些亲叔叔的向上人头 不顾老朱 马皇后 朱彪三人再度惊骇的深情 朱素继续道 先说我周王朱霄 哦 因为无地附数 您认为不宜做藩王封地 后来您会将我改封为周王 周王朱素因与手握重兵的赛王朱弟相亲近 故而是第一个下手收拾的 被其以莫须有的罪名 发配南疆 其王朱父被以同样的方式发配 带王朱贵被冠上刑事残暴的罪名 直接被下于看管 霓王朱便亦冠以莫须有之名 废为庶人 湘王朱博定以私印钱钞之罪 欲擒拿入狱 湘王信列不堪受辱 全家心好心好心好府中 他做完这些事的时候 他才刚刚继位两年 混账 混账 老朱怒法冲冠 恨不得那个剑文帝现在就在眼前 好抓过来直接一把饿死 咱尸骨未寒 他就对咱的儿子下手 他心中 如何有骨肉亲情 怎可能有骨肉亲情 这朱允文 有史料记载 他曾问过您 朱王不敬 属于之 您反问他 辱亦何如 这次当时回答 以得怀之 以理治之 不可则削其地 又不可则废治其人 又甚则举兵伐之 翻译过来就是 用得来争取他们的心 然后用理来约束他们的行为 再不行就是削弱他们的属地 再再不行就改其封地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 那才能够拔刀相向 多么标准 多么仁德的回答 好一个 而成纯效的好太孙 然而等老朱一死 他毫不犹豫 就系起了屠刀 老朱的面色越发难看 终于咆哮一声 抬手摔碎了本用来成药的空碗 连咱这个祖父都骗 非人在 他还是个人吗 这一声咆哮 犹如平的声雷 显然老朱 此时已经愤怒至极 父皇息怒 朱镖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原先自己还猜测 这个所谓的沙叔逆直 应该是老四的后代 可没想到 竟然是自己的儿子 这丝还没出生 自然承受不到老朱的雷霆之怒 他这个倒霉催的未来 成了这丝爹爹的冤大头 自然要带其受过了 心中已打定主意 自己这辈子 绝对不要和姓吕的女子扯上关系 朱镖和朱镖 两个难兄难弟 此刻跪了得肩并肩 不同于朱镖一脸难看 老四朱镖此刻的神色 就跟被天上掉下来的大饼砸中了一般 激动地向前西行几步 大声道 爹爹 这个鸟剑文帝做出这档子鸟事 我以后会起兵 肯定是被他逼的 爹 我不是反贼 我不是反贼啊 说着 不断用眼神暗示朱素 朱素隐蔽的点点头 表示收到 然后便帮朱镖说情道 老四确实是被逼的 那时 他的燕藩英吕剑战功 是剑文帝朱允文眼中的头号 心腹大患 其他藩王或许还有生路 他这个燕王 剑文帝是肯定要杀之而后快的 剑文帝曾照四哥进京 意图将其害死 四哥又是在街上我奔 又是到马棚牛棚里捡屎吃 做了一堆阿渣事 才让剑文帝相信他疯了 勉强捡回了一条命 这话一说 不止愤怒的老朱 郁闷的朱镖僵住了 便连朱棣的脸也猛地抽了抽 一副便秘的表情 我 燕王朱棣 未来会在大街上六鸟裸奔 还在马棚牛棚里捡那啥啥吃 哦 朱棣一个没忍住 险些当场呕了出来 还好在祠堂里关了几天 没吃东西 呕无可呕 这才没当场出丑 马皇后看着他一脸难受 终是不忍 叹了一口气 拍着他的后背为他顺气 弟儿 你受苦了 哼 纵使如此 藩王举兵亦是悖逆 老朱说道 他终究是皇帝 皇权的尊严 还是要维护的 可眼里的那一抹同情 也是遮掩不住 其罪虽大 其有可恕 我 朱棣安能不知道 自家老爹嘴硬心软的毛病 听出了老朱话里的那一抹温情之后 他就如同失去家门 富佑密德归徒的游子 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只有失去的才知道珍惜 在祠堂罚贵的那一日 他满心以为这天地之间 再不会有一人真心关心自己 刚刚知道自己竟然真的是悖逆反贼 连自己也对未来的自己充满痛恨 此时心知已获得了父母谅解 只觉终于再度成为了一家人 不再是孤苦伶仃 故而以大哭宣泄了出来 终究 还尚是一个十余岁的半大孩子 朱肃看着哭泣的四哥 心中暗响 这次风波给他的记忆 只怕这一生都忘不掉了 只希望能就此完全打掉他日后夺未称帝的念头 历史上能少一位雄才大略的永乐大帝 大明因此多一位英明的皇帝朱镖 以及一位百战百胜的大将君王 罢了 你起来吧 镖 扶你四弟起来 老朱叹道 朱镖点点头扶起了朱蒂 兄弟两人顺势坐下 素儿 你刚刚只说建文帝惩治了明王 湘王 为何不提你二哥秦王 三哥晋王 马皇后思虑一会 竟然从朱肃的话中发现了隐含的信息 他脸色更加苍白 莫菲 爽儿 干儿他们 朱素愣了愣 他本来不想再刺激马皇后了 却没想到 马皇后自己从蛛丝马迹之中推断出了这么多 他看了看老朱 反应过来的老朱也是脸色苍白 见朱素看来 有些麻木地挪了挪下巴 说吧 照实了说 今日咱倒要看看 咱老朱家究竟做了什么念 还会有几人不得好死 见老朱一脸麻木状 朱素吞了吞口水 继续开口道 秦王朱爽 实在其磕待百姓 作恶多端 看不起下人以及平民百姓 常与次妃邓氏 以折磨工人取乐 最后 殷府中下人不堪其虐 于红武二十八年被下人下毒毒死 这逆子本来已经略微麻木了的老朱 顿时又愤怒了起来 他觉得这一日自己比大病出狱的朱素还要伤身疲累 刚想站起发火 因过度伤身 只觉眼前一黑 跌坐在椅子上 朱镖 朱得 赶忙去扶 逆子 逆子啊 老朱摇头叹息 咱早就嘱咐过他 要善待百姓 莫要动辄责备下人 小人虽地位比见 可以虚常以恩情财物笼络之 古往今来 多少英雄人物 是死在小人的手上 想不到他竟死性不改 最后死于自家奴仆之手 这是我疏忽了 我原以为爽儿还小 多和他说说 日后总会改正的 马皇后也到 他咬着唇 目中露出凌厉的光 今日既然之此 必然要他改了 儿臣 儿臣也定然会督促二帝 必须改了他这个臭毛病 朱镖也道 那甘儿呢 老朱接着问 莫非 甘儿也 不 三哥倒没有那么荒谬 其病死于红武三十一年 何并未知 朱素道 病死 病死 老朱难难苦笑 红武都有三十一年了 说明咱至少能再多活二十余年 甘儿竟也死在咱的前面 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 何其事骨 上天竟然要自己反复品尝 素儿 你父皇他寿命几何 马皇后问道 朱素想了想 历史记载 红武皇帝寿元七十有一 且历史上 红武皇帝操劳慎重 若是从现在开始好好保养 爹必然能有百岁之寿 百岁之寿 拿来何用 老朱摇摇头 大儿子死了 二儿子三儿子也死了 四儿子造反了 妹子很大可能也没有善终 好好的一个朱家成了这样 自己纵然多活几年 也不过是在这世上受苦罢了 顾家 寡人 老五 那 朱镖站在马皇后身后说道 眼神向马皇后飘去 很明显是想问马皇后的寿数 却见朱素隐蔽的猛一摇头 用告诫的眼神瞪了他一眼 顿时就明白了些什么 心中一个咯噔 莫非 母后她在历史上 也没有得以善终 朱镖的脸色颓丧了下来 又岂止是朱镖 老朱 马皇后 两人 义父如是 朱蒂也低着头 不知在想些什么 朱素见老朱脸色颓然 不负此前阴姿勃发的模样 马皇后一时一脸迷茫 骤然得知朱家的这种悲惨结局 对他们的打击确实大了一些 朱素心中暗道不好 盲打起精神劝道 这是怎么了 又何故作此颓态 若是无我 或者我臂肘自真不摊牌 这穿越者的身份 那倒也罢了 万事不知 对于这一桩桩一件件 自然也无从防弃 可既然已提前知道 那不让他们再度发生就是 譬如二哥 此前确实可待下人 但我已劝过他了 看他的模样 想来也有听进去 还有三哥 既然知道他体弱 日后让他勤加锻炼 也就是了 还怕锻炼不出个好身体吗 亡羊补牢上且时又未晚 如今羊还没亡呢 我们已经先知先觉了 还怕不能改写历史 只守晚这天轻吗 朱素这一番话是一剂良药 让老朱的眼中 傅佑发出了光彩 他深吸一口气 只觉得这一口气 江方才散去的那万丈豪气 都吸了回来 他看着朱素 眼中丝毫不眼赞赏和欣慰 不错 老五说的不错 咱朱重疤 什么鬼门怪没蹚过 什么阎罗殿没踏过 当年蒙着眼睛 打都打出了大明这一片大事业 如今眼前一片光明 不过区区历史 还怕改不过去了吗 贼老天要是真敢这般安排我 我朱重巴拼了一声寡 也要上天干他马的 对 干他马的 小土匪朱棣应和道 朱彪朱素和马皇后都笑了 马皇后摸了摸朱素的后脑 感慨道 难为你一个人背着这些事这么久 爽儿 帝儿 与你等如此有爱 必然也是你自小有益潜移默化之故 日后有事 断不可自己背着了 你尚有爹娘 尚有兄长 怎能让你这样的小娃娃 背上这么大的心事 朱素闻言 鼻子一酸 他此前做出一副冷静淡薄 后来又做出一副混不令的模样 何尝不是在掩盖心中的心虚与慌张 明知现在自己身边的清肠 兄弟 日后大部分都要不得好死 分崩离析 自己只能想办法暗暗改变 偶尔午夜梦回 又担心自己做的一切都会是徒劳 这种压力 如今却被慈祥的马皇后一语道破 嗯 朱素擦去还未来得及落下的泪 点了点头 展颜笑道 不知哪来的沙子 一时不慎迷了眼 马皇后温柔一笑 为她提了提被子 朱素知道 以后自己心头 这种压力 如今却被慈祥的马皇后一语道破 嗯 朱素擦去还未来得及落下的泪 点了点头 展颜笑道 不知哪来的沙子 一时不慎迷了眼 马皇后温柔一笑 为她提了提被子 朱素知道 以后自己心头的重担 再也不用自己承担了 也不知前世所看的中 那些穿越者前辈们 是如何始终担着 这份先知先觉的压力 负重前行 又如何始终对最亲爱的人 守口如瓶 将这份穿越者的秘密 守到老死的 反正自今以后 自己的重担 有着家人和兄弟一起承担了 结下了心头重负 朱素顿时觉得 一股困意袭来 她看着马皇后脸上残留的泪痕 心中还是不安 对她道 娘千万莫要伤了身体 这些悲惨的未来儿子 我一定一件一件改给您看 若是您为此伤了身落下病根 那我就百悔莫熟了 娘知道了 马皇后摸了摸她的头 我儿是万事难见的穿越者 是天下一等一的奇人 有所在娘 自然是万事无忧 你且先歇息吧 娘且去给你熬一碗粥 一会你醒来再喝 说着 招呼着朱镖 朱弟出去 老朱特意留到了最后 眼见发妻和大儿子四儿子 已踏出宫门 朱素似乎也正强撑着精神有话 对她说 她悄悄凑了过去 素儿 你的母后 历史记载 母后是于红武十五年 农历八月禀虚日 只知未病死 并不知是何病 朱素道 爹 一定要护住娘啊 老朱只决心肩颤了颤 红武十五年发妻便病逝了 她无法想象 历史上的自己剩下的那几十年 到底是怎么过的 彪儿没了 发妻也没了 咱再也听不到 妹子换自己重八的声音 一张冷冰冰的龙椅 坐着又有什么滋味 瓷凤陨卧紫山下 再无柔音换重八 却只有咱独活了七十年 七十年啊 真长 爹知道了 他摸了摸朱素的头 心中又恢复了身为帝王的豪情万丈 既然已知道此事 自己只要全力防备抵御便好了 连日期也知晓 大不了到时提前汇聚好天下名医 纵然是疾病 也未必真就抢不回来 他此时方才明了了 朱素小时哭着闹着 要全家人陪他体检的缘由 妹子和彪皆不知因何病而事 素儿弄出这体检制度 是想要及早发现适合病根 好及早医治啊 且睡吧 等你睡足了 爹再来看你 到时 我们父子再纵论天下未来之事 老朱摸了摸朱素的头 只觉得有这么一个儿子 真好 朱素只是强撑着眼皮 如今身体和心中都已卸下了大石 自然也就沉沉地睡着了 这一觉直睡到次日 次日见他醒来 马皇后立刻端着粥来 言道 昨晚就煮了粥了 结果朱素一直不醒他也不忍去叫 现在这粥 是今早新幼煮的 说着便要亲自来喂 所有奴仆婢女一概不用 一如平家照顾幼子 喝着粥便见老朱急匆匆赶来 见了这一幕 牢狱暗毒的红武大帝 也不由得露出温暖的微笑 父子良好说歹说 劝了马皇后去休息 老朱便心情甚好的 挥退了一众那士工女 坐在了朱素的对面 老五 今日可还精神了 此前没能细问你这历史中的朱氏 今日你需得按时间一桩桩一件件的 把历史上的大明之士细细告知咱才成 咱和你大哥日后也好亡羊补了 好好护住咱大明的这大好河山 朱素点头微笑 而后父子两便在这前清宫中关起门来 这几日便在此一边让朱素养病 一边纵论古今 听闻北渊最终被蓝玉击破 从而分崩离析 老朱不由地开怀大笑 听到永乐大帝朱地帅铁吉属进末北 无人可挡他当即大喊痛快 得知孙子朱高赤登基不久 便撒手人寰又忍不住扼腕叹息 喧闹忙碌了几日的前清宫 似乎彻底平复了下来 两个父子在宫里具体说些什么 天下无人能够得知 只知这宫里此时必定是父慈自孝 其乐融融 冷不防的却有一声咆哮 刺破了这前清宫中好不容易得来的平静 什么? 清全国五十万人马 竟被区区两万人打得溃不成军 朱祺镇这废物是干什么? 朱祺镇这丝 确实是让人恨得牙痒痒 说起宝宗这个人才 就是朱肃也是万般的无奈家无语 也是大明此前轮番的胜利 让这个数字起了轻敌之心 满心以为自己早已强额圣祖 随随便便就能造出一番大工业 他一心效仿父祖 执意清征 劝之不住 朝廷上下满以为凭借大明如今的国令 这一场仗就算是让一头朱来当统帅 也定然是必胜无疑 不过他们忘了 朱不会发号施令 而朱祺镇 却会胡乱指挥 正是因为他的一系列昏庸决策 给了也先击败大明大军的机会 最终导致了土木铺之战的惨败 朱肃摇了摇头 眼前似乎浮现出了那块无比惨烈的战场 数量众多的明军将士被杀 曾经在草原四方驰骋的大明军旗 一面一面地跌落在尘埃里 任马蹄践踏 兵荒马乱间 无数将领勋贵意图挽回败局 却无力回天 最终 凶悍的蛮族将领 如同拎小鸡一般 拎起了一个穿着龙袍 满脸金黄的少年 土木铺之变中 无数随军出征的大明星号星号星号 闻臣 勋贵 武将 竟皆死于乱军之中 尤其是勋贵 几乎被一扫而空 大明有数的名将能将 实不存一 且 《顺天目录》中提及 二十余万人重伤居半 死者三之一 罗马义二十余万 这还只是中军主战场的损失 在此之前 还有阳河口之战 西宁侯宋英 和武进博诸勉 惨败阵亡 损失数万兵马 要而领之战成国公朱勇 五万精锐被全奸等 这样算在一起 我大明的伤亡人数至少近三十万 到了最后 便连皇帝也逃之不及 被也先锁俘获 什么 老朱再一次变了脸色 豁然站起 连皇帝也被扶去了 他立刻就想到了北宋之时的靖康之耻 同样是皇帝北寿 被称为若宋的宋朝 至少还传到了第十一位皇帝之时 才发生这种丢人至极之事 大明传到朱祁镇手上才几代 咱的大明 竟然连若宋都不如 千古之耻啊 而后呢 没了皇帝 那大明之后是如何办的 老朱迫不及待地追问道 宋朝丢了皇帝之后 送出了半壁江山 躲到了南边苟延残喘 莫非 咱的大明也走了这路子 丢人啊 丢人啊 说好了 天子守国门 多提气的一句话 结果就是这么守的 而后 就是瓦剌太师也先 挟盛士大局反攻大明 也先挟持着明英宗道宣府 大同城下 并挟迫朱祁镇要当地守军开城 而朱祁镇为了自己的性命 居然悉数英语 碰 一声声响 骤然将朱祖打断 朱祖愕然转头 只见老朱正咬牙切齿 方才那声响 竟是他生生地将坐下的椅子 扶手掰断时发出的爆裂声 啪 他身为朱家子孙 居然为一族叫开关门 老朱从牙齿缝里挤出了如若地狱深处传来的声音 扶手都掰断了 牙都磨碎了 朱家居然出了这种不成器的子孙 爹 你还好吧 见老朱显然已经怒气上脸 朱祖不由得有些担忧 宝宗这是奇葩成这样 老朱不会被气得脑溢血吧 反 老朱四下还事 只觉得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无法宣泄的怒气 想狠狠发泄一番 他环目四顾 可乾清宫因为老朱先前发怒的关系 家具本就所剩无几 还未添置 在马皇后更是连剑带剑家一起挪走了 除了朱肃躺着的这张床榻和几张椅子 连之前的围杖都撤了个精光 这要他如何发现 总不能把朱肃养病的床给砸了吧 好死不死 这时外面传来了二虎的通传 陛下 四殿下证 在外间求见 这几日 朱地因朱肃说出了靖南根源在朱允文之故 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老朱的谅解 至少 老朱现在已经解除了他的禁足了 可日后会不会恢复他的阉番封地 准不准他执掌兵权 老朱却尚未放出话来 知道这几日 老朱只要一得闲 就会来老五这里谈天论地 朱地便也时常来此 抓住机会 在老朱面前刷个脸书 期望老朱能够良心发现 收回成命 听闻这时候 老四竟然来了 朱肃心中顿时一个咯噔 暗叫不好 果然 此时怒气冲冲 却无处发泄的老朱眼前一亮 骤然就找到了突破口 朱祺正是老四的曾孙 他离得太远 自己打不到 还不能打老四这个曾祖父吗 快 传老四进来 老朱大声 朝外叨叨 片刻朱地就进来了 一见了老朱 便露出了谄媚的微笑 爹 嘿 儿子来看看您和老五 哇 您今日红光满面 莫不是遇到了什么好事 咦 老五你怎么了 怎么口歪眼斜的 好一副丑模样 哈哈 正在给他打眼色的朱肃文言一致 随后白眼一翻 算了 自己已经尽力了 自己子孙的债 就自己且尝着吧 老四啊 老朱指了指面前的地面 你且过来 在这里跪下 跪 跪下 朱地一愣 不敢反抗地文言跪下 朝床踏上的朱肃看了看 见朱肃转过头不去看他 便以为没有什么事了 满不在乎地跪了下来 笑道 爹可是有事要嘱咐儿子的 啊 莫非是有什么新的秘纸 爹放心 儿子保证 必定将爹的秘纸奉为至宝 传朱子孙 咦 爹 您老脱靴干嘛 地上梁 等等 啊 爹啊 老朱举起后靴 一下一下拍在朱地的臀上 下手极狠 朱肃在一旁看得那娇一个触目惊心 一边打老朱还一边骂道 叫门是吧 叫门是吧 好一个叫门天子 五十万打不过两万 比朱还不如 我朱元璋 怎么会有这种后代 朱地一开始还吃痛躲避 等听到五十万打不过两万之时 顿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脑门子轰隆的一声 连躲闪都忘了躲闪 五十万打不过两万 这就是爹打我的原因 爹说叫门天子 按照老五所说的我以后 确实是成了天子的 我朱地 此生只醉心于兵书战策 却只是如赵沟那般纸上谈兵 等日后亲自上将场之时 竟然闹出了五十万打不过两万的千古笑话 朱地只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甚至已经陷入了极大的自我怀疑之中 我朱地日后不仅造了反 还闹出了五十万打不过两万的大笑话 还想什么征战北疆 还讲什么疯狼居虚 倒不如就在今天 直接被爹用靴子抽死了干净 五十万打不过两万 他自己都想抽死自己 还是朱素看不下去了 老朱虽然专对着老四的屁股下手 但打得多了 只怕老四也得有几个月下白床 于是便出言劝道 爹 稍微抽抽就得了 这事也不是老四干的 之前说 老四他自己出征北疆的时候 您不是还赞他干的好吗 哼 干的好有什么用 他那层孙子这么一叫门 之前的大好局面就全给败回去了 老朱由自愤愤不平 却也收了手 朱地浑身一个机灵 顿绝三魂七魄 又重新回到了体内 忙不迭地问道 什么 五十万打不过两万的人 不是我 老五 给四个说说 究竟是怎么回事 之前我不是都说了 你镇守北疆颇多战功 才被剑文帝鸡蛋的 又怎么会干出这样子的蠢事 朱素摇头失笑 剑老朱兄中玉气已经洒出来了 心下也自放心 便转头对朱地将土木铺之变的事 又说了一遍 什么 朱地不顾臀上的疼痛还未消退 整个人蹦了起来 五十万打不过两万 还给星号星号星号扣关叫门 天底下竟然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朱老四 此刻真想一巴掌呼死自己这位曾孙 他也是个急性子 和老朱一样气的面线战红 可老朱能拿他这个儿子发泄 他的儿子可还没眼呢 心下只得愤愤地想 此生必定不生儿子了 反正有大哥他们继承宗庙设计 我朱地的子孙如此混账 那还生出来作甚 败坏我风狼居虚的英明吗 老五 你且继续说 缓过来的老朱说道 那贼斯帮星号星号星号叫门开关 之后怎么样了 宣府 大同街边关重镇门户 若是被星号星号星号不费一兵一族取了 那可不就成了开门机道 中原只怕瞬间便要一片糜烂 朱地不愧自小熟读兵书 一眼就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 此时也急道 老五你快说 之后怎么样了 放心吧 虽然在朱祁镇心中 千万万大名将士和百姓的性命 都比不上他自己的性命 能多活一刻 但宣府守将罗亨信 大同守将郭登等守将头脑清醒 以江山社稷为重 宁愿承担害死皇帝的重责 拒不开门 好 老朱大赞 疾风之劲草 板荡实忠臣 此方是我大名的忠臣良将 后世大名出了这般美骨气的皇帝 咱宁愿让他被敌人千刀万剐 错骨扬灰了干净 省得还埋进皇陵里 让咱死了 还要看到他添堵 呸 为了表达内心的不满 老朱甚至还毫无帝王形象的 吐了一口涂抹 就是 这种软骨头 安能配当我朱家子孙 朱地也是跳脚大骂 咱那时若是冥冥之中再添有灵 也必当掀了棺材板出来 收了这个混账子孙 老朱不满地瞪了朱地一眼 似是怪他抢了自己的词 嗨嗨 朱肃打断了 这父子俩继续放狠话 见他们的注意力回到了自己这里 便继续说道 瓦剌太师也先挟持朱祁镇攻破大明关爱的打算失败后 便重新集结大军于十月大举进犯北平 等等 大明京都不是应天 朱地疑惑地打断道 老朱已经知道大明迁都的事 嫌他打断了朱肃 便直接瞪了他一眼 被老朱瞪了一眼 朱地只得善善地吞下了话头 继续屏息聆听 也先大举进犯 此时因为大明精锐尽数被朱祁镇这私葬送在了土木铺 此时的北平兵力极度空虚 便连将领都出现了大量的缺缘 整个京城近乎陷入瘫痪 这只是听着老朱都觉得额头的汗都要下来了 皇帝北寿 地经空虚 兵临城下 这简直比北宋靖康时的局面更加令人绝望 至少北宋在那个时候 城中其实尚有许多可战之兵 此时 大明出现了第一位力挽狂澜 能闻能武的忠臣 朱素的声音都不自觉地变得严正起来 力挽狂澜的忠臣 老朱文言也是面色异素 这种局面 竟然还能福保江山 此人是谁 此人名唤于谦 时任大明的兵部尚书 那时 便连城中百姓都认为大明完了 最少也要丢掉半壁江山 城中富户百姓举家南迁者 数不胜数 朝中大部分大臣公卿 都劝时任监国的朱祁镇之地 朱祁玉 男性迁都 女干宁 老朱一拍大腿 若是这般 岂不是等于将半壁江山 都交到了星号星号星号的手上 就是啊 朱棣也愤愤不平 此时 便是这鱼千战了出来 力排众议 朱肃道 他先是大力支持朱祁玉继位 这样 瓦剌人手中的朱祁镇 就失去了作用 朱祁玉9月6日即帝位 姚尊朱祁镇为太上皇 改元景泰 也先携明英宗 要挟明廷之计不成 遂于十月率大军进犯北平 10月11日 瓦剌军抵北平城下 列阵西之门外 把明英宗放置在德胜门外空房内 13日 于谦 石亨 率军与瓦剌军站于德胜门外 瓦剌军大败 随后又转战至西之门进攻明军 也被明军击退 瓦剌军不甘失败 又在张义门组织进攻 明军洋装失利 瓦剌军追到土城 被潜伏在明军内的明军火枪手阻击 死伤无数 不得推进 加上天寒地洞 京师外围守军的奋力抵抗 到11月8日 瓦剌军退出塞外 京师方才解严 此战 于谦亲茂使时 不避公施 亲自上城布置城防 有他坐镇 京城军民上下一心 方能打退瓦剌进攻 于谦和主战派官员领导 和组织的京师保卫战 取得了胜利 粉碎了瓦剌军 企图夺取北平的野心 可以说 正是因为有于谦 大明才最终转危为安 此真乃大明之擎天玉柱也 朱素虽说得轻巧 见多识广的老朱又如何不知 于谦当时究竟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可说是凭借一己之力 为大明扭转了乾坤了 那朱祁玉也不错 朱弟也抓紧机会 为景太帝说起了好话 这等关键时刻 能发掘出于谦这等重臣力挽狂澜 可比他哥哥 那个叫门的强多了 快看快看 我朱弟的子孙也有能担事的 可不都是叫门天子那种废物 景太帝虽然还算不错 可最终还是没斗过朱祁镇 可惜朱素还是给朱老四泼了盆冷水 接着便说起了 瓦拉英无法从朱祁镇身上得到好处 最终被抛回大明 并于被软禁七年之后 发动夺门之变 成功复辟的事 也一并告知了老朱和朱弟 这司还有脸面复辟 朱弟简直目瞪口呆 西年他帮星号星号星号叫门 险些住了星号星号星号 祸害我大明万里河山 这得是多厚的脸皮 这司若能知道羞耻 早在被俘时就应该就地自问 以免连累天下了 老朱冷哼一声 眼睛中金光连闪 朱祁镇复辟后 第一件事就是罗之罪名 斩杀了以于谦为首的朱锦太帝所信众的大臣 想起于谦的死 朱素的声音也不由得变得凝重 锦太八年正月二十三日 于谦被押往重温门外 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城池前 得到了他最后的结局 斩绝 实在 天下冤枝 他在锦太朝受到重用 死后抄家之时 朱祁镇的朱英犬都认为是个肥差 谁知道了之后 才发现 权倾天下的于少宝 却是家徒四壁 只有正乌官所得严严实实 英犬们断定于千贪污所得 尽在其中 强行打开来看 却只有朱祁玉赐给的蟒袍 剑气被高高供给 好个忠臣 朱蒂年龄小 眼眶子浅 此时眼睛已经湿润了 于千死的那天 阴云密布 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是冤枉的 有一个叫朵的指挥 本来出自害死于千的正敌的部下 他把酒泼在于千死的地方 痛哭祭奠他 那位正敌大怒 已鞭吃之 可第二天 朵还是照样颇久在地表时祭奠 连敌人都知他冤屈 如此忠臣 能臣 真乃我大名己量 老朱也不由地动容 摇头可惜道 悉哉其生于朱祁镇这司当政之时 唉 为何咱的红武朝 就没有这等能够托付朝廷要事 且又忠心耿耿的能臣 忠臣 爹何出此言 朱素孝道 患难方箭英雄 您执掌下的大名 如何会出现土木铺之变那样的大难 且您当政时 立志清明 北远远顿 于千便是生在此时 也没有他力挽狂澜的机会 哈哈哈哈 你倒是拍起咱的马屁来了 老朱开怀大笑 朱素说的有理有据又顺耳 他只觉得老怀畅位 不错 咱可不似那朱祁镇一般昏庸 若是在红武朝 余千辞子 最多也就是造福一方罢了 断断 没有成为英雄的机会 他们并不稀罕做英雄 他们只希望国泰民安 安安心心造福一方 这 才是忠臣们最想要的归宿 朱素补充道 不错 不错 英雄何犀生与名 为怨苍生无饥寒 老朱大点齐头 这样 方才是一个好官 一个好皇帝 不过 古语有言 一将无能 累死三军 朱祁镇这种皇帝 却是皇帝无能 拖累国家了 不止舍了那么多的大军 勋贵 险些逼得大明迁都 还累得这样一位祝国能臣身死 有如此皇帝 我大明如何兴盛 他站起身来 皱起眉头 沉生道 爹 您放心 我绝不会让这朱祁镇出生于世的 朱蒂芒站起来表忠心 不 我此生再不娶七生子便是 混账话 老朱沉生一鹤 咱朱家人丁锡手 你怎能不为朱家开枝散叶 且纵使没了朱祁镇 也没法保证老大的后代理 不会出一个朱训镇 朱青镇 这事该怎么治 还是让咱再想一想 正说着 外头传来仪内士高声道 陛下 五十已到 该一架前殿五朝听证了 哦 这便五十了 老朱愣了一愣 老五 听你说这后世之事 真是如听那一出出大戏一般 咱实在是感触良多 却又千头万绪 等咱理完了前头正事 咱父子再来个丙烛夜谭 你先好好睡着 晚上才有精神 等咱回来 说着 就要离开 唉 唉 等等 朱素赶紧拉住了老朱的一百 丙烛夜谭 又是丙烛夜谭 从自己好差不多以后 这都丙烛夜谭三天了 每天白天讲 晚上讲 就下午可以休息 还得被老朱逼着睡觉 感觉比在大本堂上学的时候都累 我的身体已然大好了 爹 什么时候能放我回太子府 朱素问 回太子府 老朱仿如听到了极为荒谬的话一般 你一个未开府的皇子 住什么太子府 啊 朱素呆住 晴天霹裂 之前让你住你大哥那 就是顺着你胡闹 老朱不满道 你险些怜悯也胡闹没了 如何能让你再一个人住 好好在宫里 和老二老三他们待着 等长大了些 咱再准你开府 说着便禁止离开了 留下朱素一个人将在远处 他算是看出来了 老朱就算想留着自己 当一个述说未来历史的说书先生 他火力旺 每天马不停蹄的只睡三个时辰 可自己还是个孩子 要长身体的呀 还没长到一夜 老五 老五 见老朱走了 朱迪这才绝着个定爬上踏来 他屁股被打惯了 皮后 刚刚老朱打他时 又没脱他裤子 这会子 竟然已经和没事人般行动自如 老五 且和我说说 我后来到底有没有打到墨北去 你 朱素被他换得回过神来 本想闷头大睡 却又被烦得无奈 只好将后世永乐大地树争墨北的事迹 又拿了出来搪塞他 哦 我日后竟如此厉害 不愧是我 朱迪心满意足 眉飞色舞 没过一会就又搭拉下眉毛来 可惜 可惜 竟生出了那么些不孝子孙 平白抹黑我朱迪英明神武的形象 朱素翻了个白眼 还英明神武 有什么好英明神武的 撅着个屁股在我踏上很神武吗 蒙头就要大睡 等等 老五 且先别睡 有件事还需再问你一问 咱日后讨的婆娘 历史上可有记载吗 哦 说这个朱素可就不困了 莫非 自己这个只知道陶学家五刀弄枪 拿十字牌战阵的朱老四 终于到了年龄开了桥 春心勃发了 她一先辈子坐了起来 一脸坏笑 历史上当然有记载 而且你也见过的 就是我们在御花园见过的那小姑娘 可还记得吗 是她 朱迪想了一想 终于记起来了 曾经和朱素一起在御花园见过的徐妙云 怎么想都想不起模样来 倒是记得她是徐大家的女儿 这么说 我最后和徐叔叔家的女儿联姻了 是的 看朱迪一脸若有所思 朱素只当她在回味徐妙云的相貌 这让她有一种吃历史大瓜的感觉 历史上永乐大帝和徐皇后夫妻情深 徐妙云又却时生的美丽 如今便以依稀可见未来倾国倾城的模样 老四肯定是极满意的 那这个徐氏生了我几个子嗣 朱迪又问 哦 这就在一起未来生了几个吗 朱素脸上笑意更甚 说道 未来你的三个儿子皆是徐氏所生 原来如此 朱迪点点头 将这件事牢牢记在心底 既然爹不准 我不婚不娶 那我便坚决不娶徐叔叔的女儿就是 只要母系非为原主 到了后世 朱祁镇那等孝子贤孙 该也不会出现了吧 嗯 为了保险起见 只要是徐姓女子 都该远远避之才是 朱迪内心之中 已经将徐姓贴上了洪水猛兽的标签 对了 说起徐叔叔府上 这些日子 那位叫做徐允公的 倒是经常托人问你好些了没 朱迪随手将一块糕点丢进嘴里 貌似挺担心你的身体状况的 徐允公 朱速一头雾水 那小公爷之前见自己 不还眼睛 不是眼睛 鼻子不是鼻子的吗 怎么 自己丢出去几道算数题而已 他就被震惊到心服口服 所以那头便败了 徐叔叔这几日也该回来了 那女真人 没什么厉害的 大军这一番离亭扫学 并没耗费多大功夫 再有几日 只怕就要到京了 老三这几日老在大本堂转悠 看来是想寻到你瞎编的那本奇书 你可得想好理由搪塞他 朱铁柱纳斯死硬着不道歉 因为他那一档子破事 差点害得我们兄弟掉入了火坑 他还敢继续关在府里装病 改天肯定要好好治治他 朱迪一边毫无顾忌的 在床上吃着糕点 一边在朱速身边叙叙叨叨的说着 朱速故意闭着眼睛不看他 他也不以为意 不过朱速其实是不嫌他国造的 伴着朱迪的续道声 朱速渐渐觉得困意袭来 昏昏沉沉地睡下了 另一边 来到景深殿的老朱 正处理着面前的诸多奏折 由内阁相助 如今 老朱的政务压力 已然是轻得多了 内阁如今权柄日重 一部分中书省的职权 已经被老朱潜移默化地转移给了内阁 现在站在下边的左城相胡为庸 面色就不甚好看 如今的中书省 渐渐进成了个富贤的衙门 他这个左城相如今的权柄 倒是比昔日当蜀官时更弱几分 君户 降户改户之事 刻不容缓 内阁速速给咱你出条城来 达到什么样的条件 便允许君户降户改户 老朱道 另外 再给咱你个条城 一一一阵内坚干政之事 想起朱祁镇就是听信了太监的谗言弄出的祸事 老朱又突兀的道 内坚干政 该如何处置 要如何避免 这些都要你出条城 以备传朱万事 条城务必要喜 绝不能让我大明陷入宦官干政之境地 是 内阁一名书立盲将皇帝的口谕记录下 来 老朱这几日每从前清宫出来 都要让内阁草你心的政令 其内容天南海北 五花八门 弄得内阁诸官日日加班加点 苦不堪言 与中书省相反 可谓是痛病快乐着 老朱挥手将内阁和中书省挥退 看起了暗读上堆积起的奏折来 翻了几本奏折 皆无什么大事 内阁票拟的处理结果非常符合他的心意 并没有什么好驳回的 他的思绪便又转回到土木铺之变上来 若是一帝主官无能 最多是霍乱一帝 大明和其之大 以赢补亏 自可消弭一帝或换于无形 可若是出了朱祁镇那样的皇帝 历时便是全国性的大患 再好的制度也无法弥补 毕竟制度是皇帝用来限制下边的人的 若是皇帝不遵制度 谁能制之? 祖制吗? 从老五 那他已经知道了 他这个开国皇帝定下的祖制 在后世几乎成为了一张废纸 包皮食草 无人再去实行 大告成了废纸 海靖害了大明万代 就连方才拟下的 后宫与内奸不得干政书 一在老四这一代就被破除了得干净 自己纵然立下千种补足错漏的制度 便能真正破除大明日后王国的魔咒吗? 制度是限制不住皇帝的 老朱感觉自己似乎陷入了悖论的循环 他只能用制度来影响后世 可只要后世昏君无视之 他也没有丝毫的办法 而后世出不出昏君 他也无法掌控 老四的后代有昏君 谁能保障老大的后代就没有呢? 该如何办呢? 老朱陷入了沉思 谨慎殿外 内阁 中书省两帮人精卫分明 左右各成一群的踏着台阶往下而去 胡相 你看内阁那些人 一个中书省官员 嫌悟地看着左边的内阁官员们 论品级 不过是些欺贫小利 不过偶得了陛下些许信重 头就快要昂到天上去了 慎言 胡为庸低头轻斥 此处还是皇城之内 虚防隔墙有耳 那官员文言赶紧闭了嘴 左右看了看 又张口道 也不知陛下近日是怎么了 竟然下了这么多御令 去年一整年要你的调臣 还没有这几日的一半多 这句话 让胡为庸顿时停住了脚步 他只顾在意与内阁争权 却是确实没在意过 这几日陛下的突然变化 缘由为何 他细细思量这几日宫内朝中封闻 哪一件事可能成为陛下骤然变化的诱因 终于想起 这几日陛下来仅身殿前 都要先往乾清宫去一遭 而回来之后 便总是一脸的若有所思 随后便要你各种稀奇古怪的调臣 乾清宫中 如今住的是落水未遇的武殿下 陛下原先指太子 但这几日却无比关心武殿下 纵使问政 亦要每隔一会问其武殿下的行止 我之前只以为陛下来铁毒情深 如今思来 武殿下在宫中自有宫人皇后照顾 陛下又何须日日看望 还将他安置在后宫的主殿前清宫中 莫非 这一切的根由 竟然是在武殿下 十月 旺日 本该气候宜人的应天府 这一日 却带着不同往年的一股寒 奉天殿殿门洞开着 风卷急着一股寒意吹进殿来 两班分立的文武大臣 有不少都揣紧了袖子 今日的受亡大朝与会的大臣们 比往日更多几分 究其原因 是北征诸将们都已凯旋了 虽然离亭扫学大获成功 但由于此前北征失礼 回城时 并没有举办盛大的献抚仪式 军将们只是默默回迎 并未惊动城中百姓 不过 朝会上的汇报工作 还是要有的 丹臂之下 跪着的便是此次北征的主帅徐达 东路将领李文忠 西路将领邓玉 以及蓝玉 傅友德等北征将领 徐达跪在最前列 他依旧身着戎装 丹西跪地 神情中掩饰不住的惭愧 蒙陛下信众 将国家重器交托于臣 七臣破袭北原宗室 敬圣上起兵 建元之全功 然全英臣大义轻敌之故 方至北征失礼 损兵折将 还请陛下责罚 徐达双手托起兵符 言辞恳欠 陛下 此事非大将军一人之责 轻敌冒进者乃是末将 一味长着扎然 面目粗豪的武将 当场就想站起 若要怪罪 怪罪我兰裕一人就好 更何况忠服之时 若吴大帅指挥若定 我中陆军请客轻负义 末将认为大帅非但无罪 反而有功 兰裕 徐达扭头 沉声喝道 辱是再叫陛下量定功过吗 还不住嘴 可 兰裕还想再言 徐达虎目一瞪 大明现任军神鸡威之下 兰裕只得垂头丧气 再度乖乖跪了下来 陛下 兰裕粗莽终止 只为一心卫护臣而已 并无心冒犯圣上 其殿上失疑之过臣愿一体单支 还望陛下勿要怪罪 御座上的老朱 只是淡淡地看着这一切 若是从前 他可能会觉得 徐达一言赤退兰裕 说明其在军中声望威龙 已见成隐患 或许还会因此 而心生忌惮与疏远徐达之意 但此时 因为朱素的关系 他已知道 兰裕在未来 将会成为大明军中的领军人物 并作为大明下一代的军中第一人 成为彻底覆灭北援朝廷的那把尖刀 徐达 不过是在维护军中的好苗子而已 哼 难怪咱在历史上 要杀了这蓝玉 如今声名未险 便如此骄横 若是日后成了军门之首 那还了得 虽是好苗子 但还需先拔去了齐上荆棘 方才使得顺手 老朱心中暗响 朝一旁内释挥了挥手 内释会议 上前恭恭敬敬地 将徐达几人的兵符都收了回来 用金盘拖着 送到老朱面前任气查验 老朱看了看 点了点头 挥挥手 内释便将兵符收起 自此 大军出征才算正式结束了 老朱长身站起 走到徐达面前 将他扶了起来 如等北征 虽是未能进全宫 但亦有北原器术未进之故 胜败乃兵家常事 那王宝宝亦是打老了仗的 哪有百战百胜的道理 说到这个 老朱心中也是暗自叹息 他从登基之时 按耐着仇恨 捏着鼻子 承认北原统治正统 吩咐善待北原降将及皇族后人归根结底 打着的主意就是 覆灭元朝宗室之后 能名正言顺的一口气 进吞元朝全部疆域 袁廷顿入北疆 而北疆辽阔 如今让北原喘过了这口气 下次再想找到一举歼灭的机会 可就更难了 蓝玉和徐达之所以会违背 事先定下的徐徐逼近的宗旨 想来也是因为北疆辽阔 担心北原一败之下便如金弓之鸟 深蹲大漠无处可寻的缘故 现在在想这些已是无益 终究 还是没能一举打垮北原 且根据老五 所说的历史 大明到了最后也没能进吞北原疆域 收回思绪 看着底下跪着的众将们 老朱继续说道 话虽如此 但此次北征 未尽一功 反损兵折将 甚是不改 咱思量再三 见于你等昔日皆功勋卓着 此次北征之事便不予惩处 谢陛下龙安 徐大 李文忠等皆三寇谢恩 嗯 老朱点了点头 兵权既已交托 如等便先回府休息些时日 再往大都督府阴茂吧 战死抚恤兵部自会着手 如等不用操心 是 朱将汉守道 徐大心中 不由得感受到一阵凄凉 自己年纪也大了 这末北一战 只怕是自己最后一仗了 陛下若是大怒之下 降罪责罚道好 说明日后 还有再次领兵血耻的机会 可这次经不赏不乏 说明皇帝已决心边缘化自己了 日后再有大仗 绝无自己再次领兵的机会了 老朱坐在上手 将徐大落寞的表情看在眼里 眼睛微眯一眯 便不动声色地掠了过去 北征朱将回到勋贵班次 接下来 是汤河等将领 汇报黎亭扫学的战果 我等大军围剿之下 剑州该地女真不重已全部肃清 比不重受到另一部蛮族追缴 立足慰稳 齐员打算脱避于我大明及高丽 故而对我大明军队并无防备 我军斩齐人 烧齐杖 齐足竟灭矣 少数几人意图顿入山林 也被我军骑兵截住 并无落网之余 不过 虽是突袭 然比不重反应迅速 我军依然有战死军士八百余 伤兵千余 哦 老朱发出了讶异的声音 这女真竟如此汗勇 骤然欲袭 猝不及防之下 竟还杀伤了我 大明精锐八百余人 老五说得果然没错 这女真如此汗勇 若是任其发展 日后果然会成为我大明祸患 为以防万一计 日后建州此地 每隔几年 都需重新离亭扫学一番 此事务便由大宁卫负责 老朱安排道 如等辛苦了 兵不需速速拟定封赏 此次出征女真的将士 进阶有功 谢陛下 汤河等朱将大喜 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白捡的战功啊 老朱点点头 因为云初中都凤阳工程款的关系 如今朝廷财政颇为富足 倒也不必抠抠锁锁 只是 汤河犹豫了一番抱拳禀道 高丽那边 对于我等离亭一事 倒是有几分不满 不满 老朱挑了挑浓眉 怎么 高丽王那丝 还敢和咱大明叫板不成 那倒不是 汤河孝道 高丽不过弹丸之地 且那高丽王最是软骨头不过 先依北渊 后依大明 就是个墙头草 他还请了人带来了粮草 帮我们劳军呢 量他也不敢多说什么 是一个叫李承贵的高丽将领 据说 他原打算招抚这支箭州女真为己用 闻得我大明出兵黎亭颇奖了一些怪话 不必理他 老猪龙袍一挥 区区一高丽将领 纵使不满又如何 咱大明做事 何用他指点 是 陈也就那么一说 汤河也笑道 心下也对上座这种鸡毛蒜皮小事的自己 感到几分好笑 北征虽失利 然北渊亦是元气大伤 在无力大举难清了 玉惠朱青在英明省武的鸿武大帝领导下 就一系列大明日后的方针举措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鸿武大帝指出 大明与北渊的战斗 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大明成功收回了燕云十六周 也大大削弱了北渊的国力 最后由鸿武大帝亲自拍板 大明接下来当转攻为首 奉行与北渊暂时对峙的原则 并抓紧时间大力施行经济复苏 与国力恢复的相关政策 务必要从元末乱世的阴霾中走出 朝会过后 老朱来到了前清宫 却只见马皇后正在殿里给朱素纳鞋 本该在床榻上的朱素 此时却不知道哪里去了 老五呢 老朱在马皇后身边坐了下来 马皇后继续纳着鞋底 文言微微抬起头 被老二老四叫去了 一会才回来 前朝的事结束了 老朱恩了一声 这老五病才刚好 就四处跑 见朱老五溜了 老朱颇有些遗憾 他本还想听听 北渊那边今后几十年的具体变动呢 好了挺久了 这都有小半月了 马皇后无奈道 你天天拉着老五聊事情 老五能不躲你吗 这些日子又开始念叨着要出宫 若是不让他在宫里四处走动走动 迟早要关出病来 我也知道 老朱拿起桌上一个糕点 嘎嘎嘎嘎嘎几下吞入腹中 却被马皇后发现了眉间的那抹愁续 他放下手中纳着的鞋子道 怎么了 莫不是前朝有什么不顺遂的 倒是没什么 只是这次天德回来 我看他似乎老了好几岁 老朱道 他做事一向妥当 如今这大明军中还是要踏来镇着 可咱看他已经对咱有了隔阂之心 方才在朝会上也是一副谨小慎微的模样 这是当心咱和汉高祖刘邦一样 拿功臣开刀啊 你别那么想天德 天德小心一些 也有他的道理 马皇后道 他都已经封国公了 本来这次北征就不该让他为帅 生无可生 若是打胜了 如何封赏 封王吗 还是个异姓王 老朱立刻摇起头来 那不行 天德虽然可信 可咱不能干封异姓王这种疑惑子孙的事 你看 你也知道不行 更别提天德他了 马皇后分析道 之前要一举消灭北渊 还用的上天德 天德自然也无暇想那么多 可近期这段时间 咱大明 很明显无力去北征了 即使咱大明缓了过来 那时天德也老了 到时肯定不能用他统帅大军 天德一辈子为你诸皇帝赴汤蹈火 现在终于要退休了 还不容他为自己想想后路 想着谨慎一些 身份一些 也是敬着你这个大哥 莫非要他再如以前那般 和你勾肩搭背的 喝酒吃肉 马皇后这么一开解 老朱拧着的眉头 顿时舒缓了许多 心里对徐达的芥蒂也消散了 虽又粘起一块糕点 吞入腹中 那不行 天德还退休不得 咱大明的百万军兵 得他镇着咱才放心 不过他若是心有芥蒂 咱也没法子 对他掏心掏肺 另外 也得想办法 解了他生无可生的心结才成 要不然按他性子 还不试试都藏着一手 老朱这话说的倒也在里 典将浅率 最讲一个疑人物用 用人物疑 徐达若是心结不去 老朱自己也不会放心 要不 结个亲吧 马皇后突然到 结亲 老朱一愣 低头思考了一会 我看成 他一拍桌子 听说 天德的宝贝大闺女 也到了可以结亲的年纪了 妹子你 平日里可曾见过 嗯 马皇后点头微笑 她时常在宫中组织贵女 带着她们织布裁衣 自然是见过徐妙云的 温婉贤说 人也长得俊秀 是个好闺女 嗯 论起来 年纪倒是和老四老五相当 你是想 将她指给老四 那字 老朱本来想说 那自然如此 哪有哥哥还没娶亲 弟弟先娶亲的道理 可突然想到 朱素曾经说过的 历史上的朱弟 娶的就是这徐氏 若还是娶她 那那些让她恨得咬牙切齿的孝子贤孙们 会不会又蹦了出来 将这个一律告诉马皇后 马皇后听了师笑道 你倒是想的饭 孩子生下来都是善的 岂不文养不教 父之过 是父母师父没管教好 再加上有小人教唆 方成了那样的模样 咱们都知道了 那些缘由 从今往后 尽力避免就是了 怎么能因为这事 就去嫌弃徐家那孩子 嗯 也有道理 老朱点点头 这事儿 确实不能怪罪到人家闺女的头上 那咱这几日 便请天德进宫来吃顿酒 妹子 你帮着张罗张罗 晓得了 到时候 也把老四叫来 好让天德看看 夫妻俩在乾清宫里 不断地商量着 另一边 皇宫深处 朱爽 朱刚 朱弟 朱素四人 正在一处小教场内做俯卧称 呼 呼 气喘吁吁如风香 勉励将自己撑起 却在撑到一半时 就直接不知倒地 老 老五 你这法子 真能强身见铁 我怎么觉得 我已经连命都去了半条 那当然是能了 朱素一边流着汗 一边艰难地说道 上次落水体力不支之后 他深知 如今的身体 实在还是太单薄了一些 他可不想继承 朱家御水 吉隆的优良传统 并一养好 立刻就将锻炼身体 提上了日程 只是俯卧称算什么 回头 我让人把这个教场整一整 该有的设备 统统都整出来 按特种兵训练的标准 给直接弄成一个训练基地 咱们兄弟 便是练不成特种兵 至少也得练出个八块腹肌来吧 老五此言甚事 朱爽三两下做完俯卧称 两手一撑便漂亮地弹了起来 嫌弃地看了一眼地上喘得如死狗一般的朱缸 老三 你这身子有点虚啊 你看你 连生病刚好的老五都不如 你前些日子已定了婚事吧 以后洞房花竹叶 哪还有脸上你婆娘的踏 这也是你从大本堂的书册里翻出来的 朱白的四肢发达的朱爽一眼 懒得理他 而是直接看向了朱素 啊 嗯 谁说不是呢 朱素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朱带着玩味的笑意看着朱素 自己这些天天天在大本堂中翻书 怎么没找见这些稀奇古怪的古本 老五 你这套法子 莫非是后世的练兵之法 朱弟悄悄地把朱素拉到一边 他熟读兵书 自然能看出这套法子 并非只是强身剑体而已 日常便练习负重奔跑 跋山涉水 这不就是锻炼兵士的行军以及各项能力吗 不愧是四个 董桑 朱素给他竖起了大拇指 其实还有配套的思想教育 知法 回头我给你整理成策 日后只要你不用此法练出了兵士造反 这样的强兵征战天下 一定所向无敌 朱弟眼中一喜 随即又失落下来 只要没有那个朱允文 我哪里会做那大逆不道的事 只是爹已经对我有了戒心 他说了 要把我封到南方富裕的地方去 只让我做个太平贤王 朱素想说 那不是太好了 可看到朱弟是肉眼可见的失落 这句话便不再好说出口来 知道他此生最好的就是兵士 让他做个上不了疆场的贤王 无异于杀了他一般难受 心中叹了口气 劝道 离咱们就翻还有几年 一切尚有变数 何必这样患得患失的 老五 你有办法 朱弟文言 精神一振 你能劝服爹的对不 我知道 现在爹最听的就是你的话 朱素心说 老朱哪里是听自己的话 只是把自己当说书先生罢了 堂堂红武大帝怎么可能那么容易 就能左右他的想法 没想到 左右老朱想法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这一天 听完明孝宗朱又唐一昭的历史之后 老朱突然开口 老五 关于咱定下的赡养藩王子孙一事 你怎么看 朱素听得一愣 这还是老朱在内阁质问以后 第一次主动向他询问对于某种政策的看法 想了想 还是直截了当地达到 空耗国堂 与国无异 明朝后世的藩王 被严格限制了兵权和参与正式的权利 还不允许藩王随意离开驻地 他们百无一用 但开国皇帝朱元璋 滕熙子孙 为他们提前定下了极其丰厚的各项待遇 这种藩王制度 逐渐将明朝皇族宗室 变成了一个寄生在大明王朝的巨大毒瘤 藩王的丰厚待遇 成为了大明朝财政的巨大负担 加近41年 全国每年供应北京粮食400万石 而各地的藩王府每年的鹿米总额是853万石 是北京城的两倍还多 朱素还没讲到这一节 但从诸多已经说过的蛛丝马迹里 老朱已经自行发现了这一重大的弊端 毕竟 在明孝宗洪至皇帝一招中 给藩王赐下的田产实在太多了 多到不得不说的地步 甚至明孝宗还开了国朝之先河 批准王府在新赐雨的土地上自行收税 三百年魔咒其中一个原因 正是土地兼并 只是老朱没想到最大的土地兼并者 竟然是朱家人自己 空好国躺 与国无异 说得好啊 说得真好 老朱难难道 话语中却透着一股子怒气不争的味道 看来 咱朱家的孽子孽孙们 不止老四那一只才有 这些空好国躺的朱家人 又何尝不是一只之国之蛀虫 想到这些其实还是自己做的孽 老朱的话语不由得一致 这几日 越听老五说 就越觉得 这个大明朝实在是千疮百孔 饶食自己乃天下至尊 面对后世的诸多问题 依然感觉力有为大 短短数月 老朱已经就大明许多政策 进行了微调和修改 虽说还不到招令西改的地步 可已经有官员上奏劝 他要以隋阳帝为解 政令 过多操之过急 上下传达不畅 亦导致中书与地方政令不一 引起官场乱象 真叫老朱愁白了头 如今又发现了 藩王空好国躺这个新篓子 这可是自己的后代子孙啊 想不到你们这些归儿子 一个个道挺能生 老朱纠结的道 这话教朱素听得哭笑不得 我们是归儿子 那您是什么 不能直说 说了就得挨板子 只好难受的憋在嘴里 见老朱一脸纠结的苦思冥想 朱素张了张嘴 纠结该不该开口 此前老朱听闻了大明后世 某种必证之后 也会这样陷入沉思 那一条条改善之策 便是这么想出来的 每当这时朱素总会陷入沉默 他知道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老朱绝对是最顶级的政客 而自己若是包去了后世的那些学识眼界 只怕比普通人还不如 一个国家施政的利弊得失 不是他所能够衡量的 不过现在 他却有想开口的欲望 其一是因为朱迪待自己不薄 他若是真的只能老死富贵乡 此生绝对会郁郁寡欢到终老 另一个缘由是 后世网上的大神们 也就大明的翻阵政策 有过一番讨论 若是能从根子上 改变翻阵政策 说不定大明的未来会迎来另一番 令人振奋的改变 这份建议若是成功了 则大明必将成为历史上最为耀眼的朝代 说不定还能多绵延几百年 但若是失败了 只怕也会落得个 如隋扬帝的大隋一般的下场 老五 你有什么话想说的 发现了朱素的欲言又止 老朱干脆自己开口问道 嗯 我能斗胆问一句吗 对于藩王之弊 您准备怎么办 朱素问 还能怎么 不过是削减后世子孙之用度 五代以后朝廷不再攻击 如此便可无余老朱摸着下巴 您可有想过 风到外面去 朱素提示道 风去外面 老朱一愣 眼神有些古怪 外面怎么疯 莫非 是要咱把你和你的几个哥哥 都发配了出去 不是 朱素险些绝导 我的意思是 您有没有想过 重启分封制 重启分封制 老朱皱起了眉头 分封乃霍乱之源 你难道不知道 老朱皱起眉头 东西周分封数百年 变乱了数百年 等到勤灭六国方 才彻底解了分封之患 汉石锦帝 未出诸国分封之患 更是闹出了七国之乱 锦帝忍痛杀了明臣朝措 也无法平定霍乱 照你说的 也是因为分封削帆而引起的老四境难 直到改天换日 方才天下复安 咱都在考虑 不再分封诸王了 怎么 你现在去说什么重启分封? 面对老朱的质疑 朱素解释道 周朝时的分封 周朝时的分封 周朝时的分封? 老朱一头雾水 那不还是分封? 有什么区别? 不一样的 朱素解释道 周朝一开始时的分封 可是为其后事打下了万事基业的 天子将打下的土地分封给宗氏 令宗氏在此处开疆僻壤 繁衍生息 朱峰国传扬周朝礼乐 抵御周边蛮族 方有了华夏之姬 那时 这片神州大地 可不仅仅只有我华夏一族而已 西有西蛮 北有北鲁 正是朱宗氏封国 彻底驱除了这些祸患 我等华夏族人 才能在这一片大地之上安居乐业 这些咱也知道 老朱不耐烦的挥挥手 咱之前想着四处分封你们这些儿子 不就是想着 让你们这些人的后代子孙 都能为老大这一支分担一份压力 就如周朝的宗氏封国为平凡一般 可你也说了 这封国到了老四这一代就断了 宗氏藩王都被养成了猪 除了吃空这个大明朝 还有什么别的用处 想让藩王后代不吃大明朝也简单 猪肃眨眨眼睛 让他们吃外面的不就行了 吃外面的 老朱整个人一呆 我给您的那张昆虞万国图 可还留着吗 朱素道 老朱回过神来 历时高声道 二虎 二虎 二虎推门而入 又受命而出 不一会儿 便拿来了那张本在东阁 悬着的昆虞万国图 和朱素随手画出的那张草图不同 这张昆虞万国图 明显是由明家仲慧 不止大明之地 绘上了显眼的红色 其他各地 也都用各个延星号星号星号分会旧 已经颇为接近后世的世界地图 其上各国 更是根据大明能找到的异国史料 标注满了各种各样的银头小凯 看来 为了验证这张图的真实性 老朱没少逼汉灵院的汉灵们下功夫 这里 朱素指了指窝国地检 此国窝患 自古有之 我滑下东南沿海 苦其久矣 为何您就没想过 就此取而代之 见藩立国 老朱恍然大悟 老五的意思是 继续开疆阔土 就像周朝那样 将朱王分封在开下的蛮夷江土之内 如此 朱王子嗣的重担 自然就落在了外疆那些藩地的身上 与大明本土再无关系 而且 我大明文化 本就在周边诸国之中 居于绝对的魁首 诸国无不仰慕我大明王化 经过日积月累的潜移默化 这些地方 迟早也会彻彻底底地 变成我大明百姓的疆土 他们不会再记得 这里之前是什么蛮夷之国 而是会对中原的宗主国大明产生认同感 真真切切地认为自己是华夏子孙 就如昔日周朝所分丰的那些诸侯国一样 如此 有三庄好处 一 此地盛产金银 我大明将永无盈窥之患 二 窝满祖地被夺 东南再无窝患 三 彼国久重农耕 可谓农奴 充实我大明其他外疆之地 据我所知 比国权贵宿来 不以平民当人 且此地的小多灾 明多未威而不怀德 便是让他们与我汉人为奴 也是比在那岛国一亩三分地要来得快活的 正是天赐的劳动力基地 老朱眉头皱起 看着朱素指着的窝国地方 并未将心中一律问出口来 而是抬了抬下巴 你继续说 纳尔臣便继续了 说着 朱素的手指移动到了大明的南方 此地为安南 亦可谓耕种之地 且产粮不下于我江南 朱素道 而且 爹你也知道了 小冰河开始之后 从北至南将越来越冷 而安南之地地处大明更难 便是小冰河之危也难影响到它 若是在此地渐翻 一 可借我大明内陆良愧之忧 二 可与此设立港口 发展海运 以此为中 转向西方倾销我大明的丝绸 瓷器等物 谋取暴力 老朱眼睛一闪 这是老五第二次说海运有暴力了 他没有追问 而是继续抬抬下巴 还有吗 还有此地 这次 朱素将手指移动到了大明的东北方 此地为高丽 其木王画已久 又地处北江边垂 若在此处设立亦清静藩国 倘若墨北有变 朱素画了一条线 连通了东南沿海与高丽区域 寝客之间便可从此出兵 直插敌后 更能以海运运兵 夹击敌方侵入长城的大军 有他在 便如一只看守我中原之门户的看门犬 可保我中原无余 本来这事就该此国完成 可此国素来首属两端 贵族待于享乐 战力又差 既然如此 不若将其分封 成为我大明自己的藩王 岂不干脆 还有这整片大漠 朱素手指又移 这回 更是将整个北江草原全都捐了进去 见朱素越说越没谱了 老朱终于忍不住打断道 老五 你且给咱停一停 咱不是那些俯儒 以为除了我中原之地 其他地方皆是鸟不拉屎的蛮荒之地 你上次说了之后 咱也真相信这些地方有金山银山 有耕地良田 可你想过没有 这些地儿你用手指画来容易 可哪一个 都是已经扎根数十上百年的国家了 民众百姓早有认同之心 虽然都不是大国 但也不是周朝时候 那些各自为战的蛮夷部落可比的 昔日隋阳帝三征高丽 葬送了整个大隋基业 便是因为陷入了战争之泥潭 无法抽身之骨 我大明如今上游北渊未尽 便如卧榻之旁 有一只猛虎窥四 如何能再在没把握的情况下 如隋阳帝那般忘起刀兵 宁末被隋阳帝的失败给吓唬住了 朱素摇了摇手指 隋阳帝三征高沟离失利原由为何 其中错综复杂 暂且不说 反正肯定不是那高沟离军力强盛之骨 比弹丸小国 如何能当得我中原大国雷霆一击 况且现在 我大明比之内时的大隋 更多了一件犀利无比 无坚不摧的戾气 哦? 老朱来了兴趣 事何利切 只见朱素伸出大拇指 指了指自己的胸膛 那便是 我 你 本来严肃的氛围被朱素这么一弄 老朱险些被逗乐了 这么说 咱的老五 还是一个能功成灭国的名将啊 怎么 你是能一起当千 飞进高丽王宫拧了那高丽王的首级 还是能召唤雷霆 直接把那高丽王宫直接移为平地 我又不是什么妖孽 朱素哭笑不得 我的意思是 我熟知历史 能先知先觉啊 爹你忘了 先知先觉 老朱歪了歪头 突然想到什么 你是说 你也知道这些国家的历史 大致知道 朱素点点头 肯定没有我大明历史这么详细 而且 此时此刻 正是让我大明 取这三个国家见番的最佳良计 天语不取 必遭其咎啊 哦 这老朱可就没法无视了 他直了直身子 详细对咱说说 这怎么就能算个天语 因为如今大明周边的这三个国家 非常巧合的 齐齐处于顶格之时 朱素道 顶格 老朱精神一震 若是这三个国家 都处于顶格之时 那确实都有很大的可能性能 取而代之 须知天下诸国诸朝代 为汉唐这两个艺术 以强而亡 而其余皆以弱亡 凡国家顶格时期 内乱必凡 功法不断 国力必衰 最容易给外敌以可乘之机 不是所有国家 都如同汉末三国的那些诸侯一样恐怖 仅凭一周一阵之地 就能够威慑的周边一族不敢寸进的 先说这窝国 朱素道 如今这窝国 正巧处于南北分裂时期 武家足利尊士 废除了他们的天皇 拥立了一位傀儡光明天皇 并让光明天皇 册封自己为争议大将军 建立幕府政权 而那位被废掉的天皇 带着象征天皇权力的神器躲到了南边 组织力量反抗足利尊士的统治 意图夺回自己的皇位 这就是窝国的南北朝之争 而现在 这场应该会持续五十余年的战争 现在才刚刚开始 什么武家 幕府 老朱身皱着眉头 也就是说 他们的皇帝被全臣赶走了 现在的皇帝南迁弄了个小朝廷 准备收复失地 对吧? 朱素点头 老朱总结的 倒还挺形象的 就这么一点大的破地方 也好意思学 咱们华夏叫什么南北朝 老朱看着地图上 还不如大明一个省大的日本 话语中无比嫌弃 弄个几万人的军队都费劲 嗯? 朱素无语 老朱这话 说的还是没毛病 后世日本最强大明金川议员 组织了两万五千人上落 诸多其他大明们 就被这人数 吓得瑟瑟发抖 连连惊呼 不可战胜 金川议员 眼看就要结束战国时代 创立乌国历史上的布施伟业了 结果 被毛头小子之田信长 以数千人羽叶偷袭 这位日本战国最强大的大明 连头都给人家直接割去了 这种如同在恶搞一般的战斗 在如今的大明诸将眼里 确实就和村里相间的村斗 谢斗 没啥区别 总之 朱素试图挽回话题 这南朝皇帝在历史上是处于劣势的 若是我大明能在其中搅和一番 再以内奸打入其中 挑唆这位失事的皇帝向我们大明请援 那时候 我大明军队不就能名正言顺的 介入到此国的争斗之中了吗 到时候再稍加运作 略施小计 话说到这里 老朱已经是明白了 请神容易送神难 这乌国要我大明当援军 需不需要给城池当驻地 需不需要供给粮草 驻地给了 大可以赖着不走 莫非他还能抢回去 打下来的城市 我大明替你管着不过分吧 顺便你们皇帝的安危 我们大明也要考虑 怕一位将士护卫也是应有之意 无需感谢 大义握在手上 好处也不能丢 再由整个大明朝廷做后盾 想输都难 到了最后 这所谓天皇要是一不小心落水了 绝色了 我大明派一个诸家贵胄军领你们 这蛮夷之地 教授你们中原王化 那是我大明不忍事如等小国水深火热 皇帝陛下才忍痛割舍爱子 哈哈哈哈 好 好 老朱可不会和朱素讲什么光明正大 以得福人 他反而拍着朱素的肩膀大声称赞 好俊的手段 不愧是咱朱仲八的儿子 朱素被他拍得一阵疼痛 不动声色的矮了矮身 如此一来 造海船一事更要刻不容缓了 老朱收起笑脸 思虑道 他来 大明的刀兵只能暂时入桥 还不能彻底收起 嗯 还是得先收云南 染外必先安内 要是这云南闹僵起来 咱也不安心 且云南多巨木 要造船更要取此地方 嗯 造海船的迷肺 迷肺的话无需担心 朱素开口笑道 便是拿不下窝国的金山银矿 光是以海船行商 也绝对能回本 且 要取得神种 更是需要海船不可 不错 海船 不可延误 老朱点了点头 此前他只是抱着万一的心态 弄得海誓丝 但信任朱素以后 对朱素所说的神种 亦更多了几分期待 且 他特地着汉林们 找来了宋石海商贸易的记录 若是大明的海商贸易 能有宋石一半繁华 那大明造船的投入 也尽可回本了 更别提如今还想着蒸窝 既然如此 那就非造不可 你继续说 另外两个国家怎么了 老朱思考完毕 问朱素道 朱素笑了一笑 指了指与日本隔海相望的高丽 再说此国 此国最是仰慕我中原文化 前些日子 使团更是刚刚离开京城 齐国人问 大臣们想必比我懂得多得多 不过 此国内部如今 也埋藏着一个即将引爆的 让其王公大臣们都措手不及的大患 此国莫非也有权女干作乱 老朱振奋道 比这更加夸张 沃国的足利尊士虽然全清朝野 但至少依然尊奉天皇 而高丽则是彻底的军事政变 改朝换代 三十年后 一位名为李承贵的高丽大将将在军前滑变 回军高丽王城施行兵舰 并在最后彻底取缔高丽王室 另立朝廷 李承贵 老朱觉得这名字有点耳熟 哦 不就是那位对咱大名李廷扫学 颇有威次的高丽将军吗 咱先前 还在想 高丽竟也有这等有胆识的好汉 果然 之后倒是做得好大的事业 事业再大 也不过是一反贼而已 朱素孝道 我大名乃高丽宗主 若是举兵为高丽王复仇 高丽百姓本就慕我中原王化 安能不丹四湖江 已淫我王师 有礼 有礼 老朱哈哈大笑 一张本该憨厚的国字脸 笑得异常邪恶 就是三十年 也太久了一些 还是得在背后推一推他 让他快些行事为好 朱素微笑 没有插话 这种是老朱不需要他的建议 他只需要把这个机会 交到老朱的手上就好了 快些行事 错落就多 大明就有更多的空子 对于这些朝政上的阴谋阳谋 老朱比他懂得多 然后便是那安南了 情况和高丽差不多 再过些年 胡姓全臣就要取安南皇室而代之 安南如今的臣姓皇室 绵延已久 已知末期 国中豪足伶俐 立志败坏 稍有风吹草动 请客便要改天换日 哦 此前你说过 老四当政之时 郡县安南 便是瞅准了这个机会吧 老朱道 朱素所说的明史 他无疑不烂熟于心 反复咀嚼 自然知道 永乐年间 朱棣攻下安南 至已郡县 最后失败的是 是 不过永乐年间时 我大明其实并无大意 唯一一个陈姓皇族的疑似 也被毒杀 故而 虽暂且将安南设为交职 却无法常治久安 此地民乱不断 忠诚我大明父累 最终不得不主动放弃 那是自然 安南立国日久 已是强压 必然遭遇重重阻碍 老朱道 老四那时动手 终究还是晚了些 咱现在开始动手 倒是不早不晚 这一堆天界父子对视一眼 默契地哈哈大笑起来 如这般说 此三地早不遭乱 晚不遭乱 偏偏几乎同时 在咱大明朝的时候遭了动乱 道当真是上天赐予我大明的剑帆之地 老朱看着地图上的窝国 高丽 安南三国 已经将其当成了自家的领土 表情如同猛虎看着三块肥美的肉那般垂涎欲滴 但想到如今大明的近况 又不免长叹一口气 只是如今 咱大明内部也是千头万叙 不知能不能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您是担忧大明国力恢复不及吗 朱素道 那可不 北元肆虐日久 天下名户比之颂时 时不存一 但这一点 想要休养回元气 就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老朱说道 偏偏此事又不能操之过急 只能徐徐徒之 咱虽然是皇帝 可也不能下到旨意 就让咱大明马上蹦出一大堆大胖小子 呃 朱素心说 这说的没毛病 就算如今国泰民安天下百姓都卯足了劲造人 离这批孩童长大 至少还需十几年呢 且咱们这大明朝啊 其实只是外面光 咱当皇帝这些日子 倒还没有之前当的区区无王时候过得舒坦 老朱干脆在朱素面前倒起了苦水 这地盘大了 什么了事都有 今儿要镇灾 明儿要休和 后天 天沙的北渊又西边了 咱天天披的那几大蛋折子 其中倒有九成九世来寻咱要钱的 咱特娘的 还想找他们要钱 一个个的都要咱操心 偏偏这活儿 咱这个皇帝 还必须给他们干 老朱吹胡子瞪眼地抱怨着 身为皇帝 他能展露内心的对象并不多 马皇后算一个 太子朱镖算一个 如今的朱素 亦能算一个了 若是咱大明自身底子不够 贸然吞下这些地盘 只怕轻易也守不住 嗯 您说的对 朱素也点头道 要在此三地见番 咱们大明就必须一直保持强大 必须为藩王们震慑住 比国国中萧小 震慑个三四代 等我华夏王化 深入比国百姓内心深处 比国方能完全成为我华夏之地 若是我大明虚弱 即使取其设计也必难以长久 永乐朝的安南便是明正 他低头想了想 傅又抬头 爹 我为您介绍一位美人 您看如何 美人 老朱镇住了 继而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 眼神中透露出不善 你才多大点的娃娃 要给咱介绍美人 若是被你娘 咱妹子听了去 你猜她会不会教训你 可嗨嗨 朱素险些被自己的口水噎着了 虽然这些日子 马皇后对她表现得极尽慈爱 可朱素可没忘记 他们这些兄弟 昔日胡闹时 马皇后冷着脸罚他们跪的样子 老朱生气 多只是一阵狂风咒语 忍一阵便过去了 可若是马皇后生气 嗨嗨 若是不让她感受到 你真心之错悔改了 那就永远不会结束 我说的不是那个美人 朱素赶忙解释道 怎么董仲书当时用这种说法 一下就掉起了汉武帝的兴趣 自己用同样的说法 红武大帝却是这副神态 此美人 非寻常美人也 岂可复国 可复明 可攘外 可安内 若是运用得当 或许 还能助我大明 破除那三百年之魔咒 哦 老朱来了兴趣 天下竟还有此等美人 那咱道 确实是多多益善 你且说说 这美人是个什么老石子 为何能有这么大的能耐 朱素几乎绝抖 什么老石子 老朱这一口土话 也实在是太接地气了 这种必定要载入史册的时刻 蹦出这样接地气的词 真的好吗 再度收拾情绪 倾咳了两声 朱素才道 便于董仲书献如学美人 也似 儿臣也愿为父皇 献上一门足以让我划下日益富强的学问 这门学问 名幻 科学 科学 出乎朱素意料的 老朱的脸上 并没有出现那种大惊失色 亦或是疑惑万分的神情 他只是用手指在桌上若有所思般地敲了两下 这科学 便是你在老大府里的时候 画出来的那一堆图纸和鬼画符 您都知道了呀 反倒是朱素正住了 想想也对 自己那些手稿 就大大方方放在桌上 并未遮遮掩掩掩 被老朱知道了也无可厚非 本是不知道的 你那些东西 除了诗词外 文字甚少 哦 那还有一张写着什么 天使萌 三上 什么什么的 不知是何意 老朱到 朱素脸上一红 那一张纸 是自己深夜思念后世老师们时 秦南自己写下的诸位老师名讳 没想到也被老朱给看了去 幸好老朱并未深问 而是继续到 后边建议 请来了程一博 方知你那些手稿 所言何物 那些 果真是一门学问 程一博看了你那些图纸之后 查散不思 日日进宫 求我为他引荐画图之人 老朱抬起眼睛 颇有些忧怨地看了朱素一眼 显然这些日子 被刘伯温凡得不轻 刘基那老货 一向自视甚高 当年连咱都看不上眼 见了你那些图纸之后 竟主动要求拜你为师 你这些图纸 可真是不一般啊 老朱到 咱们还想着 你究竟要到何时才肯 将这事对咱说出 倒没想到是今日 朱素也没想到 自己那些半成品的手稿 竟惹得大名鼎鼎的刘伯温 要拜自己为师 心下不经汗颜 刘伯温那是何许人也 自己何德何能 能做他的老师 更遑论自己今世年龄上世少年 若是当了大名鼎鼎的刘伯温的老师 占得如此之高 肯定是或非福 因此急忙摇头道 这些可不是我的学问 而是后世的 在后世 科学乃是使国家富强最为强大的推力 人之所以有别于禽兽 便是因为人之善于用气 而禽兽空逞蛮利也 科学便是洞穿天地万物之理 以借其力的弃用之学 说着 朱素便将科学的各种妙用 以及明朝之前的历史上 各种科学成果所带来的影响 一一对老朱展开阐述 以弃强国 老朱玩味地看着朱素 这倒是儒家朱仙贤所未提及的 你这么说 不怕遭致天下反对吗? 怎么会反对呢? 朱素两手一摊 眨了眨眼睛 朱子也说过 今日格一物 明日又格一物 豁然贯通 忠知天理 所谓科学 只是格物之法罢了 这时倒是提及朱子了 老朱晒笑 他可没忘了朱素写的那些论语 这孩子 平日是最讨厌朱子理学的所谓威严大义的 这时候 竟用朱子的话来当大棋 然后呢 你这是想用这科学之道 开宗立派 老朱眼神玩味 什么? 当然不是 朱素一惊 豁然战起 我年龄摆在这儿 我要开宗立派 谁能信我 我的意思是由您出面 大力培养科学方面的人才 咱办不了 老朱摇摇头 咱大明出定 正是要用读书人治国的时候 这时候推行一个什么科学 读书人还不全都和咱离心离德 这科学在那些人看来 也就是奇迹硬巧而已 咱这个皇帝看重奇迹硬巧 那些个萝莉把缩得老学究见了 还不见天的要死见 一咱看 这事儿 还是你来办最好 你年龄小 就算半岔了事儿 那些老学究 只当你小而完呢 我 我哪能干这事儿 朱素盲摆手 自己只是想当个太平贤王 宣扬科学这么大的担子压在身上 自己哪里还有得闲的时候 再说了 自家人之自家事 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了不 起多了些后世的学识罢了 脑子里那点东西 一旦被掏光了 只怕连普通人也不如 如何能承担得起带领一个学派的大人 怎么干不得 老朱双眼一宁 怎么 只许那孔家出一个孔子 不许我老朱家出第二个圣人 年纪小怎么了 古有甘罗十二败相 你如今的年纪和败相时的甘罗也差不离 如何就不能开宗立派了 老朱越说越兴奋 看着朱素的眼神 就像再看一个金摩摩 那些读书人 心底里总嫌咱老朱出身粗鄙 祖上三代 都只是田图里八十的 可若是我朱仲巴的儿子 成了开宗立派的圣人 看谁还敢说我老朱家粗鄙 想着自家儿子日后也如孔子那般 坐下三千弟子 日后也给咱老朱家 挣上一顶书香门第的帽子 老朱就觉得心里美得慌 可 朱素张口结舌 可 这都不是我的学问啊 如何不是 老朱眉毛一束 当今天下 只有你知道这些学问 这些学问除了你以外 无人懂得 你说 这是不是咱老朱家的学问 朱素一愣 好像还挺有道理 稍一想想 这才反应过来 这不是要自己做文超公吗 这算什么 奉旨行骗 朱素哭笑不得 孩儿只愿 朱素还想辩解 不必多言 老朱摆了摆手 老五 这事儿 咱自有打算 你放心 那朱允文当不了大明皇帝 薛帆那等惨事 再到不了你的头上 咱还是大明皇帝 大明也不会是如你所言 历史上的那种大明 你的日子 必然安稳如山 何必天天想着做那贤王 大丈夫 生于天地间 若是不能畅行凶义 即便受之百岁 又与早妖有什么区别 天生你为我朱家子 又让你带着前世素会 又岂是让你此生碌碌无为 当一个贤王的 这一番话 说得朱素若有所思 自己一心认为自己没有雄心壮志 口口声声说想当贤王 可若真是这样 又为什么要将自己穿越者的身份合盘拖出 又为什么在夜里挑灯奋笔 写出画出那一个个图纸 公式 自己真的 甘心只做一个贤王吗 总觉得自家爹心里头还有打算 老朱说完那番话 没等朱素有什么反应就离开了 倭国高利安南三国将有政变 无论如何 这事也需安排一番 老朱现在只恨自己没长出三头六臂 每日离景深殿内阁前清宫连轴转 就这样还是处理不完堆积如山的政务 修正不完错漏百出的政令 朱素在意的 是老朱临走前看自己的那怪异的一眼 总觉得他似乎要做什么事 二哥朱爽澄清了 对象是北渊名将王宝宝的妹子观音奴 就是那个在此前北征时设计 打退了大名战神徐达的王宝宝 一想起这位二嫂就是后世 倚天屠龙记中赵敏的原形 朱素就对这位被俘虏来大名的嫂子 十分好奇 这是一桩赤裸裸的政治联姻 老朱为了政治目的 在所有公众场合都捏着鼻子 承认北渊统治的正当性 有时候朱素都惊讶于 这个看上去粗豪的老爹为何这么能忍 他明明此生最重亲情 却能够对害死自己父母的北渊在明面上那样的以礼相待 长年的痛苦与征战 早就将这个长相豪迈的汉子便做了最虚伪的政客 为了合法合理的彻底赚取仇人的一切 他不介意对这个最仇恨的仇人笑脸相迎 值得朱素庆幸的是自己能是他的家人 既然承认了北渊统治的正当性 自然也该承认北渊贵族的高贵 故而这位北渊郡主与二哥朱爽的婚仪十分豪华 车马赢道 十里红庄 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大哥朱镖 昔日与长室的婚仪 不过在宾客上那就差之甚远了 长室乃是老朱手下大将长玉春的爱女 长玉春在大明军中交友广泛 昔日太子大婚 不少军中将领都举家捧场 那时虽没有太大的排场 可整个应天可谓万人空相 而这位北渊郡主说白了 只是个俘虏而已 他的娘家人还在北疆筹划着 怎么越过长城南下 自然不会有娘家人给他送嫁 排场虽大 却都是一些板着脸的太监宫女 看神情倒像是勘压的守卫居多 没几分喜气 就连宾客也只来了与老朱家亲近的清卷市交数百人而已 其他人要么是攀不上这阶层 要么是扯不上这关系 朱素终究没有看到这位赵敏的模样 虽然礼不制定的婚姨暂时没有蒙盖头的说法 可新娘子的脸却被各种各样的东西抹得如同瓷娃娃也似 压根看不出模样 朱素估计自己上去这么一通装扮 看上去也会和这位传言中倾国倾城的郡主差不离 朱爽却出乎朱素意料地 对这桩政治婚姻很是满意 这位自己的傻二哥从头到尾黑黑地傻笑着 一副如在云端的模样 看得老朱夫妇和朱镖哑然失笑 看得朱舞着脸直呼丢人 看得朱素开始怀疑史书记载 不对啊 不是说秦王朱爽与王妃观音奴意志不和 甚至还对其施以虐待 来讨好侧妃吗 这位观音奴倒是看不出什么别的情绪 没有羞涩也没有反抗 仿佛真就只是一个雌娃娃 默然地按照理官的宣读完成了整套婚仪 婚仪结束 这座秦王府的气氛反倒活跃了起来 朱人们起身四处推杯换盏 就连老朱也放下了平日里那副皇帝的架子 拿着酒碗带着太子朱镖和老兄弟们酒到碗干 朱素己兄弟们在这一片嘈杂声中躲在最角落里 朱得提着一坛子酒也不知想些什么 叹了一口气 学着那些将军们的样子咕咚咕咚就惯 你是皇子也是要讲天界威仪的 这样喝酒成何体统 老三猪现在是在场兄弟里最大的 见朱弟一边喝酒水一边顺着下巴躺的 到处都是不由得有些不满 一边训斥一边不动声色的往旁边挪了挪 一向热衷和猪对着干的朱弟罕见的没有回嘴 只是又灌了一口酒 前些日子爹想给我说清 我拒绝了 我不想娶妻 因为这事爹更加贱气 于我 昨天和我说 这辈子都别想去北平就翻了 这是朱素和朱都知道 那时他们兄弟正在御花园里钓鱼 二虎过来把朱弟请走 没过一会就听到了朱弟被老朱抽了一顿的消息 据说是因为老朱想安排徐达的女儿做王妃 朱弟当场掀了桌子 宴席不花而散 徐达本来已经有同意的意思 见朱弟这般当场也黑了脸 老朱气得发抖 当着徐达的面抽出腰带 又狠狠抽了朱弟一次 朱弟被抽得快晕厥过去 还咬着牙 就是不娶 要不是马皇后和徐达拉着 当天就要出人命 这桩婚事自然也高吹了 徐达虽然小心谨慎 但也不是木头人 没有看到朱弟这副模样 还尚赶着嫁女儿的道理 他对自家女儿一向自满 从小饱饬群书 学问联名镇天下的大儒宋莲 都是夸赞过的 年纪轻轻 就有女诛生的美誉 你个朱老四 自小只知道忤逆父母先生 屁股也不知被打了多少回 也配嫌弃我的女儿 徐达父亲走了 消息却不知从何处不静而走 说徐达欲嫁女入皇家 却为皇家所嫌 故不欢而散 在场拢共就四个人 宫女太监一概皆无 这消息 不是朱老四自己放出去的 还能是谁 想到这朱素都得佩服他一句 做得实在太绝了 这留言一出 简直是用自己的半条命换 来彻底斩断与徐家的姻缘 少年人的头脑发热 总是这般不顾后果 徐家与皇家闹翻的留言 瞬间在朝野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浪 甚至有人已经开始传言 老朱坐稳了江山 准备卸磨杀驴 气得老朱当晚又把卧床的朱棣抓来 狠狠加抽了一顿 抽完了之后 还得稳定政局 一系列加恩不要钱一般的 向徐家送去 意在说明皇家与徐家依旧亲密 好在徐达也是实大体的 配合着皇家演着一幕幕君臣相得的好戏 比如 现在老朱就在和徐达 在大庭广众下一碗一碗的拼着酒 如同当真 还是昔日同生共死的兄弟一般 这骨子轩然大波 才渐渐转换成了暗流 虽是暗流 但亦有波动 如何平复这股波动 让本就千头万绪的老朱更加伤透了脑筋 对这事 朱素也不知该怎么劝 老四这事 确实做得鲁莽了些 要不是老朱亲儿子 估计早就被刮了 和朱一起陪着朱棣喝闷酒 却觉得面前微微一暗 一抬眼印入眼睛里的 却是一个脸上有刀疤的昂藏大汉 以及李景龙那张略带不好意思的脸 武叔 哲儿九江 特来向您赔罪来了 武殿下 我也在这给你赔礼了 那明面有刀疤的大汉端了一大碗酒 向朱素示意了一下 当场就灌了下去 之前那事儿 是我家九江卫护不周 才教你遭了这么老大的难 说着 就要去扇李景龙的耳光 宝儿哥 您干什么呢 朱素忙不迭地抱住大汉的手 您叫我叫什么殿下 叫我小五便好 再说了 九江也是热心 和他有什么干系 他不也遭了那吗 这名大汉 正是北征回来的东陆军统帅 老朱的侄子名将李文忠 他曾经当过老朱的义子 又因小明换做宝 所以朱素他们兄弟几个 都换他做宝儿哥 怎么和他没干系 要不是他瞎胡闹 让那一群直面上光的家丁护卫 护卫小五你 又哪有那些逆贼逞兄的机会 一边说着 一边一下一下地拍着李景龙的脑袋 给你留了百战的精兵护家你不用 偏要用你自己训出来的那些矛头小子 那些陪你过家家的兵 那能叫兵吗 区区三个人也挡不住 还让人截了你五叔去 丢咱家的脸 爹 爹 李景龙捂着头 又不敢躲 平素奈父玩世不恭的顽固模样 荡然无存 只欲下一脸狼狈 儿子 儿子也不想啊 您留下的精兵 儿子都留在家里护着爷爷 儿子也不知道自己训出来的那些兵那么不经用啊 只能说不愧是大明第一代战神 朱素前世读历史的时候 还觉得这货可能是纯纯的在眼朱允文 现在看他这副模样 觉得这个可能性应该是不大 您就别责备九江了 那时九江可是挡在我的身前的 朱素哭笑不得 要是别人可能朱素还怀疑是作戏 李文忠这几下打的是真没留情 为这事儿据说前些时候 李文忠还特意找老朱父亲请罪 被老朱打翻了回去 这几日要不是朱素一直待在内宫里 他早来当面致歉了 也拖不到今日 朱素还真挺担心李景龙就这么被直接给打傻了 好说歹说才拉住了李文忠 李景龙被打得眼泪汪汪 看着朱素一脸的感动 叔啊 您可真是个好人 这次是真感动了 明明年纪比朱素还大一些 此时却是一脸的如目 看来李文忠这些日子把这娃折磨得不轻 宝儿哥 你脸上的疤 朱棣平日里和李文忠最为要好 见他脸上星天了一道剑疤 新知此次北征东陆军的境况 必然极为凶险 迫不及待便追问细节 于是李文忠便坐了下来 和他们兄弟说起了在大漠里 一路前往和林的故事 说他们在大漠险些迷失方向 说士兵们如何抵抗恶劣的天气 与层出不穷的狼群 说侍候们如何发现敌人的踪迹 说到他们终于逼近和林 却发现北渊已经聚集了重兵的时候 这位身经百战的大明名将眼眶都红了 到达阿鲁魂河时 北渊军队越举越多 我骑马厮杀却不慎重了流失 只能下马不战 信有李荣将战马让给我 不然 只怕我便死在阿鲁魂河畔了 李文忠道 他说得轻描淡写 朱素朱棣兄弟却觉得一股金戈铁马之气扑面而来 连主帅的脸上都有剑痕 马都被射死了 还亲自下马厮杀 可见当时的战况是多么惨烈 就这 大明东陆军还能绝地反击 最终将敌人逼到了撑海 更是俘获了敌人数以万计 要不是军粮不足 厚力不济 最终还是让敌人站稳了脚跟 李文忠说不定能顶着中陆军失败的烈士 仅凭一支偏师硬生生地打进和林 完成原定需要三陆大军共同配合的作战计划 彻底覆灭北渊在和林的宗庙设计 这是一名智勇双拳却又忠诚谦逊的名将 是我指挥不当 害得轩宁后曹良辰 指挥使周贤 长荣 张耀 进阶战死 李文忠仰伯喝下一碗酒 重重顿在桌岸上 语气终止不住的惋惜 他们皆是我大明军中的几辆 却因我的过失失去了性命 我李文忠 对不起他们 宝儿哥 这不是你的错 朱棣开口想要劝谏 文忠 你亦是百战之将 怎不知我等为将者 自虚心如铁石 誓死如归 轩宁侯他们马格果师 已是最好的归宿 文忠又何故在此接探 一道充满雌性的声音 打破了李文忠诸素等人悲壮的氛围 诸素抬头 只见一位面貌儒雅的中年人手上 端着酒尊 正对着李文忠开口说道 他的身旁 曾经见过一面的小公爷徐允公 一步一驱地跟着 见到诸素看来 颇不自然地低了下头 徐帅 李文忠想站起身 那人伸出手 笑呵呵地按在了他的肩上 我两届已交了兵符 就不必用军中的称呼了 此人 正是大明如今的军神 魏国公徐达 诸素等人忙起身行礼 徐达一一还礼 便连先前有过不愉快的朱棣 也没掠过 诸素看得暗暗佩服 不愧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徐达 如此大功 还能在明初那样的局面下 获得善终 仅凭这一份为人处事的恋达 就远非其他将率所能比的 看到诸素之时 徐达眼中有光芒一闪 很快笑道 陈数年未见武殿下 竟已长得这么大了 全子允公曾蒙殿下教会算学 在府中亦是对殿下十分推崇 成为人父母 应当带全子对殿下行义礼 魏国公客气了 诸素忙摆摆手 我与徐晓公爷年纪相仿 您与我家素来也是试交 我们平辈之间不过是切磋学问而已 说不上什么教会不教会 吴王殿下谦虚了 您的学问高深允公自愧不如 礼当拜谢您教会 徐达身边 徐允公也公身谢道 只是终究没有徐达的那份功力 声音显得有些干巴巴的 徐师兄客气了 诸素赶紧虚扶一礼 徐允公便直起身 仍旧站到了徐达身后 徐达察言观色 看诸素似乎真的没有记恨徐允公 徐达心底暗暗点了点头 他谨小声微惯了 自然不愿意自家孩子在诸家人心中埋下戒地 他转过头 对诸素笑道 对了 陈还在小女口中 听到殿下曾对其提及火冲的三段鸡 之法 陈斗胆一问 不知殿下此法 是从何处所得 三段鸡 不知是什么法子 没等诸素开口 李文中就颇感兴趣地问道 他也是打老了仗打人 知道能引起徐达这种等级的名将性质的战法 必定有其可取之处 是老五推演出来的 用来应付当时中陆军中服情况时所用的法子 却是一脸兴奋的朱棣抢先回答 无非是将火冲首分做三列 轮番开火 可保火力绵延不绝 以正面压制骑兵冲锋 说着 将三段鸡再度具体形容了一下 李文中专注地听着 听完后点了点头 这法子倒是巧妙 火冲较之弓箭 席练简单 上手训捷 寻常弓手若开重弓 至多射出五箭便要厚力不尽 而火冲不费激励 从这方面讲 确实可以连绵不绝 这么说 此法果然可破北人骑兵了 朱棣惊喜道 呵呵 也不尽然 一是火冲射程有限 装填缓慢 若是敌兵冲锋起来 一人恐只能射出两枪 便是用以三段鸡之法 这一段距离 敌人也可填尸而过 要想真正达到绵延不绝的效果 只怕需要十段鸡 二十段鸡才成 可那样 抵御同数量骑兵 就需要数倍于骑兵的火冲手方可 弥肺过大 得不偿失 二是火冲发射数次过后 枪管往往因过热而不堪再用 需要静置冷却方可 不可能那样一直发射 三是此法虚火冲手临危不乱 有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之能 须知骑兵冲锋 身微往往惊天动地 即便是百战勇士 亦往往气味之夺 能面对骑军正面冲锋 还继续临危不乱地按部就班使用三段鸡 这样的军队定是极为了不起的精锐了 若有此等精锐大可思考其他破骑兵之法 也不必冒险去正面使用这三段鸡 不愧是名将 听了个直言片语 就将三段鸡的优缺点剖析得如此明白 朱素对李文忠顿时佩服万分 谁说穿越到了古代就是最聪明的人 即使有后世的见识加成 自己依然是个蠢货 小子是闭门造车想到的词法 也不知能不能用就拖大妄言 倒是成了我大名的赵阔 如今听宝儿哥你一席话 才知自己是井底之蛙 受教了 朱素朝李文忠拱手致谢 李文忠连忙摆手 徐达也笑道 武殿下何必如此过前 你未上过沙场便能针对情况 当场想出应对之法 虽有所瑕疵但已是极为难得了 假以时日定会成为我大名名将 为我大名开疆拓土 朱素尴尬笑笑 他对上战场可没什么兴趣 倒是旁边的朱弟见朱素得了这个评价 看了他一眼似乎颇为羡慕的样子 这么说来 火冲并没有寻常的步兵骑兵管用了 那徐叔说 你是怎么脱出重围的 一旁的朱问道 三殿下此言也不尽然 火冲自然有火冲的功用 便如此次北征败阵之后 我便是以步步为营之法 以营地拖延援军边打边退 若是我能提前窒息这三段机之法 在撤退途中学纳 王宝宝诈败一番 再设下巨马 鹿角等物拖延骑兵 正面设下三段机火冲阵地的话 说着 徐达略显激动地拍了拍膝盖 那王宝宝满心一战而避全弓 定然不管不顾 轻率骑军朝我率骑奔袭而来 我便可用三段机之法 以突然爆发的强大火力 对敌军进行伏击 说不定还能将王宝宝此辽射死军前 徐达语气之中颇为惋惜 朱素心中却佩服不已 他说出三段机的时候 心中所想到便是日本战国时期 知田家火冲兵 以三段机对阵武田赤备骑兵的战力 这份战力中 知田家便是设下了诱饵 引诱武田骑兵 又以一代劳 服以巨马等物阻拦骑兵 方才必其功于一役 彻底打响了三段机的威名 和徐达所设想的应用方法 基本一致 如果说朱素的想法 只是纸上谈兵的口嗨 并无实际运用的价值 那么徐达就是将这份纸上谈兵 以他的军事才能 转换为了具体可行的作战方案 这让朱素颇有一种 班门弄斧的羞耻感 这么说 火冲还是大有可为的 朱棣在一旁也兴奋道 他听到朱素提出三段机时 满心欢喜地认为是个好法子 刚刚三段机被李文中批判 着实让他如遭雷击 只以为自己眼光还不到家 把破烂当成了宝贝研究了这么久 直到傅又听到徐达对三段机的肯定 方才重新振奋起来 徐达不答 一旁的李文中向来与朱棣亲近 倒是汗手肯定了他 朱刚请徐达父子就坐 几人便同在这里坐了下来 开始讲些北征的趣闻 你那三题我解出来了 徐允公突然靠到了朱素身边滴声道 将答案告诉了朱素 还附加上一句 不过儿 哦 朱素咧嘴一笑 是解出来的 还是是出来的 别光给答案 解法不说说吗 徐允公一致 他哪里有什么解法 三道问题中 除了第一道鸡兔铜龙是他自己解出来的 剩下两道都是他的姐姐徐妙云解的 就这 每题也花费了数日的时间 最后一道抽水进水问 更是毫无着手之头绪 最后确实指得用笨办法 一个数一个数的事 才是出答案来的 我 我不信 你有确切的解法 徐允公仍旧嘴硬道 朱素淡然一笑 以指当笔 沾着酒水 为徐允公一步一步的解出了那三道应用题 看到朱素虚欲欲 就解出了鸡兔铜龙问 比之算金更快上百倍 徐允公已觉目不暇接 但鸡兔铜龙的解法 他尚且看得懂一二 等到后面的二人相向问和进水抽水问时 徐允公光看着就觉得如高山扬指 那些字每一个他都认识 可偏偏组合在一起 他连一句都没有看懂 他想怀疑朱素是乱写的 但朱素似乎真的在试图教诲他 一边写一边口中还在念念有词的向他解读 纵使徐允公听不懂 他也能感受到这其中逻辑之缜密 明白了吧 终于解完三题 朱素松了一口气 用汉字把数字写出来列方程 这过程真的是麻烦极了 简简单单的三题竟然写了大半个朱案 朱素心想改日一定要把阿拉伯数字推而广之 徐允公讹上全是汉籍 看着朱案上朱素已久写下的字迹 区区半张朱案竟然就将这三道难题彻底解开了 自己解个鸡兔铜龙都用了三大张纸 这究竟得有怎样的学问 得是什么样的神仙手段 他抬起眼睛看了一眼 似乎只是做了件微不足道小事的朱素 男眼目中的惊骇与佩服 而后又赶紧低头 趁着酒机还没干 将朱素的解题过程死记硬背到自己的脑子里 一旁和李文忠推背换展的徐达眼角余光 看到了自家儿子对朱素流露出的那一抹佩服 也是微微一笑 和闺女说的一样 这一位武殿下果然不简单 在谈些什么 又有一中年人带着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 一见那年轻人 李文忠身旁的李锦龙立刻表现出了敌意 朱且柱 你凑过来做善 酒将 李文忠低喝一声 李锦龙指得样样的坐下 那名满脸不自然的年轻人 正是小名铁柱的靖江王朱首签 首签 在座的皆是你的长辈 你还不行礼 那中年人正是大名的另一名将邓宇 朱素认得他的脸 朱伟书白在上 首签见过各位书白 没想到 一向桀骜不驯 连朱素这群青叔叔都敢打的朱首签 听了邓宇的话 竟然没有反抗 反而乖乖低下头 给朱素他们团团一一 武叔 此前是首签莽撞 累得您遭了大难 首签自罚一碗 给您赔的不是 朱首签对朱素道 语气干巴巴的 明显是别人教的 而后一仰脖子 吞下一碗烈酒 继而剧烈的咳嗽起来 朱素无比惊讶 居然还有人能治得住 这别扭的熊孩子 要知道 此前老朱派人带着圣旨 宣朱首签入宫听训 这朱首签 都敢硬着头皮 抗旨不遵 连老朱这个爷爷辈的清肠 都敢忤逆 竟然如此听邓宇的话 朱素惊讶的看了邓宇一眼 这邓宇这么会训孩子 哦 对了 邓宇昔日与朱首签的父亲 朱文正同守宏都 或许是因为这份香火情在 让朱首签将邓宇认做了自己的书百长辈 哼 只自罚一晚 便完事了 朱素身旁的朱刚冷哼一声 老五在床上躺了半个月 也没见你这个当侄子的入宫探望 九江只是外职 自己也遭了难 尚且日日派国公府的人进宫来问 你这个亲侄 先前在街上 还想将我们几人一网打尽 出了事 就躲在你的靖江王府里装一并不且 好一个孝顺的朱铁柱 李景龙在一边大点齐头 作为应天府两大顽固 他与朱首签的矛盾由来已久 自然乐于看他吃扁 朱首签被朱刚说的脸上一阵白 一阵红 眼看就要抱走 邓宇一只手 直接压在了他的肩上 三殿下莫要气恼 这事儿 确实是首签做的不对 文正死得早 这孩子缺了父亲管教 性情难免孤拐了一些 文说五殿下不日 将前往城外黄庄中避暑养病 首签已决定了 为表心中歉意 愿随同五殿下前往黄庄 安前马后 供五殿下驱策 邓宇说道 朱首签抬头想说什么 邓宇手上加厉 同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朱首签瞬间就怂了 只能垂头丧气 默认了这事儿 他 要随老五去黄庄 朱弟惊讶道 朱肃要去黄庄养病 是前段日子刚定下来的事 其因是 朱肃这段时间 常住内宫主殿前清宫 便有严官弹劾 约与李布和 太子上无权入主前清宫 五殿下 何德何能居于后宫主殿 如此时乃兄弟倪强之兆也 老朱马上将这严官的腿打折 但这话也传入了朱肃的耳中 他死活也不愿意主前清宫了 暂且搬回了皇子小院 并强势主张 宫里规矩多 自己要出宫去主 被烦得没法子 老朱便打算 新设一兵仗司 让穆英与朱肃在此共同研制心形火器 可朱肃说 心形火器这种东西 乃国家机密 且地狱狭小也不便试验其威力 最后一来二去 就变成在城外找了快递 名为给朱肃休养病的黄庄 暗地里在此为国朝研制心形火器了 首签随我去黄庄 朱肃颇有些瞠目结舌 他想出城去住 主要是想 没人监督可以随便浪 呸 是能够一心一意地发展科学知识 为大明朝做贡献 可不是要带着个脱油瓶看孩子的 朱首签这熊孩子有多熊 自己可是见识过 他跑来和自己一起住 自己岂不是还得当他的监护人 我虽然是他叔叔 可我也还小啊 无妨 首签是去恕罪的 只要武殿下 你能解气 怎么操练他都没关系 还望看在老臣面上 邓玉裴孝失礼道 为了修复朱首签和黄家的关系 他也是操碎了心 这孩子天天和陛下闹别扭 陛下看在死去的朱文正面上 倒没往心里去 可是这次不知好歹的 竟和张世成与孽扯上了关系 还险些现武殿下于死地 纵使看在朱文正的情分下陛下又怎能忍的 若是不求得武殿下原谅 只怕文正的这根毒苗就要断香火了 作为在宏都一同历过生死的袍则 邓玉如何忍心看朱首签陷入火坑 这才想出了这个法子 好说歹说 终于将别扭的朱首签说服 又仗着这张老脸 来请武殿下同意首签同往黄庄一事 在两个孩童中间当着和世佬 邓玉直觉的一阵无奈 要是武殿下也和三殿下一般气愤 当场和首签闹翻了 他这魏国公的脸就算是丢尽了 魏国公千万莫要如此 见邓玉对自己失礼 朱肃赶忙起身逼到一边 自己何得何能让这样一名百战将军 对自己这个黄口小而失礼 此人拜北元祥吐蕃为华夏一统做下了大贡献 受他毅礼朱肃怕自己惭愧到折寿 您都这么说了 我安有在拿捏的道理 说起来我与首签本就是些许矛盾而已 我朱家的事反让您为我们操心 该是我过意不去 朱肃这番话十分欲贴 说得邓玉心中暖哄哄的 他算是放下了心中的大石 按着朱手签坐到了朱肃左侧 自己和徐达李文忠等人坐在一起畅饮了起来 我说 让这丝陪你去城外 倒不如让九江我陪着 这丝不安好心 九江还能护卫你的安全 李锦龙满怀敌意的看着朱手签 凑过来对朱肃低声说道 朱肃暗暗翻了一个白眼 靠你护卫 我还不如自己带把刀自尽靠谱 不过邓玉都那么说了 老朱必然也乐于看我和朱手签修复关系 这个脱油瓶看来是不得不带了 另一边 朱队看着始终低着头一脸悲愤的朱手签 学着老一辈们仰博饮下一碗烈酒 好想和老五一起去城外 朱爽的婚仪如一阵焰火 瞬间的熏烂过后 朱肃的生活便再度恢复了平静 与朱彪开府后便居住在宫外不同 朱爽成婚开府之后 依然需要入宫在大本堂就学 按老朱的话说 朱爽学业未成 连本论语都背不全乎 也好意思说自己上过学 只有朱肃和朱弟知道 老朱这是依然挂念着朱肃说过的事 不把朱爽的臭脾气屡直溜了 他是不会让朱爽出功就辅的 老朱已将明史听了个七七八八 自觉大有所悟 早已知道朝堂上诸多大臣的结局 他处理起朝政来欲加得心应手 可越得心应手便越觉一代之力 难以扭转乾坤 如今大明万事顺遂 每日折子皆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他反而越加焦躁不堪 整个大明就如同一只正在默默养伤的猛虎 只要养好伤势 立刻便能生振四野 只是老朱不止嫌这伤好的太慢 他还嫌当一只猛虎不够威风 他想让大明当那翱翔九天的巨龙 不用给老朱说书 朱肃的宫中生活终于收获了自己梦寐以求的闲事 只是朱爽等人仍旧要在大本堂读书 就他一人在宫里整日晃荡 渐渐也变得无聊起来 有时看着御花园里新栽种下的那一丛丛 心柳随风轻晃 朱肃会忍不住问自己 自己真的向往当一个贤王吗? 把心头压着的那段沉重的历史都告诉了老朱 照理来说 改变悲惨未来的责任也应该转移到老朱身上了 他是皇帝啊 这份能把人压得喘不过气的重则大任 他不扛 谁来扛 谁又能扛 可为何 自己的心中 依旧有那种食不我待 蠢蠢欲动的鼓动感 每逢休目的时候 朱爽几人已习惯了聚在朱肃这里 朱肃的脑海里总有比外头的画本更有去一万倍的故事 就连朱刚也不再问朱肃脑子里的东西是从哪来了 只是偶尔会用一种莫名的眼神望着朱肃 朱肃知道 他相信自己有朝一日会自己告诉他 可老朱和马皇后认为上次出事 是因为他手密不言惊动了地府鬼神 要他绝不能再将此事再向任何人透露半句了 同胞兄弟也不行 朱肃只能承受着朱刚如同道德拷问般的眼神煎熬 二哥 你新婚燕耳 休目的时候和我们凑在一起做什么 不用陪二嫂吗 朱弟一边读着一本春秋一边问朱爽道 自从听了朱肃说那三国 这丝就日日春秋不离手 偶尔还屡一把并不存在的常然 恨不得连连也给染红了 只是那本春秋翻开的夜码永远都只停留在第一页 哎 莫提了 朱爽摇头叹道 头上两根鸡毛随之颤动 这次喜欢的是吕布 就是宫里等闲找不到那种长长的智慧 暂时先插两根短短的鸡毛拳做代替 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你们那二嫂是个闷胡萝 等闲连话也不说一声 我向他说话 他也是彬彬有礼 丝毫不肯语举一步 我那秦王府安静地合作目视的 不能吧 朱刚摇着雨扇道 甭怀疑 这货乔装的就是朱葛亮 先前婚一时 我看你笑得都快流哈喇子了 怎么没几天就开始唉声叹气了 去你的 谁流哈喇子 朱爽推了朱刚一下 腹又重重叹了口气 不知怎么的 我总觉得 他看不上我 朱刚朱蒂闻言 眼神都犀利了起来 朱素也是微微皱眉 莫非 史书上说 朱爽与王妃不睦 庚子竟然是在秦王妃观音奴的身上 正想细问 旁边却传来一道铜声 二哥三哥 四哥五哥 你们是在讲故事吗 几人转头 却见识自己的妹妹怀亲公主朱福宁 小女孩提着一盏小小的荷花灯 正仰头看着他们这几位哥哥们 福宁 谁送你来的 朱素当即展颜 将怀亲公主抱在了怀里 这位开朗外相的幼妹 经常缠着她要听故事 朱素也颇喜欢她 是六哥送我来的 朱福宁指了指道路的那一边 楚王朱真正站在御花园的青石路边 摇摇看着这里 见几人看过来 毕恭毕敬的对哥哥们做了个一 是老六啊 朱刚冷淡的道 站那么远做什么 一派小家子起 老朱的儿子们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朱镖 被老朱寄予厚望 是毋庸置疑的继承人 受到老朱的也最多 第二类是马皇后的嫡子们 也就是朱爽 朱刚 朱弟 朱素四人 这四人乃老朱与发妻马皇后所生 自然备受 虽不如朱镖 但在宫中一世受尽万千宠爱 而第三类则是其他的皇子们 这些皇子大多为其余妃嫔所生 虽也在大本堂中读书 也都封做了藩王 但因其母家不壮 通常在宫中行事 皆小心谨慎 对朱素这些嫡子 毕恭毕敬 心高气傲的朱爽 朱刚 朱弟 也大都对其不假词色 其中 楚王朱真行事最为谨慎 不争不强 欲是动辄施力退让 又不善言辞 沉默寡言 难以清静 叫人看不透其心中所想 故与朱素几人也是形同陌路 五哥 你们是在说三国吗 朱福宁扯着朱素的袖子 能叫六哥也过来听吗 福宁把三国的故事和六哥说过了 他也极喜欢听的 之前 福宁缠着自己说故事 自己当时也不知怎么想的 随口便把三国的故事告诉了福宁 后来才知 那时还被屋外的朱镖给听了去 没想到 福宁又转述给了六弟 福宁 哥哥们不是在说故事 哥哥们一会就要出宫去了 朱爽对福宁道 今日是妇乐院办师会的日子 说是师会 其实主要是有许多 既家女子将要亮相 也有许多说书先生 会讲些新奇的话本 几人本就要乔装打扮一番 前往热闹一番 又哪里想多戴上这么一个拖油瓶 福宁这么说了 自然是可以了 见福宁脸颊扁了起来 朱素连忙捏捏他的小脸 抬头对朱爽道 二哥 都是自家兄弟 便让他一起来也无妨 老六做事向来稳妥 总不会给我们惹事 总不能再是一个朱手签吧 提及朱手签那个熊孩子 兄弟几个都笑了 最后朱刚一拍雨扇 爸 既然老五都这么说了 我们便带老六一个吧 就算不看老五的面子 我们也得看小福宁的面子不是 得到同意的朱福宁 蹦蹦跳跳跑去寻了朱真 这小妮子很明显在公然受惠办事 只见朱真在怀里掏出个什么东西给他后 他便蹦蹦跳跳的走了 方才还在朱素怀里撒娇 叫着五哥 现在拿着朱真的贿赂 却连回头看都不曾看过一眼 哎 小孩的爱 消失的就是这么迅速 朱真慢慢的朝朱素几人走来 到面前时又做一衣 弟弟冒昧打扰朱卫兄长了 自家兄弟什么话不好说 却使动了福宁用这种小伎俩 朱刚不满道 他最是讨厌朱真这一副谨小慎微的模样 弄得好似自己这些当哥哥的欺负了他一般 是 弟弟冒昧 朱真赶紧道歉 三哥 不用这么苛责 朱素抬手安抚了朱刚 而后对朱真道 老六 你来寻我们 是想寻着我们一起听故事 那你可来得不巧 我和几位哥哥们正要出宫耍子 你想听故事 回头大本堂休目时自来找我们便了 大可不必这么拘谨 都是自家兄弟 没得生分了去 五哥教训的是 听朱素说没故事听 朱真脸上闪过一抹失望 他纠结了一会 抬起头尝试性地问道 不知朱为兄长 要去哪里耍子 小弟在宫中也是甚为无趣 可否 朱真到底跟着朱素他们一起出了宫门 看到他这副可怜样子 便连朱刚也不忍拒绝他 兄弟几人换上长服便出了宫 这次出宫 还是朱素向老朱强烈要求的 因为上次出宫弄出室来朱素这几个月 简直行同禁足 好说歹说 才让老朱同一方这么一次疯 这还是因为 富乐院乃叫方思所在之地 再加上他们兄弟带了足够的敬畏 这才允许开这个口子 毕竟是洪武大帝 要是一招被蛇咬便要孩子们畏首畏尾 他又如何做出这般大的誓言 不过也有另一种可能 这一路上 朱素总能时不时发觉 从各种角度投来的极为隐蔽的目光 他已知道老朱已经提前让巩卫司改组成了锦衣卫 想来 这些目光就是锦衣卫混在城中百姓里 在暗中保护他们兄弟的密探了 老朱应该也是自信彻底掌握了这座硬天府 才会应允朱素去城外住庄子 应允他们兄弟出来放风 看着眼前的秦淮河 朱素深感自己来错了时代 传说中的十里画坊 江流掌溺并未出现 秦淮河中只有几名烧工打着小船 没有什么精灵富贵气 反倒有几分销索之感 看来 这座城市在明初时 还没有达到数十年后 让无数文人莫刻流连忘返的盛世繁华 朱素心想 希望他尽快繁华起来 并一直繁华下去 虽然尚没有让后世男人无比向往的秦淮二十四楼 但如今的秦淮河畔 却已经有了二十四楼的第一间楼妇乐院 妇乐院是教方司所设 也就是说 这里是观营的妓院 是由老朱背书的 在此时的应天府 这座朝廷修起来的宏伟富力的妇乐院 便是全大名上下最为高档的肖金窟 其沿河而设 风景秀丽 与江南共苑 也就是国子剑隔阂相望 看到这玄纸诸素不由的心中吐槽老朱 把妓院修在国家最高学府的正对面 那些学子们每日还有心思读书才管 不过妇乐院其实皮肉生意并不多 明初的文人们还是相对纯粹的 这里更多的是说书人和异计 人们在此听书听曲儿 偶也在此开开文会以文会友 此处临水望成 文气阴晕 最适适合吟诗会有不过了 诗会的时间还早 朱素几人便包了一间雅间坐下 听楼下一位说书老爷子说书 虚语点的菜送进雅间来 朱爽看着这些菜 语气颇为不满 哪个狗奴才偷吃咱们弟兄的菜 让咱们吃剩的吗 二哥 你别乱发脾气了 这时有人帮我们试读呢 朱弟一边如风卷残云一边倒 一准是爹吩咐下去的 朱爽这才受了爆脾气 朱素看着那美道都明显被咬了一口的菜 死活下不了筷子 便干脆放下筷子听起楼下的说书来 老朱虽放他们出来逛逛 可安保方面可真是做得谨慎无比 连专门试读的家伙都有了 楼下那老先生讲的正是元朝画本 三国置评画 老人家讲的一扬顿挫 时不时外间厅堂上的听众 就要爆发一声满堂彩 朱爽几人听了一阵 却嫌弃到 这讲的也叫三国 听上去平平无奇 老吴你讲的可比他有意思多了 小弟亦是这般觉得 一直闷着头的朱真也斗胆说道 小弟虽只听小福宁转述过这言片语 可也觉得五哥所言比这元朝画本有去千倍万倍 本听他讲的也是三国心中还尚存期待 如今听来却只与索然无畏这四个字了 那是自然 老罗的三国脱胎于各种三国故事又加以整编新创 那老汉说的三国之评画 不过是历史上注定被三国演义淘汰的残次品而已 一手下败将又如何能比得上在后世久经考验的老罗版三国演义 老五左右闲着也是无事 朱弟已吃完了饭菜 又捧出了那本之烂一页的春秋 只是春秋二字已然上下颠倒都没有发现 你何不继续将这三国讲述一番 也不是不行 朱素也觉得无聊得紧 他此次出来便是想好好见识一下明朝的诗会氛围 体验一下古人的文采斐然 现在诗会时间尚早 说说故事倒也不无不可 老六只听过弗宁转述 弗宁年纪尚小 转述的只怕也并不详尽 要不今日我便从头说起吧 朱真又是激动又是感谢 朱爽 朱刚 朱第三人也是不无不可 他们听三国尚未一遍 这种好故事便是听上数十上百遍也不嫌多 当下几人便正经微作 就着楼下老汉讲 平化的声音 开着窗 从头讲起着三国演义 来 三国故事快知人口 朱真他们听得如痴如醉 朱素虽早已烂熟于凶 但讲起那英雄豪杰的庄庄渐渐 心头亦难免火热 这么一讲竟是讲了许久 雅间内朱人皆不知今夕是何年 连楼下的锣鼓声与老汉的说书声消失了 也无人知道 等朱素说到 关云长过五关 斩六将终于回到了刘备身边 却听得屋外一声抱贺 将雅间众人从三国的情境中 拉回到现实中来 好 这关云长 端蒂是个遮涉的好汉子 这样的汉子 方不负我华夏英雄豪杰之命 可惜我蓝玉生不逢时 要不然 定然要提上一壶好酒 与这关云长一同痛饮他三百倍 这个雅间为了让客人听到底下的说书声 就设在底下说书台子上方 打开窗 说书人正好就在窗户的底下 窗外说书的声音也本该朗朗入耳才对 足使雅间中的客人一边听着说书 一边悠闲的品名 可如今惊讶之下 回过神的诸素才发现不知何时开始 雅间窗外的声音已经尽数停止了 本该热闹的赋乐院此时却诡异的寂静无声 他离坐往下俯瞰 竟发现院中不知何时开始 聚集了一堆人鸦雀无声的拥在了窗外的墙跟下 就连方才正说书的老头 此刻也挤在了人群之中一脸的不甘 小狼君怎么停了 继续说啊 见朱素探头有人催道 一院子的人竟然都在偷听自己说书 朱素大炯 这雅间隔音本就不好 自己在雅间里高谈阔论 不知何时将说书先生的声音都压下去了 小先生说的好故事啊 何不继续 本以为这妇乐院中连个像样的说书先生也无 不易近听到这般好故事 正好给蓝某佐久 旁边传来那声鲜石粗壕的声音 朱素转头 就见隔壁雅间的窗户也是大开着 一个高壮的汉子手拎着一坛酒 扎然之上仍残留着酒子 话语不无豪迈 哈哈哈哈 蓝玉将军乃是北征盟员的猛士 既然要听这三国又何必隔墙 不如且过来供饮一杯如何 朱素道 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里碰到日后覆灭盟员的大将军蓝玉 他对蓝玉一颇有兴趣 单脆便出言相邀 想要见识见识这位大明日后的军界第一大佬的风采 好 小先生年纪轻轻不止口出珠基 竟然也不畏惧我蓝玉行貌凶陋 你这忘年交蓝玉交定了 蓝玉大喜 当即拎了酒坛子 离开自己那间雅间 见朱素如此说了 门口侍卫们自然也不做阻拦 很快蓝玉便出现在了朱素这间雅间的门前 嗯 竟然是一群小孩 蓝大将军提着酒走了进来 一间房间内全都只是一些半大孩子 不由得有些奇怪 他本以为至少会有几个大人呢 朱素顺手将雅间窗户关下 这雅间全靠着窗户传音 关了窗户声音便也内外隔绝了开来 见他关窗外面 一群听白书的听众爆发出一阵挽留声 朱素只作不闻 转身对蓝玉笑道 蓝将军许久未见 风采更盛往昔了 此前朱镖大婚的时候 朱素等皇子远远见过这位蓝玉一面 蓝家与长家通婚 朱镖帝太子妃尝试亦有蓝家的血脉 那一场婚异中 朱素便对这位面貌粗豪的将军印象极深 你等见过我 蓝玉一愣皱着眉思考起来 虚余之后终于恍然 你是秦王 你是晋王 你是吴王 竟然是殿下们 他虽口中称王 语气中却无太多恭敬 也不见行礼 朱爽眉头微皱就要发作 朱刚伸手拉住了他 蓝将军不必多礼 既然五弟请你同颖 还请坐下便是 不必太过拘礼 明明并未行礼 朱刚却叫他不必拘礼 便是蓝玉也明白 几位皇子是嫌他没有见礼了 娜娜在朱镇旁边坐了下来 眼中却隐隐然还带着三分不甘 未来的大将军蓝玉果然桀骜 此时不过一寻常将领朱刚刻意以身份押着他 他依然敢面露不服 怪不得以后会因肆无忌惮扶之轻信 而最终被老朱包皮冲草 听这段历史的时候 老朱已觉得这蓝玉死有余辜 但如今尚且是用人之计不妨先纵他几年 朱素却觉得 如此良将最后死于玩弄权柄不免可惜 若是能提点一二让蓝玉有所改变 大明日后又可再多一柄无双利刃 蓝将军不必拘谨 我和几位兄弟既然微服出宫耍子 那便与寻常人等无异 您也说要与我结枉年交怎的 现在又拘谨了起来 朱素笑着打破了僵硬的氛围 甚至拿起酒坛子 为兄弟们和蓝玉各自蒸了一碗酒 自己尝了一口之后皱了皱眉 忽得丢手将酒盏摔碎地上 这附了院中的酒 如此粗烈安能愁蓝将军此等猛事 若有机会 当请蓝将军尝尝我轻酿的酒 只一小杯便比这一大坛烈酒更加醉人 傅乐院此酒换作心仪酒 乃是如今应天府中声名远播的好酒之一 齐名取自白巨翼绿以心胚酒 红泥小火炉一聚 颇得雅趣 风头于应天一时无两 此时竟被朱素说不足以愁蓝玉这等猛事 蓝玉的脸色顿时就好看了许多 老五何时会酿酒了 朱刚眉头一皱 不过心知朱素这是在折劫拉拢这位将军 便没有开口拆穿 一手也将那碗中的心仪酒泼在地上 其他几人也纷纷效仿 一时雅间之中酒香四溢 哈哈哈哈 几位王爷好豪迈地做派 倒是看得起我这军中的厮杀汉 日后若有吩咐蓝玉断不敢辞 蓝玉也将那碗酒斩一摔 团团对朱家兄弟抱拳道 虽然依旧没什么尊卑 但眼中那股子桀骜已经去了不少 眼见雅间中气氛缓和 朱素方打开话题道 方才听将军所言 似乎颇为推崇我说的这三国故事 那是自然 说到三国故事 蓝玉的眼睛又亮了起来 看着朱素佩服道 吴王殿下说的好故事 这故事不止好听 听得某家热血沸腾 其中不少处更是暗和兵法 教我受益匪浅 其中这诸多英雄豪杰 更是教人神往不已 特别是这关羽关云长 温九斩华雄 千里走单旗 好一位顶天立地的遮舍好汉 不错 关羽便是那三国中一等一的好汉 朱棣也附和道 一旁的朱贞也兴奋地点头不已 朱爽有些不爽地皱着眉 明明吕布才是一等一的好不好 朱刚则庄伯仪地摇着雨扇 心中笑着群蟒复空之斗利尔 关羽自然是三国第一等的好汉 但若论极武力 他不如吕布 论极权谋 他不及曹操 论极大致 他不如刘备 蓝将军何以单单对关羽 如此推崇被之 朱素故意问蓝玉道 那些人虽也是英侯 却又岂能比得过关羽 蓝玉大手一挥 不屑道 吕布虽武力无双 可却是三性加奴 被主小人 如何能及关羽相辈 曹操女干谋无双 却无意妄杀 吕伯舍一家带其热忱 却被他全家杀卷 而关羽忠肝义胆 忠义无双 行于乱世 却不忘一颗本心 昂首无愧于天 俯首无愧于地 这般好汉子 方氏我被楷模 与吕布同营我恐他 某我头颅去取富贵 与曹操同营我 须时刻小心他口秘附件 为止恨不能与关羽同营 若与其同营 以豪情愁久 意气为谣 便足以引上他三日三夜 快在 朱棣一拍桌子 大声赞同 朱爽一句 吕布怎么就不算好汉 还没说出口 就被朱刚一把拉了回去 关羽关云长却为人中之劫 寻常武将 纵使武力精士如吕布者 亦不过成兄义时 只有关羽这般之中义 小大义 并从史之中义以贯之的豪杰 方能跨越百年千年 依旧为后世瞻仰 朱素笑道 两只眼睛看着蓝玉 亦有所指的问道 蓝将军可知 关羽中义之可贵 重在何处 中义便是中义 还有重在何处之说 蓝玉一愣 吴王殿下莫非有所高论 愿闻其详 些许浅见 可与将军佐财 朱素道 我认为 关羽之可贵 一再亦以贯之之中 二再不为富贵所宜之义 想那刘备 虽托明中山晋王之后 却不过一只习范吕之人 关羽一日认其为凶 便终生弑其为凶 一日认其为主 便终生弑其为主 便是为一马攻守 亦可独善其身 不骄不躁 刘备败王生死不知之时 亦能谨守本心 不为曹银富贵所谜 此二条 足见其忠义 世上武力强横者不少 智谋无双者亦不少 但都不如关羽 便是因关羽能 谨守本心之故了 朱祖道 随即故意感叹一声 我大名良将虽多 若论武力智谋 只怕胜过关羽的 也不知反己 但数十年后 又有几人能耐得住富贵青石 能如关羽那般谨守本心 始终愿意为主公出生入死 不必艰险 在青史之上 留下与关羽一般的威名 这一番话说的蓝玉热血上冲 当即凯然道 武殿下何故小瞧我大名英杰 且说徐帅功高得龙 富贵已急 却依旧爱兵如子 为我大名出生入死 又有已故郑国公长公 忠心耿耿披肝力胆 此二人皆是我大名 如同关羽长一般的人物 便说我蓝玉 如今虽声名不显 但那关羽最初不过一马攻守 我蓝玉又如何能弱于他 日后定然美战必先 为陛下鞠躬尽瘁 虽死无怨 好 朱祖大声赞叹 其余朱家兄弟也为蓝玉豪情所感 对这粗豪汉子清静了起来 朱祖看着蓝玉 亦有所指道 蓝将军勇武 我久居身功异常闻之 日后加官尽绝 自然不在话下 那关羽之兄刘备不过知习范吕之徒 关羽却始终心怀忠义 富贵贫贱始终不弃 望蓝将军也能谨守本心 忠义两肩挑 做那和关羽一般的英雄人物 言下之意 关羽的主公刘备不过是个卖草鞋的 关羽也没有背弃他 你蓝玉日后飞黄腾达了 可千万因为我朱家起于草莽 便心怀轻视 略见字意 忘了忠义啊 蓝玉现在暂时还不明白话中深意 只是拍着胸脯 那是自然 我蓝玉 自此自当以那关羽常为榜样 也做一名顶天立地的大豪姐 见蓝玉说的豪迈真诚 朱祖不由地点了点头 他是真心不愿这个将才 那般憋屈的死在尔虞我诈之中 似这等人便是死 也应该死在为华夏开疆拓土的冲锋路上 方不负了他胸中那满腔的英雄豪情 希望今日这番话 他能记在心间 日后若有骄纵字意之时 能有所一及 稍加收敛 保全有用之躯 雅间气氛富佑热烈起来 此时的蓝玉果然粗豪烂漫心无城府 既然话已投机便当真与朱祖几人平背论交起来 既没有把他们当王爷也没有是他们做孩子 与朱祖等人又覆催着朱祖讲起三国来 朱祖便又说了几回 说道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 诸葛亮火烧薄望前令赵云炸败的情节 蓝玉惊叫起来 哎呀 竟和王宝宝那斯炸败 引诱我和徐帅一般无二 若是早听这三国 又应有此次北征之败 事情已过 蓝将军无需再接怀 日后可多多熟读战策 叫敌人再无稽可成便是了 朱祖道 不错 和那关羽比起来 我蓝玉确实杂杂呼呼 显得不庄重了些 倒是和那张飞下猴吞类似 蓝玉撵了撵自己的扎然 对自己的胡子像张飞 却不像关羽十分不满意 那关羽时时读春秋手不试卷 看来某家也该多读读书才好 嗯 若是这三国开印出来 务必给我一本 某便拿着三国来开门了 他都这般大了 还拿自己打去说笑说要用三国开门 雅间诸人都不自禁笑了起来 外间动静怎这般大 笑臂 朱素骤然注意到窗外不时传来的一阵阵嘈杂声 这雅间开着窗时毫不隔音 关了窗户隔音却又甚好此前尽无察觉 最靠近窗户的朱真打开窗 见院内高台上已满满当当做了不少如山老者 正中一位老者头戴高官正经微作 面色肃然不由惊道 呀!竟然是宋先生 宋先生也到了此处吗? 几人都凑到窗前观看 坐在正中的那位老者不是朱王的师父 大如宋连又是何人? 蓝玉见之笑道 原来已经是这个时辰了 今日妇乐院中举行师会 应天稍有名气的书生都会聚集在此 果然热闹的景 宋老夫子得高望重 该是来给这些书生当评判的 原来是师会将开始了 见楼下如山观带者络绎不绝 满满的在出名难得一见的文化之气 朱素不禁有些许期待 到了古代 又如何能不去参加一场师会开开眼呢? 只是自己已经贵为王侯 自然也不需要老套的偷师 装逼的情节了 一者不太厚道 二者师会题目又岂会 正好与后世家作相契合 即使一次两次侥幸偷师套上了 以后也难免为人戳穿了吹起的牛皮 这种危险大于利益的事 朱素是绝不会做的 蒙元志华夏日久 不止书册典籍多有诗意 儒家文风亦是大不如前 此前老朱筹备科举取士 竟是连几个可用的读书人也选拔不出来 只得暂缓科士下次再举 此次妇乐院师会 亦是老朱点头受益大办特办的 亦在弘扬我大名文器 希望能促进文道昌盛 好日后能更多的选拔出栋梁之才 诸多文臣大儒对此事十分重视 不止德高望重的宋联亲自下场主持师会 更是召集了对岸贡院国子舰内 几乎所有的青年文士 以及滞留在京的文人默客 也幸好妇乐院是朝廷教方司清力修筑的门面 院厅占地甚广 才容纳下了这么多的学子书生 或许是明初的风气还不甚颓迷 这所谓的诗会 并没有看到诸素想象中的阴歌燕舞 铭记天香 反而是清一色的鹅关长山 汗墨纷晕 让诸素颇有些失望 宋联宣读了诗会题目之后 数百青年文士便便齐齐抬袖研磨 苦思举笔 气氛肃穆且庄重 以怀骨为提提诗吗 此诗题倒是不难 朱刚看着窗外道 在心中默默草拟着诗句 御图语底下的书生学子们一较短长 这题目倒是不难 若要诸素赶鸭子上架 大敌也可以抄后诗诗句已做的 但出了这个风头 此后再有诗会 诗题刁钻一些 他就要抓瞎了 所以 也只是饶有兴致地看着 看看诗会中 会不会出现什么佳作 少青便陆陆续续 有书生拿着写了诗的纸张 交与座在前排的评选们 宋莲等大儒便开始一一品平起纸上的诗文来 写完诗的书生们 回到座位上难免开始窃窃私语 方才肃穆无声的附阅院 顿时又微微喧闹了起来 台上大儒一步时交换诗文 平头润足 偶然出了一二家具便有大儒拍桌高声迎诵 集结赞叹 底下书生们也齐声夸耀传扬 写出这家具的书生们便昂首挺胸 被一众佩服的同窗们包围起来恭贺 果子见生 就这 朱刚不屑道 方才底下宋莲他们念出的几首佳作 朱刚自认都远不如自己所做的这首 只是这屋里 不是朱爽朱弟朱素这种不学无数的半文盲 就是蓝玉这等大字不识的纯文盲 朱刚这一通薄衣属实 完全是装给了瞎子看 三 三哥 小弟也做了一首诗 还请三哥辅证 意料之外的 老六朱真竟也做了一首诗 朱刚有些讶异的结果 只见评则相合 颇具意境 已比底下的大部分果子见生强过太多了 不禁惊讶道 老六 可以啊 你竟然有这等食材 平日里无事可做 便多看了几本诗集画本 朱真有些不好意思 老五 你们不做一首 朱刚怂恿朱素道 不了五哥 誓死什么的 小弟那是半点不会 哪有这酒肉香 朱素道 一旁的朱爽朱弟 两人大点齐头表示赞同 朱素好歹还在窗边张望了一望 这两人从头到尾都在桌旁风卷残云 压根没挪过窝 看诗会也就这样 一时半会儿 他们平时也平不完 朱素便继续坐下 一边吃着韭菜 一边与朱弟兰玉他们 纵论起三国人物来 反正底下平时评的嘈杂 倒也不担心 声音漏了出去 平时的喧闹持续了好一会儿 不时便有佳作问世 评选们选好了今日诗会的三顶甲 学子书生们的交流声 也渐渐静了下来等着聆听 二三甲暂且不论 若是能在诗会之中夺得魁首 自己的诗文便能在妇乐院这等富贵之地 乃至于整座应天府传唱 读书人最重仰望 若有了这等财民日后 到了哪位达官显贵府上 都能成为座上宾 甚至于对日后出世为官 亦是大有必义 故而 诸书生都万分希望自己能夺得诗会魁首 此次诗会乃我大名文坛盛世 你等着实贡献了不少好诗词 宋连起身道 难得大名有这等规模的诗会 老先生人逢喜事 端蒂是精神绝朔 我等多方斟酌 认为这三首诗词 可堪本次诗会之三甲 汝等且细听之 说着 便这人将这三首诗高声朗诵 并张贴于红榜之上 胡莫笑晚起 吴岳见尖车 群雍方萧萧故未至事于 刀笔记得诗 思速较盈亏 谁云周公盛对此残不如 好诗 以古讽经 我不如也 朱刚低声诵读着 被评为魁首的诗句 忍不住赞叹道 这还是 他第一次表示 有诗他自愧不如的 便是二三甲的诗 他听到时 也只是高仰着头 不屑一顾而已 此诗是那人所作 咦? 不就是那个来大本堂 踢馆的小子吗? 见一少年 被一群书生围在中间恭贺 朱蒂眼尖得很 只一眼便看出 那个满面腼腆的书生 正是昔日在大本堂 被诸素变倒的 宋连的弟子西直 他不是叫西直吗? 怎么刚才宋师却说 此诗乃方 方什么来着? 朱爽说道 朱素接过了话茬 方笑如 方才宋师说 这首诗的作者是方笑如 心里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 方笑如 建文帝的死忠方笑如 历史上第一个 被移了十足的狠人方笑如 终之无双却惨烈收场 在史书上留下了无尽悲剧的方笑如 想不到 竟然就是那个在大本堂里 被自己驳倒的那位有些害羞的少年 少年意气动四方 此时的方笑如 虽不断地拱手作医 向童年们谦逊着 唯语中却依旧藏不住 那一抹少年得意的义气 他能否想到在几十年后 因为他自己所坚持的信念 他会害得自己的家族兄弟 乃至有人全部因他一人所恪守的心中道义 而童童死而非命吗 那个时候的他没有错 只是那时候的世道是错的 朱素不再往窗外去看 他已经将一切告诉了老朱 那种错误的世道 自然也会有老朱全力去阻止 方笑如这样的中正文人 应该用他的热血为国家和百姓效力 而不是无用地倒在内乱的屠刀下染红历史长河 让人悲伤溃叹的一脚 相信今世的他一定能够一展他的胸中义气 得一个好结果 也一展他心中的一个纯粹如是造福一方的理想 刚从一只鸡身上撕下鸡腿塞进嘴里 耳听到外面的嘈杂恭贺声渐渐安宁了下来 应该是有人示意了诸人停止喧哗 而后便听外头宋连的声音道 此番虽已成功选出了魁首 但老夫这里 还有陛下教于我的一首怀骨词 诸位且品评品评 也好得知一山更有一山高的道理 老朱给的词 朱素一边嚼着鸡腿肉一边心中晒笑 老朱的诗词霸气是霸气 不过谴词用具都是 鸡叫一声撅一撅 鸡叫两声撅两撅 这种浅白易懂 没啥文化的 放在诗会这里就是纯纯的丢脸 宋老夫子 莫不是要在公开场合讽刺君王 此词牌为灵将先 诸位细听 宋连道 此时的妇乐院那叫一个鸦雀无声 若真可闻 就连雅间里的诛人也屏息尽气 想听听老朱能做出什么怀骨词来 朱素朱蒂这种没什么兴趣的人都坐在桌边 朱刚朱真两个有兴趣的便继续在窗边展望 宋连展开一张被他之而重之的放在怀中的纸 深吸一口气 雅间窗外便响起了宋连一阳顿挫的独词声 林将先滚滚长江东逝水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逃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于桥江主上观看秋月春风 一壶灼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 笑谈中 宋连读此词竟是无比的豪情激荡 最后一句甚至出现了破音 不过整间俘乐院一个笑他的人也无 若说刚刚的沉静是看在宋连这位大儒的面子 那么现在的沉静便是因为所有人 都被带入到了这首怀骨词的意境中去了 好啊 真好啊 便连大字不识的蓝玉 此时也不禁难难赞叹 他虽不识字 可却能听出这首词中 所蕴含的那谷子 昔日豪杰英雄之壮烈 以及探时间飞逝 英豪不在之萧索 这首诗 竟是完美地道出了 他想要与关羽这等盖世英豪遗物 却因时间长和阻隔 只能对空谣进一盏酒 古今是皆只能负予笑谈的惆怅之情 看来以后必须要读书了 要不然 夸赞的话都不会说了 蓝玉心中暗响 绝妙好词 真乃绝妙好词 与此词一比 我那歪词真不该陷于此事 朱刚也探到 便连朱弟 朱爽两人 亦被此词的绝妙意境带入其中 久久不能忘怀 朱真一拍着窗檐大赞 此词非天人不能的作业 想不到父皇不止雄才伟劣 竟也有这等食材 咦?五哥 你怎么了? 朱真一说 朱人这才发现 朱素一脸怪异地张着嘴 下巴如同脱臼了一般 嘴里那一大块鸡腿肉眼看 就要掉在了桌上也没反应 朱素是一百万个没想到 他不想抄诗词 老朱竟然直接把他的诗词给截胡抄走了 这守灵将仙 确实是写在了给老朱看过的手记上 也不知他什么时候记了下来 老五 你没事吧? 莫不是噎着了? 朱爽给朱素端来一壶茶 朱素这才回过神来 白手盲称无事 底下那群文士已经疯了 甚至有马屁精激动到当场跪下 山呼陛下万岁不止 听得朱素一边喝着茶水 心中富匪 还得是你 洪武大帝 脸皮可真是厚啊 这算什么? 被迫送了一首名作给老朱装个博仪 这位老同志你还要不要脸呢? 你都当皇帝了 还托我为数不多的名作 偷诗这种事我都不好意思做 而且这种等级的名作 可是用一首绍一首 早知道你脸皮这么厚 不声不响的就偷诗装博仪 还不如我自己先厚着脸皮 给我自己先装先爽一爽呢 正这么想着 底下乱糟糟的一片嘈杂中 又再度传来了宋连的声音 你等时误会了 此事虽却系陛下交于我手 但其实 其作者并非陛下 而是另有其人 此人正是陛下的第五子 而经封了无敌为藩的五殿下 吴王朱素 扑 朱素把茶水尽数喷在了朱双脸上 五皇子 底下 一群学子文士 进阶哗然 朱刚万分震惊地扭头看朱素 老五 这是你写的词 啊 朱素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他现在自己脑子里也是一团乱麻 老朱为什么把这首灵将先安在我的头上 他明明知道 这首诗是后世的杨慎所做 自己要是否认 这算不算抗制 朱刚亚然地走到朱素身后 伸出手对着朱素的脑袋一阵乱揉 你这丝 瞒得三哥我好苦 亏我方才还在那自满 你是不是在心里偷瞧着哥哥的笑话 这 三哥 我真没 朱素无奈 他自己的水平远不如朱刚 又哪里会看朱刚的笑话 雅间中 几人对着朱素问东问西 雅间外 那些书生们也喧闹起来 宋莲已亲自将那瓷汁众汁的贴在了红榜的最上手 一群人挤在前排 争着一堵那一首绝妙好词 绝妙好词 真乃绝妙好词 我观国朝定顶以来 就以此词最为绝妙 看来我大明 终于要出第一位 如同失先李白那般的人物了 竟还是一位皇子 真乃国朝文华兴盛之兆啊 有人叹道 不少人纷纷点头附和 这首陵将先摆在这里 五皇子诸素的文学造诣 算是被直接大明文坛所承认了 只怕不日 这首诗就要被这些与会的文人们口耳相传 传遍大明的大江南北 乃至名流与华夏的黄黄青史之中 诸人交口称赞 便连方笑如也细细研读这首绝妙好词 越读越绝回味悠长 如饮纯酒 她正正地看着这首陵将先 心中对诸素也越发地佩服了起来 不对吧 吴王殿下年纪尚幼 满打满算 也未到十五出头 而此次一股怀惊 老气横秋 又岂是区区一少年所能做的 其中莫不是有什么误会 人群中不知哪一位愣头青的文声突然高声止意 赋乐院中的空气突然诡异的一进 连带着雅间中快活的空气也变得古怪起来 谁 谁敢诋毁我兄弟 朱爽顿时大怒 气势汹汹 站起来就要到窗户那去骂街 蓝玉朱蒂更是脸色铁青着 往雅间门口走 看样子是想把说怪话的书生揪出来暴打一顿 朱素赶紧拦住了他们三 人家怀疑的倒也没错 自己就是一超师的本来底气就虚 被人一说难道还能恼羞成怒不成 虽然超师似乎是被迫的 回去必须要向老朱问个说法 这边朱素拦住了几人 那边底下本来喧嚣热闹的赞颂声 化作了诡异的焦头接耳 那道质疑声仿如化作了一片阴云 萦绕在朱文人的心中 上手的宋连气的发抖 可一时半会也想不到什么词辩驳 那道声音又是在人群之中发出的 发声之人早就不知隐匿到何处去了 宋连只能气呼呼的指着人群颤抖 那位兄台说得有理啊 吴王殿下才多大年纪 此前也全无聪慧之文 焉能突然做出此等佳作 怕不是请了某位影师的老先生代彼 以博文明朱素年纪尚浅 正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朱文生们自然也不愿意承认自己被区区一黄口小而圆圆甩开 于是这种质疑便飞快在人群之中蔓延开来 若论同辈文才 我还是首推西之兄 西之兄乃宋师高地 又天赋异禀 若说有人年纪轻轻 能比西之兄更加才高 我是不信的 一位文士高声对四周同眠说笑道 不敢直言诽谤王爷 却自自惧惧直指诸素 见方笑如仍在对着那林江仙正正出神 他一心以为是方笑如心有不服 若是以言语挑之弊能得其善意 于是还特意一敲方笑如的肩膀 西之兄 你说是吧 一派胡言 按照这人料想的剧情 方笑如应当就着他这个台阶借坡下驴 而后与他一唱一和 自此方笑如依旧稳坐同辈第一 他则也能与这位前途无量的童年搭上关系 可没想到方笑如听他此言 竟然怒目转身 大声呵斥 如等不知是由便敢妄言诽谤武殿下 岂不知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的道理 武殿下年纪虽轻 可古有甘罗十二百相 武殿下年纪也只与甘罗相差仿佛 如等安能断言其并无才具 我告诉你们 我曾亲见过武殿下一面 并有幸得其教诲 武殿下一言便如醍醐灌顶 令我方西之大彻大悟 静静良多 圣读十年之书 殿下高才 不说别人 我方西之是佩服的五体头地 方笑如这一番话 众人顿时又是一阵哗然 武殿下竟然指点过方笑如 还让方笑如受益良多 圣读了十年书 武殿下竟然是真才实学 还能有这般的能难 莫非这世间真的有天赋异禀 生而知之 朱爽看着底下风向再变 倒是也不好骂出声了 只得愤愤地催了一口哼 算这个方西之还有些良心 没想到 这方西之竟然会为老五站台 朱队看了一眼方笑如 又看了一眼朱素 老五 他对你的才学推崇被揍 朱素简直想要演面 他只觉得脸上烧得厉害 这副乐院是一刻也不想呆了 走 赶紧走 天色也晚了 不如早些回宫 免得被爹则骂 朱素灰溜溜地走了 反倒是朱爽和朱真几人 颇绝扬眉吐气 趾高气昂 从那群文士身边经过的时候 恨不得把朱素扛起来招摇一番才好 朱素的文明 随着这首 林江仙飞快地传珠应天府的大街小巷 乃至朝着整个大明扩散出去 那段残缺版的《三国》 也因被那位说书老者记下的关系 在朱素不知道的地方偷偷朝着四面传播开来 一回宫朱素便逮了个机会去问老朱 问他为何要让自己做这种偷师之事 谁知老朱竟黑黑一笑 一脸女干谋得逞的表情 你不是要弘扬科学吗 医学派的开创宗师 没有才明如何做的 咱这是在帮给你扬名 朱素决道 朱素仍在犹豫要不要担起科学重担 老朱便直接先掌后奏给他刷起了名望 这是朱素没有想到的 一脸纠结的他离开锦身殿时 并没有注意到老朱背着双手凝视着他的身影 真是赤儿 既然已经成了这天下的一人 那么必然肩上要担着重子大任 翻手之间便能搅动天下云语 这样的能耐 如何还能只做一贤王 逍遥一生 咱儿子的身份还是太薄 只怕也保不全你的后四 但若是成了开宗立派的宗师 有了天下闻道的气韵加深 你这一只方能得个真真正正的安泰啊 朱素不知老朱的苦心 只当是老朱一时恶趣味 想给自己家儿子搏个文明 光耀老朱家的门楣 如今的朱素在应天府内外 已经有了朱家麒麟子的美誉 本来不想超师 竟然被老朱逼着当了个麒麟子 朱素又能找谁说理去 也只能听之认知了 反正被人夸麒麟子 听上去也挺爽的 哈 竟是我朱家麒麟子来了 来来来 且让大哥看看 这几日可有长高了不曾 宫门口的朱镖见了朱素出来 忙迎上两步拍了拍朱素的胳膊 不错不错 文说 你和二弟三弟他们弄了个小教场强身健体 果然是日渐皆是了 随着太子妃尝试日益显怀 朱镖的日子也是越来越忙了 常常是在六部衙门和太子府连州的转 便是进宫也多 只有闲暇见一见老朱和马皇后 与朱素兄弟几个已然十余日未见了 大哥可切莫编排我了 朱素苦笑 别人不知道 大哥您还不知道吗 那守灵将先是 大哥自然知道 五弟且不用多说 朱镖打断了朱素的话 不过父皇要你如此 这麒麟之名 你就担了便是 你拿我大名吴王 还有人赶上门来与你斗施不成 朱素倒是没想到朱镖是这样的态度 这位大哥对学问向来是有些淤的 此前还在他偷了后世新学大师理智的句子 去驳斥方笑如呢 怎么现在竟这么干脆的接受了 快歇吧 一会便该敬武善了 朱镖身侧 沐英也对朱素微微笑着 听说你要去看看城外的庄子 我两边在这里等你 只是镖哥如今忙 不能陪你一并去了 只我陪你去 大哥公务繁忙便去忙吧 如何能因我一人胡闹而耽误了正事 朱素忙道 朱镖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见一见你不耽误事 你嫂子常念到你 说你给他开安胎的食疗方子 是受了你的恩 得侠了 记得和他去说说话 他如今肚子大了 走动不得 朱素点头答应 兄弟三人又寒暄几句 朱镖便自去忙公务了 沐英带着大兜都府提齐护着朱素 一行人卷着烟尘 往西城外阵营建着的黄庄而去 说来也巧 这座庄子便建在了应天成熙的避风山 此山风景秀丽 虽地处幽静之地 但骑着马只须小半日便可到达应天成西门 原是应天成中贵人平日踏青的好去处 山上本只有一寺庙明幻避风寺 便是此前朱素等人想要去又没去成的那一间 其在应天成中颇有名声 故而多少也有些香火 此寺坐落在山腰 朱素的这间黄庄却是在山脚 隔了老远便看到山脚下一座新建起的方门 方门上的牌匾还是空的 其后老远方能依稀看到正在迎建的那座庄子 独独这一座方门立在这里空空荡荡 嗯 朱素无语 谁家避暑的庄子老远先建个方门搁在这的 这看上去不像什么庄子 看上去倒是和中门派的山门也是 也没毛病 老朱八成就是把这里当日后朱家开宗立派的门派来建了 朱素心想 此门之后皆是陛下划定的庄子范围 穆英对朱素道 果然老朱弄出来的这避暑庄子 必然不会单纯的只是个庄子而已 此处是避风山附近南建的平地 这些田土本属四产 我大明立起以后便将此处纳为了黄田 穆英领先朱素一个码头的距离 带着他一面走一面说 那边便是给你盖的庄子 再有半月便能竣工入住了 论规模倒是与太子殿下的太子府相差仿佛 说道这朱素精神难免的一阵 大哥的太子府占地可不算小 要真有那规模 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 我说的暗渠可挖了吗 朱素问 挖了 你那暗渠弯弯舌舌 这实费了工部不少劲 不过他们倒也不敢违逆 建宅子前就挖好了 穆英道 朱素等闲难以出宫 这座宅子基本是在他的眼皮子底下修筑起来的 对其中的细节自然是心中有底 两人又逛到一处林中 穆英道 这里修的是一座军寨 庄子的粮草器械 以及日后锦衣卫与大都督府的军事哨 便驻扎在这里 若庄中有便 只需躲到此处关闭银门 便可坚守百日有余 足宝无余了 朱素看着那不惜血本修筑出的银墙寨门 又看了看外头密密麻麻的陵墓 这些陵墓 这些陵墓平时可作遮挡军寨之用 寻常人等若是事先不知 但是很难发现这里竟有一个寨子 若是有急则或可罚之为类墓 或可焚之为火墙 亦可作阻挡骑兵之用 果然是一处异守难攻的好地方 还有一处速递起来 穆英再马上到 朱素策马跟上了他 只见这银寨深处又有一银门通往一处空地 此处深入山中 开出这一片诺大的空地 肯定花费了极大的力气 朱素看到 这里竟然盖了几间火窑与工房 此处便是日后我大明秘密研究星智武器的地点 穆英介绍道 那些火窑则是按速递你的图纸 建起来的涌来炼钢 烧桃的新型炉 速递你且去看看 可有搭的不对的地方 自己确实拿着图纸吩咐过老朱 希望能按自己的图纸在黄庄中起好炉子 这些窑炉其中有炼钢的 炼玻璃的 还有一个如今朱素最为看重的用途 那就是烧水泥 朱素曾经见过老朱发动劳工修筑应天城墙 先采来尖石以座城基 然后烧出成千上万的城砖以座墙面 城基城砖之间皆以糯米沙浆 以及生石灰等灰浆填缝 这样粘合出来的城墙十分牢固 应天府的名城墙 也确实在华夏大地上安然无恙的屹立了数百年 但在朱素看来 这样修筑出来的城墙费时费力费工费钱 仅仅一小段城墙 往往便要重复堆叠 夯实在堆叠此类步骤数十次 且糯米沙浆熬至不易 要知道糯米可都是粮食 在此大明出力之时 光是作为原材料糯米的花费便已价值不菲 花费如此代价熬制出来的糯米沙浆 其效果也令朱素极不满意 粘合用石矿日持久往往需要粤鱼 且过程中最好不能淋雨 且还需要层层夯实 外侧也需打上支架做支撑 城墙明明是用来护卫兵士 防御外敌的却搞得比人本身还要娇贵 也正是因为修筑不易 古时候能够修筑城池的地点便也十分受限 朱素很不满意 华夏的古人们就是用这玩意儿 修筑出了一座座名流青史的雄城 工匠们的勤劳 不应该浪费在娇贵的粘合材料上 造水泥 必须造水泥 有了水泥 这样高耸的城墙只需数月便能拔地而起 北墨建成不再是不可能 有了城墙的依托 华夏民族的辐射范围还能再拓出千里之远 朱素在后世算是比较会钻研的了 比如后世穿越爱好者 号称穿越必备的攻略书 军地两用人才之友 赤脚医生手册等书 他都稍微有所涉猎 可理论终究只是理论 想要真正烧出水泥 还需要不断地尝试才行 不只是水泥 还有玻璃 火冲等等等等 蒸汽吉祥的太远有些不太可能 至少有生之年得把后装士碎发手枪弄出来吧 日后 万一自己有机会与某位单鱼对阵军前 铲鱼高声向我五皇子诸素挑战 在一片惊呼声挽留声中 自己临危不乱拨马而出 面对铲鱼飞驰而来的快马弯刀淡定地掏出手枪 砰 铲鱼惊恐落马 自己吹一吹枪口的硝烟 留下一具愚蠢的蛮族人 时代已经变了之后 飘然回阵 在铲鱼弥留之际的眼中 映下一道无敌于天下的背影 这场景想想都带感 素帝 想什么呢 沐英呼唤道 无事 朱素赶紧擦了擦口水 虽然阵前用手枪出气不意的击杀敌球 肯定很爽 不过上前线还是太危险了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这事想想就罢了 庄子的参观大体就是这些 沐英与朱素拨马四处闲逛 如今正是下丘之交 田地之中却没有朱素想象中的 那一片即将成熟的麦浪 麦子们显得青黄不接 稀疏无比 高矮也各不相同 和挽着裤脚 在田中辛勤劳作的那位沟楼的老农相比 那些麦子稀少的有些让朱素愤怒 今年是灾年吗 朱素问沐英 嗯 何出此问 今年虽不算丰收 但大抵是个好年景了 沐英看着田地里耕作的老农 露出了和朱素截然不同的欣慰神情 在前缘的时候 哪里能看到百姓这样其乐融融的耕作景象 那时的人没有活路 就算再耕田也是替主加耕的 麦子当冒头 圆庭的狗官们就要来割一茬 种出来的粮食 能到百姓自己嘴里的还没有一点 若不是我大明 何来这般安居乐业的年景 这样的景象叫祥和 朱素觉得沐英的话有些惊骇 如果这样稀稀疏疏的麦茶子 都能算安居乐业之景的话 蒙元那时史书所记载的明不聊生 到底该是怎样的人间恋语 这种田笼 在朱素眼里 已经算是灾难了 在朝廷 官员 甚至是百姓的眼里 竟然是需要感恩戴德的好年景吗 不该是这样的 朱素喃喃道 什么 沐英问 无事 朱素挤出一抹笑脸 看着那名脸上带笑的老农 心中却变得更加的沉重 这片大地上的人民 是最最勤劳的人民 他们不该只值得这样 沐英哥 咱们什么时候能搬来这庄子里 朱素问 他现在有些迫不及待 想要在庄子里 尝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皇宫里的规矩毕竟太多 连在后宫挖了个断链用的沙坑 都有太监跪着说 会坏了风水 想要做点事 在皇宫里可不成 凡都要被烦死 再有半月 这庄子便能竣工了 沐英道 他与朱素并肩行 伸过圆壁拍了拍朱素的肩膀 只是到时 哥哥恐怕不能来这里 与你作伴了 嗯 朱素有些疑惑 不是说爹让沐英哥 你来赞领吴王位吗 建庄之前 老朱便告诉 他会让沐英来给朱素操练卫士 顺便保障这皇庄的安全 沐英乃大将之才 给他朱素当的保镖 那是妥妥的大才小用 有沐英照着朱素 自己也是放心的紧 怎么现在却又变卦了 原是这样安排的 但大都督府前几天发了动员 要我领兵到云南去 沐英笑道 魏国征战是我一生的夙愿 义父对我抱以厚望 我也不忍违逆于他 只是却是对你食言了 表情有些纠结 什么食言不食言 娶云南乃是国家大事 沐英哥 你拿我大明命 降临我的吴王位本就余理不合 现在大明用得上 你又有什么食言不食言呢 朱素赶紧打断了他 心中却是奇怪 按原先的历史 大明征伐云南应该还要几年才对 为何现在就下了洞员 往云南调兵潜将了 看来 老朱也是迫不及待 想把这一大摊子收拾好 以养精蓄锐了 不必担心 你不是也说了 收复云南在历史上 也没什么难的不是 提早几年也是依附他有自己的考量 看出了朱素的担心 沐英笑着劝慰道 朱素对他说过 收云南的事 还尽量将能记得的历史细节 统统告诉过沐英 为的就是让沐英能早做筹谋 收服云南时能更加顺遂 不过沐士日后会市政云南的事 朱素没告诉他 奔出于上 朱文正的悲剧已竟然朱素明白了 期待过高 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他不希望沐英有任何一丝 和朱家分裂的契机与苗头 毕竟 万一老朱不想封沐士做云南王了呢 没有沐英做陪 一个人发配桩子 自由是自由了 只是也多了几分寂寞 以为朱素在担忧自己日后的安全 沐英笑道 素帝不必担忧 我要往云南征伐 自然有接替 我来这桩子帮你练兵的人 你的安危义父一向看中的景 来接替我的人更是我远远不如的 你不必忧心 比你还强 朱素不信 是谁 到时 你便知道了 沐英竟是卖了个关子 元洪五十四年大明才开始征伐云南之战 如今竟是提前了足有九年 在原历史收复云南之前 大明还曾征土拨 讨西藩 并在北疆有过几次规模不大的北征 等彻底稳定了周边的不安定因素之后 大明才腾出手来 开始驱逐云南境内残余的北原势力 现在老朱竟然先不管外敌 直接开始筹划征伐云南了 说明他此时的打算 已经和历史上同时期的朱元璋开始不同 如果说朱素只是一只扑扔着翅膀的蝴蝶 那么老朱就是能够呼风唤雨的真龙 蝴蝶尚且能造成蝴蝶效应 导致已知的历史面目全非 更何况真龙呢 朱素知道 他作为穿越者优势的先知先觉 已经开始渐渐的荡然无存了 现在这个时代的主角不会是他 依旧会是全清天下的红武大帝朱元璋 他比历史上的朱元璋更加睿智更加强大 地心四海 朱素看不穿他在想什么 只能相信他正在驾驶着大明这艘巨轮 前往更为正确的方向 几天之后 穆英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应天城少了穆英 似乎什么都没变 秦怀河依旧传唱着《临江仙》 不时有人提着一壶啄酒 约上一二有人在河上垂钓 不管钓没钓着鱼 和这首次的意境总算是合上了的 一切都如往常一般平和 甚至没人知道大明正在往云南钓兵潜降 战争暂时还没有开始 但又已经开始了 等应天百姓意识到战争打响时 想必就已经是如雷霆般的毕命一击 独居城外 需要注意气候冷暖 记得常回宫看看 宫门口 马皇后对着朱素音音嘱咐 朱家人不矫情 送行的只有马皇后 再没其他人送的 出城不过才两步 没必要 老朱忙着朝市 几个兄弟们 今日则是在大本堂读书 朱素笑着点头 您放心吧 我都记着呢 娘娘放心 老奴定会好生照料殿下 必不让殿下冷了热了 太监祥灯在一旁也说道 马皇后点点头 她并非凡俗女子 知道罐子如沙子的道理 话点到了变形 也不会垂泪作态 你爹先是和我说了 我们也会常去那庄子转转 她对你寄予厚望 你可前往莫要懒散 若是被她抓了现行 娘可拉不住 我知道了 朱素这句话 应得有些心虚 她确实想着老朱不在身边 自己能在庄子里随便浪来着 马皇后拍拍朱素的脸 她知道 朱素想要弘扬一门 此前从没有过的学问 老朱也想尝试着 让她借着后世的知识开宗立派 分化日后朝堂上来自文人的压力 但自己的这个小儿子素来懒散的井 她实在没把握 朱素能乖乖地研究学问 应该去了云南顾不上你 你爹便令给你找了个可靠的办当 马皇后道 娘已事先嘱咐过了 你且要听她的话 好好做学问 莫要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所以 与我一起去庄子的是谁 朱素疑惑 慕英说 会有人替她跟自己一同去庄子 朱素还不知道是谁呢 马皇后朝着前头招了招手 朱素这才注意到 那里还站着几个人 最后面的是一脸不情愿的朱首签 最前面的人面上一抹方好不久的剑巴 后边跟着的一个俊俏后生正对着自己不断使着眼色 正是李文忠和李锦龙父子 啊 是宝儿哥和我同去庄子 朱素惊讶无比 李文忠现在在大明几乎是排名前五位的长盛将军 一身军功远胜于如今的慕英 让他来给自己操练人马看家护院 素哥何必如此惊讶 李文忠笑道 英哥是你一兄 我也是你一兄 怎么 他能去的 我便去不得 李文忠曾经也认过朱元璋做义父 过儿才有这个说法 朱素盲拱手道 我哪里敢嫌弃宝儿哥你 只是你战功卓着又身居要直 我怎么敢劳烦啊 哈哈 无妨 北征失利虽然没有什么大成见 但我们这些出征将领都被勒令了卸下兵权赴贤再加一段时间 便连徐帅现在再大都都府也没捞到什么事做 我天天窝在府里出来帮你操练操练王位又怎么了 李文忠语气清净豪迈 论血缘他和朱家比慕英还轻 如今不当着外人面相见也只是以亲戚相称 况且 久将在家中也是无聊 一天到晚游手好闲的 你两年纪相仿 正好让他 好生向你学点实干的 李文忠说着 李锦龙在一旁忙不迭地点头 书 早就想和您笑谈古今了 如今您的名气在秦淮河上那是人尽皆知 哲儿也是予有容焉啊 这祸年纪上比朱素还大上几岁 这一口书却叫得清净无比 丝毫没有难为情的意思 马皇后和李文忠也都只在一旁看着 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 又寒暄几句 朱素便催着马皇后回宫去 自己跟着李文忠离开了来 他现在是老朱重点保护的人物 莫说织布连那道一半的鞋底 都险些被老朱给夺了 就怕他忙坏了身子 朱素可不敢 让他在太阳底下站太久 回头老朱心疼了 要算账的 上了早已备好的马车 几个锦衣卫和李文忠带着清兵护着 就往西城外去了 朱素这才有机会 像曹国功夫的清兵 这些兵没有之前李锦龙那些清兵那样统一的高个头肌肉块 也没有那骨子张扬的感觉 只是一个个都跨着刀 拱着腰 四肢紧绷索四方的眼神跟带着电似的 被他们护着 朱素觉得无比的安心 你瞧 这才是百战的精兵 之前你练出来的那些叫个什么玩意儿 马车里 朱素捅了捅李锦龙的胳膊 老朱以朱素去城外疗养 需要护卫为由 破例提前准与朱素组建吴王位 这在朱王之中还是首次 要知道 纵然是已经救赴的秦王朱爽 也还没开始组建自己的秦王位 朱家兄弟之中 有自己的私兵的 此前只有太子朱镖的太子卫帅而已 这些便是我给你找来充实吴王位的 都是梁家子 跟底绝对可靠 向那边列着队伍的少年们指了指 李文忠对朱素说道 随着李文忠大喝一声 少年们便都学着军中跪里那般单膝跪地 齐声抱拳大喊参见吴王殿下 这些少年中年纪最大的 也就比此时的朱素大个四五岁而已 本该是天不怕地不怕最为跳脱的年纪 他们喊完那一嗓子之后 却沉寂到显得有些可怕 让朱素最难以理解的是 这些人眼中奇奇透出的那骨子悲伤和迷茫 是寻常少年人所不应该有的 这些都是北征时候死去的军中袍泽的遗孤 等安置好了人李文忠才跟朱素说 好好一个大汉 眼睛里蕴得满满的泪 他们的父兄 跟着我在北疆出生入死 我陷入重围 得亏有他们以死相救 是真的以死相救啊 都是精兵 一整个一整个畏锁的死 剩下的全是妇孺和这样的半大小子 父死子继 他们本也要当兵的 听闻你这里招兵 新好新好新好 翠就求了陛下把人吊拐好照应 这都是忠良之后 李文忠的话有些没有逻辑 朱素却明白 他是觉得自己亏欠了那些 跟着他北征的士兵们 一江功成万古哭 这次北征朝廷的结论 只是个不赏不乏 连个弓都没给死去的弟兄唠叨 李文忠愧疚的 连觉都睡不好 宝儿哥不必说了 您能帮我找到这样好的王位 我感谢您还来不及 只是我觉得他们与家人分出两地 难免会心有旁骛 不如让他们把家人也牵不来如何 朱素说道 李文忠利用自己的王位名额 弥补阵亡士兵家眷 他不觉得有丝毫可怪罪的 都是劣势啊 个个都应该力杯 做传传诸子孙万代才是 没有他们老朱家做什么天下 李文忠这样替他做主张 朱素只会叫好 有这样的兵 这样的将 何仇大明不兴 素哥儿 你果然是个只大体的 见了朱素态度 李文忠惊喜地大笑起来 争论起来 他其实对朱素并无太深刻的印象 如今却真切觉得亲切了起来 大明如今最不缺的就是填土 便连印天府周边也一样 人牵过来 不怕没地方安置 继续开拓填土就是了 王位的家卷本就该有王爷护着养着 哪有让他们在外头自生自灭的盗脸 全是年轻人的王位们热泪盈眶 能不与家人分隔 彻底扫去了他们眼底的迷茫 一群人全都充满了劲儿 每天早上 李文忠就带着这些半大小伙开始操练 吼得整座避风山都扑朔朔作响 素哥儿 你这是在干嘛 某天早上 在临时教场操练着士族的李文忠 见朱素带着李景龙在角落里俯卧撑 深蹲 忍不住好奇过来问道 哦 这是一种锻炼的方法 上次落水以来 我深感自己身体太弱 故而折腾了这么一套法子 来强身健体 在宫里的时候 我和几位哥哥都是这么练的 朱素擦了擦汗说道 儿子也是 觉得身体实在太差了些 便跟着武叔学些一临半招 李景龙也道 本也叫了朱铁柱内丝 可那丝子从来了这庄子之后 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谁也不见 明明是来求个原谅的结果 普尔摆得比谁都大 好像谁都欠了他的似的 说到朱首千朱素 也觉得有些气愤 那天邓玉在的时候 这丝还知道不情不愿的到了拒钱 现在邓玉不在了 这丝干脆就直接摆烂了 一直摆着父死人脸 也不知摆给谁看 平日里关在自己房间谁也不见 不知道的 还以为来庄子疗养的是他呢 铁柱这娃子 文正去找了 这娃子没人叫 竟变成了这副孤拐的模样 实在好好管教管教了 李文中深深皱起了眉头 他与朱文正也有亲 论起来朱首千也是他的晚辈 他自然有管教之权 宝儿哥 我以为军武操练是最能磨掉一个人的臭毛病 军中便如火炉 甭管是什么破铜烂铁 在这火炉里总能给他炼成块钢来 朱素抱着恶趣味开始煽风点火 必须给那个别扭的朱首千一点苦头吃 嗯 李文中若有所思 李景龙与朱首千一向看不对眼 此时跳出来道 爹 孩儿认为武叔说得很对 武叔的操练之法有完全版 就用那法子操练朱首千 哦 李文中被这话引来了兴致 转头问朱素道 素哥儿 你有操练之法 也就是强身健体罢了 比之寻常操练士族之法 应该没什么特别 朱素点点头 能记得起来的后世操练之法 他早就整理成策 现在自己每天做的训练 就是这些的简化版 江厕子拿给李文中 原以为不过是锻炼士兵体力的法子 李文中这样的名将又岂会不知 谁知李文中越看眼神里的惊讶就越浓 素哥儿 你是哪里找来的 这练体之法 这练出来的哪是寻常士兵 是关绝天下的虎奔之士啊 啊 朱素被他说的愣了一愣 练体之法 有这么高大上吗 一听之下 还以为是什么修真法诀呢 哦 便不问你从哪来的此法了 没等朱素回答 李文中便自己掐住了话头 老朱特意嘱咐过 发现朱素的能耐别多问 方才突然问出口 已经是为止了 他拿起那本册子看了又看 问朱素道 你这操练之法 有几成把握 不会出人命吧 只要范石一按此为标准 当有九成把握 不会出人命 朱素道 这套法子 是经过后世千锤百练的出来的 哪那么容易出人命 死 李文中倒吸一口冷气 这般大的训练量 居然有九成的把握 不出人命 这是在人身体的承受极限 反复冲击啊 这样练出来的兵 那得强悍成什么模样 原以为到了黄庄 就是天高认鸟飞的好日子 朱素却没想到 他的好日子 还没满七天 就直接夭折了 炼体之法交出去之后 朱素果然成功的借李文中的手 给了朱铁柱一个教训 朱铁柱每天跟个死狗一样的 在临时整平出来的轿场里 跑圈 爬铁网 过沙坑 再也没有闲情意志 摆出那张全天下 都欠他几百吊签的臭脸来 坏处是 死狗不止朱铁柱一个 而是有足足三个 朱铁柱 你 你特娘倒是加点力啊 又落在最后 这一炷香 要是你再没跑完 咱们又得没饭吃 李景龙李大少爷 自己都喘得如同破风香 却还有心思回过头去吐槽 已经跑得腿打画的朱首签 李 李久江 你他娘 闭嘴 朱首签本就是憋着一股气 这一开口 整个人顿时一个猎切倒了下去 虎得李景龙赶紧扶了他一把 你可别到啊 咱们三个都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你到了咱们的午饭全的末 还有心思边跑边唠嗑 身后传来李文中魔鬼一般的声音 好 好的很 三个人 全都在家跑一圈 天呐 李景龙简直想死 这两丸裤子弟 娇生惯养的身体 比朱素还虚 倒是一向觉得自己身子弱的朱素 这惠子竟还跑在了最前面 说最前面 似乎显得他游刃有余似的 但其实朱老吴此时的形象 也没比朱素签好到哪去 伸长着舌头拖着腿 一步一步往重点挪 听到多跑一圈的消息 一惊之下险些晕倒 造孽啊 自己怎么就把这完全版的 训练手册给掏出来了 本想让宝儿哥拿这法子整只朱素签 谁知在听说有九成把握 不会出人命之后 李文中顿时来了劲儿 你和九江不是也在按这套法子操练吗 好的很 既然如此 你们三就一起操练起来得了 这可就要了命了 朱素只是想慢慢的强身健体而已 可没打算一下子把自己变成特种兵王 因此 那些操练的量都是减了又减 有事犯懒了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也是常事 可现在李文中来做这个教官 哪里还有一丝给他偷懒的可能性 平素的李文中还算好说话 可一旦进入将领模式 开始操练他们这些士族 莫说他了 朱素怀疑老朱来说情可能都不管用 除了他们三人 李文中还另外挑选了二十位少年吴王卫作为试验 分四五进行操练 那些人在大教场上有指挥使李荣来操练 这个李荣就是在北征战场上将马让给李文中 然后自己夺了匹马 继续上马厮杀的狠人 朱素见过他 看上去很是敦是憨厚的一个汉子 根本看不出是能在乱战之中夺敌将飞马的汉将模样 跑到最后的时候 几乎是李景龙和朱素拖着朱手牵爬到了终点 李文中看着那一柱在一盏茶时间之前已经燃尽了的香 不动声色的挡在了香炉前 嗯 不错 确实在香尽之前跑完了 那今日便准许你们用午膳 记住 吃完了之后都去睡一觉 明日要是因为没休息够没跑完 照样没饭吃 三人已经没法回答了 一个个躺在地上连根手指也不想动 看着这三个公子哥累的摊在泥地里的模样 李文中暗暗点了点头 就得这样 啃在泥地里打滚 那才是能有出息 像九江之前那样天天涂脂抹粉 再穿深白的 食指不沾阳春水 日后怎么带得了大兵 自己这辈乃至在上一辈人 哪个没在泥土里刨过时 素哥这法子真好啊 前些日子这三个小崽子还连一半也跑不完 今天就能多跑一圈了 更别说那二十个少年狼 他们的训练任务更重 成果也更加显着 李荣拍着胸脯向他保证 再过些十日 这些少年狼个个都将成为大明军中最优秀的叶不收 叶不收是什么概念 一般来说 赤后都是由军中最为机灵最为强大的士兵来担任的 只有拥有足够的实力 才能将情报从敌人的控制范围中安然带回来 而叶不收则是赤后之中的佼佼者 执行任务的地方皆为四面皆敌的死地 所承接的任务除了刺探情报之外 甚至还有烧毁粮草、刺杀敌将等等 简直是在死人堆里求活路 在鬼门关的门口反复横跳 叶不收 走叶路鬼都不敢收 要是没那实力 又怎敢向鬼神叫嚣无奈叶不收 此前自己率领的北征的十万大军中 可称叶不收的精兵也寥寥无几 且叶不收不只需要勇力 与敌人周旋的智慧 与同伴配合的默契 面对千军万马的胆色等都是重中之重 这样的兵一万个人里面都难出一个 现在李荣居然说 这二十多个少年郎都能成为叶不收 能够量产叶不收 这得是多么可怕的断体之法 要不是吃十一药等迷费实在太高 李文忠恨不得直接推广全军 躺了好一会儿 朱素才缓过气儿来 只觉得不止双脚 全身上下都跟灌了千叶似 耳朵听到大教场那边 二十个参与炼体试验的少年郎 他们的呼喝声气惯常红 二十多人比剩下的百来人气势还足 朱素诸首千李景龙三人传了好一会儿 这才缓过了些来 一瘸一拐地站起来去吃午膳 庆祝今日份的地狱终于熬了过去 午饭其实也非常粗烈 朱素自己出的主意 庄子里现在采用的是食堂大锅饭的模式 虽然不用和其他的兵族们排队抢饭 但饭时也不过是一大碗冒着油花的骨头汤 一块肉骨头 再加上几块大馒头而已 嗯 这饭食也实在太糙了 军中的厨子做的饭是给人吃的吗 朱素一边吃一边心想 他刚刚觉醒记忆之时 第一件难受的事就是食物实在太难吃了 后来委婉的给那时正在学厨艺的尝试 透露了一些厚实的菜色 在这个世界才能吃到点好吃的东西这样子 可惜宫里的玉厨徐心祖是个木头脑子 无论怎么委婉的教他就是教不会 做的菜就那难吃到死的老三样 偏偏老朱和马皇后还都不闲 幸好尝试成了大嫂后 经常做菜让朱镖接激自己兄弟几个 要不然嘴巴都要淡出鸟来 没想到如今住庄子 还得吃这种粗茶淡饭 我说您既然嫌弃嘴里倒是停了呀 李景龙一边风卷残云的啃着包子 一边还不忘对朱素吐槽 朱素才不会停 吐槽归吐槽 耐不住消耗大 他们三的饭食是一起送的 自己吃慢点 马上就被这两货啃光了 论辈分自己还是长辈呢 一点也不懂上下尊备 朱铁柱一边吃着 一边更是泪流满面 昨天因为跑慢了些 没饭吃就罢了 还要承受连累了另外两人的愧疚感 今天终于没拖后腿吃上了饭 只觉得这顿平时下不了口的饭格外的香甜 他完全没注意到 几天前他还在对朱素李景龙恨之入骨 昨日却因为对他们的愧疚而睡不好觉 三人在食堂角落的一张桌子啃的昏天黑地 朱素眼角的余光注意到了匆匆而来的太监降灯 殿下 为国功夫小公爷拜见 为国功夫小公爷 徐允公 朱素啃着大骨头棒子头都不抬 他来找我做什么 毫无要动弹的模样 就是徐允公那家伙 要见让他过来见就是了 难道还要五叔回庄子去见他 李景龙也道 恶狠狠地撕下一口包子 昔日温文尔雅的偏偏家公子形象荡然无存 稀溜稀溜 朱首千没有说话 趁着朱素和李景龙说话的当口 赶紧捧着桌上的大油汤是要一口饮尽 可 降灯欲言又止 看着那边正在其他桌子上 如同土匪般轰抢着食物的二十位大头兵 又看着自家殿下 一身脏污 一只脚踩在凳子上吃饭的模样 让小公爷来这儿见 自家吴王府的威名 还要不要了 念诺了一番 看朱素吃得满嘴流油的模样 一张俊脸也是花一道白一道的 在心里叹了口气 殿下都不要脸了 我还借一个什么 拱了拱手去传训去了 没过一会 一身华服的徐允公就出现在了食堂的门口 见了里头一堆的粗汉 不由地顿住了脚步 等到看见朱素也在里面敞着怀啃着包子 犹豫了一下 这才走进去 武殿下何等尊贵 又何苦在此地用膳 徐允公声音不卑不亢 我爹当年是个放牛娃子 你爹是和我爹一开放牛的 我爹当过和尚讨过饭 不知道你爹讨没讨过 反正总归不是什么锦衣玉食的大户人家 朱素咽下一口包子 又喝一碗肉汤 你说 当年他们有没有像我今天这样 在桌子前面啃过馒头 徐允公的脸色有些难看 在下也是为武殿下生育剂 武殿下何故出言讽刺我徐家 讽刺徐家 我不过是就事论事 朱素看都不看衣冠楚楚的小公爷一眼 我只是想告诉你 尊不尊贵和怎么吃饭 在哪吃饭没关系 主要是看作了什么事 我爹驱逐盟员 带着我们华夏诸族 恢复我中华衣冠 所以他是尊贵的皇上 你爹百战百胜爱兵如子 立下了无数功勋 所以才尊贵 他们就算穿着麻衣去重地 那也是皇上 也是徐大元帅魏国公 也依旧尊贵 尊贵 可不在那一身衣服上 说着 一有所指的看着徐允公身上的月白长衫 徐允公一致 顿时有些委屈 他这次来 可不是和朱素别苗头的 而是带着求学的心思 谁知这朱素竟然逮着他的话头 对着他一顿驳斥 这一委屈 眼前竟有些模糊起来 吴王殿下一番话真如醍醐灌顶 此前以蒙宁教会一次 不想今日又能再度听闻阁下的金玉良言 真是不胜欣喜啊 却是一道声音 从徐允公的身后传出 朱素抬头去看 是一位有些眼熟的少年文人 因一直站在徐允公身后 朱素只以为是跟班随从之流 竟然下意识地忽略了他的存在 你是 方笑如 朱素终于想起了 在哪里曾见过这张脸 在下正是方笑如 方笑如拱手毅礼 一太千公 丝毫没有因为朱素此时的失态 而出现嫌弃之态 殿下方才所言 竟是暗和我儒家所言君子之念 子曰 贤灾毁也 一担食 一瓢饮 再露相 人不堪其忧 毁也不改其乐 衣食虽贱 不改其人之嫌 武殿下已参透此言三位矣 看他吊书带 朱素就觉得头疼 用鸡汤忽悠忽有徐允公这小孩就罢了 方笑如这样的闻声 他可不敢乱灌鸡汤 谁知道 会不会被对方反灌的儒家鸡汤噎死 本想埋头再吃两个馒头 一低头发现李锦龙正摸着肚子 朱手签正用最后半块馒头 在碗底刮汤扎吃 竟是一块馒头也不剩了 心中暗骂一句声口 朱素指得朝方笑如笑了笑 笑如兄突然造访不知有何事啊 我这庄子兴建 百费待兴 实在没有什么好招待的 再下次来 正是要与殿下吟师作父 纵论古今的 说到这方笑如眼睛金光闪动 竟是一点不嫌弃桌上的背盘狼藉 在桌边拉了把椅子坐了下来 上次在大本堂的闻殿下大道 我便三日不知肉味 后来又经文殿下做出临江仙 更是惊为天人 殿下学识如此渊博 若能与殿下攀谈依二 定然敬意良多 故而求了卫国功夫徐晓公爷 携在下一同入见 还请殿下不嫌笑如见识寡漏 能寻些空余教会在下 方笑如殷切地说道 呃 阁 朱素打了个宝阁 这方笑如是宋连的得意弟子 文才稳居应天同龄人第一的才子 他要与自己吟师作父 纵论古今 自己那半桶水 哪里忽悠得住他这样 有真才实学的人 方兄啊 那个 我今日操练累得很 以后还要去洗澡呢 这副样子 要谈论文人风雅 也实在是有辱斯文 不如暂且改日 改日 我必设宴请方兄遗悟 说着就要起身 殿下 乃至方笑如面色一变 殿下容病 还请殿下恕笑如鲁莽 笑如今日能静装来寻殿下 已是笑如厚着脸皮 请托许小公爷之骨 日后又何能一拖再拖 且笑如过的几日 便要随父往京外赴任去了 几年之内 只怕再也回不来应天 若非如此 笑如又怎敢斗胆借故请见 殿下才高位尊 不愿与笑如攀谈也是常理 只是笑如因那守灵将先 爱杀了殿下的尸才 即无意与笑如交谈 能否斗胆 请殿下赐施一手 以为在下换游之心 方笑如姿态极为千功 诸素愣住了 此时 自己肚子里同工就那几两墨水 说一手少一手 给你了 那我以后怎么办 更何况 看方笑如这模样 给了他一手 他必然还会再来要第二手 第三手 一手负一手 何时才是个头 武叔 这书生如此诚恳 便给他写一手吧 应天成转那凌江仙 也已传了一段时日 傅月院的那些警儿们 看你的第二手诗也很久了 是该写一手了 李锦龙也道 便是有殿下就坐也可 还请殿下告知 方笑如一功到底 言辞极尽恳切 阿这 诸素陷入两难 他有心摆出王爷架子 让人将方笑如轰走 可方笑如乃是宋连的高徒 宋连是自己的办师 自己博了他的面子 老朱和马皇后 都不会站在自己这边 更何况 他是走了为国功夫的门路来的 若是贸然轰走 徐达的面子 往哪个 而且 这位方笑如 曾经在诗会众人 怀疑自己超师的时候 站出来为自己辩解 虽然自己确实是被迫超师的 但这个人情是实打实的 得令阿 咱可不能做恩将仇报的人 百般权衡 朱素脸上一会红 一会青 心中更是各种念头电传 终于 有了主意 哼 我当你是少年文人中的佼佼者 腹中必有锦秀 想不到 竟然也只是一个风花雪月的草包货色 诗词者 不过闲暇之余取乐的玩物罢了 你竟如此看重 那么多天地大道不去追寻 只看重词等玩乐小道 如此类读书人 真是较无失望透顶 朱素背着双手 语气极尽严厉 玩乐小道 方笑如愣住了 诗词乃心性之巨献也 何言玩乐小道 他有些不满 如何不能称玩乐小道 朱素赶紧打掉了话头 必须将方笑如的话头 从诗词上引开才行 迎诗作父 上不能输国家之困 下不能解数明之威 便如意其听情 了也情操而已 你乃大明之读书人 日后若是科举德中 高居庙堂也好 功身就县也罢 都是要你等运用毕生所学 用在富国强明之道上 如今我大明出力 百费待兴 正是你被读书人一展拳脚之时 你却只将精力放在诗词 这等与国与民无疑的小道上 甚至还花了如此大的精力 只为了向我问一首诗 荒谬 太荒谬了 越说越觉得感觉有了 朱素干脆一阵衣袖 我虽会迎诗 但此生最是看不起 将此等玩乐之道 奋为闺孽之人 方希致 你走吧 且去迎你的诗词 望这大明 还有其他能为声名立命的读书人 朱素这一番话意正言词 说得方笑如摇摇晃晃 眼神发直 脸色苍白的 几乎要晕倒 食堂那一群人看着这位满嘴油花 还没来得及擦抖吴王殿下 只觉得这矮小的身躯 现在却无比高大 恍若神明 殿下口口声声说 诗词乃是小道 难道殿下便懂得天地大道吗? 却是徐允公出言质疑 他觉悟 没方笑如那么高 对这种上纲上线的言论 天生具有免疫力 说起来 天地大道不正是如道吗? 方笑指乃儒家高地 本身对大道的造诣就深 难道让他来问 殿下儒家之道吗? 眼神中有些嘲讽 意思很明显 你能拿得出手的 也就只有诗词之道了 和人家儒家高地 扯天地大道 你这个不学无数的王爷配吗? 儒家之道就是天地大道 可说是 也可说非也 诸素早料到了 会有人提出质疑 成功将话题引入了自己擅长的领域 现在他也不方了 只要不问自己诗词就行 儒家确实对天地大道有所阐述 然而天地万物皆有其理 诸子空谈格物 他格出了多少东西的道理 不还是在固执堆中寻张摘据 博纳大儒之名吗? 天地万物那么多 先贤经言四十之礼 遂之春夏秋冬浓时之变 通遂养残之不知礼 遂脱如毛饮血而有华肠 那时尚无儒家 却已有格物 为何我等金人 偏偏要将目光放出于固纸堆之上 而不去效仿先贤 发现那些藏于万事万物之中 足以立国立民的道理呢? 诸素痛心疾首地说道 这句话倒并不全是谎言 他是真的痛心疾首 华夏民族是最最勤劳 且最具有智慧的种族 在这片蓝色的星球上 没有任何一个种族 比我们的先祖们更加勤恳 更加懂得劳作的智慧 他们创造了辉煌的 让我们这些子孙们 无比骄傲的闻名 可他们之中最聪明的人 却往往都在固纸堆之中寻张摘据 在先贤化定的圈中 寻锁着根本不存在的大同重点 多么悲哀 如果他们能够重视起那些奇迹殷巧 那么在数百年后 西方的尖船力炮行驶而来的时候 那些西方的人们 看到的会是怎么样的景象 反正 绝对不可能再有那份 让人铭记百年的耻辱 你可知这天有多高 还有多深 似是为何变幻不休 太阳为何东升西落 你自虚宝学 又为何 不知为何会打雷下雨 为何有冬天夏天 不知道的奥秘 尚有万万千千 你却不知隔我 反花了大力气球一首诗词 岂不可笑 岂止可笑 诸素怒斥道 方笑如登登登后退几步 脸色苍白 便连徐允公也是目光呆滞 面带不服 诸素说的 自虚宝学的人里 又何尝没有他一个 还请殿下恕罪 在下虽知天下天赋异禀 然天地大道者 无踪无忌 难以捉摸 便是以诸圣人之志 亦难以寻得万一 殿下莫非想说 自己能隔得了这天地大道吗 您年纪尚小 便是能知得一二这天地之理 那也是 方笑如很明显 已经心神大振 但她知道 此时若是被这些 画动了自己的相如之心 日后心有旁骛 必然要学无所成了 于是她咬着牙榻前一步 耿着脖子问诸素道 听出她语气中的怀疑 诸素神秘一笑 方希直 姑且问你 你可知道 何为彩虹 它又是如何生成呢 诸素将手一指指向了食堂外的避风山 方才刚下过一场小雨 此时的避风山上 正有一道彩虹弯弯的挂在半空中 与山腰上的那座避风寺相应成去 好一幅避山新雨后的水墨画 彩虹 方笑如低头想了想 方才说道 红者 地东 地东 也 若闻中层有盐 阴气起 而阳气不硬 则为红 徐允公暗自点头 方笑如不愧是宝学之士 虚余之间便想出了仙贤诸言之中最为可信的典故 诸素却是不屑一笑 阴气起 而阳气不阴 也就是说 你认为彩虹乃阴气所化了 是 方笑如点点头 此乃仙贤之言也 既然是阴气 那么我且问你 阴气可能被人所操控 不能 方笑如摇摇头 天地之气 安能为人所长 是吗 诸素撇了撇嘴 既然如此 我便给你方笑如掀上一课 固执堆中的仙贤之言 并非绝对正确的 我被读书人 应当明白一个道理 尽信书 不如无书 你既然认为 红乃阴气所化 那么 我便把这彩虹阴气 从天上给你轻拿下来 请 秦彩虹 不止方笑如 在场所有人进阶大惊 五 五说 李锦龙拉了拉朱素的袖子 秦彩虹 是不是太过拖大了 那彩虹上在山腰 又高悬天际 如何琴呢 如何琴拿不得 朱素背着双手 只觉得这一刻 自己宛如神明附体 失去的那份穿越者的优越感 又回来了 久江 闲话少说 你去我房间里 把我放在桌上的那琉璃事物拿来 李锦龙没有去 朱素的书房自上次朱镖针而重知的 收走所有手稿之后 就被化为了朱家的境地 暂时兼任黄庄总管的祥灯赶紧跑了出去 不多时 就拿来了一件小小的琉璃器 这东西 不是只是一个残剑吗 这是何意 众人不解 朱素也不答 接过了那个 只有一根手指大小的小东西 这是他在宫中珍藏里找到的前缘琉璃器的一部分 这个琉璃器并非上品 色泽极为不纯 但有一截 却是极为接近透明的水晶色 于是 朱素便打破了这个百剑 留下了那接近透明的一截 磨成了三棱镜用来逗弄宫里的妹妹怀庆公主 这回刚好 可以用来吓唬住这些科学白痴们 方希直 朱素走到方笑如身边 将你的手伸出来吧 方笑如不解其意 走了两步 来到朱素的身边 伸出手放在了阳光底下 朱素拿出三棱镜微微拨弄 顿时 一道彩虹出现在了方笑如的手心 啊 方笑如一惊 手一缩想靠近些看 彩虹竟落到了地上 他浑身一震 想蹲下身去将彩虹溅起来 朱素轻轻拨弄棱 彩虹方向一变 照在了他的身上 如今这彩虹在你身上 你可有觉得 浑身阴气逼人 朱素晒笑 方笑如目然摇了摇头 只觉得震撼莫名 彩虹竟真被这位殿下摘下来了 先贤的说法 真的是错误的 你 你真的隔通了这彩虹之道 徐允公也是震撼莫名 在他的心中 朱素已经是算学的天才了 便连他那个素来敬服的姐姐 也对朱素在算学一道的造诣上 敬服非常 那日 朱爽婚礼上他背回去的朱素的解题思路 姐姐与他不眠不休地研究了数个日夜 越研究越觉得其中博大精深 短短数行的字 造诣已超过了算学先贤们数倍 能精通这种程度的算学 已经是常人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成就了 结果 他居然在格物一道上也有造诣 信手摘下天上红 这是如同神话中神灵一般的举止啊 方笑如 徐允公乃至于李锦龙和朱首千都是一脸震惊 幸好此时兵士们已经吃完了午饭列队回营了 食堂里只欲吓他们几人 要不然 非引起轰动不可 这 这也是学问 方笑如抬头看朱素 这真的是学问 而不是仙术吗 你瞧不起这学问 朱素以为方笑如在质疑这门学问无用 傲娇的哼了一声 这如何不是学问 这门学问名曰光学 所谓的彩虹 其实只不过与这随处可见的阳光一般无二 彩虹是阳光 李锦龙满脸不信 武叔你可莫骗我 阳光就一色而已 彩虹可是有诸多色彩 用眼睛就能看出它们不是一个东西 这就是不修光学所引起的笑话了 朱素笑道 须知阳光之中 其实是含有七种颜色的 只要粗通光学 很容易就能将这七种颜色 从阳光之中提取出来 说着摆弄着手中的三棱镜 几人皆把头凑近观看 发现确实只要是透过三棱镜的阳光 就自然而然化作了彩虹 是何道理啊 这是何道理啊 方笑如只觉得心仰难耐 看向朱素的眼神仿如了几十年的少妇 朱素故意不理她 而是看着李景龙笑道 久江 回头我便把这门学问传授于你 你若是能精通光学 更可以远见万里 消兵取火 有朱般的妙用 信守秦宏算什么 不过是最低级的手段罢了 远见万里 消兵取火 徐云公震撼不已 那可真真是神仙的手段了 李景龙更是大喜 那感情好 没想到 武叔你竟会这般的神仙手段 者定然好好学 便连朱首千也念诺了翻嘴唇 心动无比 殿下 笑如厚颜 可否能为笑如解惑 方笑如本就求之欲即胜 如今诈闻了这么一个从未听闻的学问 又焉有不信仰的道理 拉住朱素就想给她磕头 不问诗词了 朱素调笑道 方笑如脸一红 她当然知道 比起远见万里 消兵取火 这些实用的能耐 区区诗词无足轻重 只说远见万里这一点 若是放在战阵之中 不只能先敌一步取的先机吗 还能减免多少斥后伤亡 当然不能被她一问就倾囊相受 还需让她彻底心悦成福 才好借她方笑如的闻名 为自己的格物学摇旗呐喊 朱素可没忘了 老朱要她开宗立派的嘱托 这么一个送上门来的好棋子 如何能够放过 于是朱素继续装薄一道 光学一道 不过其中一道耳 我格物之学 无比精神 天下万物 无所不包 无所不咎 物理学 化学 数学 医学等等 皆为探求天地大道而存 亦在隔天地万物之里 而为我等万民所用 若说儒家为治国平天下而生 那么我格物一门 则是要进取天下万物 以为人所用 方笑如再再再次被镇住了 格物之学? 这位年纪轻轻的武殿下 所会的并不只是一个偏门学问 而是一个完整的学派 格物学 这便是这个新学派的名字吗? 方笑如感觉自己的浑身 似乎都要烧了起来 人浅浅渗完的诸宿 却觉得有些累了 早上刚跑完了圈 吃了饭本就容易困 虽说 李文中照顾到她 还有别的要误准他们午饭后的时间自己把握 可时间毕竟还是太少 连休息都要争分夺秒 她摆了摆手 制止了想要追问到底的方笑如和徐运功 格物之道博大精神 只有聪明人才能听懂 我不愿空废口舌 两位还是先打我一个入门小问题吧 嗯 你们可以试试以纸做府 乘满水后下方再以火烧枝 会发生什么? 原因为何? 想到了告诉我 以火烧枝 除了烧着 还能发生什么? 徐运功想当然地说道 莫非是烧坏之后 水会把火浇灭吗? 方笑如也补充 非也 这样一来 火会烧不透枝 枝中之水成功被火煮沸 怎么可能? 竟有纸烧不坏之事 绝无可能 徐运功觉得 朱素在吹牛薄移 小公爷大可自去试试 朱素打了他哈欠 答出了这个问题 再来问我其他吧 我困了 酒浆 铁柱 我们回装洗漱洗洗 等你们思考出了 这最为基础的问题 再来寻我吧 说着 离开了食堂 成功把话头从诗词扯到了格物 还顺带忽悠了一把方笑如和徐运功 朱素觉得颇为得意 洗了一把热水澡之后便出了庄子 庄子后头的山腰有着重兵把守的摇炉 朱素现在的首要大势 就是要练出能够打至上等火冲的金刚 以及烧制出能够快速铸成的水泥 断钢的话 朱素脑海中倒是有前世看过的土法练钢手册 后世的某时期华夏大地之上 曾经掀起过轰轰烈烈的练钢热槽 村村搭钢炉搞大练钢铁 虽然据说废品率也很高 但比起明朝初期 这样的炼钢炉已经足复使用了 虽然一些细节方面还在试验中 但朱素相信假以时日 这些钢炉定能产出远超现金质量的钢铁来 水泥也需要摸索 朱素只知道大体的配方 但如今事烧出来的水泥依然不堪使用 一握就碎 也需要时间 殿下 有件事需要与您商量 降灯凑了过来 朱素一问才知道 黄庄账面上居然也没钱了 宫里不是掉拨了足用半年的钱吗? 如今还没一个月 竟然已花光了 朱素有些瞠目结舌 黄庄如今没什么人才 管是暂且有降灯兼任 很难不怀疑 是不是这个太监见钱眼开了 便 便下 老奴就算有一万个胆子 也不敢往您的头上伸手啊 降灯直接给朱素贵了 实在是这些日子只进不出 预料之外的花销又实在太大了些 说着就开始肃起苦来 先是安置诸多无王位的家眷 这便花去了大头 而后是石灰 铁矿 煤矿等原料 皆是走河运从各地购入 弥肺非小 而后朱素自己改制府邸 也花了不少的钱 如气火墙 建水道 搭设水塔等等 那这庄子原先也有地 就没什么产出收入 朱素简直不敢相信 这么大的地皮 放在后市随便做点什么 都要赚得盆满钵满 结果搁在他的手上 竟然短短一个月 就要入不敷出了 庄子中的地产倒是有些产出 只是此前 这些庄田 都投现给了避风寺做地产 产出的税粮 也在化为黄庄之前 就已提前交割给寺里的大和尚了 如今还没到下一季收税的时候 要不殿下 让他们提前把税交上来 响灯建议的 你先退下吧 杀鸡取卵 他还没傻到去做这种事 响灯不敢多言 唯唯诺诺地退下了 朱素坐在房中想了一想 越想越觉得心里堵得慌 这里的田地 在前缘时就是四产 老朱建立大明之后 将这里的田地 从避风四四产中割出 分发给了农民 可大明建立才几年啊 这些寺庙的秃驴 究竟用了什么手段 又把这些地 给吞进了嘴里 洪武五年 应天成交 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土地兼并 那江南呢 其他地方呢 来啊 被遗仗 朱素大声道 这群秃驴 薅羊毛毫到我朱素的头上 真敢起我年纪小 不知事儿 来到这避风山 还没去避风四会议会这些山上的邻居 如今 倒是正好去和邻居串一串门 一溜的藩王仪仗 很快就被吼了 朱素自封了王以来 这还是第一次用这藩王的仪仗 要不怎么说人要衣装 朱素凭塑铛的模样 套上这一身藩王王袍 历时就变得庄重肃穆起来 两排训练了半月的吴王位顶盔冠甲 虽都只是少年 却是队列整齐 如若一人般 顾盼之间竟有杀气迎天 一点也看不出这些人只是新兵担子而已 武说 这是要去砸避风丝的场子 李景龙唯恐天下不乱 穿回了那一身骚包的月白长衫 只是这几天断练脸晒黑了不少 却是风流个躺不起来了 比起公子哥 反而更像一个猥琐的狗头军师 什么砸场子不砸场子 咱们来此地这么久 竟然不曾败回邻居 今日想起 自然要好好和好邻居打一声招呼 既然要打招呼 那不摆一仗 岂不是显得我失脸 朱素默然一笑 眼神中尽显恶哨风采 李景龙一看更加兴奋 果断要求也要随行 朱素说的什么 败回邻居 他是信不了一点 这些日子 他已知道自家这个武叔 是个惯会享乐 无法无天的主 比他李景龙更有有圣志 连出公用的公筒 都要用白瓷制的 还得放在屋内 特地做了个能冲水的东西 好像叫什么马桶 这般懂得享受的顽固作风 早让李景龙佩服的五体投地 这样的人会讲礼貌的 去拜会那些秃驴 果断要跟上 两个恶哨带着一大队无王卫兵 浩浩荡荡的 就杀向了山上的避风寺庙 庙里的方丈 听闻山下黄庄发来的大兵 吓得魂不附体 远远的就带着室内僧人前来迎接 不知无王殿下驾铃 小四有失远迎 还起恕罪 小四 小爷 我看你这寺庙 倒也不小啊 李景龙不愧是应天府里鬼见仇的人物 这么普普通通的一句话 也能给他挑出毛病来 他看着那座巍峨的山寺 口中嘖嘖称奇 脸上全是嘲讽 大和尚 要维持这么一间大寺庙 需要不少的香火钱吧 此言一出 那个胖方丈当场给下的贵了 贵人他不是没见过 但带着大兵来寺里 还毫不顾及面子出言恐吓的贵人 他当真是第一次见 如今不是大明天下吗 怎么这大明朝的贵人 比蒙元朝廷的贵人还要野蛮 诸素也不说话 静止带着卫士们越过了方丈 就往寺庙里闯 一个和尚光吃斋念佛 能长得这么肥头大耳白白净净 要说他没有负的流油 打死诸素他都不信 厉害啊 明朝才建立几年 就出了这样的佛寺 这避风寺在应天 似乎还排不上号来着 资本的原始积累都是血腥的 搜刮这些肥头大耳的和尚 似乎是个好主意 避风寺的僧人两股战战 他们发现了 这位年纪轻轻 身量矮小的吴王殿下 看着他们的眼神 就像看着戴崽的羔羊 佛祖啊 莫非是天降的灾难吗 蒙明顶革之时 自己侥幸得存 没想到 如今太平盛世 却要在此身死业消了吗 诸素四处看着这间寺庙 走到正中的大雄宝殿前 见那尊世家佛宝像庄严 金光异矣心中更是恼怒 懒得再与这群人周旋 转过头看向那旁方丈 本王给你三夕机会 想清楚 山下本王的那些庄田里 被你等提前缴上来的庸租 共计几何 试给试留 想得也可 本王便给这尊佛敬上一炷香 想留也可 本王手下自有猛士 大可自取 欺瞒本王一可 一间佛寺 本王年纪尚小 若是失手烧了 想必父皇也只会略加怪罪 这一通直截了当的威胁 吓得胖方丈两股战战 也不自称小僧了 当即西行几步 邦邦邦给诸素磕起头来 王爷容炳 王爷容炳啊 小人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先行一步 吞了王爷的庸租 时事有人蛊惑于小僧 千错万错 只在那人 王爷饶命 王爷饶命啊 顷刻间 大雄宝殿前边 便跪了一片 这些平日里宝像庄严的僧人 毫无出家之人的风范 此刻竟然与见风使多的 侍井小人一般无异 是何人 朱素冷冷问道 从僧人们的七嘴八舌之中 朱素已经知道 此即是一位客居于此的云游僧所出 既然有此等恶僧 朱素不建议拿他杀鸡儆猴 替邻居整肃整肃寺庙封计 吓王殿下所寻的 可是小僧 此即正是小僧所出 殿下要杀药寡 大可冲着小僧来便是了 何必吓唬那些俗人 一道声音从殿后传出 与那群僧人此时的仓皇不同的是 这道声音平和中正 颇有禅意 雌杏的声音 似乎天然带着一股 蛊惑人心的能力 朱素转头 便见一位身穿黑袍的僧人 如闲庭信布般 从宝殿后转了出来 对着朱素双手 和实行了一个佛礼 抱歉啊 今天有些私事 更新少了一些 明天我会多更的 这个和尚相貌平平 一身黑色僧衣 又破又旧 本该平平无奇才对 却不知为何 只一眼 朱素就记住了这个和尚 不对 他不像是和尚 虽然现在 跪在朱素面前的 这些避风寺僧人 也不像是和尚 但是这个黑衣僧人 与他们又不相同 这些跪地求饶的僧人 给朱素的感觉像是骗子 而这位黑衣僧 感觉却像是 一只藏起爪牙的病虎 很奇怪 明明他直理圣工 面带笑容 朱素却觉得如临大敌 背后的汉毛都竖了起来 便是你坑献的本王 虽然警戒 但也不到惧怕的程度 那和尚一身僧袍 手无寸铁朱素 没什么好怕的 只是他那双三脚眼 让朱素莫名警惕 小僧只是想求见殿下而不得 迫不得已之下 只得略施小技而已 小僧已探知 寺中搜刮来的财物 都所于殿后地窖之中 教内另有这些贪财僧人 多年积攒下的财货若干 殿下自可取之 辽以偿还小僧失礼之罪 黑衣僧人不卑不亢道 这话让底下跪着的胖方 瘴气得牙痒痒 自己积攒多年的四产 被你用来偿还失礼之罪 切花献佛 也没带这么理直气壮的 本思好心收留你这落魄僧人 你用我的四产 偿还失礼之罪 又要用什么来偿还我收留你的恩德 他的怨愤诸素自然不知 即使知道了也懒得顾及 他现在只一门心思地盯住那个 低垂下三脚眼做公顺状的黑衣僧 他读到过有人通过一些出格的方式 博得权贵的注目 但却没有想到 有朝一日这种事会找到自己的头上 求见本王 你有何事 诸素面上波澜不惊 依旧背负双手 充分表现出一名诸家皇子所应当有的傲气 黑衣僧的眼中却是越发欣赏 一个年纪轻轻的皇子 就有如此的激变之才 面对这种突新号新号新号矿 却仍面色不变占据着对话主导权 这岂是一个十余岁的少年所能为之 听闻这位五皇子先是在宫中少言寡语 在诸位皇子之中并无什么出财 但如今是知黑衣僧几乎可以肯定 此子是在韬光养晦 一个皇子 韬光养晦是为了什么 还能为了什么 黑衣僧强压下激动的颤抖 努力保持一副千功却不卑不亢的模样 小僧求见殿下 但无所求 只求为殿下算上一卦 算卦 诸素身边的李锦龙顿时乐了 你一个秃驴 却学到是算的什么卦 你岂不知 吴王殿下早先便于街头识破贼道的骗人伎俩 想骗他 你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道行 平僧曾师从通玄民宿宏道法师 随之习得了阴阳数数之道 自然懂得补算之法 黑衣僧淡然道 李锦龙与朱四僧却是一阵哗然 通玄民宿宏道法师名曰习应真 乃是当今天下最为出名的德道高人 传说中能通阴阳久悠的人物 这和尚明明是一个和尚 竟然能师从习应真这样的得道之人 朱素心中却更加警惕 一个和尚跟着倒是学习阴阳数算 可见他虽剔度了脑袋心中却是无佛的 一个和尚却不尽神佛 那必然是狠人 上一个心中无佛的和尚已经创下了颇天的大事业 他的名字叫做朱元璋 朱元璋之后历史上另一个狠人和尚是谁 朱素已经猜出了此人的身份 既然和尚愿为我算卦 那你便算吧 只是不知和尚你在佛前算到卦 会不会受佛祖承诫 朱素以待挑衅 阿弥陀佛 我佛慈悲自然不会因此等小事 见责于小僧 殿下还请至殿内让小僧一关 非僧面不改色地和食道 猜到了他的身份 朱素也就猜到了此人的几分来意 没想到他的野心竟然在这么早之前 就已经存于心底了 不过既然知道他在想什么 便也能笃定他不会对自己不利 是以朱素拒绝了卫兵与李锦龙的请求 独自一人跟着黑一僧来到了大雄宝殿 殿中檀香阵阵 佛像庄严肃目 置身其中仿佛天地万物都静默了下来 朱素四下扫视了一眼 黑一僧供请他就坐 他便大大方方一撩王袍坐在了蒲团上 黑一僧也坐了下来 还请殿下伸出左掌 与小僧一关 朱素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 猜出了他的身份之后 他在思想上就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现在只需要静静看对方装模作样的表演就是了 和尚可瞧出了什么 嗯 殿下身负精灵乃大富大贵之命也 黑一僧道 废话 我父乃大名开国皇帝 真龙所生之子自然也有精灵 你便只会说这些吉祥话吗 你费这么一番功夫 就是要本王赏你几钱银子买酒喝 殿下稍安勿躁 小僧话尚未说完 正所谓精灵月池而化龙 小僧算定殿下日后 定有能够逾越化龙的一日 小僧一算饱有微彩 若蒙不弃 冤父从殿下之纪尾做一二杂事 殿下意下如何 黑一僧目光灼灼盯 盯住了朱素 一双如同病虎的三角眼中 似在燃烧着熊熊的火焰 逾越化龙 哼 这词果然露出了尾巴 化龙化龙 化为真龙 何为真龙 不就是皇帝吗 传说他遇到相氏远拱之后 便一门心思想要搅动天下风云 以施展自己所学之屠龙术 这事也不知是真是假 他如今想挑拨 寄予太子大卫 其也怪哉 为何不是去找老四 和尚看错人了 朱素一拍王袍 站起身来 逾越能够化龙 秦怀河每逢雨前 总有何于不甘寂寞高月而起 下场大多是成了窥似于一旁飞鸟的口中餐 化龙 小王见识浅薄 倒是未曾得见 我向来躺平惯了 就算真当了鱼 也只喜欢一动不动 没有胡乱蹦跋的爱好 和尚怕是找错了人 说完便要出殿 殿下喜欢躺平 不见得吧 黑医僧猛然开口 虽然语气依旧不卑不亢 但语速已有了三分加快 若是殿下喜欢躺平 又为何寻击独自出宫别居自立门户 又为何每日络绎不绝大炼钢铁 又为何收买人心操练士族 殿下已得陛下偏爱 若是还在犹犹豫豫豫 岂非受禀于人 小僧大费周章 相信殿下亦能得知小僧齐心之诚 又何必心存戒心 和尚 你若是想求官 又何必找我 我年还未若冠 你以为我受到宠爱 其实不过是父皇连我体弱而已 你若是想押宝 我只能告诉你找错人了 我生平之志 只想当一逍遥贤王 诸素道 逍遥贤王 哈哈 殿下此言岂不可笑 自古皇家无亲情 殿下身为陛下最小的嫡子 又受陛下另眼相待 若是只想逍遥 与银锦旧路合议 当今陛下尚在时 或许尚可 但若太子殿下登基 殿下如何保证 他依然能纵你继续逍遥无忌 纵然太子殿下依然准允 殿下 您又怎能保证他身边臣子 不把您看作升官发财的结实 一个无权无视的王爷 既能扬名又无威胁 正是最好的立身之机 民间兄弟尚有戏于强者 而皇家掌握大权者 只一人耳 成则傲视诸天之上 败则堕于陈泥之下 天长日久 又怎么可能不对兄弟心生忌惮 黑衣僧人终于不再用不卑不亢的语调 他的三角眼中放出嘲讽的凶光 声音如同来自于九幽的地狱之中 本来准备转身离开的朱素 内心顿时一颤 这妖僧果真有几分本事 这番话准确地说中了他内心最深处的忌惮 纵然现在确实是兄弟情深 但是在日后 老朱龙玉归天朱彪玉语登集 那时的朱彪 会不会将自己这些曾经的骨肉兄弟 视作眼中钉肉中刺 就算他依旧念着兄弟之情 那些文官日夜不停地给他吹妖风 朱彪能始终坚守本心吗 别忘了朱允文也是因为皇子城 齐太这些文臣日复一日的煽风点火 这才坚定了要薛藩的决心的 见朱素果然被说动了 黑衣僧三角眼中一闪而过一抹得色 却不想 朱素只是犹豫了一瞬间而已 很快的便又恢复了本心 朱彪自小就照顾他们这些弟弟 对他们掏心掏肺 自己若是因为这丝的一句话 心中便有了芥蒂 那与禽兽又有合意 而且 对于他们这些兄弟今后的日子 朱素与老朱其实都已经有了安排 一个绝对不会让朱彪难做 黑衣僧那自以为智慧实际上 却贫乏的眼光 绝对想象不到的万全之策 简实回了本心 朱素顿时就回到了这场对话的主导者位置上 看着黑衣僧人双目中带着笃定的神情 似乎确定 朱素一定会被这番话说动的样子 朱素顿时有了一种居高临下 戏弄历史名人的爽快感 罢了 话不投机半句多 你这和尚学到家的门道果然学得不精 也没什么好听的 朱素既没有恼羞成怒 也没有面露顾虑 反而唇边带着一抹微笑 站了起来 殿下 轮到黑衣僧愕然了 他几乎可以百分百的确定 这位殿下是早会的 凡有智慧者必定多疑 人心经不起检验 自己从人心之弱点着手这位殿下 怎么可能依然这么心无波澜 自从得欲勿相识远拱 得知自己命为刘炳中之后 他便一心想要做一番大事业 刘炳中是谁 辅佐原是祖乎碧烈的僧人 搅动风云 天性好杀 以千万尸骨 助其主夺天下基业 自此以后 他便将辅佐一位皇子搅动天下风云 作为自己的毕生理想 此时的五皇子无疑是一个好选择 他有皇帝的宠爱 有超乎寻常的智慧 只需再有丝毫的野心 哦 对了 和尚 诸素走到殿门口 背着殿外刺眼的阳光 突然想到了什么般转过头 说了一番让黑衣僧寒毛植树的话 学了屠龙树 不一定便要屠龙来证明自己所学的不凡 这片土地已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 用他们的鲜血来证明你的才学 你的心与你的僧袍一般黑吗 格局小了 和尚 屠龙树 为什么非要图我汉家的龙 助我汉家图尽蛮荒作恶之蛟龙 开创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伟业 如此尚不畏抗天心祖宗 下能留下万事美名 岂不比你一门心思想做的缺得的事妙得多 那顶白帽子 只能戴在我大哥的头上 其他诸王 谁都受不住 也受不起 你想搅动风云 可以 华夏之外 任君失为 但华夏之地方历经千难万险 百姓才得以残喘至今 正是重振我华夏千年文明之时 谁敢在这里搅和我就杀谁 你要搅和我先杀你 你可明白了 道眼和尚 或者应该叫你姚广孝 明明只是十余岁少年的一眼 黑一僧却是浑身一个机灵 险些软倒在了蒲团上 他怎么知道自己想说送他一顶白帽子 他怎么知道自己学的是屠龙树 自己从未对他说过自己的名字和法号 他居然也知道 他 他究竟是何方神圣 姚广孝浑身直冒冷汗 朱素这一眼盯来 他竟然有一种自己现在处于赤身露体的形状之感 这一眼其中所蕴含的杀鸡 连宝殿内慈眉善目的释迦佛 也无法净化姚广孝心中的寒气 如同回首的恶龙 武说 算完卦了 那和尚是给你占卜了 还是给你测字了 算得可还准乎 见朱素出殿 李景龙赶紧迎了上来 哼 一个和尚算卦 能准到哪里去 装神弄鬼 求个近身之街罢了 朱素晒笑一声 回过头看店内依旧呆坐着的姚广孝 方才 他是第一次对一个人动了杀心 这是一个疯子 一个想要 证明自己的偏执狂 朱素从他的眼神中看到 只要能向天下人 证明自己的能耐 这个妖僧丝毫不介意 整个华夏重新陷入战火之中 但他却没想到 小爷早将后世朱氏都告知了老朱 唯一可能成为他未来革命伙伴的朱老四 已经被老朱吓破了胆 就算没有朱素也相信有朱镖在朱蒂 绝不敢翻起风浪 他和朱老四的感情 亦丝毫不在自己和大哥朱镖之下 相信朱镖也该当相信现在的朱蒂才是 本想杀了他一了百了 但这妖僧多少也是个人杰 虽然是一柄容易割伤自己的利刃 但若是用得好 一样能为大明披荆斩棘 新年电转之间 朱素已有了决断 既然他送上自己的门来那 自己不介意为他打造一副枷锁 若是他能转过弯来成为大明对外的那柄妖刃 那整个华夏民族都算是赚大了 自己连女真族的狗都敢待在身边 再多一个学徒龙树的妖僧又有什么 久江让人给那妖僧武士军棍 就当罚他动心严子到本王的头上来 他若是挨不住死了 直接丢山里去喂野兽 挨住了就带到庄子里给本王喂马 本王上还缺一个马夫 朱素与代厄去喂的说道 本章晚大雄宝殿前棍棒翻飞 朱素的那些王位都只是半大少年 天地尚且不惧又岂会惧怕区区神佛 直接将姚广孝架在了殿前就开始行刑 武士军棍打下去棍子拍肉的声音 让朱素侧过脸不忍直视 姚广孝却指双手合十低诵佛经 武士军棍打下来皆毫无抵抗 任棍棒加身 除了眉头微皱之外 连一声痛哼也没出声过 好一个硬气的和尚 连李景龙都有些刮目相看了 有点东西 朱素也不由有些震撼 人说大奸大恶之辈必为大智大勇之徒 看姚广孝便知此言非虚 和尚可后悔招惹本王了吗 阿弥陀佛 小僧冒犯殿下本就该受此惩戒 不如说受此惩戒之后 还能达成小僧出世于殿下的愿望 小僧还应感谢殿下的菩萨心肠才是 姚广孝双手合十缓缓下拜 脸上已经恢复了那份不卑不亢无喜无悲 只是伤口处的鲜血滴落在青石板上的声音 传入朱素的耳朵里显得分外清脆 疯了 全都疯了 当的马夫明明是羞辱 哪里能撑得上是出事 被打了五十军棍 居然还强撑着跟个没事人一样 起身行礼 就为了装个薄仪 朱素很想问值得吗 换做是自己 有人敢打自己军棍 自己定然要恨他 恨到牙痒痒 这妖僧居然还在感谢自己 下山回庄 来时是这么些人去时 却多了一个人 搬着胖方丈多年攒下的财务下山时 李景龙拉着胖方丈的手 表示下次还会来拜访 胖方丈明明心在低血 却依然挤着笑容 说着欢迎常来等语 至于胖胖的心里 是怎么诅咒这一群强盗朱素 就不得而知了 姚广孝虽能强撑着站起来 但要下山就明显艰难了许多 勉强走了两步 两位吴王卫星有不忍 又见朱素没有阻拦 便架起他往山下而去 姚广孝道了声谢便心安理得的 被这两个吴王卫架着 朱素不知道 这个阴谋家是真心的感谢 还是只是随口而出的客套话而已 必须把这个家伙看尽了 仅到想杀死他 随手就能杀死的地步 下山之后 祥灯和李文忠等在山道旁宫后 李文忠见那二十名吴王卫顶盔冠甲上山下山 竟没有一丝疲累之相 极为满意地点了点头 见了被架着下山的姚广孝 只当是朱素教训了一个寺庙里的僧人 也懒得多问 老朱家的子孙 莫说只教训一个僧人 便是放火把那鸟寺全烧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 所谓不进僧道 便是好人 那些装神弄鬼的和尚 又有几个好的 这世上唯一一个顶好的和尚 早就已经还了俗了 他还俗之后 佛门清静之地 剩下的皆是吟吟狗狗之辈 祥灯更是看着一箱箱抬下山的香笼 笑开了花 没想到那寺庙收一次租 竟然价值这么多东西 这么多的银钱 想来还能再多撑上几日 这些银钱 当然不是用来做吃山空的 朱素并没有将这些钱冲入府库 而是拿着这些钱 请工匠又兴起了几个火窑 又找来了李文中 宝儿哥有一事 还需请您帮忙 能否替我找一些信得过的退役老兵 来此处安家 还请他们 务必带上家眷来此落户 此处地广人稀 他们大可尽情开垦 祖庸我可分文不诀 老兵? 你要那些人干嘛? 这些人大多身有伤残百无一用 你已安置了许多军中遗孤 且装上本就周转不开 你想还分文不取 这不是弯你的肉吗? 我不能这么敢 李文中大摇齐头 宝儿哥此言诧异 世人皆以为 那些伤残老兵百无一用 面目可憎 却不知在我这里 他们就是世上最为可敬可爱的人 他们许多人拿着退伍的赏赐 却只能坐吃山空日后 且不知会变得如何 不如来我这里 我可以为他们找到活路 而且 小弟我胆子小 有这么一群忠于大明为大明流过血的将士 住在左近夜里 也睡得安生 左右这里 也是要招揽流明的肥水 不留外人田 不如招揽那些伤兵军户 周转的是不用担心 很快庄子 就会有大把的金银进账了 朱肃这一番话说的李文中 不由得大为感动 他此次北征最大的心病 就是豁出命去也没能一举端掉北原设计 为弟兄们驳出个风气印子 朝廷认为此次出征无功无过 更是连一般的银赏赐也无 这就导致一些拼死搏杀 却因负了伤不得不退出军队的弟兄们 出生入死之后 连足够保障下半生的银钱都无法获得 他们之中多有伤残严重 无法耕作的 既然退伍回到家中 只有依靠着这微薄的银钱 坐吃山空一图 为国征战的好男儿 落得这样的下场 李文中有时想到了 都得愧疚地辗转反侧 整宿睡不着觉 没想到朱肃却也在意着这些人 李文中心中大为感动 这个身量尚且矮小的弟弟 如今在他眼中 已经完完全全是个有担当的大人了 他哈哈大笑 哦 既然如此 我就替你 召集那些伤兵过来 能与昔日袍泽共聚一处 想必他们也更加开心 总好过待在各自的卫所里 渐渐腐朽 你将他们找来 莫非是有什么 让他们帮着生钱的法子 什么都瞒不过宝儿哥 诸素不动声色的 先派了个马屁 不错我这里确实有一些手艺 能交给这些老兵们 让他们有一心技能 养家糊口之鱼 也能为庄子添一些镜像 哦 李文中好奇道 你又有了什么新主意 起完这些火窑 在安置完签来的伤兵及家属 庄子里的钱 只怕便要带尽了 纵然 你想烧些东西去卖 只怕也没钱去买原料 话说回来 你是要烧什么东西 原料的话 这里不是有吗 诸素蹲下身 随手抓起一把沙子 细腻的沙子 随着他张开手掌 飞速地随风飘散 李文中面露疑惑 原料 在哪里 你莫不是说的沙子 宝儿哥 小弟这里有一桩大生意 将要开展 不知宝儿哥可有兴趣掺上一股 也为曹国功夫多添一份镜像 诸素嘿嘿一笑 诸素所说的生意 无疑就是烧玻璃 大明直至几十年后 郑和下西洋归来之时 方通过郑和带回来的西洋工匠 掌握了烧玻璃的技术 若是此时拿出玻璃 那还不赚得盆满钵满 穿越者发家致富的药爵里 这只玻璃无疑是排行最高的几个之一 烧的是不用钱的沙子 烧出来的玻璃制品能卖出金子的价格 如今正缺钱 正需要这样来钱快的生意 商兵们很快就来了 出乎诸素意料的是 愿意跟诸素学习造玻璃手艺的没几个 他们本是军户 烧玻璃这事是降户的活 哪个军户又愿意自甘堕落的去当个降户 到最后 只有15名残疾老兵及其家眷 愿意去帮诸素操持烧玻璃的事 这些人之中还大多是因为伤了手脚 没办法下地种田 又或者因为生计原因早卖了田产 牵过来也没办法置换新田 这才退而求其次 这再次让诸素认识到了 降户在万千华下百姓心中地位之低贱 庄子里虽有几个老猪安排来的降户 但他们都是要负责炼钢以及烧水泥珠式的 人少 但牵的都是死器 家人也随着诸素一并泥到了这里 为的就是保密 既然要保密 那人选自然没办法多多一善 因此 这烧玻璃的副业诸素是指得自己培养人的 没想到 自己上赶着送那些退伍军户一门吃饭的手艺 人家也不惜得要 拧抱着军户的身份重地 问题还不止这些 炼钢炉那边又出了问题 因为炼钢炉温度过高 匠人又自认为无视没有及时泄压 导致铁水一出一座炉子被毁 诸素那时尚在晨炼中 顾不得疲惫和李文忠赶忙去看 万幸没有人因此殒命 倒是有人因此受了重伤 那名自是属手没有将诸素的主妇放在心上的匠人 被李文忠险些直接抽死了过去 要不是诸素拦着庄子里就要出现第一庄命案 看着在地上哀嚎的匠人和其他一脸恐惧的匠人 诸素心中不由地深深叹了口气 这些人并没有相关的知识 他们听不尽其他人之言 始终抱持着祖宗传下来的手艺轻易不肯变动 只怕心中也只是把我的主妇当作小儿玩笑而已 想要依靠他们完成技术飞跃只怕不甚切和实际 自己需要真正的懂技术的人才 而这样的人在这个时代只有自己这半个连一个都算不上 因为自己也始终只是一知半解而已 自己需要培养出足以带动技术进步的人才 但已经到了这里无论如何硬着头皮也要上 这一日诸素便和那一群愿意烧玻璃的老兵及其家人蹲到了一起 细细向他们解说烧玻璃的方法 将这沙子烧成玻璃要点不在沙子上 而是在这草木灰 说着只像一旁那些黑乎乎的东西 沙子烧制成玻璃需要达到其溶点也就是1700度的卢温 而此时的火药温度远远达不到这个高度 那么就需要想方设法降低沙子的溶点 在16世纪的德国 有人发现使用碳酸钾能有效降低沙子的溶点 而获取碳酸钾最为简单的办法就是通过草木灰进行提取 没法说什么温度 朱素只能将如何提取草木灰 如何烧制等步骤 掰开了揉碎了 告诉这些新手匠人们 几日后便有一个叫老庄的瘸腿老兵 成功烧出了玻璃溶液 这些人倒是比公布调波来的匠人更合用些 这是朱素没想到的 不过烧制玻璃的步骤确实也比其他的更容易些 主要是材料教人难以料想 说穿了便没有什么难度 朱素让这15人并加眷先从最简单的镜子 棱静坐起 慢慢研究吹玻璃 玻璃器皿的做法 朱素这才放心地从玻璃摇上离开 还没来得及换下一身尘土的衣服 降灯便一副偷偷摸摸的样子进来禀报 殿下 魏国公携着小公爷 还有那名酸钉来了 哦 朱素精神一震 徐大来了 小公爷无疑是徐允公 酸钉肯定便是方笑如了 套上袍子脸也不及洗 赶紧去迎接 老远便看到了李文忠和一身便装的徐达 在叫场相谈甚欢的模样 魏国公远来有失远迎 实在是晚辈失礼了 老远朱素便一边走一边大声说道 面对徐达的时候 朱素总有一种行动被完全掌握的感觉 与老朱如同山月一般的绝对威压不同 徐达给他的感觉如同一团水一般不可捉摸 所谓水无常时兵无常行 虽然徐达对自己极尽和蔼千功 可朱素却总是发自本能般的不敢失礼于他 武殿下严重了 我此番贸然造访本一属失礼 怎敢在劳动殿下远迎 徐达笑呵呵的模样配上一身便服 就像隔壁村来探亲的普通大叔 只有那一双亮的惊人的眼睛 让人能一眼发现此人的不凡 还没等朱素再客套一番 徐达就指着那些训练中的无王未免带惊喜 想不到武殿下除了精通数算 竟还懂得此等练体练兵之法 以我观之这些年轻人虽只二十余人 但另行禁止行止如一 其身微气势已不在百千人之下 只需历经血火便能成为精锐的士兵 若是打散军中 请客便能拉起一只数万人的大军 徐帅 这些人可不只是另行禁止而已 李文中的话语透露着一股自豪的炫耀味道 他们翻山入林 潜伏刺探 亦是拿手好戏 他们都是好苗子 假以时日 必然成为比他们牺牲的父兄更为勇敢的兵 哦 徐达惊异道 不由得转过目光 又多看了朱素几眼 先十三段 即时他便认为这位五皇子可能有统军之才 如今发现 这位皇子居然还琢磨出了如此高妙的练兵之术 连他这个带老了兵的人也忍不住拍案叫绝 北征归来之后 他便认为自己再无出征沙场的可能了 自己早已到了功高难赏的地步 先十是陛下一心要一举覆灭盟员 故而咬着牙依然用军中威望最高的自己来统军 如今朝野上下已经认同了与盟员暂且僵持的国策 那么他这个魏国公便也没有了用武之地 陛下不会再给他立功的机会了 徐达虽然出身寒威 却是读过史的 刘邦那些兄弟的下场明明白白的捐刻于青史之上 他又怎么能不心有忌惮 但期盼北逐盟员的那一腔热血终究未冷 就这么让他忠老灵权之下 他也不心肝 如今唯一的盼头 就是大明能多出几元年轻的汉将 能继承他的魏晋之志彻底扫灭盟员了 这位武殿下长于畸变 富有才华 还通晓练兵之法 竟是个难得的名将种子 更难得的是 他与太子殿下是骨肉之亲 日后不虚如自己这般担忧 发生功高盖主之事 若能将毕生所学传授于他 那么自己便是合上了眼 也不必担忧 没人能力压盟员了 本章晚 徐达对那二十余元吴王蔚十分上心 在李荣身边 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全过程 又一一细问其中细节 连中午的饭时 他也细细过问 一副兴致盎然的模样 朱素跟在他身后 颇有一种 后世迎接领导视察的感觉 只是不知 这位魏国公突然跑来 到底是为了什么 总不会真是来串门的吧 上下看了一圈之后 徐达才来到了庄子宅邸内的会客厅 徐允公和方笑如紧随其后 朱素和李文忠陪着喝了盏茶 徐达这才开口道 早就听过武殿下的文明 那首《林江仙》便是我这样的粗汉 文之也拍案叫绝 全子又大为推崇殿下的数算之术 不想殿下对练兵之法 竟然也精通至私 实在是让人大敢佩服 徐叔叔谬赞了 朱素指得谦逊道 心中盘算着 徐达末不是有求自己 要不然 怎么会突然这样的不令夸赞 果然 徐达饮下一口茶之后 看了看朱素 又看了看朱素身旁的李文忠 我闻说 文忠你的儿子九江 也在此桩中陪同武殿下 哈哈 是那样没错 全子九江原先不学无术 这些日子 倒是因武殿下耳濡目染之故 变得颇为勤奋好学 这都是脱了武殿下的红服啊 说着对朱素拱了拱手 朱素连忙还礼 恐怕不止耳濡目染吧 论起来 还是武殿下教导有方 徐达道 李文忠也不断点头 李锦龙是朱素的晚辈 长辈有教育晚辈之权责 天经地义 故二 我亦有一不秦之请 徐达清了清嗓子 全子允公 对殿下之才推崇备至 不知可否有幸 能得殿下教会依二 说完 徐允公从徐达背后站了出来 对朱素行了一个无声的长衣 还有在下 方笑如也不甘其后 同样躬身 对朱素做了的长衣 在下一对殿下才学推崇备至 望殿下能不嫌弃在下笔尖 指点一二 在下愿意失事之 此言一出 朱素险些一个机灵 把茶杯都甩了出去 李文忠也是一脸诧异 瞪大了眼睛盯着面前两个公身行李的后生 这 徐叔叔这 朱素有些手足无措 他确实是想引起这两人对格物的兴趣没错 可也没想直接收他们做徒弟啊 我不过是小儿戏 又哪里能为人师 再说了 我年纪上 年龄上又又如何 有才学的人可不分年纪高低 若是脑子不明白 即便能空火百岁 那还不是与朽木浮草无异 按规矩 本该他自己来拜师求学的 要不是犬子材量不足 解不开殿下给的入门谜题 又哪里需要我拉下这张老脸 说着 瞪了徐允公一眼 徐允公一个机灵 低着头 态度更加千功 方笑如却反而抬起头来 殿下 在下无能 亦解不开那道 遗旨作府的难题 但在下相学之心 天地可见 子曰 昭文道 稀死可以 还请殿下领我一片诚心 传我格物之道 竟是跪下对朱素扣了一个头 这 没想到那头变败这种事 还是发生了 本来想着能在文坛中种下一颗种子变好 没想到直接拐回来一个未来的辅政大臣 方笑如在历史上 一心想着尊奉周礼 朱素以为 这是一个儒家死中的方正君子 没想到三言两语 竟然就被自己说动了 他低估了这个时代 文人的求知之心 哈哈哈哈 老吴你犹豫什么 畏首畏尾 可不是咱老朱家的种 天阁家的儿子想拜你为师 你收着便是了 你收他儿子做徒弟 咱不是平白 也长了天阁这老小子一辈 门外传来一声豪迈的笑声 众人转头去看 却不知老朱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 一身的轻便长服看上去与普通人丝毫无异 竟然也是微服而来此地的 不知陛下驾铃 陛下圣躬万福 一群人连忙行礼 都是自家人 不必拘劣 老朱大踏步地走入厅中 面上带笑 看来情绪颇佳 身后朱爽朱刚朱弟三人 也不知从哪冒了出来 朱弟还对着朱素挤眉弄眼 黑瘦了 倒也结实了 马皇后笑道 有了几分男子汉的样子 天天被宝哥操练 能不受吗 朱素默然笑道 老五 允公这孩子也是咱看着长大 素来好学得紧 你那穿字高人的学问 不是本来也不打算避肘自真的 便传了他 也不算什么打紧 老朱说道 嗯 朱素一愣 高人 什么高人 待看到老朱眼底隐晦的眼神 方才明白了过来 哦 既然允公想学 那我定然是知无不言 只是笑如 你是宋师的学生 我虽已经不在大本堂就学了 但与宋师始终是有办师之意 你拜我为师 宋师面上也不好看 无妨的 在下已征询过宋师了 方笑如连忙道 宋师言 则其贤者为师 有何不可 孔夫子昔日上拜七岁的相陀为师 求学之心阴城 无需顾及那么多的弯弯绕绕 他都这么说了 朱素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而且 老朱也有 让自己收徒弟的意思 自己还有权力拒绝亲爹家皇帝不成 于是 徐允公和方笑如 恭恭敬敬对朱素 磕了三个响头 然后又在众目睽睽之下 给朱素奉了茶 这样便算拜师里成了 随后便跟着祥灯出去 拣选一间休憩的房间 想不到 你竟会 让允公来拜老五为师 哈 天得 你这可是 平白剁了自己辈分 两人刚一离开 老朱便迫不及待的 开始嘲笑起徐达来 咱的儿子当了你的儿子的老师 这要在当年 咱俩一起放牛的时候 谁又能想到 老哥哥洪福齐天 生下的五皇子 有这般大才 允公那孩子 又是死心眼 罢了 而孙字有而孙福 徐达故作无奈的摇摇头 老朱见他这模样 更加开心了 脸上的得意神情 简直要一于言表 不过天得呀 咱是几十年的老兄弟了 你也不必这么小心翼翼 老朱笑完了 面色却是一素 你让允公败入老五的门下 是不是想借着这层关系自污 好给你们徐家避祸 此言一出 听众的气氛顿时凝制了起来 本章完 徐达面色也是一僵 老朱突然把话讲得这么明白 他一时半会儿 还真有些不知该如何回答 确实是允公敬目殿下学问 不过 陈推波助澜 确实也有私心 如今朝野之中颇有谣传 严臣与陛下不睦 听到这 老朱恶狠狠地盯了下手的朱棣一眼 吓得朱棣一个机灵 盲默默地松开手上那块糕点 让允公失事武殿下 一确实是武殿下才学惊人 妄图让允公能学习一二 二也是陈自己想着 消弭朝野一轮 徐家 也能好过一些 不好过 有什么不好过 谁敢让咱大明的魏国公不好过 老朱的声音霸道无比 说的 却具具是朱星之言 无非是你觉得你自己军功高了 担心着咱会忌惮你了 担心着咱要卸磨杀驴了 担心着 咱要学那刘邦 要给你徐天德安一个造反的帽子 料理了好杀鸡井猴是吧 臣 臣不敢 徐达面色大变 当即离席 对着老朱重重跪了下来 其余人等见他发怒 也是赶紧离席跪地 娜娜不敢言语 只有朱素还有贤心评价老朱的表演 好重的王霸之气 什么不敢 你这几日闭门谢客 不入军营 连军中的顾舅找你喝酒 你都不敢见上一面 把自己关在府里 像个小媳妇一样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不就是想避嫌吗 老朱哼了一声 你和咱是从小长大的 现在这里只有晚辈又称的哪门子臣 你这是对咱心有隔阂了呀 这老哥哥 话不能这么说 徐达苦着一张脸 抬起头一副委屈的模样 我这不也是没办法吗 上回北征是我大义轻敌 给了盟员喘息之机 如今这局势 我大明再起大兵进攻北渊 那就是老寿星上吊 自个儿贤命长了 接下来只怕 要以长城为戒 和盟员继续僵持 一时半会没什么大仗要打 大明需要休养生息 现在不是我们打仗的成兄的时候 我要是不收敛一些 那些没仗打的骄兵汉将 还不得把我给架起来在火上烤 老哥哥 你要刀兵入库 我也是为了不让你难做 不愧是魏国公 目光亦是鞭辟入理 一眼就看出了 如今的大明 已经没有了一举负面盟员的能力 刀兵入库 修养生息方式如今最为首要 也是紧要之事 只是 这番话依然避重就轻 丝毫不提他担忧老朱 对自己这些功臣下手的事 让朱素不由地感叹 这些人都是老狐狸 所以 你便以为 咱用不上你们了 要对你们动手了 是吧 老朱哼哼地笑了一声 今天文中和老五他们这些晚辈都在 刚好给咱和你们徐叔叔做个见证 咱 朱元璋 今天把花料在这儿了 但有我大明在一日 徐不叛朱 朱不弃徐 任日月轮转 万事不易 徐天德 你小看了我朱元璋 你以为 咱和那刘邦一样起于微末 就会做和他一样的事 咱告诉你 错了 老朱的话语斩钉截铁 不容丝毫质疑 他早从朱肃口中听完了明史 知道徐达本人乃是绝对可以信任之人 纵使后来遭到了自己的冷遇 也依然一心一意的在北平练兵 已被对抗盟员 这样的人 无论如何都得安抚其心方可 自己本就许了徐家与国同妻的 老哥哥 陛下 徐达果然大为感动 纵然是君神但论起收买人心之道 果然还是比老朱低了好几十个台阶 敢不为陛下笑死 目睹这一幕君臣相得 李文忠也是大为感动 当即施以大礼 以表心中激荡之情 朱肃等几兄弟 也只好一同俯身叩拜 徐达一世虎目含泪 对自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的行为敢愧不已 不必多礼了 你可知 为何咱要在这里 当着咱的儿子 还有你和文忠的面 说出这些话来 老朱扶起徐达 又示意李文忠和朱肃等人都过来 这才继续道 徐达摇头表示不知 老朱默然一笑 伸手从袖中掏出一卷纸卷来 你等都以为大明日后 必然是要刀兵入库 马放南山 咱今日 就对你等说说 咱藏在心头真正的打算 他一脸得意 将手上那纸卷缓缓张开 众人凑近一看 朱肃不由的心中吐槽 这不是我那张世界地图 欧布 亏于万国图吗 你等且看 这是我大明 而这便是这世间天下 老朱指着地图说道 此言一出 徐达 李文忠 朱蒂 朱刚等人都是大惊 什么 我大明浮缘辽阔 竟只有 这小小的一掌之地 老朱黑黑一笑 看着面露惊讶的朱人 他现在可是彻底体会到 朱肃在说这是知识 看着他和朱镖那种眼神是怎么回事了 用先知先觉的眼界去看这些土包子果真很爽 如今 你等可知天下之大了吗 大明之外 尚有这许多土地 可笑历朝历代 却皆自以为天朝上国 偏安易于却不自知 你们以为大明日后用不到军人 错了 咱意图效仿故州之天子 分封诸国于外疆 以为我华夏继续开疆拓土 发扬我大明医官 天德 你以为你已经封无可封了 错了 你莫要让你家闺女 给你讲那些历朝历代的阴谋诡计 隐隐狗狗了 那些所谓的帝王手段 咱懒得学 也不会去做 咱现在明确地告诉你 若你能给咱大明立下天大的功劳 咱 不吝啬封你徐家一个诸侯王 老朱指着已然在发呆的徐达 这一句话如果惊雷 震得徐达两耳嗡嗡作响 诸侯王 满以为自己这辈子的功名 已走到了头封无可封 早已踏到了君王的底线 若是再往前一步 定然引起君王忌惮 死无葬身之地 可现在却听到了 人家其实不建议封你个诸侯王 大明的国公和周朝的诸侯王 其中区别说是云迷之别也不为过 关键是 看着那张地图 徐达觉得老哥哥说的话 很可能会是真的 朱肃看着意气风发的老朱 也是一脸的震惊 虽然他提议过重启周朝分封制 但他也只想过 让大明趁着机会出手拿下周边诸国 然后再让朱姓皇子作为平凡镇守外邦 潜移默化而已 好家伙 老朱这是想一步到位 学周朝学个族时 直接让国内的军头 带着大兵自己去外疆建立基业 本章完 老朱这一通鸡鞋打下去 徐达与李文忠当场就红了脸 李文忠激动的嗷嗷直叫 高呼要再为大明拓土三千里 封不封诸侯王无所谓 主要是必须将汉人的荣光拨洒到天边去 最好能把草原也像关内那样 全部建满汉人的城池 为大明涌出北鲁之患 徐达也大表忠心 表示愿意继续为大明 为伟大的皇帝陛下发挥光和热 老朱嘱咐在场诛人不得泄露此事 之后的会谈便在一片和谐的氛围中顺利进行 直到数个时辰之后 徐达方才起身告辞 离开了庄子 李文忠也退了下去 厅中只剩下了老朱与朱家兄弟 见没了外人 朱棣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胆怯地问道 爹爹 宁方才说 要在域外建藩 效仿周朝设立诸侯国开拓华夏版图 那 孩儿也能 在域外建藩吗 怎么 你还想在关内躲清闲 老朱眉头一竖 就这点出现 让信徐的信里的他们建功立业 你们在关内安享富贵 哪有的事 朱棣赶紧否认 一张小脸仗得通红 儿子巴不得 现在就带人去关外建藩 别的地方也不要 就把藩帝建在和林 和林 是现在北渊的治所 把藩的建在和林 意思就是 要以覆灭原庭为己任了 老朱点了点头 对朱棣的雄心壮志 十分满意 历史上这四儿子 当皇帝期间对外极其强硬 这一点老朱还是很满意的 因此 对朱棣的这番话 倒也并不怀疑 只是 朱棣在那畅想风帆 一旁的朱刚 却皱着眉头 一副沉思的模样 爹 孩儿认为 建藩玉外 恐怕颇有难度 想要建藩玉外 并非兵威风力便可做得 想必要带上不少关内汉民 大明如今百废带兴 恐无余力 那又怎样 这一带无余力 那就标来做 标做不得 那就让你们大扫肚里的熊银孩儿来做 老朱瞪了朱刚一眼 你们想要自己的封店 就好好努力 到域外去争取 想吃咱打下来的老本 门都没有 朱刚被这一番话挤兑的面色发白 他确实是不想去域外见翻 一想到要和那些不通文字的野人相处 他就感觉难受无比 老朱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借口 老朱微服出巡 是必定要去地里看看的 不让朱爽几个跟着 老朱单单让朱素做陪 趁着这个机会 朱素对老朱道 爹 其实三哥说的很对 如今时机还早 您贸然对徐叔叔提域外见翻的事 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了 而且域外见翻 我们之前说的 不是先谋取三国吗 哼 你的胃口只有谋取三国 老朱看着朱素晒笑一声 别以为咱不知道 你看那些外遇之地的时候 眼睛都要瞪出来了 特别是那美洲 那是能铲出神种的天赐之地 又远离我滑下 也就只有剑翻方能彻底掌握于手 既然重启分封 那么倒是不妨重启的彻底些 老朱道 你是想说 我大明如今余力 吞并三国都尚算勉强 说欲外见翻无异于空中楼阁 是吗 见朱素欲言又止 老朱自己便将朱素心中所思说了出来 朱素点了点头 他认为 老朱用这件事哄着徐达 并未非常久之际 徐达毕竟年事已高了 在他有生之年 难道还真能凭借这一身的余热 做得这诸侯王不成 咱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你可知 如今咱这大明朝廷 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朱素一愣 这是他还真不知道 洪武年间 并未听说有什么严重的党争之事啊 此事你不必挂怀 你只需知道 现在朝中要整合勋贵 还需天德出力 老朱摆了摆手 顺带回头 狠狠瞪了远处的朱棣一眼 瞪得坐在椅子下的朱棣一个机灵 莫名其妙 说来 也是老四弄出来的烂摊子 他聚了婚事 搞得朝野间流言四起 天德也是不得已 朱素捋了捋头绪 似乎是朝野中正需要徐达出面的时候 可徐达却因为未及人尘封无可封 以及先前朱棣聚婚 引起流言的原因 不得不明哲保身 所以 老朱才不令以诸侯王之位许之 向徐达碰名 不会吐死狗烹之意 以安徐达之心 好让他出面主持局面 朝政之事 真是弯弯绕肉 朱素甩了甩头 想不明白 那便不再去想了 反正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 你先前所说的那个水泥和金刚 可研制出来了 老朱问他 且早呢 人手不足 资金也不足 就我一人批成两半 也不够啊 朱素故意哭丧着脸 正好趁着机会 向老朱要点科研经费 爹 能不能再拨一些钱量于我 如今库房已然见底 在宫里户部向咱哭穷 出来散心你也向咱哭穷 老朱好笑的晒笑一声 你找宝招了那么多人 就是为了图好钱量的 咱划了这么大的庄子供你支应 你竟然还好意思找咱要钱 看来你这穿越者 手段也有限的紧 朱素面色惭愧 心底也有些吃惊 老朱处于九重深宫 竟然对自己如今钱量匮乏的背后原因 如此了弱指掌 不过老朱说的没错 苏莱在内心深处 自己皆以自己是穿越者为傲 看着这大名土著们 难免不自觉的便带上一分看土包子般的优越感 自己只想着广招人手 却没想过收入与支出的平衡问题 自己即使是前世归根结底 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生斗小民 仗着被灌输的知识指点江山或许还行 真办起实事来可不就露了欠 朱素默然不语 老朱见他残然便也不说话 父子两人默默沿着填拢前行 几位庄户见他们过来 色缩了一下 犹豫着该不该失礼 你来了这么些时日 庄子里的庄户竟还不认了你 看着那几个犹豫了一会 终究转身离开的庄户 老朱气不打一处来 出来乍到 你就没把庄户召集到一起 让他们熟一熟脸 顺便收收人心 没啊 朱素一脸茫然 老朱一致顿时被朱老五给气笑了 你招来那么些个军户 是怎么安置他们呢 我给他们分了田地 庄中朱氏 都有祥灯在管 朱素底气有些不足 他早晨要被李文中操练 下午要忙着去钢炉水泥摇上 指导那些工匠们 忙得脚不粘地 在他看来 这个庄子只是一个幌子而已 哪有空去管庄子上的事 糊涂 老朱脸一板 对着朱素骂出声来 本章完 老朱很生气 他的儿子 日后最次都得是牧首一方的藩王 应该是人中之王 人中之龙 没想到朱素竟然放着这么大一个庄子 不去利用 反向他哭起穷来 一个庄子都治理不好 日后如何治理国家 看着这个近日来越来越显得不凡的儿子 老朱竟觉得有些恨铁不成钢起来 朱素也开始反思 一直以来 自己只是将旧庄研究 当做一个跳板 一项作业 从来没想过沉下心来做成这件事 也没想过好好地去经营庄子 单纯只是将庄子的土地当作施恩的筹码而已 毕竟庄子又不是他的 只是供自己赞助罢了 咱不会再给你拨一个人一文铜钱 老朱用眼睛看着朱素 这个庄子就是你的根底 你想要钱 想要人 就自己去想办法 要是没经营好庄子 你也别想着 能做什么逍遥王爷 一个庄子都治理不好 咱直接 本要说直接把朱素丢进凤阳高墙去 突然想到 这岂不是碎了这个儿子的意 是以改口道 治理不好 咱直接把你丢到内阁里 担任职司去 来来往往的公文 走张 统统给你看了之后 再撑给咱 烦都烦死你 这话听得朱素浑身一抖 冷汗险些都下来了 老朱现在工作室轻松了不少 但其实大部分工作量 是都由内阁朱关承担了 听说 每日送往内阁的奏章 多到需要两个人用台语来台 虽说没听说 大明有皇子行走内阁的例子 但老朱是开国皇帝啊 他想改革阻力无疑是最小的 他想让皇子行走内阁 只是一句话的事 别 我一定经营好 一定经营好 朱素连忙立下军令状 既然你让我经营庄子 无论我如何折腾 您都能允许吗 见老朱面色稍缓 朱素忐忑地开口问道 那是当然 老朱打得斩钉截铁 这才多大点地方 任朱素蛇腾塌 也翻不了了天去 好嘞 有您这句话 我便放心了 得了老朱的陨落 朱素放下了心中的大石 不就是金银黄庄吗 没吃过猪肉 也见过猪跑 这么大的地皮在手上 还怕搞不来那么些黄白之物吗 大不了卖地 然后卷款开溜吗 应天成交的土地 稍微炒作炒作 大有转头 反正仔麦也甜不心疼 朱素万分邪恶地想 又在黄庄里寻视了一番 老朱不要走了 临走之前 叮嘱朱素 记得去朱镖府里看看 你大嫂再过些日子 就要生产 你娘今日便是去镖府里探望的 要不然 该和咱一块来 老朱道 娘的身子可有异状 没发现什么异状 或许还没有病症 只能今后好生注意了 唉 偏偏她又是闲不下来的性子 说到马皇后 老朱的脸上露出一抹担忧 看着这样真情流露的老朱 朱素心底也不经意满 按下决心 不会让马皇后早逝的悲剧再次发生 老五 你倒是想个法子 让哥哥们也来你这庄子躲清闲啊 朱蒂如今简直是把朱素 当成了救命稻草 瞅着老朱没注意飞快地吩咐朱素道 连分封方国这种事 朱素都能用封疆于外摆平 区区出宫这个老五一定有办法 四哥 你就好好在宫里待着吧 这事儿我是真没啥办法 朱素赶紧推着朱蒂赛进马车里 自己谋划出宫都谋划了老九 最后只能摊牌穿越者身份 哪里还有那能耐 把朱蒂他们一并给弄来 送走了老朱一行 朱素回庄时发现 徐允公与方笑如正在门口等着 见朱素回来 两人双双执弟子里 师尊 不必称呼的如此正式 朱素将两人扶起 子曰 三人行必有我师 我年纪上小学问不惊 如何能为人师尊 不必真的入我门下 那怎么能行 方笑如神色一正 学问并无年纪之分 笑如此来 是真心想败在师尊门下 此诚心天地可表 又安能不诚心敬奉您呢 那至少莫要叫师尊吧 朱素擦了擦汗 师尊这词实在是太过重二了些 他颇有无从销售之感 又安抚了两人一番 从言谈中方得知 方笑如因为朱素留下的问题 树叶未免辗转反侧 最后更是取消了原定的行程留在此地 只为学得朱素的学问 二人迫不及待问其指 为什么能够烧水的原理 朱素便浅浅地将燃点 熔点 废点的概念告知了两人 两人听得似懂非懂 更觉格物之学学问高深 回到后院的朱素立马叫来了降灯 令其次日将庄头及老兵中的头目召集过来 第二日一早人便来了 庄头是一个老实巴交的老农 老兵的头目是一个独眼的彪悍汉子 本该在出来乍到之时就召见你们 现在方才得见是本王疏忽了 朱素示意二人做下凤茶 不敢 能得见王爷是小人三生有幸 哪还敢怪罪王爷疏忽 叫王贵的庄头挤出一副笑脸 脸上的沟壑都显得深刻了几分 倒是那个叫武庭的老兵 只是漠然地行了个军礼 眼神中带着的那股木然 让朱素不由的侧目 今日让你二人前来 是想了解一下庄子的情况 朱素看了几眼武庭 将心中疑惑压在心底 转身去问那个看上去有些油滑的庄头 老王头 你是这里的老人了 和本王说说 本庄的租税如何 可还算重吗 此话一出 那个叫王贵的庄头 脸色顿时一白 本章完 见他面色有异 朱素也是一愣 刚进来时还没怎点 怎么一问 租子脸就白了 王 王爷 王贵战战兢兢 如同受惊的麻雀 庄里的租子 仙石 仙石已交给了庙里的师傅们了 剩下的 都是庄护们的保命粮 谁看上你们的粮了 我是想问 你们在这庄中生活 可还有什么不顺心的 看你们田中的收成 并不大好 可需要减免一些租子 朱素失效 这王贵 竟然以为自己 召他们来 是要加租的 自己明明是看那些 兔鱼收租太重怕 这些庄户们 熬不到求收 想给他们 减免些租子 收满人心 伸手要扶起这老人家 想不到老人家抖得更加厉害了 老人家从蒙园治下苟延残喘至今 好不容易有了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又被避风寺巧取豪夺了去 哪里还会信任地主权贵会有好心 前缘的那些贵族又不是没见识过 哪一个不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主儿 这位还是个皇子 那就是暴龙啊 被他找上 还能有好事不成 一定有诈 要是答应下来 这位小王爷肯定要翻脸了 朱素继续和颜悦色地说了几句 可无论说什么 这位王庄头干脆跪在地上磕起头来 牙齿咯咯作响再不能回答一句 似乎下一秒就要被生吞活泼了般 想明白了其中关节的朱素叹了口气 收起了收买人心的那套做派 干脆背起双手做冷傲状 本王何等尊贵的人物 区区几亩地的三瓜粮枣又怎么可能放在眼里 竟然以为本王要加征租税 着实可笑 下去吧 这句话说完 王贵竟然人也不抖了 面上反倒还浮现出劫后余生的神色 又扣了几个头之后 生怕朱素返回般的退下了 弄得朱素哭笑不得 本以为在后世无往而不利的清明大法 竟然落得这么一个下场 自己和这个时代还真是远远脱节了 记得史书中曾经记载 汉武帝冒平阳侯之名微服玩乐 因采塌麦田被农民捉起来盗了关 汉室百姓敢以平头绑腹权贵 此时大明的百姓却因为见到了一个未成年的王爷 就战战兢兢 朱素想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但这个时代的大环境不会准寓 此时饱受异族摧残的汉人百姓们习惯了被欺压 已经如同惊弓之鸟 罢了要减免租税 等收租的时候直接少收些便好了 朱素强迫自己不再去想这些深层次的东西 又将目光转向了那名叫武庭的老兵 这位老兵是从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 见多识广倒没有像那个王贵一样怕得发抖 只是在朱素看来他总有一些无精打采的感觉 五百户?你们新晋方才迁居此处 可有什么不变之处需要本王帮忙的? 朱素对武庭道 军中的汉子想必不喜欢弯弯绕绕 这么直来直去的最好 名为武庭的汉子又拱手行了一礼 蒙殿下红恩 蜂窝等田产 并没有什么不变的 这些李文中帮忙迁居来的老兵 大多是在老家无田无产的破路军户 北征不胜不败又没有赏赐 后路无者 这才应了就始祖将召唤来朱素这里讨生活 就连身有残疾的老庄 他们都蒙朱素赐了吉姆地 他们是实打实地感谢朱素的厚恩 武队正不必拘谨 我看你目中多有七色 若有难处但说无妨 朱素道 这 武庭正了一阵 低头犹豫了一阵 说道 殿下荣禀 末将 确实有一个不情之情 这位铁塔一般的汉子面带残然 竟然推金山岛玉柱一般 对着朱素 直接跪了下来 末将恳请 殿下能默默将加入吴王位 末将虽已不惑 血却没了 只需给末将一把刀 斩将夺其末将不在话下 末将在北疆独立斩杀原狗五人 军功策中还明明白白地记着 末将也不会那些田中的把势 只愿提刀继续为国征战 求殿下成全 求殿下成全 说着 重重给朱素磕了一个响头 百户快快请起 朱素忙伸手去扶 但这汉子决一下跪 力道只有千斤 朱素如何能扶得起 只能去看一旁势力者的指挥师李荣 李荣会议上前 直接单手一把拉起这位五百户 五大 有话直说就是 弄这一套吓唬殿下呢 这都回来几个月了 你还没收起你报仇的那心思 能生情奔满的李荣 何等距离 五百户再也跪不下去了 粗豪的脸上长得通红 将军 我 我如何能安心地重地过日子 我只要一闭上眼 就看到老二老三被猿狗砍死时候 盯着我的样子 死的应该是我 这一定是老二老三来找我索命 说着 一个铁塔般的汉子 竟然落下泪来 放你娘的屁 五二五三是被猿狗砍死的 要索命也是找那些猿狗 找你这个大哥做什么 你武家现在就剩你 养着你儿子和那两个侄子 你要上战争那姓武的三对孤儿寡母 怎么活 李荣直接一脚踹在五百户的腿上 五百户一个猎牵倒在地上 似乎被包去了所有的精气神 垂头丧气的猛一垂地面 怎么回事啊 朱素转头问李荣 经过李荣一番解释 朱素才知道了前因后果 这位武庭百户的经历倒是和老朱差不多 前缘时就被北渊朝廷逼死了爹娘 辛辛苦苦地拉扯着两位弟弟 从圆末乱世中活了下来 没想到 兄弟三人在做大军前哨时 意外遇到了北渊骑兵的合围 武庭两位相依为命的弟弟 惨死刀下 真壮事也 李荣是个不善言辞的粗汉 可这寥寥数语 朱素却描述出了一位英雄 两位烈士的轮廓 让朱素不得不肃然起敬 哎 他们哥三瞅着也四十多了 本想着这次北征再杀几个猿狗妈 挣些赏赐就到南方的卫所 安心过几年日子 结果北征失利 五二五三没了 朝廷却压根没赏赐 说到这李荣猛的闭了嘴扇上 看了朱素一眼 这一句话 已经有了对朝廷心怀怨愿的嫌疑了 朱素自然不会去在意 李荣的一时激愤 其实他对老朱的处理 也是颇有微词的 北征固然失利 但将士们浴血奋战也是事实 不赏不乏 确实让这些热血男们寒了心 明时路中对这次战役的结局 只有区区十字 尚以征北无功 故不加赏 史册上的寥寥数语 其中却包含了多少男的血类 本章完 五百户 看着这位一脸颓然的汉子 朱素的语气 也不禁带上了几分敬意 李将军说的对 武家如今就你一个男丁 将你调到这庄上的卫所 来过几天安生日子不好吗 若是 你再有个三长两短 我朱家又如何对得起你们兄弟 且我如今年岁尚小 就算成了我麾下王位 也未必能征战沙场 你这又是何苦呢 可我听说 殿下您日后是要改封色王的 五百户依然战红着脸 耿着脖子 若是不能多宰几个猿狗祭奠他们 我如何能对得起他们的两个儿子 你个笨货 怎么说不明白呢 你要是再战死了 你两个侄子都得饿死 那才是对不起他俩的在天之灵 还色亡 武殿下针锋了镇守北疆的色王 那时你都几岁了 给北渊骑兵送菜都不够 还想提刀给你两个弟弟报仇 李荣气急 抬脚又想去踹 被朱肃赶紧拦了下来 朱肃身板太小 李荣怕一用力带倒了他 这才堪堪停了下来 五百户 李将军说的对 朱肃温声道 朝廷虽还需勇士出力 但却也需要百姓繁衍生息 武家如今就你一个顶梁柱 你也当姑姑家中老小才是 武庭默默无言 只是面色纠结的捶了捶自己的大腿 朱肃看着他这副样子叹了口气 此次找五百户前来 本是有一桩事想问问你和弟兄们 老你白跑这一趟且先回去吧 你放心 我定然不会亏待武家这样的有功将士 五百户的儿子与侄子也竟迁居在此处了吧 我准备在庄子中建一个学堂 到时便让那三个孩子在学堂中进学吧 你武士一门中烈其后人不该被窥待 进学 武庭眼睛一亮 殿下 竟然愿意让我们这粗糙军汉家的娃子进学 五百户何故妄自菲薄 你等为国尽忠乃是国之栋梁 哪能以粗糙二字呼之 且不只是你们 庄中所有失灵的孩子 我准备统统要去进学 不用学那些儒家的威严大义 只需懂得读书十字 晓得礼义廉耻就可 日后我有大用 朱肃道 这就是他想出来 其中一种收买人心的方法 而且公布那些工匠 没守成规并不堪用 他也确实想用后世的法子 培养出几个未来的帮手来 想发展科技 光靠一个人蛮干是绝对行不通的 只识字 那也禁够了 武庭大为感动 如今大明出定 华夏方光复不久 天下人只要识字的 就能有个好前程 教书的先生更是难寻至极 末将 小人谢过殿下大安 这是给了他五家三孩子一个前程啊 殿下方才想问末将什么 只要是末将知道的 绝对没有瞒着的道理 想起刚刚朱肃说了一半的话 盲顺势问道 殿下你有什么事 要这些沙才帮忙的 且尽管提 这些沙才账了您的事 来了这富数的养老 要是敢瞒你我老李荣不了他 李荣也道 不必如此 朱肃摆了摆手 只是原先想着 诸位军户兄弟们打老了仗 难免有些跟不来田的 可有愿意帮我吴王府 来往关外北疆做些事物 赚取点钱财补贴家用的 关外 一旁李荣脸色一致 殿下在北疆有什么事物 他们这些粗汉 哪里做得来商人那些弯弯绕绕 还不如找些行商 殿下必定是在开玩笑了 哈哈哈哈 这事儿 一般的商人倒做不来 朱肃一笑 我要跑的事物 若没有像五百户这样的军中豪杰坐镇 一般人可没办法做的 此言一出 李荣和武庭纷纷都是一乐 武庭眼睛发亮 去北疆 他回大明之后 日日噩梦 恶灵缠身 唯一想的就是 要出长城 去北疆 杀贼寇 只有多砍些远狗的脑袋 才能祭奠两位弟弟 在天之灵得以安息 长城外 李荣却是脸色一素 殿下莫不适 想和北渊打子做生意 一半是吧 朱肃不可置否 李荣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什么 犹豫了一番 终究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脸色已没有方才看朱肃时那般的清静 武庭则没想太多的弯绕 只迫不及待地开口道 做生意 殿下是要咱这样的军汉当护卫吗 可杀达子 北疆马贼众多 一切需以自身安全为要 若是有人敢冲击劫掠 自然是杀得的 朱肃道 那我去 武庭眼中神光闪烁 北疆那些马贼 本就是那些北人朝廷招募来的牧人心散之后 在草原流窜 要是千军万马 倒还怕他几分 区区击骨马贼 爷爷捏爆他个卵 五百户大手做了个捏的动作 面色都兴奋地猙獰了起来 与刚才样样的样子截然不同 这位中年汉子 被心中的愧疚都折磨出心魔了 朱肃内心暗想 本听了他的遭遇不忍他再以身涉险 但现在来看 或许让他发泄了这凶中机遇 可能还会更好些 百户若愿意去 我必不亏待 当以嘲讽兴奉聘之 若是有所得 不领奖赏 多谢殿下 这样一来 吴某便能多拉一些兄弟来 不瞒殿下 咱有些兄弟捂了半辈子刀枪 已经不知道怎么拿锄头了 北征又没赏赐 本就憋着劲儿想再拼几年攒点家当 却被大将军调离了前线 大将军也是为了你们好 你们出生入死这么多年 年纪也大了 若是死在战阵上 叫大将军如何忍心 李荣忍不住大声为李文忠辩驳道 这 咱也知道是大将军对咱们好 武庭挠了挠头 不过咱这些操汉子 一辈子就学会了操刀子 倒不如舍了这一身寡多拼些财物靠谱 一拍即合 武庭转身兴冲冲地离开 他要去纠集一批 不愿意继续耕田的老兵 给朱素组出一支伤队来 李荣回过头 深深看了朱素一眼 行了的李转身也告辞了 八成是去找李文忠 朱素送他们到庄门口 转身回来跨过垂花门的时候 耳边竟响起了一个声音 你想与草原做生意 是想要资敌吗? 谁? 朱素转身 只见朱首千正站在垂花门旁 一脸愤慨地望着自己 他的身后 是一身马腹装扮的姚广笑 见朱素看向他来 竖起手掌 给朱素行了个无声的佛礼 前几天家里出大事 更新有些不稳定 接下来会稳定下来的 十分抱歉 本章完 你想与草原做生意 是想要资敌吗? 还未开口询问他 二人怎会在此 朱首千就又问了一遍 看这股气势 是非要朱素解答不可了 如今大明与盟员局势紧张 各种物资是严禁输往关外的 若是有往关外输送粮草均械的 立时就要以通敌论处 我确实想要与草原上的牧民做些交易 朱素还是耐心解释 但却不是要资敌 而是另有考量 粮草均械这些东西是绝对不会运送的 即便不是粮草均械 与原人交易也是不对 朱首千耿着脖子 你是朱家藩王 书祖费尽心力 才驱逐了盟员建立大明 你怎么能做此等资敌的事呢? 朱素倒没有想到 这个脾气执拗的朱首千 居然会如此心细大明的江山设计 只见朱首千瞪着他 眼中一片血红 似乎朱素给不出合理的解释 就要一拳轰过来般 阿弥陀佛竟将王殿下莫要急躁 竟然是姚广孝拦住了朱首千 武殿下天资聪颖 并非常人 他要做此事定然有他的考量 殿下忘了要戒称戒怒吗? 如此 方能保灵台清明 心魔不生 道眼大师说的是 熊孩子般的朱首千竟然被劝住了 深吸了一口气 对姚广孝回来的佛里 调节好语气之后 又转身对朱素道歉道 首千语出轻挑 冲撞了武叔 还望原谅 武叔能否将心中打算和盘告知? 我性格冲动 难免所见偏颇 朱素可太震惊了 想不到姚广孝居然能制服桀骜不驯的朱铁柱 要知道 在邓狱面前 这朱铁柱都没这么乖巧过 惊奇且戒备的看了姚广孝两眼 终究还是为朱铁柱结起祸来 蒙园统治中原数十年 娇奢营一滩图享乐的事 你应该也知道了吧? 知道 朱首千道 蒙园贼子压榨百姓 搜刮明知明高闹得天怒人怨 书祖奉天意起兵北竹盟园 还了我汉人朗朗乾坤 这事是我大名字民众所周知的 朱素点点头 北渊朝廷落荒而逃 那些北渊富户仓皇之下 只能带上金银细软而已 他们在中原过惯了富贵的生活 让他们在草原上继续穿那新骚味的毛皮 吃那些粗利的食物又有谁能够乐意? 他们的心中必定无比怀念曾经在关内的生活 若是此时有一只商队带上诸多关内的丝绸 瓷器等东西到关外去 你说那些穷的只剩下黄金白银的北渊富户们 会不会乐意拿他们手中快发霉的黄金来换? 武叔是想朱首千眼前一亮 拿丝绸瓷器这些东西去赚北渊富户手中的真金白银 不错 朱素笑得非常卑鄙 丝绸瓷器不过满足虚荣之物而已 那些人本来享受惯了这些东西 骤然失去怀念之下 纵然提高了价格 他们也必然会买 而这些黄金白银到了我们手中 我们则可以用它来兴建学堂 打造刀剑 朱首千眼中闪过佩服的光芒 武叔高瞻原主 是我梦浪了 告了声罪 又与姚广笑行了个礼 静止转身离去了 看着背影已不似之前那般孤拐阴暗 隐隐竟有了几分鹦鹉洒洒脱之气 把朱素看得一愣一愣的 和尚 你对铁柱说了什么 朱素目光不善地打量着姚广笑 历史上他的好基友朱棣没有在庄子里 因此他便也没有限制姚广笑的人身自由 只是用一个马夫的职位羞辱他而已 没想到姚广笑竟然和朱首千勾搭上了 倒是忘了朱首千大大小小也是个王爷 莫非这和尚贼心不死 想要挑唆朱首千来实践他的所谓屠龙树吗 四世看出了朱素的想法 姚广笑苦笑着打了的佛号 阿弥陀佛五殿下误会了 靖江王心中有魔杖 平僧只是机缘巧合之下 开导了他一两句罢了 只因不愿继续在马厩蹉跎跎时光 故而后颜求靖江王带平僧与殿下一见 恰巧便听见了殿下在殿内所一之事 还望莫苛责靖江王 此乃平僧之罪过 朱素审视地看了他几眼 其实心中已是信了七八分 他召集装中代表见面也不是什么机密事 门外头还有王贵的两个儿子在等着呢 朱守谦带着姚广笑来找他侍卫 不去阻拦也是正常 你要找我 有什么事 但即便如此 对于姚广笑这个人 朱素还是不会轻易相信的 故而依旧用狐疑的眼光看着他 本是想自告奋勇 为殿下出一开源节流之策 但现在看来 殿下腹中已有良谋 倒是小僧僭越了 姚广笑低头功声道 只是 殿下欲通商官外 并不只是想小打小闹卖些丝绸瓷器 赚取辛苦钱而已吧 抬起的眼中有金光闪动 好一个道眼和尚 不愧是后来被称为妖僧的姚广笑 朱素心头暗赞 同时警惕之心也更浓 口中却道 哦 那我还能有什么其他深夜 你从何处得知 有何深意 贫僧不知 但殿下此言有两个漏洞 姚广笑侃侃而谈 其一 如今庄中盈晦 纵然行商官外果真有利可图 一来一回也需耗费数月之久 原水怎能解尽渴 其二 贫僧听闻殿下于应天城中购置车马 如今又召集兵士如此大的动作 不可能只是小打小闹而已 至于有什么深意殿下置身如海 贫僧实在是无法揣测 说吧 毕宫毕竟给朱素行一佛礼 朱素似笑非笑地看着这和尚 确实 出关行商挑动蒙元贵人 娇奢淫义之心 这是自己给朝中滚滚诸宫准备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毕竟朝廷上下可不希望蒙元的贵人们 丢掉贪图享乐的优良传统 出关行商这么大动静的瞒不过朝廷的 有了这个借口 朱素以皇子之贵组织出关行商才能 不被他们参来参去得以顺利的进行 但是其实这支商队 除了给朱素提供一条稳定的裁员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更加实际的用途 不 说是用途 不如说是朱素做的一项实验更为贴切 在四百余年之后的遥远国家 曾经发生过一次轰轰烈烈的运动 使得一个支撑国家的庞大阶层轰然倒塌 朱素不想让大明的某个阶层倒塌 但是这不妨碍他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试试看能不能兵不血刃的让蒙元 乃至之后所有凶猛好战草原部落 全都从内部解体 想要彻底控制草原 可能就要从这一支小小的商队开始 导演和尚 你听说过 羊吃人吗 朱素的眼神中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寒光 本章完?羊吃人? 姚广孝只是微微一正 便低头思考起来 续语之后抬头问道 殿下施欲尝试以商士兵不血刃瓦解草原 树小僧直言 汉时、宋时都曾试图以护士削弱草原部族 却皆收效甚微 汉宋大臣共谋之下 都难以尽全功之势 殿下欲以己身之力为之 可是心中已有了定计 不禁再次对姚广孝刮木香看起来 听到这区区三个字 竟然能短时间就想到是一种瓦解草原的计策 朱素元以为他会先疑惑羊 为何会吃人呢? 想要彻底改变草原 必要的条件就是要改变草原牧民们的生存方式 要知道 北方草原生存条件恶劣 无法大规模耕种 若是气候和煦 草场丰沛 普通牧民其实更愿意通过与农耕民族的护士 获取资源 这也是汉宋之时开启护士的原因 意图通过护士掠夺马匹等战争资源 提高草原对关内资源的依赖性 削减草原游牧民族实力 但这个法子是十分脆弱的 只要一遇到灾年 护士制度就会立时崩溃 遭遇天灾的游牧民族 唯一的做法就是入关截掠 毕竟牛羊对他们来说 既是财产也是实物 天灾一到牛羊一死 他们几乎就全都沦为了赤平 不抢劫 就得死 于是护士之中 本来牵着牛羊捧着马乃酒的河善牧民们 全都跨上了战马 抡起了寒光闪闪的战刀 变成了凶狠的强盗 妄图以农耕民族百姓的血肉 作为他们度过灾年的养料 这个问题千百年来几乎无解 天下人皆认为 二者不是你死 就是我王 绝无共存共生的可能 即便才智高绝如遥广孝者 也绝对挣脱不了时代的禁锢 想象不到未来那些草原民族 对着汉人们在歌在舞 献上哈达时满脸热情的模样 定计自然是有的 和尚 你来找我 是不想在马厩之中蹉跎 想让我用你对吧 既然如此 你且猜一猜 我有什么计策 若是猜对了 我便用你 如何 朱素笑得有些恶趣味 用羊吃人谜题来考教姚广孝 认这位妖僧多么多质儿敬妖 恐怕也是猜不到的 不理会姚广孝深深皱起的眉头 朱素接着道 你如此有闲暇 不如便替我跑跑腿吧 你可知 城中最有名的富商是谁家 富商? 姚广孝暂且停止了苦思 功声答道 若说富商 应天成中便首推那沈隆了 此人家中 号称富可敌国 于商人之中风头无两 其父在时 民间接户之为沈万三 可见其家中豪富 沈万三? 朱素失笑 没想到 这沈万三居然是真有其人 这沈万三之子 可与朝中官吏有所瓜葛 并无 姚广孝摇摇头 他此前一心想出是以正屠龙之术 对于大明诸多事物自然是烂书于凶 沈家自前缘之时便是豪富 只是早年间行事高调 故不为陛下所喜 朝中官吏无有感亲近其人者 如今倒是十分低调 传说朱元璋素不惜沈万三 没想到这事竟然不只是传说 家中豪富多年又与官场无赦 这简直是天上降下来给朱素的横财 他满意一笑 吩咐姚广孝道 既然如此 和尚 你吃我明铁跑一趟沈家 告诉那沈万三 明日午时 我要往沈家寻他遗物 找他借一样东西 姚广孝呆了一呆 殿下可是欲以沈家资财 谢皇庄才愧燃眉之急 树小僧愉悦 杀鸡取卵 实为智者所不为 哪那么多废话 朱素干脆拿出了顽固脾气 教你去传话 你去便是了 若想为我牧尘 先想明白杨吃人是何物再说吧 说着 学着老朱的模样背起双手 迈着方部回屋去了 姚广孝一致 看着朱素悠然的背影 也不好再劝 心下道 罢了 若是此子是个只知强取豪夺之徒 那么便算我姚广孝看错了眼 且去送着明帖 有何后效 做官便是 次日 应天水气渐浓 黑云如同穷盖一般 压着应天府 空气也仿佛凝制了一般阴沉的可怕 雷宇在长着乌王素三字气排的马车进城的那一刻 终于如同彻底被释放一般 骤然瓢泼了下来 老爷 老爷 一大早就被派到西门等候的沈家管家 跌跌撞撞地跑进了沈宅 顾不上 自己已经被淋成了落汤鸡的模样 宇调欺然带着哭腔 老爷 乌王殿下进城了 几十名侍卫巨甲持刀大张旗鼓 一路杀气腾腾的 老爷 这指定是来者不善啊 原该富丽堂皇的正堂厅里 现在却显得空空荡荡 那些本摆在厅堂中价值连城的唐代白词 宋朝汝瑶都已消失无踪 连黄花里的桌案都不知去哪了 沈蓉坐在空荡荡的门前 呆呆地看着天边滚滚雷云 咔嚓一声 一道闪电刺破夜空 将沈蓉的一张脸映得惨白 老爷 管家顾不上浑身湿迹 带着一身雨水攀住了沈蓉的衣摆 您怎么还在这里坐着 那位王爷来者不善 我们赶紧逃命啊 逃 普天之下莫非网土 往那儿逃 沈蓉瘫软着身子 瘫坐在椅上 我沈家已是完了 原以为这两年韬光养晦 当能避过此祸患 却不想躲过了陛下龙威 却又被吴王殿下盯上了 说到这 沈蓉已是气不成声 雨水被风卷进厅中 如湿了她的病发 她也恍若未绝 嘴里不住地喃喃道 完了 全完了 我沈家完了呀 姓朱的 那是什么人 那是皇家 昨日 那个自称吴王府门客的和尚 对她说 吴王殿下要来沈家 借一样东西的时候 就已经宣判了沈家最终的结局了 古往今来 帝王将相可曾找商人借过东西 她朱家富有四海 吴王又是陛下最为疼爱的嫡幼子 她能借什么东西 无非是看上了沈家的财富 要借我沈蓉的 这颗相上人头啊 本章晚 关于沈蓉的父亲沈万三 即便是从后世来的朱素也曾有耳闻 在后世 流传着沈万三与朱元璋共修精灵城墙 后因冒犯老朱批发配云南的故事 然而事实上 沈万三一辈子都没有见到过朱元璋 甚至 她都压根没有活到明朝建立的时候 如今的沈家家主沈蓉都已是满病双白蜂竹残年了 让朱素觉得如雷贯耳的沈万三更是已经坐骨多年 沈家在后世流传最广的故事 修筑精灵城墙 引起朱元璋忌惮的事 也纯属子虚乌有 沈蓉只与弟弟沈王一起 给大明朝廷承包了一些小工程 修建了一些亭台楼阁 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小的包工头而已 且老朱起初对沈家 也是颇为照顾 毕竟沈蓉的父亲沈万三 其起家的历程与老朱也颇为相似 都是穷苦的殿户出身 机缘巧合之下 被江南豪生录到元昭为坠序 理财有方最终成为一方巨甲 且沈氏兄弟也因十具之故 被老朱赏过几个小关当当 但沈家发配云南的结局却是真实的 原因并不是因为老朱妒忌沈家豪富 雄才伟劣的一代开国帝王 忌惮区区一个商人 这种拙劣的故事也就只有达清有脸付诸于口 沈家被发配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沈蓉的弟弟沈旺 有一位女婿名唤作顾学文 这位顾学文其实没什么毛病 但是她有一个朋友 叫做王行 王行交友广泛 顾学文这个商骨女婿 本来只是无足轻重的其中一位而已 放在后世像王行这样的人 叫做人脉广博 妥妥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然而放在大明朝就十分要命了 这位王行有一位相交甚度的朋友 未来大明军功最龙的大将军 官拜太子太父的梁国公兰玉 红武26年 兰玉案发 因为这一层本该无足轻重的关系 沈家被卷入了兰玉案的深渊 自此彻底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 由此可见 明出商骨地位之见 没有权势做靠山 愿你家财千万 也只是随时会倒他的空中楼阁而已 傅见 殿后 一名少年人一脸欺然地走入屋中 见了他沈蓉顿时大怒 三儿 你怎还没走 你是想气死为父不成 等到一会无王的大兵为府 那时便是插翅也难飞了 孩儿嫣能弃父亲而苟活于世 沈蓉的儿子沈森扑通一声跪在雨里 一道电光印的他面上一阵惨然 沈家上有二叔一脉传续香火 儿子只愿与父亲一同赴死 你 你 你 爱 沈蓉手指颤抖着 指着自己到老财得来的爱子 想责骂于他话到嘴边 却化作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罢了 三儿 你快过来躲躲雨罢 是 沈森面上也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 只见他抽了抽鼻子 缓缓起身如往常般 站在了父亲身后 沈蓉看了看面上强作淡然的儿子 又看向身旁的老管家 感慨道 阿福啊 还是你忠心 昨儿我烧了府上生气 让府上下人自去逃命 没想到这些昔日看似忠诚的仆役 瞬间便做了鸟兽散 还将我沈家的家当拿来的七七八八 哎 人心不古啊 人说板当时忠臣 还是阿福你最为忠心 也罢 你就随着我父子三人一同赴死吧 说着 整了整衣袖 努力显得端正地坐在了这最后一把黄花梨椅子上 老爷 阿福咬了咬嘴唇 似乎正在下定某种决心 阿福 老扑这一声呼唤 让沈蓉顿时泪眼朦胧 千言万语涌上心头 只得闭眼忍住眼泪 老爷 阿福可不姓沈 想必吴王爷不会怪诀到我的头上 阿福伺候您这么多年 您屁股底下这张椅子赏我 不算过分吧 嗯 嗯 沈蓉震惊地睁开眼 管家阿福竟然静自 将那价值不菲的黄花梨椅子抽走 将昔日的主子沈老爷摔了个大马趴 然后在父子二人震惊地注视下 将那极为沉重的椅子顶在头上挡羽 一溜烟荒芒地离开了 这 这雕奴 沈森气的浑身发抖 沈家善待这些下人数十年如一日 大难临头 竟无一人怨随沈家赴死 罢罢罢 他能此时才走 已经足见忠心了 沈蓉在儿子的搀扶下站了起来 终究是受负于一指生气而已 天下兮兮皆为历来 无力可图生气又已被我毁了 他自然该顾惜自己小命 哎 口中虽说的霍达 终究忍不住心中凄苦 摇头叹气起来 应天大雨 却是绝技领不到我们的吴王爷朱素的 朱素带着吴王位的假式门高调入城 那些侍卫们训练多时 步伐整齐有序 朱素又在他们的靴底定了厚厚的皮革 踩在地上声音极大 在雨中也是如镖枪一般挺直 二十余人的气势 比起数百人也不遑多让 百姓何尝见过这样的军队 自然认为是杀气腾腾的精兵 此番入城必然是要见血的 沈家 完了 朱素躲在轿子里 也不知道自己带着的几个侍卫 就搅动起了应天城满城的谣言 甚至引来不少御史言官已经摩拳擦掌 准备拿他的面子刷刷官场声望 直到马车到了沈家门前 他才与同来的李锦龙掀开了车帘子 刚掀开就看到了仿佛断臂残垣般的沈家 整个人不由的一正 九江啊 这是应天首富的沈家 怎么看上去跟被洗劫过一遍似的 没 没错啊 这里确实是沈家 咋变成这样了 叔侄二人下了马车 只见原本气派的大门都被拆下来了一扇 门房处空无一人 莫说椅子了 连条板凳都没 走近一看 连门上的铜钉都被不知道谁人用刀子给抠了去 这分明是一座没人住的破宅子 莫非 真的 走错了 李锦龙也开始不自信了 他茫然四顾 看到前头厅前 有一位劈头散发的老头 与一位浑身湿透了的少年坐在台阶上 眼睛顿时一亮 五叔 那里似乎有个看家护院的老头和他的傻儿子坐着 侄儿这就过去问问 说吧 撑着伞 带着两名护卫 小心翼翼地走到了两人身前 老张 这里是应天首富 叫沈容的神老头家吗 谢谢观看